地魁术,除了能炼制傀儡之外,还包含了一套主修功法,有助击到结单的全部修炼步骤。 许黑有些不甘心,他知道,自己能拥有紫色真气,全凭借那神秘功法,他也不想改修别的。 前辈,可否给一个回应? 许黑继续尝试联络,依旧没有动静。 奇怪,这样一个强大存在,不应该欺贴我才是。 许黑面露一色,怀疑自己是不是没达标。 此刻,他无论是体内灵机,还是外在气势,都是助击无疑。 且与之前见过的助击修饰相比,许黑的气息更精纯,更加雄厚,神识范围更是达到了一千米以上。 唯一与许黑心目中不符的,是他的黑金灵片,还差一块。 那是他的眉心,还差最后一块灵片。 难道是这灵片的问题? 我修位已经助击,但肉身还差一点。 许黑若有所思,接下来的日子,他尝试吞噬妖兽肉,将那紫金雷尸也吞掉了一截,还服用了一些脆体丹药。 许黑能感受到,他的肉身在变强,只是那最后一块灵片,毫无动静。 怪灾! 许黑摇了摇头,他没有纠结下去,而是拿出了自己的傀儡,利用的傀术,将傀儡全部强化一遍。 至于自身修位,停滞就停滞吧。 等过些日子,他下山看看,查阅一些人类宗门的典籍,将五大宗门的功法全部搞来,仔细研究,兴许能找到头绪。 至于问黑黄,此狗不知何时才能出关,暂时指望不上。 如今成功驻击,许黑的底气更足了,加上两国交战,只要许黑谨慎一些,他的安全无碍。 即便真的运气差,遇到杰丹老怪,他还有黑黄给他的保命之物,号称天下一切皆可无五开,许黑还真想拿出来试试。 接下来,许黑全力做准备。 除了傀儡强化,许黑还要炼制两把飞剑,同时,自身所用的法宝、灵符、丹药也要更新。 他先是用了五天,将一些主要傀儡强化到了筑基层次。 接着,他拿出冰火象牙,窃下一部分,花了三天打造出了两把飞剑。 至此,许黑拥有了三把象牙飞剑。 许黑取了名字,分别叫破灵剑、急冻剑、焚天剑。 只不过,后面两把剑的威力实在太大,达到了二阶巅峰。 以许黑的神识,也只能勉强操控,远不如破灵剑那般流畅自如。 许黑主要还是使用破灵剑。 吞灵象牙的边角料,被他熔炼出了一些破灵飞针,用于辅助。 之后,他又从孙剑的收藏中挑选出了一个火雷印,一枚钉锋炼化, 顺便背上了老原的铁锅,都是中品灵宝。 防御方面,他全身已被黑金灵片覆盖,这基本可无视大部分攻击了。 人类的藏金阁半空,许黑心中暗道,他爬出了洞府,来到了外面。 萧丑早就筑击成功了,正在山谷中趴着,以一种奇怪的姿势晒太阳。 前辈,你这是要下山吗? 萧丑见许黑出洞,连忙抬起头,兴致勃勃地问。 没错,许黑点头,能否戴上我? 萧丑的面色有些严肃,道,如今我筑击成功,我与某些人有比仗要算。 许黑知道他经历了事吗?不假思索地点头,行,但一切听我指挥。 好。 萧丑跟了上来,神色有些激动。 他等这一天,等了太久太久,被追杀,险些丧命地屈辱。 如今,终于可以洗去。 他只希望那群人好好地活着,别死太早。 就这样,一人一蛇离开山谷,前往山下。 对了,黑前辈,我在住机的时候,遇到了好多麻烦事,差点没死掉。 我跟你说说,萧丑一边跟在后面,一边兴致勃勃地讲了起来。 许是太久没人说话,萧丑话身为话牢,一路上说个不停。 前辈,你是不知道,我在住机的关键时刻,周边的灵气突然消失了,方圆十里,一滴都不剩,害得我突破失败。 简直可恨,也不知是哪个王八蛋干的。 萧丑骂骂咧咧地道,许黑嘴角抽了抽,最终选择沉默。 这都不算实嘛,我停了一段时间,后来才重新突破。 结果呢,又有御外天魔冒出来,就在我附近,差点没将我吓死。 萧丑又抱怨道,许黑顿时一惊,御外天魔?这又是什么情况? 修饰逆天行,在修为突破之时,由小鸡绿招来御外天魔,简称外魔入体。 但这种情况,只会发生在结单期修饰结阴之时,且必须是精彩绝艳之辈,万中无一。 比如那班山老祖,就是死于御外天魔。 骂的,我一个小小的注击,何德何能,引来御外天魔? 简直操蛋,我怀疑是不是看走眼了。 萧丑骂道,说到这里,他就不说话了,一路上沉默。 许黑正等着听后续呢,结果此人突然闭嘴,让许黑很是烦躁。 想要提醒他继续讲,但许黑又不知如何开口。 后来呢?憋了很久,许黑还是忍不住问道。 哦,原来前辈也在听啊,我以为你没听呢。 萧丑一点诧异地道,我突然发现,你很欠奏。 许黑很诚实地说,不敢不敢。 萧丑联盟回归主题,接着道,后来,那御外天魔不知何故,又钻入了空间裂缝中,消失了。 我看那天魔的表情,好像遭遇了可怕的事物。 当然,以上可能是我修炼出了岔子,出现了幻觉。 萧丑联盟做出了补充,毕竟这是太过离谱, 御外天魔怎么可能在人助击时出现。 许黑沉阴片刻,也觉得是错觉。 至于外天魔怎么可能盯上萧丑? 这萧丑也是多灾多难,命途坎坷,助击遇上这么多麻烦。 许黑想了想,又问道,连续两次失败。 那你是如何助击的? 后来,白钱被成功炼制了一枚助击单,找我实验,我一时没忍住,就服用了。 萧丑道。 许黑顿时停了下来,盯着萧丑,左看右看,仔仔细细地打量。 怎么了?萧丑被看得有些发毛。 你没事吧? 有没有出现什么副作用? 许黑好奇地问,没有啊,我好端端的,能有什么副作用? 白钱被别的丹药可能不靠谱,但助击单,绝对没问题。 萧丑昂住头,一本正经的道。 许黑再次打量了半天,没看出什么毛病,于是道,那继续赶路吧。 好嘞。 萧丑趴在地上,如同蛇一般,一拱一拱,跟在了后面。 此次下山,有两个选择,一是去紫霞门,二是去班山宗。 论实例,紫霞门无疑是个软柿子,老祖和洛华陨落,没了结单七坐镇,安全系数将大大提高。 况且,许黑去过一次紫霞门,有过偷盗经验,对那里的一切都很熟悉。 许黑决定,先去紫霞门看看。 不过,当许黑花了三天时间来到紫霞门外时,却发现这里空空如也,一名弟子都不见了。 所有的房屋,楼阁,全部都是空荡荡的,连药员都被拔得干干净净。 只有一些无人看管的灵兽留在这里,将此地的声太毁得一塌糊涂。 这是,搬家了? 许黑面露惊疑之色。 他施展土盾术,来到了曾经紫霞阁所在地,发现紫霞阁整栋楼都不见了,无疑是被人搬走了。 这里并没有战斗的波动,也没有血腥味,说明没发生打斗,是自行转移。 许黑找了一圈,也只是在外围,发现了几个杂役弟子。 为了谨慎起现,许黑并没有找人询问,直接转身离开。 前辈,你不找个人问问? 萧愁疑惑,有什么好问呢? 紫霞门没了结单七坐镇,又处于战乱年代,搬家才合情合理。 可能是搬去了捕蛇宗寻求庇护。 许黑想通了一点,不觉得稀奇。 紫霞门掌门与捕蛇宗一位大人物结尾道理,这点小事还是能办妥的。 意料之外,但情理之中,萧愁一脸遗憾,他还想找之前羞辱过他的贱女人算账呢? 无奈之下,他们只能掉头,转去班山宗。 去班山宗也有好处,萧愁是班山宗的弟子,可以用弟子令牌正大光明地进去。 你被捕蛇宗通缉就这么出现,不怕有麻烦? 许黑问道。 那是之前,我如今是铸鸡妻,谁还敢找我麻烦? 萧愁坡有些骄傲,练气妻后妻只是内门弟子。 而铸鸡妻已经是长老级别,华云天还没那么大的能量,让班山宗交出一位长老。 许黑沉阴片刻,还是决定跟萧愁去看看。 班山宗本就是备用选项之一。 班山宗对土林根的研究站在了楚国之巅。 许黑想学习土系术法,去这里最合适。 他们再次花了两日,来到了班山宗山门前。 眼前是一座高耸入云的大山,山势边缘陡峭,中间平坦开阔,据说是班山老祖,花了好些年,从楚国各地搬来的大山集合一体而成。 时隔半年,重回故土,萧愁已然今非昔比,这让他感慨万千。 萧愁,我怎么总觉得? 你走路的姿势有些不对。 许黑最终还是忍不住,将这个问题问了出来。 嗯? 哪里不对? 萧愁摆动后知,如蛇一般扭动到跟前。 你们人类不都是直立行走吗? 许黑盯着前方,那里,有一名外门弟子正步行上山。 萧愁不由一愣,足足待了五秒后,才反应了过来。 咦? 对啊,我明明是双脚走路。 他连忙站起了身体,来回走了走,可又觉得别扭继续趴在了地上,眉头紧锁,陷入沉思。 奇怪,为什么会这样? 萧愁摆思不得其解,为了不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他决定还是直立行走。 尽管他觉得别扭。 许黑体型收缩到一米,被萧愁装在一个麻袋里,挂在肩上朝着山门走去。 不多时,他便踏在了半山腰的入口处。 站住! 守山弟子看了眼萧愁,仔细看了半天,揉了揉眼睛,脸色一变,惊波出声。 萧愁? 怎么是你? 有问题。 萧愁面无表情。 你没死? 守山弟子吃惊? 什么意思? 谁说我死了? 萧愁眼睛眯起,有些莫名其妙。 守山弟子面色有些古怪,欲言又止。 感受到对方磅礴的威压,守山弟子咽了口唾沫,还是老老实实交代。 是这样的,你去年被捕蛇宗通缉,又逃入深山,失踪半年,宗门已经将你除名在外,列入死亡名单了。 你的洞府,所有遗物,都交给了你的亲属继承。 守山弟子只是炼气七出七,哪里敢得罪内门弟子? 他详细交代了一遍。 亲属? 我父母都是凡人。 哪来的什么亲属? 萧愁瞪眼道,感觉不太对劲。 这我就不知道了,总之是两个女修,穿着紫霞门的弟子长袍,具体你可以回去看看。 守山弟子急忙道。 萧愁闻言,双眼顿时有火光冒出。 他脚步一踏,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冲入山门中,直冲向他的洞府所在。 班山宗,内门弟子居所。 与紫霞门不同,所有弟子都是居住在大山内部,依照修为不同,分配的洞府也不同。 据说这大山中心有半条灵脉,导致洞府的灵气要浓郁许多,许多外面的弟子都对班山宗羡慕不已。 此刻,萧愁的洞府内坐着两名紫霞门女弟子。 这两人,许黑还见过,正是居住在银林隔壁之人,曾对萧愁极尽挖苦,嘲讽不断。 早在一个月前,他们就透过特殊手段,将萧愁的洞府给抢了过来。 邱长老,这是他们二人结尾道理的气书,上面写得明明白白,只要萧愁死后, 所有的一切财产都归营林所有,而我身为营林的姐姐自有权力继承。 徐梅笑盈盈地道,眉目中暗送秋波。 哈哈,好说好说,我这就开启洞府,将那小子的遗物拿出。 班山宗的邱长老顿时大笑一声,将洞府强行破开,送给了徐梅居住。 里面的东西也一并交给徐梅。 事实上,徐梅与邱长老早就暗中苟合,此次行为只是顺理成章罢了。 而邱长老也会时不时地来到此洞府与徐梅会面,行那苟且之事。 这一次,徐梅更是带上了他的好姐妹,三人一同双修。 哄,忽然,洞府大门被一拳轰开。 徐梅二人吓了一颤,从修炼中惊醒,朝着洞外看去。 谁这么大胆,敢擅闯老娘的洞府,活得不耐烦了。 反应过来,有人擅闯后,徐梅勃然大怒,叫萧道。 洞府门口,灰尘扬起,只见一个年轻的身形从外面走了进来。 此人腰间挂着一个包裹,风尘仆仆,皮肤有黑,相貌平平,双眼绽放出炽热的火焰,能灼瞎人眼,正是赶来的萧丑。 是你? 徐梅大惊,还以为自己看错了。 你你,你竟然没死? 身旁的徐春瞪大双眼,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 他们两人对萧丑时常挖苦,嘲讽,再熟悉不过,怎能不记得。 萧丑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们,一语不发。 你好大的胆子,不知道华云天正通缉你吗? 还敢回来找死? 徐梅也是反应极快,立刻长红着脸赤道。 萧丑冷冷道,你们,抢了我的洞府。 徐梅文言,顿时冷笑。 是又如何?一个卑微下见的龟男,也敢反抗不成。 赶紧跪下来,舔我的脚趾头。 老娘心情好,说不定就还给你。 碰,回答她的是一剂铁拳。 徐梅被打得鼻血喷出,脸庞塌陷,倒栽出去,一头撞在了石壁上,头破血流。 只是一拳,她的面容就凹陷了下去,直接毁容。 徐春的脸色立刻就变了,如同陷了鬼一样。 此人是谁? 是萧丑? 哦,这怎么可能? 萧丑分明是一个懦夫,舔狗,她竟然也会打女人。 你,你好大的胆子,你竟敢打。 徐春声音颤抖,但还是忍不住威胁。 碰,又是一拳打在了徐春的脸上。 她满嘴的牙齿瞬间飞出,这一拳将徐春的脑袋都给打歪了,脖子几乎扭断, 螺旋升天,一头撞进天花板。 这一拳,我磨练了整整五年。 萧丑紧握拳头,目光赤红,大喝道。 但今后,我只忍五秒。 so! 邱长老以极快的速度朝着萧丑所在的洞府奔去, 就在刚刚,她收到了徐梅的求救讯号。 本来这一次,徐梅还带来了一个姐妹,说要一同双修, 她还特意准备了一些丹药辅佐,可以助助心,结果出了岔子。 邱长老眼看洞府将近,突然,一个人引出现在了她眼前,将她拦住。 你?看现此人后,邱长老顿时眼珠大瞪,难以致通道,是你? 没错,是我,萧丑。 萧丑掀起一丝灿烂的笑容。 你没死? 邱长老眼睛眯起,被人追杀,侥幸活了下来。 萧丑笑道,邱长老没理会他,绕开萧丑,静止冲向其洞府。 邱长老这是干什么? 洞府可是我的私人领地,宗门规矩,任何人不得擅闯。 即便你是长老也不例外,萧丑后退两步,挡在了自己洞府门口。 让开! 不让! 你找死! 邱长老目光阴沉,隐隐有强大的气息压迫而去,但萧丑纹丝不动,眼中金芒闪烁。 邱长老目光一寒,抬手打出一道火球,却被萧丑捏在手里,轻描淡写地甩了出去,在一旁空气中爆炸。 这一手操作,让邱长老双目圆瞪。 他之前就听说,此子权力爆发下,可与华云天打得难解难分,甚至将其重创断了一臂。 别看只是炼气气大圆满,真正的实力,不容小瞧。 我身为长老,只是例行检查一下,你的洞府内有没有私藏敌扣,有什么不妥吗? 邱长老声音略缓。 行! 萧丑手一挥,洞府的大门开启。 里面什么都没有。 邱长老在门口观望一圈,那两个女子早就没影了,怕是已经尸骨无存。 好歹读的手段,邱长老内心冰冷,却是没有发作。 毕竟此事真抖出去,他也脸上无光。 将没有死去的弟子洞府,私自送给了小情人,即便长老也要受到重罚。 他没在说时吗?转身离去。 萧丑同样没有发作,在班山宗内,还是不宜闹得太大,杀死一个长老可是不小的罪名。 萧丑,我提醒你,如今我们四宗联盟,残杀盟友,可是要受到军规处置的,你可别留下什么证据。 邱长老一位伸长的道,消失在走廊尽头。 四宗联盟,在路上,萧丑就听说了。 班山宗,逍遥宗,紫霞门,太玄门四宗联盟,由天魁宗领队,进攻楚国。 至于捕蛇宗,全程不参与,只是提供后勤之援。 盟友之间,禁止自相残杀,一旦发现,后果极其严重。 为何不杀了他? 许黑不是很理解地问,这是班山宗内,杀了他,我很难脱身。 萧丑无奈道,许黑道,那就在今晚,将此人解决,然后跑路。 萧丑顿时无语,这一个小小的铸鸡长老,为何非杀不可? 又不是什么有威胁的大人物。 许黑却不想解释什么,他只明白一个道理, 任何有可能威胁自己的东西,都要毫不留情地解决。 今晚杀他,也不是不行,但前辈要的东西,可能弄不到了。 萧丑道,许黑也不由陷入迟疑,那就抓紧时间。 是,接下来,萧丑将许黑留在了洞府, 自己则前往宗门大殿,找自己的师父石龙子, 想汇报自己驻基成功一事。 结果被告知,他的师父石龙子, 前往了楚阳城前线,暂时回不来。 萧丑,有什么事情,跟老夫说就行, 战争期间,一切内务老夫都可以做主。 这位大殿的老者淡然道,萧丑如实禀报, 我以金驻基成功,想要驻基基的功法、法术, 以及晋升长老的奖励。 大殿的老者顿时一惊。 经过一番仔细检查后,确认萧丑驻基无疑, 这位老者眼中满是惊讶, 他深吸口气,重重点头。 若是平时的话,你这一套流程走完, 至少也得半个月,如今非常时期, 可以略过很多步骤。 你且随我来。 一番细致的检查后,萧丑成功领到了驻基长老的奖励。 同时,萧丑的资讯也上报给了高层, 估计不出三日, 他就会被下达奔赴前线的任务。 如今战事吃紧, 所有驻基修士都会安排前线任务。 若是叛逃的话,会有严格的惩罚, 甚至剥夺长老资格, 废除修位,你可要小心。 这位老者提醒道, 多谢告知。 萧丑报权。 他返回了洞府,将储物带开启, 顿时被这丰厚的资源给震惊住了。 许黑也愣了好半天。 临时一千块, 培元丹三平, 各类回复丹药无数, 飞剑两把, 就连灵宝也有两剑, 一弓一手, 还有一枚三阶灵符, 可以防御劫丹七一击。 至于许黑需要的预检, 更是多的数都数不过来。 不愧是战争期间, 这资源也是管够啊。 萧丑感慨道, 你这是要上战场了? 许黑好奇。 嗯, 若是不去, 就是逃兵, 会受到惩罚。 逃个几天无所谓, 可若是太久, 延误了战机, 就会被废除修位。 萧丑无奈。 许黑不再多言, 将这些预检逐一翻看起来。 这些法术预检, 换作平时, 都是需要大量的贡献点, 才能兑换。 如今, 为了增强几方战斗力, 各大宗门也是不吝啬地全放出来。 从这些预检中, 许黑学到了几种强大的法术。 暴山印, 二阶高阶。 时脉心法, 二阶高阶。 群星坠落, 也就是威力达到助击后期的。 许黑虽然没有与助击中期交手过, 但他隐隐觉得, 凭借之前的那些手段, 对付中期已经够用了, 终极法术, 对他加成不大。 他想要变强, 唯有学习二阶高阶法术。 这些, 是拿来对付助击后期的杀手锏。 当然, 以许黑目前的实力, 他自认为, 还是很难与一些老牌的助击后期抗衡。 同一种境界, 实力可能是天差地别。 许黑深有体会过, 比如那老元明明只是通灵期大圆满, 却可以将同境界的他伤到。 许黑也不敢保证, 他遇到助击后期以及中期就一定能赢。 尤其是见到消愁, 竟然获得了一枚三阶灵符, 这种想法愈发强烈。 一个时辰后, 许黑将所有预检阅读了一遍, 修炼步骤记录在脑海中。 同时, 他也获得了班山宗的主修功法, 班山谢岭第二层。 虽然许黑的修位没有动静, 但获得了这些知识后, 许黑的杀法手段也在急速增加, 只要多加练习, 实力将不可同日而语。 他无需找地方测试, 直接找人实验就行。 是时候杀人了。 许黑暗道, 许黑锁定浴室上的一个红点, 当天夜里, 与萧绸一同朝着目标前行而去。 班山宗, 后山。 邱长老站在此地, 来回踱步, 他的神态有些焦急。 该死, 传讯预检都发出去一下午了, 为何还没有出现? 邱长老, 本名邱华, 他是少有的几个刘宗之人。 原本他还打算给萧绸穿小鞋, 安排他去一些必死的阵地, 或是找机会, 暗中做掉。 结果当他得知, 萧绸成为了助击长老后, 他立刻就坐不住了。 当即给联盟传讯, 举报萧绸杀害盟友, 要提交罪证。 杀死两个盟友, 这可是不小的罪名。 虽说他也难辞其咎, 但他人卖极广, 稍稍打点一下, 顶多判一个万乎职守, 但萧绸可就惨了。 如今, 正是需要赶死对的时候, 萧绸的下场很可能是落上魂印, 发配前线充当炮灰, 一个助击器的炮灰可不好找。 来了来了, 秋华神色激动, 直接远处有两个人影, 遇见而来, 一男一女, 是四宗联盟的执法者, 两人都是助击中期。 就是你举报, 班山宗有人杀害同盟弟子, 那红发女子居高临下, 淡然道。 没错, 事情是这样的, 面对执法者, 他不敢丝毫隐瞒, 将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说了出去。 红发女子眼中闪过一丝厌恶, 别人在前线打声打死, 这老头倒在家里享受起来了, 还挽起了金屋藏娇。 老朽坐所坐位, 愧对长老一职, 我愿主动请英, 上楚阳城前线赴死, 洗去我的罪过。 秋华双手抱拳, 半跪在地, 眼中巨是悔恨。 如此态度, 倒是让那红发女子一愣。 秋长老何须如此, 一点小事罢了, 那两名紫霞门女修也是为了修行, 双方互相成全, 合错之友。 身旁的中年男性执法者, 主动上前将秋华扶起。 两人在接触过程中悄无声息的, 一个储物带被秋华送了过去, 被男子揣入腰间。 老朽, 实属内心有愧, 若是不上前线赴死, 我无法安心修炼啊。 秋华说的是生泪俱下, 懊悔难当。 那中年男修也是满嘴客套话, 双方都是老油条了, 这种小场面, 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回。 你就这么想死吗? 突然, 一个冰冷的声音响彻, 只见秋华的后方, 萧筹不知何时出现了, 如铁塔般站立, 手中的拳头已然紧握。 萧筹? 秋华一惊, 随即眼中闪过喜色, 此人竟然主动送上门来了。 中年男子眉毛一条, 莫然道, 你就是那萧筹? 来得正好, 我们执法者怀疑, 你有杀害盟友的重大嫌疑, 请随我走一趟。 萧筹愣了愣, 道, 我没有杀人。 他当然, 没杀人, 人都是许非杀的。 有没有杀? 我等自会调查清楚, 莫要自悟。 中年羞冷冷道, 那红发女子, 献萧筹无动于衷, 劝说道, 萧筹, 秋长老的证据, 还不足以定你的罪。 你若是被冤枉的, 我自会, 还你一个公道, 扑。 突然, 一根硕大的钉子, 从地底下冲天而起, 以不可思议的速度, 瞬间撞在了秋华的下方。 碰, 一个防护光照被崩碎, 秋华脸色一变, 急忙拿出了防御法器, 但紧接着, 一把白玉色象牙飞溅, 从秋华的喉咙间移化而过, 人头飞起, 鲜血飙出。 住手! 中年羞是脸色大变, 想要阻拦, 却已然来不及, 这是毫无征兆的突然袭击, 根本来不及应对。 秋华飞起的人头睁大双眼, 眼中满是不可置信, 他无法相信, 在两位执法者眼皮底下, 他被人杀了。 不, 秋华的眼中残留着死亡前的恐惧, 人头重重地摔落在地上, 无头尸体倒下。 这位演了一辈子的演员, 终于是一语成衬, 死在了一位蟒夫手中。 而对于消愁而言, 他只明白了一个道理, 当有人说你杀人时, 你最好真的杀了。 两位执法者同时惊呆, 他们执法以来, 还从未见过如此暴徒, 直接在他们眼皮底下杀人的。 动手! 许非不给二人思考的机会, 立刻法术甩出, 同时放出一条大蛇, 一指巨蛙, 朝着那中年修士就扑了上去, 消愁则是杀向那红发女子。 中年修士也是身经百战, 反应迅捷, 担任执法者的这些日子, 更是中饱私囊, 收获了众多法宝。 只见他捏碎一张金色符纸, 形成一层光圈, 瞬间就挡住了大地钉的一击, 同时一拍储物袋, 拿出两粒紫色珠子, 屈指一弹, 朝着巨蛙与大蛇的嘴中暴射过去。 许黑反应极快, 两指傀儡暴退, 同时引力术开启, 将那两粒珠子定在半空。 暴! 中年修士一声低含, 只见两粒珠子瞬间炸开, 雷光四溢, 如同天降落雷, 震天汗地, 将方圆百丈都炸出了一片深渊。 两指傀儡虽然及时避开, 却被炸得浑身焦黑, 当场失去了战斗力。 雷杰珠? 许黑脸色一沉, 随即摇头, 不对, 应该只是防品。 雷杰珠, 吸收天杰之力, 凝聚鱼珠内, 威力堪比四九小天杰一击, 对杰丹七都都能产生威胁。 弊端是, 雷杰珠敌我不分, 连自己也会挂掉。 竟然没死。 那中年修士, 诧异看了眼许黑, 随即对着萧愁喝道, 萧愁, 袭击执法者可是重罪, 还不快束手就擒。 萧愁已然化为了战斗形态, 体型如同一座小山, 全权如轰雷乍响, 与那红发女子斗得难解难分, 根本不理会此人。 秀! 飞剑如电光般闪过, 刺向中年修士, 他体表的光圈在被触碰的一刹那, 就被破开一个口子, 灵气瞬间溃散。 这把飞剑正是许黑的破灵剑。 此剑有古怪。 中年修士眼睛眯起, 拿出了一个葫芦, 葫芦色开启, 其中爆发出了猛烈的吸引力。 许黑的破灵剑顿时僵在了半途, 似要被吸入葫芦中。 吞剑狐专门吞噬飞剑, 堪称一切飞剑的克星。 若非此剑对灵气有极强的压制, 可能已经被吸进去了。 引力术! 许黑心念一动, 引力术加持在那葫芦上, 对方同样以引力术施展, 与许黑形成僵持。 可紧接着, 中年修士就骇然地发现, 他的引力术, 竟然争不过这柱姬初期的大腰。 吞剑狐正以缓慢的速度, 朝着许黑飞去。 这怎么可能啊? 中年修士骇然失色, 他不仅是修位高了一层, 此葫芦更是经过他炼化, 有他的烙印在, 怎能被强行夺走。 即便是柱姬后期, 也做不到这等逆天之事。 许黑尝试了一下, 他意外地发现, 自己的紫色真气, 在质量上能够对此人形成压制。 这种压制, 跨越了修位境界, 是上层对下层的压制。 此人境界虽高, 但真气质量远不如许黑。 只不过, 许黑才刚刚注击, 真气深厚程度却不及此人, 才几期时间就消耗极大。 许黑没有再呼号下去, 连忙扶下一枚回原单, 心念一动, 沙暴数施展。 轰轰轰, 沙那间, 风云呼啸, 沙尘漫天, 天地间卷起了无边无际的大风暴, 地皮都被掀起了一层, 连忙将葫芦收回储物袋, 拿出一枚碧绿色的宝珠, 波纹扩散, 在他附近形成了一层防风圈, 可以无视风暴的袭击。 可恶, 此人的法宝好多。 许黑内心暗骂, 他杀过的人, 都是以法术为主, 最多也就拼拼飞剑, 还从未见过这种法宝怪。 相比较之下, 许黑的法宝少得可怜, 几乎没怎么用过, 他也不擅长使用。 中年修士同样内心震撼, 他修为高了一层, 却处处落入下风, 一番斗法, 竟然只有招架之功, 没有还手之力。 白修还是头一次遇到这种事情。 此药不简单, 看似是助击初期, 但真情能够压制我, 另外一边情况也不妙, 不能再拖下去了。 白修一拍储物袋, 拿出了一杆黑色小旗, 在掌心迅速扩大, 化作一杆巨帆。 沙那间, 天昏地暗, 已有鬼哭狼嚎之音响彻。 看见这杆巨帆后, 许黑忽然有种毛骨悚然之感, 浑身凉嗖嗖的, 如同身灵幽冥地狱。 他将破灵剑收回, 两个焦黑的傀儡也收回, 目光警惕。 这巨帆, 应该是此人的杀手锏, 不能给他时间释放。 许黑目前能用上的法宝, 火雷印, 钉风珠, 还有铁锅, 都是中品灵宝, 可能还不如飞剑有威力。 许黑深吸口气, 扶下一枚暴神单后, 闭上双眼, 静心凝神。 暴山印, 土系高阶法术, 需要日夜不断地观想一座大山, 直到能具现出大山的虚影后, 融入真气, 将大山凝食。 真气越强, 大山威力越强。 此法术, 对土灵根与悟性要求极高, 一般只有助击后期才可施展。 许黑却是早已在心中模拟了千百遍。 渐渐地, 一座大山的虚影, 在白修的头顶上成形。 让你尝尝这个。 白修一挥俱翻, 散出了一阵阵阴风, 沙那间, 无数幽魂从中跑出, 朝着许黑直扑而来。 这些幽魂, 肉眼不可见, 却可以透过神识感应道。 许黑从未遇到过这种东西, 只觉头皮发麻。 他倒是听黑皇说起过, 这些应该是修士死后, 诞生的灵魂体, 专门是人血肉。 许黑却没有管这些, 他目光凶狠, 以一种同归于尽的姿态, 凝聚爆山印, 朝着白修狠狠压下。 这个时候, 绝对不能退, 一退就要办。 哄, 一座浩瀚的大山在白修头顶成形, 朝着他狠狠撵压下来, 如泰山压顶。 白修所在的虚空顿时塌陷, 天地轰鸣, 地面都塌进去了一个凹痕, 形同天崩地裂。 爆山印, 白修骇然失色, 表情如同陷了鬼一样。 这一招, 放眼整个班山宗, 也没多少人能用得出。 这是个什么蛇? 班山宗的镇宗神兽吗? 从一开始, 他就感觉这条蛇不对劲, 直到现在, 他才意识到, 这是一个什么逆天怪物。 哄, 大山压下, 将白修碾入地底, 许黑也被无数鬼魂钻入了体内, 开始吞噬他的血肉。 许黑二话不说, 将雷火印拿出, 含入嘴里, 一口咬碎。 轰隆, 雷火印在许黑体内炸开, 爆发出恐怖的雷霆与滔天火焰, 将许黑血肉焚烧, 狂暴之力传遍全身经脉。 那些入侵的鬼魂, 顿时发出凄厉的惨叫之声, 一个个魂飞魄散, 化为虚无。 但许黑也因此受到了重创, 让一个中品灵宝, 在体内自爆,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也得窥视许黑, 换做人类的话, 不知死了多少回。 这是许黑在出手之前, 就想到的策略, 他不能退, 只能出此下策。 想不到, 我事先准备的法宝, 会是这种用法。 许黑内心苦笑, 他没有犹豫, 呼叫全部真气, 寄出一把赤色飞剑, 朝着目标方向一次而去。 坟天剑, 二阶巅峰法宝。 此刻, 那凝实的大山已经消失了, 白修被压成了肉饼, 躺在一处深坑中, 提表法宝光芒暗淡。 他身上防御法宝众多, 只是时间匆匆, 根本来不及寄出。 他也没想到, 自己魂翻用出的一瞬间, 对方的爆山印就成形了, 这让他没有时间去防御。 他更没有想到, 许黑压根就不打算后退, 顶着幽魂也要杀他。 不, 你不能杀我, 萧丑你若杀我, 你就, 话音未落, 坟天剑就已然落下, 将他连砍带烧, 整个人烧成了虚无。 许黑张口一吸, 将杵物带吸入口中。 此人身位执法者, 一看就是个肥羊。 许黑也是头一次遇到这种擅长法宝的修饰, 他对于法宝, 几乎没什么研究, 身位妖兽, 他更相信自身的力量, 很少去使用法宝, 这也导致此战他吃了大亏, 助击七就没一个好对付的, 不能把人类想得太简单。 许黑内心暗道, 此刻, 远处正在激战的红发女子, 眼见白修都死了, 内心战意全无, 转身就要顿走。 他可是清楚, 白修在助击中期中绝对是佼佼者, 他们虽然修为同等, 但十个他也不是白修的对手。 此女也是助击中期, 我必须全力一击, 不容小觑。 许黑扶下一枚抱猿丹, 一枚抱神丹, 不惜副作用, 将状态提升到了最佳。 随后, 心念一动, 焚天剑暴刺而出, 朝着红发女子射去, 后者吓得花蓉失色, 拿出一张灵符催动。 噗哧, 红发女子脑袋飞起, 身体被瞬间烧成了灰。 直到它消失之后, 灵符形成的光照, 才刚刚成形, 照了个寂寞。 许黑不由一愣, 连忙神石探出, 宰宰细细地找, 却找不到任何踪迹。 他又拿出检测浴石看了一遍, 还是没有, 那女子彷扶凭空蒸发了一样。 死了? 许黑呆住。 这, 这就没了。 眼看着对方的储物袋被烧光, 东西散落一地, 许黑这才意识到, 对方确实死了。 这就有点离谱了, 他还以为是个什么狠角色, 竟然如此不堪一击。 这红发女子, 跟白修的差距太大, 以至于许黑都没反应过来。 许黑张口一吸, 将坟天剑吸入口中, 同时将那红发女子掉落的东西 也收了过来。 他与萧仇对视一眼, 迅速离开了此地。 刚才的战斗, 看似漫长, 实际也就不到半炷香。 班山宗不能再待下去了, 估计很快, 这里发生的事情就会传开。 两位驻击中期的执法者被杀, 这可是今天大事会引起联盟的权力追查。 要知道, 战争时期, 任何一位驻击修士 都是可能改变战局的存在, 损失不起。 一人一舌离开班山宗, 一路飞驰, 一直到了白天, 他们才停下步伐。 萧仇,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许黑问道, 萧仇沉默许久, 平静道, 前辈, 我有一个请求。 你说, 我想离开一段时间, 去前线, 楚阳城。 萧仇道, 许黑不由一愣, 上前线倒是一个可以免去罪责的好方法, 因为四宗联盟有规定, 无论你有什么罪, 只要愿意充当先锋, 之前所做一切都可以既往不救。 这个规矩, 无人可以违抗, 因为是天魁宗制定的。 这是为何? 许黑不是很理解, 好端端的, 为什么要送死? 我是楚国人, 我的父母家人都是楚国人, 他们就在楚阳城, 我不能坐视不管, 我要救他们。 萧仇的目光, 前所未有的坚定。 许黑顿时陷入了死记状态, 他理解错了。 此人并不是想去秦国的前线, 而是楚国的前线, 可能前辈无法理解, 身为修士, 为何要去理会一群凡人, 只要能修仙长生, 这些又算得了什么, 秦国楚国又有什么区别? 萧仇这一番话, 不仅是许黑的看法, 同样是每一位修士的看法。 四大宗门中, 不少弟子都有凡人的亲戚朋友, 但几乎无人站出来制止。 身为修士, 离应斩断凡臣, 效忠师门。 无数年过去, 凡人早就化作黄土了, 只有师门长存。 但是, 无法忍受, 我修仙五年, 我不能忍受他们这样离开。 我不能忍。 萧仇紧咬牙关, 坚定地通红看向许飞, 道, 恳请前辈准许我, 离开一段时日, 日后, 只要我萧某人不死, 必定千倍万倍地报答前辈的恩情。 萧仇直接跪在了地上, 对着许黑叩手, 连续嗑了三个。 半个时辰后, 萧仇还是离开了, 远远地只留下一道孤单的背影。 尽管他是趴在地上, 如蛇一般前进, 但走到山头, 他还是站了起来。 许黑没有什么理由制止他, 这是他选择的道路。 尽管是送死之路。 许黑没有跟过去, 只是给了一些法宝, 灵符, 还有许白炼制的丹药, 作为保命之物。 至于活下来的机会, 几乎未灵。 加入秦国一方, 还有一丝机会幸存。 而去楚国, 无疑是送死。 飞黄曾经说过, 天愧宗并不简单, 背后是一个超级庞然大物, 那里面随便一个老怪都能轻松灭掉一国, 只是无心争权罢了。 楚国败局已定, 南玉哥让是板上钉钉的, 唯一的悬念是需要多久攻下全国。 好端端的, 活下来闭关变强不好吗? 非要去送死, 人类的一些行为, 真让我无法理解。 许黑茫然自语, 忽然之间, 许黑的脑海中有一道灵光闪过。 他盯着萧愁的背影, 想到了一个字, 逆。 何谓逆, 许黑一直没有明确的答案, 他只知道, 修事本就是逆天而行, 逆天而修。 因此, 在结丹之时, 会降下四九天节, 皆因时, 会降下五九天节, 甚至有余外天魔降临。 修行, 就是逆。 许黑的理解, 仅限于此。 可回想起萧愁的做法后, 许黑对何谓逆, 又有了不同的认知。 许黑当即拿出班山宗的御检, 逐一查阅起来。 萧愁不仅带来了法术御检, 还将他所能获得的书籍古籍, 全都带了过来, 供许黑查阅。 最终, 许黑在班山老祖的语录中, 找到了一句话。 逆天地之囚龙, 逆心中之执念, 逆规则之束缚, 古往今来, 通天彻地的大修士, 无不是逆修。 许黑心中莫读这句话, 回想起萧愁的所作所为, 这分明是典型的逆修。 身为修士, 理应斩断凡臣, 这是规则。 身为田狗, 对英灵有偏执的喜爱, 这是执念。 处于班山宗的大环境下, 他要效忠师门, 这是囚龙。 许黑不敢保证, 他的理解是对还是错, 也不敢肯定, 班山宗老祖的语录是不是完全正确。 但毫无疑问, 萧愁确实走上了一条逆修之路。 做他人不敢做之事, 行他人不敢行之路, 这不是逆修, 还有谁是逆修? 或许, 我该下山看看, 去看看人类的世界。 许黑心中暗道, 每个人对于逆修都有不同的理解, 许黑不会去效仿班山老祖, 也不会效仿萧愁。 许黑决定, 他要找出自己的路。 不知不觉间, 在感悟过程中, 许黑眉心那最后一块空缺, 隐隐有微光浮现。 两天的休整过后, 许黑离开大山, 朝着山下爬去, 他没有施展土顿树, 像一条繁蛇一般, 爬向曾经的故土。 他的速度缓慢, 爬过大山大河, 爬过山火蔓延后的地方。 一年过去, 冬去春来, 曾经烧过的飞灰中, 尝出了新的植物, 嫩绿的树苗在生长, 草木在发芽, 昆虫也在其中浮现, 偶有一些镍齿类动物, 潜入在草丛中进行觅食。 蚂蚁也从地下出现, 建造新的家。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唯一可惜的是, 生长了数百年的参天大树梅了, 野生动物梅了, 但无数年后又将是新的轮回。 许黑回到了曾经的领地, 这里, 被捕蛇人占领, 建立了分堂, 建筑布局已经完成, 只是尚未布置阵法, 且连守山弟子都没有。 虽说捕蛇宗保持中立, 但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他们管辖下的凡人城镇 都受到了秦军的洗劫。 许黑拿出检测玉石看了看, 发现没几个修士, 最强的也不过筑击初期, 只有一人。 许黑收起玉石, 神识一扫而过, 忽然, 他扫了一个熟悉的人影, 陈道玲! 这曾经追杀他百里之人。 此时, 陈道玲两眼昏花, 气血衰弱, 修为从当初的炼气漆大圆满, 暴跌至炼气漆漆层, 只差一步就能跌落至中气。 他被关在一座地牢中, 有铁链拴着, 旁边竟是一些老鼠蛇虫之类的东西, 将他啃得坑坑洼洼, 真气也被封锁, 处于一个等死的状态。 许黑本想应过去顺手宰了, 可看见他这样子, 可能活着, 反倒是一种折磨。 这个分堂, 以许黑如今的实力, 可以顺手灭了, 一个活口都不会留。 但他没有打草惊人, 只是匆匆而过。 许黑继续下山, 一路返回了蛇村。 他回到了荒凉的西瓜地, 看见了王小牛家的茅草屋。 那一座孤坟还在, 只是里面的尸体不翼而飞。 王小牛也在屋里, 和两年前相比, 他如今已经是十五岁的少年郎, 个头长高了一些, 只是身形消瘦, 脸色苍白, 多日的饥饿, 让他躺在床上, 显得有气无力。 蛇村村口, 站住一名练气漆初期的修士, 腰间挂着秦国的腰牌。 一队秦国士兵, 正在挨家挨户地搜查敌人。 关老爷, 我这里没有藏人, 全家就我一个。 嘿, 小娘们还敢嘴硬, 拖出去, 许黑看了一圈后, 收回神石, 心中暗叹。 他已经找到了那群楚国士兵的藏匿地点, 就在一处猪圈之中, 这群人只有三人, 各个带伤。 其中一人提议, 要不要出去当俘虏, 还能活下来, 但被另外两人言辞拒绝。 忽然, 许黑感应到了石码。 他身形一闪, 来到了王小牛居住的茅屋前。 只见屋内, 房梁上挂着一个套绳, 王小牛站在凳子上, 将脖子伸进了套绳中, 他紧咬干枯的嘴唇。 眼泪顺着他的眼角流下。 看见这一幕的许黑, 立刻想到了一个词, 上吊。 王小牛的前方, 摆着他父亲的灵牌, 他望着灵牌, 干枯的眼中已经流不出一滴眼泪了。 爹! 对不起, 您豁出性命才赚来我读书的钱, 是孩儿没用。 虽然孩儿没有考上功名, 但我也是读书人。 我不想当王国诺。 王小牛将自己挂在了绳子上, 踢翻了凳子。 绳索套紧, 王小牛没有挣扎, 他的呼吸在停止, 眼中带着不甘与绝望, 那曾经渴望读书, 袭击的光芒在缓缓消散。 许黑静静看着这样一幕, 没有任何反应。 尊重他人命运, 放下诸人情节。 这原本是许黑的形式作风, 只是这一次, 他还是动了。 啪! 绳索无声息地断裂, 王小牛坠落在地上, 一股灵力隔空流入他的体内, 让王小牛再次有了知觉。 王小牛落在地上, 悠悠转醒。 他体内注入了灵气, 知觉恢复了不少, 但身体长久来的饥饿与缺乏营养, 让他仍旧是有气无力。 就连这一次上吊都耗尽了全部的力气。 身为读书人, 他可不想躺在床上, 无声地饿死, 他要自己终结自己的性命。 王小牛爬了起来, 打算将断掉的绳结重新扎好。 突然, 他愣住了, 他感到了一种熟悉的气息, 那种两年未曾见过, 确实常在梦中出现的气息。 王小牛茫然四顾, 自语道, 蛇仙前辈。 蛇仙? 许黑还是头一次被人这么称呼。 以往, 他不是老蛇妖, 就是老蛇王, 或是什么畜生。 许黑传音道, 听着脑海中凭空出现的声音, 王小牛深吸口气, 沉吟道, 人, 山, 魏仙。 人山魏仙, 许黑喃喃自语。 他问的不是写法, 而是含义。 不过, 许黑压根就不想问这种故弄玄虚的问题, 只有谜语人才会干这种事。 许黑转问道, 你为何要自禁? 王小牛闻言, 沉默良久。 叹息道, 国将亡, 我活着又有什么意义? 是你没有吃的, 快饿死了吧。 许黑道, 王小牛语色, 家里一闻钱都没了, 吃的也没了, 他只是想趁着自己还有点力气, 将自己吊死。 魏明杰自济而亡, 总比躺在床上饿死要好。 这样传出去, 他也能落个好名声。 心中这样想着想着, 他还真冒出了为国而死的念头, 豪气横生, 于是才有了刚才的一幕。 许黑无奈叹了口气, 微光一闪, 王小牛的前方凭空出现了一个玉瓶。 你严重缺水, 先喝了这个。 许黑传音道, 王小牛连忙拿起玉瓶, 一口将里面的液体喝下。 顿时, 他感到身体有了一丝清凉感, 就连饥饿都减轻了, 恢复了一些体力。 许黑没有携带凡人的食物, 于是, 将刚才的灵气液体拿出了不少, 放在了地上。 王小牛一连喝了好多口, 面色红润起来。 现在, 还想死吗? 许黑问道, 王小牛由于片刻摇了摇头, 不过, 他又补充道, 蛇仙前辈。 你可别小瞧读书人, 我很多同窗, 都是宁愿站住死, 也不会给人当奴才。 若是真有一天, 我要被秦军抓出去当奴隶, 我也会自尽。 他这话倒是实话, 王小牛的眼眸清澈, 没有撒谎。 林志来之不易, 不知要历经多少是轮回, 才有一事成人, 即便这样, 你也要自尽。 许黑说出了自己的疑惑。 王小牛陷入了沉默, 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对他而言, 这太过深奥了。 王小牛, 你妹妹呢? 许黑转问道, 我妹妹, 去年就被陈家买去做了丫鬟, 与其跟着我受苦, 去陈家还能封一足食, 不至于饿死, 况且有楚先生照看, 他也能跟着读书认字。 王小牛缓缓说道, 楚先生, 也就是陈家镇有名的交书先生, 颇有几分才气, 写的一首好诗词, 是当年的状元郎。 据说, 是得罪了荡朝权贵, 荡不下官, 这才回来做了交书先生, 交书育人。 许黑也听村民说起过这位先生, 经常开办讲堂, 免费教孩子们认字, 所有村民无不是夸赞。 可惜, 如今是战乱, 陈家也不知是什么情况, 据说那里去了好多仙人。 王小牛叹了口气, 又补充道, 对了蛇仙前辈, 我不叫王小牛了, 楚先生给我赐了名, 我叫王鼎, 一言九鼎的鼎。 王鼎, 好名字。 许黑暗道, 他是不是也该找楚先生, 给他命个名, 这许黑怎么听怎么吐? 算了, 都习惯了, 不改了。 当初他给自己取名时, 那有限的词汇量时, 再想不出什么好词。 许黑忽然觉得, 跟着王小牛说话还挺有趣, 当下, 他去了一趟野外, 特意抓来了一只山鸡, 打算烤了给王小牛吃。 只不过, 他一喷火, 就将山鸡给烧成了黑炭。 王鼎却满不在乎, 抓起黑鸡就往嘴里扫。 已经好久, 他没有吃过食物了。 许黑又挖来红薯, 抓来了几只野兔, 送到了王鼎家中。 当初, 我吃了王家几条鱼, 今日, 就算还来恩情吧。 许黑暗道, 这与他平日的行为完全相左, 许黑也不知, 他为何要这么做。 恻隐之心, 开什么玩笑, 他一条蛇, 怎会对凡人产生恻隐。 不过, 这王鼎却始与终不同, 明明没有神识, 却总能发现他的存在。 许黑沉思良久, 打算离开了。 不过在走之前, 他要说些什么? 王鼎。 许黑看着眼前的少年, 缓缓道, 转世成人不义。 你现在的生活, 是无数生灵求之不得的。 你可知晓, 一千只海归出生, 只有一只幼龟能逃入大海。 无数鲑鱼逆流而上, 只有百分之一可顺利产卵。 这种残酷, 你们人类, 体会不到。 许黑的声音, 如同一道道闷雷, 传入了王鼎的脑海中。 王鼎坐在地上, 回想起了那些圣人语录, 又想到了许黑方才的话, 陷入沉默。 这大楚国, 有亿亿万的生灵, 但人类又占了多少? 一分之一。 呵呵, 十二位人, 是多么幸运。 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灵智, 至少, 你还能思考, 很多生灵, 连思考的机会都没有, 就已经丧生。 许黑降生以来, 是第一次说出了这么多话, 还是对一个人类。 他没有再说下去, 这是他诞生以来, 至今从未改变的看法。 他羡慕人类。 若那些野兽拥有灵智, 也会羡慕人。 秦国士兵挨家挨户地搜查后, 终于藏在朱眷的楚国兵, 还是出来了, 但只有两人。 第三人, 成了尸体。 他们提着第三人的头颅, 走到村口, 跪在了那炼气出气的秦国修士面前。 仙人, 我们劝着张三投降, 他就是不从。 我们气不过, 便将其头颅砍下, 献给仙人。 其中一人跪地道, 我们一定服从您的命令, 归顺秦军。 余下一人也跪在地上, 诚恳地道。 那年清修士微微点头, 连看都懒得看他们一眼, 吩咐人来将他们二人收编。 雪黑的神识看见这一幕, 只能感慨, 这两人很聪明, 选择了唯一能活下去的路。 活下去, 才有希望, 人若是死了, 就石面也没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那年清修士, 经过两人身旁时, 其中一名楚国士兵突然抱起, 手中探出一根钢钉, 朝着那年清修士的后脑勺狠狠扎去。 嗯? 那年清修士不由一愣, 显然没料到, 这个凡人竟敢偷袭他。 更离谱的是, 另一人竟然也拿出了一枚刀片, 朝着他的脖子滑来。 找死! 他虽然只是练气七出七, 但反应却不慢, 浑身灵气大震, 反手一掌击出。 碰! 这位楚国士兵胸膛被打穿, 但他没有后退半分, 死死抱住这人的身体, 一口咬向其肩部, 却有光照出现, 将他弹飞了出去。 另一人的刀片, 也只是在奇异袖上, 画出了一道小口子, 就被打飞, 口鼻喷血, 两人瞬间弃绝身亡。 两个凡人杀死队友, 博取信任, 伺机接近, 妄图诸仙。 许黑被这样一幕给震住了, 凡人也要杀修士, 这不是找死吗? 许黑难以理解, 两人勇气可加, 但这跟自杀有什么区别? 明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为什么要这么做? 此刻, 就那两人死亡后, 没过多久? 那名年轻修士, 突然身体开始发颤, 但他的袖口内出现了一道浅浅的刮痕, 正是那刀片刮伤的, 而那道浅浅的伤口化为了青紫色。 这是, 年轻修士内心震动, 这是一种毒灵草。 很显然, 那刀片是带毒的。 些人? 秦国士兵连忙围了上来, 只见那位修士喷出大口黑血, 盘坐在地上, 连忙附下丹药, 镇压体内的毒。 许黑早早就观察到了这一细节, 如今也只是暗叹。 很显然, 这修士并没有死, 只是身中剧毒而已。 那两个凡人尽力了, 做到了能做的一切, 可依旧是无法逆天行。 修士是凡人不可战胜的, 这几乎是一条铁律。 突然, 秦军人群中一把大刀探出, 斩在了那年轻修士的脑袋上, 被一道光圈给挡住, 可依旧是劈开了少许。 有艰险。 惊呼传来, 众人一拥而上, 将那位出手的秦兵乱刀分尸。 而那位年轻修士却是伤势过重, 加上毒素入体, 坚持了一炷香后, 弃绝身亡。 许黑如遭雷击, 陷入了久久的呆滞状态。 这样一幕, 连他也没有想到。 原来如此, 许黑掀起一丝苦笑, 这群凡人用生命换走了一个修士的命。 生命固然可贵, 但有些东西的价值高于一切。 你? 什么是你? 许黑心中隐约有了答案, 图了这个村子, 这就是反抗的代价。 杀光所有人! 余下的十来的勤兵分成两队, 其中一队朝着村口的王鼎家直奔而来。 王鼎陷到外面的动静, 脸色煞白, 只见两个勤兵冲进家门, 二话不说, 一刀就劈向了王鼎的脑门。 许黑面无表情。 死! 一道非针, 在引力术的驱使下, 瞬间闪过了每一个人的眉心。 沙纳间, 蛇村所有勤兵身体僵硬倒在了地上。 蛇仙前辈? 王鼎回过头, 看向屋内的许黑, 双目圆睁。 他知道许黑很厉害, 可没想到, 这么厉害, 十几个勤兵瞬间就杀光了。 许黑甩出火焰, 将尸体焚烧干净。 今日, 我收获颇风, 可以满足你一个愿望。 说吧, 你想要什么? 许黑昂着舌头, 静静看着他。 王鼎咬着嘴唇, 热泪盈眶道, 我想去陈家镇, 看一眼我的妹妹。 许黑略微诧异, 他还以为, 此人会索要修仙方法什么的, 结果就这。 好, 许黑点头, 陈家镇。 陈家, 作为修仙世家, 经过多年发展, 已经具备很大的规模。 只是在秦军的入侵下, 即便是修仙家族都要低头臣服, 若是顽抗, 只有灭足一个下场。 陈家, 在提供了大量的资源后, 成功地幸存了下来。 许黑拿出检测玉石, 发现整个陈家镇内, 最强者也就练起器大圆满。 楚国难遇太大, 住机修士数量有限, 不可能驻扎在这种地方。 在许黑的帮助下, 王鼎轻松地进入陈家, 与他妹妹王晴相见。 院子里, 兄妹两人相拥而起。 对了, 楚先生呢? 王鼎问道。 秦国的那位统帅, 得知了楚先生的事迹后, 亲自见了他一面。 从那以后, 楚先生就闭门不出。 王晴指了指书房的门。 正当这时, 书房的门开起了。 一名书生气质的忠年儒士, 从房门走出, 气色红润, 显得容光焕发。 楚先生? 王鼎欣喜。 王鼎? 你来得正好, 陪我喝两杯。 楚先生笑道, 我不会喝酒, 什么都有第一次, 尤其是读书人, 更要会喝酒。 楚先生拿出了一坛子老酒, 笑道, 这可是秦国那位送我的好酒。 耐不住楚先生的要求, 王鼎只好在院子里, 抿了一小口, 喝得他支枪。 许黑就在众人身边, 施展了隐身术, 没人可以发现他。 此刻, 许黑却清晰地看到, 楚先生的眉心处, 有一团死气。 这是受缘将至的人, 才会出现的死气。 他要死了? 明明才中年, 身体也没中毒, 容光焕发, 为何会这样? 许黑不理解。 他用神识, 将此人子细检查了一遍, 身体好的不能再好, 怎会冒出死气? 楚先生, 那位秦国将军, 给你说了啥? 王鼎好奇地问。 他说, 欣赏我的才华, 说楚国埋没了我, 让我跟随秦王, 替他们写史书。 楚先生笑道, 那您这是, 王鼎看着眼前的中年儒氏, 心头震撼。 我当然答应了, 当年我, 十三岁中举, 十五岁近世, 入朝三年, 号召变法改革, 却得罪了熏贵, 被贬回老家, 早就受够了窝囊气。 楚先生狠狠喝下一大口酒, 笑骂道, 如今, 我终于要升官发财了。 王鼎啊, 人生不易, 好好活下去。 他拍了拍王鼎的肩膀, 语重心肠。 起身离开。 许黑的神识一直锁定着他, 跟在了后面。 片刻后, 他来到了一处河流边, 这是燕落江的支流。 这里, 也是许黑曾经被人追杀, 途径之地。 楚先生驻足在江边, 仰天大笑, 只见他纵身一跃, 跳入了江中, 被滚滚波涛吞没。 就像是一粒微小的尘埃, 坠入江中, 没有掀起一丝波澜。 许黑不知道自己, 是如何返回陈家镇的。 他返回了楚先生的书房, 将房间内的每一卷书籍都看了一遍, 如同一位渴望之时的读书人。 许久后, 许黑将书本全部放回, 他看了眼网顶, 给他传入了一道简单的吐纳口诀。 随后, 转身离开了陈家镇。 许黑朝着大山深处远去, 他也该回家了。 如今, 正是春季又到了蛇类集合的季节。 许黑打算回万蛇谷, 那是生他养他之地, 那是他的家。 万蛇谷, 每年的四至五月都会有无数的蛇类, 从四面八方涌来, 在万蛇谷汇聚就如同千玺中的鸟, 每道固定时节会出现在固定的地方。 没人能解释, 这是一种什么现象? 可能蛇类祖祖辈辈, 生存繁衍中形成了自然规律, 将其刻在了基因中, 也可能是万蛇谷中有特殊气味, 吸引蛇群。 万蛇谷, 灵气充盈, 诞生了诸多珍稀灵草, 是一处天然的洞天伏地。 曾经黑黄旧有言, 若能将其改造一番, 当作闭关修行之地, 再好不过。 万蛇谷外, 一处高峰上, 大弟子无莫愁, 盘膝而坐, 闭目凝神。 他的隔壁山峰, 二弟子柳飞, 同样盘膝坐下, 面朝万蛇谷。 此外, 三弟子王平, 四弟子苏北, 五弟子华云天, 依次排开, 各坐一山, 隐隐形成一座圆环, 将万蛇谷包围。 已经过去了半个月, 这谷内的蛇, 数量超过了两百万, 师尊这是打算一举突破吗? 华云天内心震动, 他们五位弟子, 围绕山谷, 看似纹丝不动。 实际上, 隐隐间勾勒出一座无形立场, 将进入山谷的蛇, 困在了气中, 无法离开。 大部分蛇, 在交配繁殖完毕后, 都会离去。 而如此举动, 让蛇的数量不断累加, 只进不出, 已燃超过百万之举。 他们捕蛇宗的功法, 需要利用蛇来辅助修行。 炼化蛇血, 蛇胆, 汲取精华, 化作自身原力, 需要大量的蛇类。 宗内也饲养了不少蛇, 只是数量不多, 给普通弟子修炼尚可, 结单期却是远远不够。 此次修炼等同结则而鱼, 怕是百年内, 蛇群数量都难以恢复了。 吴莫愁内心暗叹, 他能理解师父的做法, 大势来临, 唯有让自身强大, 才能明哲保身。 此次的蛇群数量之巨, 不仅能让玄阳子突破, 还能让五位真传弟子, 以及众多的内门弟子, 全部沾光, 均能有所收获。 这是一场大机缘, 大造化。 随着时间推移, 一些内门弟子也悄然抵达。 他们没有靠近, 只是静坐在远处, 以免打扰到蛇群。 众弟子一路撒下药粉, 能将那些藏匿的蛇群, 纷纷吸引进万蛇谷中, 让蛇群的数量, 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顶峰。 So, 远处有一个中年人影, 飘然而至, 落在镜前, 一身黄色道袍, 装扮与玄阳子类似。 看见这人后, 众多内门弟子, 军事抱拳, 声音恭敬, 见过崔长老。 崔元, 修为达到了筑基大圆满, 是当年玄阳子的师兄, 有过命的交情, 只是他天赋差了一筹, 未能结单。 崔元卡在筑基期大圆满, 已经五十年了, 受缘过半, 这是此生最后的机会, 能否活下去, 就看今日。 崔元双目金芒迸发, 随后, 又有一些筑基期的老面孔, 陆续抵达。 捕蛇总很大, 分堂众多, 此次前来的, 均是玄阳子一脉, 或是与他交情深厚之人。 两百万的蛇, 嘖嘖嘖, 怕是半个难遇的蛇都来了吧。 师兄此言诧异, 难遇何其之大, 这蛇的数量, 不知是凡人的多少倍, 两百万算不得时吗? 以往我信, 如今, 这蛇是越来越少了。 弟子们议论纷纷, 古有魔修图成, 血迹十万凡人, 凝成血丹, 引人神共怒, 但血迹凡蛇, 无人会指责。 转眼之间, 又是数日过去。 荡蛇的数量, 达到了三百万时, 便不再增加, 因为数量过多, 谷内的蛇达到了饱和状态, 开始逐渐地死去。 或是厮杀, 或是互吞, 或是急死压死, 数量无法再长。 而且, 外面也实在没什么蛇可以引诱了, 这方圆千里的蛇, 基本都绝迹了。 时机已到, 突然, 天空之中, 一道幽远洪亮之声, 传遍整个山谷内外。 此刻, 五大真传弟子, 所有内门弟子, 长老, 直视, 全都齐刷刷抬起头, 看向万蛇谷正上方。 天空上, 有一个黄袍中年纹饰的虚影, 缓缓浮现。 玄阳子, 捕蛇宗和心长老, 结单期修士。 此次血迹, 是我玄阳子修行一生中, 前所未有, 三百万的凡蛇, 五百的蛇妖, 足以让我突破结单中期, 足以让在场诸位, 打破瓶颈, 更上一层。 玄阳子手一挥, 大量他从各处抓来的蛇妖, 投入了万蛇谷中, 汇入到了蛇潮中。 这群蛇妖, 都被他施加了封印, 动弹不得, 如同待宰的羔羊, 他们通灵, 眼中尽是愤怒与绝望, 发出不甘的丝鸣声。 这万蛇谷内全都是自己的同胞, 此刻身陷淋雨就像是猪羊, 牲畜, 无法反抗, 只能一个个被宰杀。 蛇妖中有一条蛇通体白色, 他的眼中却充满了冷静。 所有人上前能吸收多少, 看你们的造化。 玄阳子朗声道, 嗖嗖嗖, 众多修士围了上来, 在万蛇谷外, 盘膝坐下, 他们拿出了此生珍藏多年的丹药, 打算一举冲关, 眼中满是振奋与激动。 这是他们入宗以来最大的一次机缘, 而就在众人打算展开血迹之时, 万蛇谷一角, 突然有一股浓郁的绿烟冒出, 此烟具有强烈的腐蚀性, 所经过之处, 泥土岩石纷纷融化, 化为乌有, 伴随一股无法形容的滔天恶臭, 从那一点迅速扩散。 啊! 两名弟子躲闪不及, 被浓烟波及, 整个身体瞬间气化, 血肉消融, 发出凄厉的惨叫。 嗯? 玄阳子眼珠一瞪, 抬手一把抓去, 将那即将扩散的绿烟, 禁锢在了一个小区域内。 那两名被波及的弟子, 迅速从中拽了出来, 但只剩下了两具骸骨, 死得不能再死。 如此骇人的一幕, 引起了全场哗然。 当铸杰丹妻修士的面, 两名内门弟子被杀, 连援救都来不及。 这是什么情况? 还有变故不成? 那被绿烟腐蚀的地方, 阵法出现了祸口, 蛇群一涌而出, 玄阳子神识扩散, 很快就锁定了烟雾来源, 是一枚绿色的丹丸。 他将那丹药隔空一吸, 封在半空中。 好啊, 想不到, 还有额外收获? 这个丹药, 我可以给七分。 玄阳子面无表情, 目光锁定着万蛇骨下, 那毫不起眼的一条白蛇, 眼中金芒暴闪。 他隔空一握, 那地下的白蛇, 直接被他从土里拽了出来。 各种烟雾从白蛇体内散出, 空气传来阵阵琵琶之音, 玄阳子眉头微皱, 越看越是惊奇。 他拿出一件二阶灵宝, 放了上去, 只是略意接触, 那灵宝就化为了乌有。 这样的情景, 让在场中人皆是一脸哗然。 呵呵, 有意思。 玄阳子饶有兴趣道, 华云天犹豫半上, 忍不住道, 师父, 这区区通灵七妖蛇, 何须劳烦你动手, 不如让我来, 闭嘴。 玄阳子只是瞪了他一眼, 华云天立刻晋升。 吴莫愁心里吐槽, 这华云天潜力不错, 就是脑子不好使, 经常说一些很让人无语的话来, 与旁人格格不入。 玄阳子盯着白蛇, 看了半晌后, 忽然一笑, 你是不是以为, 我会将你留下来, 带回去好好研究。 白蛇直勾勾盯着他, 一言不发, 眼中看不出丝毫的情绪波动。 呵呵, 对于你, 本作一点也不好奇。 玄阳子拿出一杆长枪, 朝着虚空一致, 长枪洞穿了白蛇的身体, 朝着万蛇谷中暴射而去, 将其钉在了山谷中央。 开始穴解, 一个活口也不留。 玄阳子下令, 是, 所有人齐齐大喝, 玄阳子大手一挥, 血色光芒将整个万蛇谷覆盖。 不少人心中诧异, 这白蛇可是前所未见的奇行种, 为何不带回去研究? 没人能看出玄阳子的真实想法, 只能照常行动, 纷纷打出法掘, 投入了谷内。 从万蛇谷边缘开始, 蛇群顿时挣扎丝鸣, 像是断掉的蚯蚓一样乱弹。 它们肉身消融, 血水从中抽离而出, 形成一条条细线, 注入到了周边捕蛇宗的弟子的体内经脉。 众人静心凝神, 全力炼化这来之不易的蛇类精华, 运转捕蛇宫, 修为正迅速向上攀升。 这是一场饕餐盛宴。 蛇类的惨嚎声, 不断地响彻在山林内, 它们死亡得很缓慢, 先抽蛇胆, 再抽蛇血, 加之生命力本就顽强, 往往是经历了漫长的折磨, 才化作一滩烂泥, 彻底死掉。 成百上千, 成千上万的蛇, 在短短一个时辰内, 被抽得一干二净。 我要突破了, 给我破。 不少炼气器的弟子到达瓶颈, 服下丹药, 全力朝着下一层冲刺, 吞噬他人, 获得强化, 强者生, 弱者死, 这本就是自然规则, 无人可以打破。 大多数凡蛇都没有通灵, 它们不知道为什么会死, 不知敌人来自何处, 在无声无息间就化为血水, 灰飞烟灭, 成为捕蛇人的养料。 而那些通灵器的蛇妖们, 眼中充满愤怒与绝望, 有的母蛇眼中流露出了哀求, 却无济于事。 不管男女老幼, 不管是什么品种, 什么种族, 什么羞味, 统统在融化, 在缓慢地死亡。 玄阳子深吸口气, 他也该出手了, 这一次势必达到结丹中气。 秀! 而就在这时, 一道白色闪电, 划破长空, 一箭袭来。 五名正在吸收养料的内门弟子, 瞬间失手分离, 其中一名住击妻的长老, 也同时殒命, 连死都不知怎么死的。 只是刚杀完这六人, 白色闪电就被迫定格住了, 赫然是一把飞剑。 所有人全部大惊失色, 从闭关状态退出, 震惊地看着那把飞剑。 双眼中没有愤怒, 只是涌现出强烈的好奇。 又来一个, 还是个筑击大妖。 玄阳子目光一转, 抬手一吸, 引力数开启, 直接将目标拽向了空中。 这是一条浑身长满黑金鳞片的蛇。 换作以往, 对于这种蛇妖, 他肯定会留个活口, 好好研究。 只是今日, 没什么好说的, 直接丢入腕蛇骨, 练了。 好奇心固然不错, 但过度好奇, 而忽略对方本身的威胁, 意味着无知与傲慢, 往往会招来大变故。 去! 他甩手一挥, 强烈的引力数下, 许黑的身体不受控制地抛飞出去, 丢向了万蛇骨内, 即将化为了养料之一。 身位筑击大妖, 面对结丹期的引力数, 根本无法反抗。 而且, 这不是一般的结丹期, 这是鼎盛期的结丹, 远不是那紫霞门老玉能比的。 许黑双眼赤红, 眼中涌现出了滔天的怒火, 只是他的内心却很冷静。 在被对方拽起了一瞬间, 一个淡金色的储物袋从口中掉落下来。 这正是黑黄交给他的储物袋。 等你生死关头再开, 里面的东西一旦使用, 无论什么对手, 都可以五五开。 这是黑黄交代过的原话。 许黑不知道里面是石吗, 更不知道有没有用处, 面对结丹期, 很可能他都来不及使用, 就已经被杀。 但许黑没有一丝的迟疑。 储物袋自动开启了, 飞出来了一面紫色铜镜。 这熟悉的镜子, 许黑曾经见过, 在紫霞阁内, 正是黑黄想要偷取的那一面镜子。 这是, 玄阳子目光一宁, 下意识地闪开, 不想被那铜镜照射, 只是那铜镜彭复锁定了他一样, 对准了他。 哇。 镜子之中, 出现了一个倒影, 长得与玄阳子一模一样。 只见那道迎手一挥, 玄阳子脸色大变, 急忙向后退去。 而许黑也趁此机会, 摆脱了引力术的束缚, 从中高空飞钝而走。 碰。 玄阳子的胸口, 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凹痕。 全场一片哗然, 所有人见到这一幕, 内心无不掀起了滔天大浪。 那是什么镜子? 为何会伤到结丹气? 我的天, 这是什么宝物? 我好像在紫霞阁, 看见过这个。 一时间, 哗然声四起, 捕蛇宗的弟子们全都坐不住了, 眼中充满了震撼。 此刻, 全场所有目光, 都注视着那面紫色铜镜, 只见镜子之中, 走出来了一个人影。 此人, 与黄色长袍, 与玄阳子长得一模一样, 正是先前, 那镜中的倒影。 只不过, 这倒影化为了实质, 宛如活了过来, 静静地盯着玄阳子。 玄阳子的目光, 死死盯着这一面镜子, 冷冷道, 原来, 此镜的功效是这个, 倒是小瞧了。 他原地消失, 抬手抓向了那一面铜镜, 却见那倒影同样抬手一挥, 一击轰出, 天地间响起震耳欲聋的暴鸣声, 虚空震荡, 将玄阳子逼退。 哼, 玄阳子冷哼, 一尊古顶出现, 于半空中放大, 朝着那倒影就镇压而下。 此顶, 名为万蛇顶, 三阶法宝, 足以对截单期修饰起作用。 这倒影再怎么强, 也只是倒影, 无法与真正的修饰相提并论。 谁料到, 那玄阳子的倒影, 同样拿出了一尊一模一样万蛇顶, 也是抬手一击打出, 迅速放大, 朝着玄阳子镇压而下。 怎么可能? 玄阳子的脸色终于变了, 发出惊骇之声。 他动作飞快, 拿出两张三阶灵符, 同时打出, 一声低鹤爆, 于那万蛇顶前爆炸。 那倒影做出同样的动作, 两张灵符出现, 一声爆, 将玄阳子的万蛇顶震飞。 经过一番试探, 玄阳子发现了, 此倒影能施展出与他一样的法宝, 一样的灵符, 什么都完美复制, 简直难以置信。 解决不了此劲, 那就解决主人。 玄阳子手势一遍, 一根根千年老木飞出, 化作牧人分身, 朝着许黑就抓了过来。 而那倒影也同样拿出千年老木, 化作万千牧人分身, 数量比玄阳子还要夸张, 将所有牧人全部拦下。 更是多出了一部分, 朝着下方的弟子们冲了过去, 吓得人群肝胆欲裂, 惊叫逃窜。 玄阳子的脸色当场就黑了, 他终于意识到, 光靠自己, 很难疼出手击杀此蛇, 反而将许黑作为目标的话, 容易激起那倒影的保护心理, 用出更甚于自己的手段, 必须要靠其他人了。 师尊无需担心, 我来击杀此蛇。 吴莫愁看出了玄阳子的窘迫, 从山巅上站起, 朗声道。 玄阳子深吸口气, 沉声道, 所有人一起上, 尽全力将此蛇斩杀, 不要留活口。 此言一出, 在场的所有人同时停止了修炼, 从地上站起, 目光投向了那飞但没有逃走, 反而杀向人群许黑。 许黑如蛮牛撞击而来, 将一名助击修士撞得四分五裂, 他又甩动飞剑, 连斩五名内门弟子, 同时, 傀儡放出, 朝着各个方向轰击而去。 这就是之前作乱的蛇妖吧, 我的分身, 应该也是被此蛇所灭。 玄阳子面色平静, 望着下方不断杀戮的许黑, 眼中似有鸡粉划过。 他本打算, 等他突破到结丹中期后, 再用血缘追溯秘法, 将其寻出, 结果自己送上门来了, 倒也省得麻烦。 虽说这诡异的镜子, 确实有些棘手, 但捕蛇宗高手如云, 岂是一条蛇可以抗衡? 杀!杀!杀! 许黑汉不畏死, 如同一尊杀神, 杀入了人群中, 周身胡光缭绕, 将一个个捕蛇宗弟子斩下。 无数攻击法术落在了许黑身上, 被他坚硬的鳞片挡了下来, 发出铿枪之音, 许黑身形未有丝毫受阻, 再次连杀树人浑身浴血, 如同凶神。 枪! 一把巨型飞剑斩在了许黑背后, 尽管没有破开防御, 许黑却是身体一沉, 骨头碎裂, 险些从半空栽倒。 出手之人, 正是那吴莫仇。 大弟子吴莫仇, 身枝打蛇七寸, 连续出剑, 每一剑都直指许黑要害而去。 他的实力, 比起许黑之前面对的白修, 还要强大十倍不止。 许黑目光一寒, 口吐一把蔚蓝色冰魄飞剑, 与头顶的巨剑轰然相撞, 寒气蔓延, 将那把巨剑瞬间冰封。 天雷咒! 突然, 一道惊雷从天坠落, 劈在许黑背后。 许黑灵片虽然挡住了大部分攻击, 却依旧有雷霆入体, 将他劈得重重坠落而下, 在地上摔出了一个蛇形深坑。 催长老好强! 人群发出欢呼声。 催元, 住机器大圆满, 比起无莫愁还要恐怖。 催元面无表情, 对准那蛇形深坑, 再次发出数道惊雷闪电, 从天坠落, 砸入那坑洞之中。 身为当年玄阳子的师兄, 被分最高者, 催元无论是实力, 还是心智, 都远远超出了在场众人一个档次。 出入住机的样子, 但他必须全力以赴, 即便是死了, 也要将其尸体屁的渣子都不剩, 才可放心。 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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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树道闪电, 坠入深坑, 撞击在许黑身上。 许黑土顿数全开, 极力闪躲, 但天空的雷电宛如复古之躯, 无论他逃到何处, 速度再快, 依旧能将他追上。 且对方的感知极其敏锐, 经验丰富, 庞扶可以预判一般, 总是能提前封锁许黑的位置。 哄! 又一次被雷霆命中, 许黑身受重伤, 气息飞转直下。 若非靠着坚硬的鳞片, 他早不知死了多少回了。 许黑一拍储物带, 取出一把疗伤丹药吞服下去, 以妖神顶炼化, 伤势以惊人的速度愈合。 但紧接着, 雷电与飞剑同时袭来, 加上又有数位助击中期出手。 许黑刚刚恢复的伤势, 再次遭到重创, 经脉崩裂, 血肉浇黑, 坠入地底。 即便是单对单, 许黑也很难击败无莫仇, 无法与催缘抗衡。 更何况, 是两人联手, 还有如此之多的助击中期修士, 对他展开围攻。 倾尽全力, 不惜一切代价, 要斩杀许黑。 人类没有因他修为低微, 而产生轻视, 各种底牌法宝不要命地倾泻出去, 一出手, 就是权力。 许黑伤势过重, 一时也在渐渐模糊。 轰, 轰, 两道雷霆落下, 许黑被砸入地底。 此刻, 许黑可以清楚地感受到, 自己的肉身冰临死亡, 鳞片依旧完好, 只是内部的躯体, 已经破坏得一塌糊涂。 呛, 飞剑落下, 斩在七寸之处, 连带着这片大地, 都被劈开一道千丈深渊, 许黑, 被彻底轰入了地底。 要, 死了吗? 一折之力, 终究是无法与一宗抗衡, 无法与大势抗衡。 双拳难敌四手, 人类乃众生之灵, 站在万物之巅, 这是规则。 他们是捕蛇人, 而我是蛇。 你, 为什么不逃? 恍惚间, 许黑进入了梦境, 又听到了那熟悉的声音。 这个声音, 像是那蛟龙发出, 也像是他自己发出。 你, 为什么要拼命? 那个声音, 再一次出现, 回荡在许黑的脑海中。 你, 后悔吗? 灵魂三问, 那声音再问, 许黑也同样在问。 他, 为什么不逃? 为什么不像往常那样逃走? 那样, 他可以轻松地活下来, 保留实力, 东山再起, 总有杀回之日。 至于蛇群绝肿, 与他又有何干? 他豁出性命, 杀死一群捕蛇人弟子, 却丢了性命, 有意义吗? 这一刻, 许黑的脑海中, 一幅幅模糊的画面, 如走马灯一般, 在眼前一晃而过。 一幕幕场景, 如在眼前, 如在天边, 如在内心。 我是楚国人, 我的父母家人, 都是楚国人, 我不能坐视不理。 萧仇跪了在自己面前, 眼含热泪。 他毅然起身, 转身离去, 只留下一个孤单的背影。 若移去不回, 那便移去不回。 这是我祖传的玉, 被我磨成了刀片, 是唯一有灵力的东西。 一名楚国士兵, 颤颤巍巍地, 将一枚锋利的玉器, 递给了身边的同伴。 杀了我, 用我的头颅, 接近那秦国修士。 这位楚国士兵, 抱着队友的大刀, 刺入了自己胸口。 不, 耳边, 传来同伴痛苦的哭喊。 我的, 死, 是有价值的, 对吗? 楚国士兵, 安静地闭上了眼。 茅草屋内, 王鼎用尽最后的力气, 吼出那声不做王国奴, 将自己吊在房梁下。 波涛汹涌的江边, 楚先生仰天狂笑, 放弃了凡人一生所求的家官禁绝, 投入大疆中。 你, 为什么不逃? 虚幻的声音, 再一次响彻。 许黑坦然一笑, 平静回道, 这是我的家, 我为什么要逃? 你, 为什么要拼命? 问题再一次出现。 许黑平静回道, 他们杀我家人, 徒我同族, 我不拼命, 还有谁拼命? 这一次, 虚幻的声音停止了片刻, 继续问道, 你, 后悔吗? 我, 后悔吗? 许黑沉默良久, 似在叹息, 只是他的目光依旧坚定不移。 虽久死, 无悔。 时间四快四慢, 也不知过了多久, 攻击持续了多久。 突然之间, 一股全新的力量, 在许黑的体内诞生开来, 他那早就住就好的灵机, 竟然再一次开始了膨胀。 灵机拔高, 如万丈巨龙拔地起, 直上苍穹踏凌霄。 嗡。 一道冲天的紫色霞光, 从地下冲出, 照耀山河万里。 霞光满天, 紫气东来, 所有人都被这壮观的一幕, 给震撼住了。 这一刻, 许黑的紫色真气, 在迅速地变化, 颜色有浅至深, 从浅紫色, 化为了深紫色, 再渐渐化为更深邃的黑色。 许黑这才意识到, 他之前的筑机, 并非真正的完美筑机。 直至此刻, 当他领悟到了逆修二子, 才算真正的完美。 逆! 何谓逆? 龙有逆灵, 处之必怒, 虽久死, 而无悔。 许黑的声音, 如九霄之雷, 从云外坠落。 逆灵? 许黑最后一块缺失的灵片, 就是他的逆灵。 轰隆! 天雷滚滚落, 劈开苍穹之口, 如天神降怒, 坠落凡尘, 撞向许黑的眉心。 许黑的眉心, 一块黑金色的逆灵, 正迅速成形, 化为实质。 此逆灵, 来祖龙之灵, 即便是诸天, 也要颤领。 这是, 四九小天节? 玄阳子内心, 掀起了惊涛骇浪。 四九天节, 乃是筑基大远满修士, 结成金丹, 而降下的天节, 威力绝伦, 怎会出现在一条蛇身上? 轰隆! 雷杰落下, 劈在许黑的头顶, 却被眉心的逆灵, 完全吸收了进去。 彭腹化作了氧料, 未能伤害他分喉。 玄阳子内心一沉, 大喝道, 绝不能让他杜劫, 杀。 无莫愁抬手一指, 巨剑飞出, 但靠近许黑之时, 雷杰轰然坠落, 那把飞剑连停都没停一下, 瞬间化作飞灰。 其中一道小闪电受到了牵引, 朝着无莫愁直奔, 无莫愁慌忙拿出一尊宝塔顶在前方, 被闪电命中, 当即四分五裂。 众人这才意识到, 此刻若是攻击许黑, 也会招来天杰的连锁攻击。 玄阳子面沉如水, 冷冷道, 围住他, 即便是渡完结又能如何, 将死之蛇, 不足未斗。 随着时间推移, 许黑体内的灵机越来越庞大, 是寻常铸鸡修饰的树备, 真气的颜色已然化为了深邃的黑。 这样的黑色, 即便是上古修饰, 也是闻所未闻, 也唯有追溯到上古之前, 才可能有一些蛛丝马迹。 功法, 灵根, 星星, 以及自身的道。 许黑的道是逆修之道, 而他那神秘莫测的功法, 逐渐揭开了真面目。 一个虚无缥缈的声音, 在许黑的脑海中出现, 传递了功法的完整内容。 此功法, 传承自太虚祖龙, 乃是蛇化龙唯一功法, 真龙九变。 蛇化龙, 虚历经九变, 助龙灵, 断龙骨, 速龙脉, 造龙血, 生龙爪, 镇龙威, 宁龙蛆, 燃龙魂, 每一变, 不仅是肉身之变, 也是精神之变。 真龙九变第一变, 龙灵, 至此圆满。 随着许黑的逆灵出现, 最后一块龙灵, 终于大功告成。 他的全身灵片, 如同有了主心骨, 奇奇发出震战之音, 有恐怖的威压降临, 就连周边的捕蛇人, 也感到胆战心惊。 他们的功法, 捕蛇功, 对蛇类妖兽, 具有压制性。 可面对许黑, 非但没有压制, 反倒有了恐惧感。 这根本不是蛇。 这是什么? 许黑终于明白, 为何他在千里池源, 就白蛇与狼王时, 灵片汇风狂声长了。 他终于明白, 为何那一天, 他面对何洛华, 不惜代价, 施展连山绝贺后, 他的灵片汇宝增了。 他在完善他的道, 真龙九变, 不仅是修肉身, 同时也是在修道。 第一变, 龙灵, 只有真正明白逆灵的含义, 才能化为真龙。 如果没有逆灵, 他永远成不了真龙, 永远只是蛇, 只有龙, 才有逆灵。 咔! 虚空之中, 裂开了一道缝隙, 其中, 探出了一纸漆黑的魔手, 滔天魔气从中席卷而出。 域外天魔? 众人骇然失色, 向后暴退。 可紧接着, 当那纸魔手完全探出, 露出一纸魔眼, 只是看了眼半空的铜镜, 就迅速缩了回去, 消失得无影无踪。 裂缝和尚, 庞扶从也没有出现过。 这, 众人面面相去, 不明所以。 片刻后, 天结消失了, 雷云散去。 许黑睁开了那冰冷的双眸, 望向众生。 如今的他, 形态上没什么变化, 但却气之大变, 与之前的蛇完全不同。 不知是不是错觉, 众人面对许黑, 如同面对的不是蛇妖, 而是一尊帝王。 尤其是他眉心的逆龄, 更像是一个帝王的标志。 许黑心念一动, 从那有骷髅标记的储物袋中, 取出了一枚补血丹, 一口服下。 这补血丹, 若是给人类服用, 会导致气血过剩, 喷涌而出。 而给许黑服用, 却刚刚好。 这不是人类的丹药, 这是妖王的丹药。 许黑并没有画龙, 他只是完成了第一步, 拥有了一身真正的龙龄, 但体质已经远远, 不是蛇妖所能比拟的。 却, 崔元手握雷印, 抬手一挥, 一道水桶粗的紫色雷霆, 凝聚成雷枪, 朝着许黑暴射而出, 其速度之快, 无法形容, 虚余之间便抵达。 轰隆, 虚空撼动, 大地被劈开了千丈深渊, 而许黑的身影, 却完全消失了。 快躲, 玄阳子怒喝, 啪, 尾部甩过, 一名助击中期的修士, 脑袋被一尾巴打爆, 鲜血喷出, 身体四分五裂, 化作碎肉。 连法宝都来不及使用, 所有的防御灵符, 自动爆开, 挡不住分毫。 这一击, 许黑没有用法术, 他所用的, 只是最纯粹的肉搏。 众人骇然失色, 纷纷向后暴退, 却只见眼前黑光一闪, 许黑再一次原地消失。 So! 许飞化作一道弧形闪电, 一连穿梭一串人影, 以所有人都来不及反应的速度, 连杀六人, 其中还包括两名助击。 扑扑扑扑, 血肉爆开, 残肢断体四处乱飞, 没有一丝法术波动, 这是纯粹的肉体撞击。 崔元甩手一挥, 四杆大旗飞出, 插在了四个方位, 手势一变, 大鹤到四项困蛇阵。 煞时间, 四杆大旗分别发出了赤、 青、 白、 黄之光, 形成一座四方大阵, 将此地牢牢困住。 崔元双手一合, 低鹤一声, 收。 这四方大阵便朝着中心快速收拢, 将许黑照在其中。 许黑所能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小, 不多时就撞击在了四方大阵上。 砰。 四方大阵猛烈晃动, 崔元脸色一白, 险些喷出一口血来, 但他紧咬牙关, 目自欲裂, 发觉在洞, 四方大阵愈发紧锁, 朝着中心压制而去。 吴莫愁也没闲着, 他抬手打出一记琉璃宝塔, 悬停于高天之上, 塔底七彩滑光照射, 笼罩于许黑头顶上。 许黑的移动速度越来越慢, 如同陷入泥潭的蚯蚓, 不多时, 他就彻底停了下来。 杀! 趁此机会, 其余人催动法术, 朝住许黑狂轰乱炸, 五颜六色的光芒不停轰出, 降临在许黑所在地。 雷击术, 锋刃术, 火蛇术, 落石术, 凡是能用上的法术, 全部使出, 前方的地皮都彻底轰塌, 大地轰鸣不断, 震动声传变百里。 捕蛇宗众人面露喜色, 但旋即, 脸色一僵。 只见前方, 严尘消散, 许黑的身体表面出现了一层厚厚的岩石铠甲, 十六面大地盾牌, 三十二个光圈, 加上他的龙铃, 以及石脉心法, 竟然将所有人的攻势, 全部挡了下来。 咔咔咔, 盾牌, 光圈, 铠甲, 依次碎裂开来, 许黑, 净毫发无损。 众人倒吸了一口冷气。 大地之盾, 他们无法理解, 许黑所施展的法术都是基础的防御法术, 则有如此恐怖的效果。 玄阳子面色铁青, 他逐渐地意识到, 注击中期的法术已经对许黑无法造成伤害了。 可在场之人, 注击后期的只有两个, 吴莫愁与催缘。 许黑目光望向众人, 冷冷道, 现在, 该我了。 他的脑海中, 回忆起了之前学到的土系法术。 高阶法术, 暴山印。 不, 不需要了, 许黑直接盯准了巅峰法术, 群星坠落。 这一招, 放眼注击期, 也是最顶尖的杀伤招式, 范围极广, 可覆盖到每一人身上。 可代价是, 目标越多, 消耗也就越大。 即便许黑完美注击, 拥有了前所未见的黑色真气, 也无法同时攻击所有人。 真气质量高, 不代表数量多。 许黑也经不起这么消耗, 但他眼中的杀意, 已然滔天。 无妨, 今日, 即便是付出再大的代价, 你们也休想活着离开一人。 许黑下定了决心, 他一拍骷髅投储物带, 从中拿出了一整瓶回原丹, 连瓶带丹全部扔进嘴里, 一口吞入腹中。 一整瓶超级回原丹入体, 化作浩浩荡荡的滔天真气流, 如山海呼啸, 在许黑体内疯狂冲撞。 许黑的嘴角鲜血异尾, 经脉几近崩溃, 肉体传出了无法想象的剧痛, 几乎要爆开。 他拥有了龙铃, 但其他部位却依旧是蛇, 尚未产生蜕变, 无法承受如此猛烈的冲击。 腰神顶, 给我练化。 许黑大喝一声, 腰神顶被他调动起来, 将所有的真气流吸入其中, 全力镇压, 压缩到了的内部, 无法作乱。 渐渐地, 他的疼痛减轻了。 他在看向四周, 众人以惊机攒了第二轮法术, 齐齐轰击而来, 如同狂风暴雨。 捕蛇人的战术很明确, 他们人多势众, 即便消耗, 也能将许黑活活耗死。 许黑的法术强, 不假。 黑色真气的加持中, 即便在低阶的法术, 也能发挥出奇效。 但他的真气是有限的, 能防御一次, 还能防御两次, 三次, 十次不成。 一瞬间, 众人的法术便降临到了许黑身上, 其中, 还包括了无墨仇的三只十股钉。 这是, 他珍藏多年的二阶顶级法宝, 配套使用, 可堪比三阶也被他拿了出来。 更是有一人, 燃烧生命, 放出了一张三阶锋刃符, 要将许黑斩断。 许黑扶下一枚补血丹, 无视了所有攻击, 眼中透露出了疯狂, 心中默念。 群星坠落, 天空之中, 陡然出现了一粒粒硕大的陨石, 由虚影渐渐实化, 凝成了实体形态。 与此同时, 许黑体内的真气在疯狂消耗, 飞速减少, 而妖神顶内镇压的暴乱真气迅速释放出来, 补充到体内。 这个过程中, 许黑感受到无法形容的痛楚, 经脉似乎要爆裂一般, 体内如被千钧锯锤撞击, 鲜血顺着龙铃异尾, 流淌全身。 但他硬生生扛了下来。 我不能说, 这是我的家, 我的家。 许黑内心发出咆哮, 眉心的逆灵闪烁夺目璀璨之光。 身后, 是他的家人, 是他的逆灵。 他若是蛇, 可以逃, 但身为真龙, 绝不可退。 轰轰轰, 群心坠落, 划破天际, 以毁天灭地的恐怖姿态, 砸向了下方人群。 群心坠落, 本就是二阶巅峰术法, 但在许黑的手里, 黑色真气加持中, 威力直逼三阶, 可堪比阶单七。 哄, 一大群内门弟子, 尚未被凌身, 就已经被那巨增的重力挤压, 当流星砸下, 这群弟子瞬间尸骨无存, 连一根毛都没剩下。 哄, 又是一颗流星, 落在了两名长老头顶, 他们拿出了珍藏多年的保命之物, 三阶金顿符, 却因为自身灵力不够, 只是坚持了几个呼吸, 金顿破碎, 流星落下, 在惨叫中陨落。 四弟子苏北, 以他饱散虚化护体, 坚持了五个呼吸, 但在第二颗流星落下后, 灰飞烟灭。 三弟子王平, 早已吓得魂飞魄散, 选择了逃跑, 却被身后的流星追上, 撞击在后背, 连皮都没剩下。 不, 玄阳子仰天咆哮, 二弟子柳飞, 坚持的时间最久, 连续三颗陨石落在他的郊区上, 将他砸进了地底深处, 可即便他有挡住结单七一击的法宝, 也难以坚持太久, 最终香消玉云。 玄阳子燃烧气血, 以命魂凝聚成血阵, 要不惜代价诛杀血黑。 但对面的印象人影同样燃烧气血, 以同样的手段向他袭来, 威力更是比他还要强一分。 玄阳子立刻意识到, 不可意气用事, 一旦他暴怒动手, 这印象也会用出同样的动作, 甚至更强的招式。 当他改变计划, 试图保护弟子, 印象人影却直接杀向众人。 玄阳子瞬间就没辙了, 而即便他想要离开这里, 那人影同样将他拦着, 连走都走不了。 玄阳子的目光死死盯着眼前的印象身影, 对方也同样死死盯着他, 连神太姿势都一模一样。 这是什么法宝, 为何会如此弥天? 玄阳子想不通, 想不明白, 这等法宝的功效超出了他的理解。 而这个时候, 对面的印象人影盯着他, 突然掀起一丝诡异的笑容。 看见这笑容, 玄阳子瞬间头皮发麻, 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他明明没有笑, 这人为何会笑? 莫非, 对方有灵智? 并非普通的印象倒影。 这个法宝, 你给几分? 印象突然发出了冷笑之声。 玄阳子头皮发炸, 情不自禁地后退一步。 前方的身影也同时前进, 与他距离保持一致。 你究竟是谁? 玄阳子和问道, 对方没有说话, 只是静静地看着, 嘴角挂着戏血与嘲讽。 玄阳子的脑海中, 闪过一本本古籍, 试图找出线索, 却只觉一头雾水, 完全没有思绪。 突然之间, 他灵光一闪, 想到了一个词, 心魔。 眼前的人影, 就像是古修士突破时, 诞生的心魔。 由心而生, 由内而发, 心魔知道, 你的一切, 是修士的内心邪恶投影, 无法战胜。 也有一个说法, 说心魔, 是由玉外天魔入体后, 演变而成, 只是真相无人知晓。 轰轰轰, 流星坠落而下, 大地满目疮痍, 一个个修士被砸死, 捕蛇宗弟子, 瞬间死去了大半, 只剩下寥寥不到五人还活着。 他们无法相信, 一个时辰前, 他们还是猎手, 即将血迹三百万蛇, 转眼之间, 被杀得屁滚妙流, 死伤殆尽。 与此同时, 许黑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 不仅是捕蛇人的群体进攻, 落在了他身上, 更是有施展群星坠落, 带来的强烈反噬。 这一招, 原本是筑击七大圆满, 贫疾魂后的真气修味, 才可施展而出。 许黑不过是筑击初七, 完全是服用回原单, 以妖神顶强行练化, 强行施展。 对自身的伤害, 不可谓不恐怖。 即便是许黑服用了各种疗伤药, 恢复伤势, 但经脉的灼痛, 精神的疲惫却无法消灭。 他的神识也感到了一阵阵炫晕感, 几近昏迷, 也是凭着意志力强撑着, 才没有倒下。 许黑, 毕竟尚未化为真龙, 只是踏出了第一步, 完美筑击。 他也到极限了。 放眼望去, 到场的捕蛇人几乎死绝, 活着的人也都各个重创。 大弟子无莫愁, 袖口空荡荡, 双臂净断, 飞溅粉碎, 气弱犹斯。 催缘也好不到奶去, 浑身欲血, 骨瘦如柴, 真气也近乎枯竭, 应该是动用了染血之类的秘书, 才保住一命。 还有一人跑得较远, 侥幸活命, 但也就剩下半口气, 躺在地上, 命不久矣。 寝客之间, 前来参与血迹的所有捕蛇人, 死伤殆尽。 玄阳子只觉世界观被颠覆, 整个人如遭雷击, 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 他不禁想到一个问题, 这条蛇究竟是什么修为? 助击初期, 为何能发动堪比结丹的一击, 跨越了一个大境界, 一次性击杀这么多人? 就连催缘, 助击七大圆满, 也差点陨落。 也幸亏他有炼血术, 又有诸多法保护体, 换作别的助击大圆满, 恐怕已经没了。 此蛇不能留, 否则, 捕蛇终将有灭顶之灾。 玄阳子面色阴沉, 眼中的杀意几乎形成实质。 许黑大口呼吸, 再次服下大量丹药, 用腰神顶练化, 让自己维持在战斗状态。 他为什么还能动? 无莫愁已经猛了。 见对方似乎还有一战之力, 崔元同样目瞪口呆。 他们无法理解, 究竟为时吗, 让许黑有如此强大的精神力。 诸仙的一幕, 所以他们不理解。 咻! 一把飞剑朝着无莫愁直射而去。 崔元突然闪身, 挡在前方, 手掌一拍而下, 将飞剑击退, 但他的手臂也随之断开, 化作血污。 无失职! 崔元大喝道, 无莫愁打了个机灵, 他艰难地抬起头, 看向崔元。 你走, 我来拦住他。 崔元紧咬牙关, 双眼闪过决然。 无莫愁与他都已经游进灯窟, 但前者年轻, 有着无限未来。 而他受缘过半, 这次重伤, 让他此生劫单无望。 剑后者还愣着不动, 崔元再次大喝, 快滚! 声如雷霆, 将无莫愁惊醒。 他目光赤红, 郑重道, 崔师叔保重。 无莫愁转过身, 朝着远方艰难的行径。 他双臂静断, 真气枯竭, 只能靠着双腿奔跑。 许非目光阴寒, 吐出象牙飞剑, 再次朝着无莫愁后被刺去。 却见那崔元身形一闪, 来到了飞剑前方, 一声大喝。 爆! 崔元的肉身膨胀开来, 瞬间炸开, 化作漫天血雾, 强劲的冲击波横扫八方。 筑击大圆满的自爆, 何等恐怖, 象牙飞剑被震退出去, 崩飞数千米远, 骑上甚至浮现出了裂痕。 就连许黑也遭到了冲击, 像是断线的风筝般倒飞而出, 口吐鲜血。 翠师说! 吴莫愁私声哭喊, 但他不敢回头, 咬破舌尖夺命狂奔, 用那锦鱼的双腿逃出一条生路。 他不能死! 他的生命是崔元用命换来的, 他必须活下去。 带着仇恨, 带着不甘, 他必须活下去, 将来为死去的师兄师弟们报仇血恨。 师兄, 玄阳子的眼中尽是悲痛, 当年他那一辈人活到现在的寥寥无几, 如今就连崔元也走了。 许黑飞了出去, 身体再一次受到强烈冲击, 骨头断裂。 望着渐航渐远的吴莫愁, 许黑的眼中涌现出强烈的悲愤。 吴莫愁有活下去的理由, 但是他也有必死的理由。 我说过, 你们一个也别想逃。 许黑目光阴狠, 玄阳子顿时脸色大变, 大喊道, 小心! 此刻, 吴莫愁的附近, 一条侦察小蛇出现在了前方。 这条侦察小蛇是许黑锦鱼的一个傀儡, 跟随他至今没有修位, 从来没有参与过战斗。 没有任何战斗力, 只能侦察, 所有人压根就没当回事。 可就在这一刹呢。 侦察小蛇的位置, 与许黑瞬间互换, 移形换位。 许黑体内的真气消耗一空, 施展了地魁术中的一招傀儡击法, 与小蛇互换了位置, 来到了吴莫愁的眼皮底下。 死! 许黑无力在动用法术, 他直接扑了上去, 张开血盆大口, 一口咬在了吴莫愁的脑袋上。 啊! 吴莫愁七力惨叫, 失去双臂的他, 只能双腿乱蹬, 为着许黑一毒狂踹, 许黑却纹丝不动。 何谓逆休? 顺天而行的休士, 在逆休面前, 如同土鸡娃狗, 不堪一击。 许黑没给他任何机会, 使劲一扭, 吴莫愁的惨叫声, 戛然而止, 只听咔嚓一声, 脑袋断裂。 全场一片安静, 整个万蛇谷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中, 只有微风吹过的声音, 吹过满场血腥味。 万蛇谷外围到蛀成片成片的尸体, 那些都是捕蛇人, 有老有少, 全部阵亡。 玄阳子呆住了, 整个人如同傻了一样。 他这一脉, 随着吴莫愁的身亡, 彻底没了。 许黑, 一介助击初期, 击杀助击后期, 引得助击大圆满自暴, 杀死一大片长老弟子。 如此战绩, 简直骇人听闻。 这一瞬间, 玄阳子彭扶苍老的许多, 感觉有些不真实。 So! 突然, 趁着玄阳子走神的沙纳, 那硬向人影甩手一挥, 袖口中飞出数道灵蛇幻影, 撞击在了玄阳子胸口, 直接没入了进去。 玄阳子脸色一白, 口吐鲜血, 连忙运弓, 将体内灵蛇逼出。 喂喂, 你竟然走神了, 给点尊重好不好? 我这可是八分的法术。 那硬向人影一边冷笑, 一边趁机痛打落水狗, 黄蜂暴雨的攻势连连甩出, 各种法宝秘术轰向前去。 他们的实力完全一致, 只是玄阳子身受打击, 心态失衡, 这才被那一次心魔之物偷袭得手。 此刻, 许黑精神也到了极限, 只觉天玄的转, 眼前发黑, 快要昏过去。 他只能拿出醒神丹服下, 让自己提提神。 现在, 我该怎么办? 结单七的战斗, 许黑还无法插手, 他还没那个能力。 此刻, 面对硬向的攻击, 玄阳子落入下风, 显向还生, 只是他眼中未见丝毫慌乱, 反而有一丝冷笑。 秀! 突然, 远处有一道飞剑斩来, 其速度之快, 宛如瞬移, 刺向那硬向人影。 呛! 硬向人拿出万舌顶, 挡住这一剑, 身形暴退出去, 玄阳子趁机脱身, 落在远方。 许黑目光一宁, 看向天空。 只见玄阳子身后, 不知何时出现了一名紫发青年男子, 此人头发凌乱, 衣着怪异, 身上挂满了兵器, 几乎感应不到他的气息。 但从他刚才的一击来看, 毫无疑问, 此人是一个结单器。 紫发青年出现后, 目光环视一圈, 扫过万舌骨外的一具具尸体, 眼中闪过诧异。 玄阳子, 你似乎遇到麻烦了呀, 说说看, 怎么回事? 紫发怪异青年, 名叫韩特, 是难遇少有的结单器散修, 无宗无派, 特点是速度极快, 来无影去无宗, 与玄阳子是旧时。 玄阳子形势向来谨慎, 发现情况不对后, 他非常果断, 立即用了传讯预检, 给此人传讯。 那个时候, 许非尚在渡劫状态, 无人认为他能存活。 但玄阳子还是用掉一个人情, 让韩特, 以最快的速度赶来支援。 事实证明, 他的选择没错, 果然发生了大变故。 其实, 捕蛇宗的结单修士, 不止玄阳子一个, 但那些核心长老, 大都在总部闭关, 最快也要一天才能抵达此地, 根本来不及支援。 附近能及时赶上的, 只有韩特一人。 多余的你别问, 你只需要将那条蛇鸡杀, 这就够了。 玄阳子指向许黑, 冷冷道。 韩特眼睛眯起, 吃一道, 那价钱, 玄阳子不耐烦地扔出一个储物袋, 催促道, 赶紧动手, 别磨蹭。 他非常无语, 就一个快死的助击出击大腰, 还要谈价钱, 不是一根手指头就捏死了。 韩特接过储物袋, 往里面扫了一眼, 道, 这是刚才给你解围的价钱, 想要杀那条蛇, 还得在家。 玄阳子嘴角直抽, 他强行耐着性子, 再次扔去了一个储物袋。 韩特接过一看, 这才掀起一丝笑容, 将储物袋收好。 道友果然阔绰, 我这就出手杀了此蛇。 韩特冷笑, 甩手一挥, 一把飞剑射去, 直指向许黑的面门。 就在这一刻, 许黑的身前, 突然刮起了一阵猛烈的妖风, 形成狂风骇浪, 将飞剑卷起, 吹向远方。 这恐怖的妖气, 已然化作毁灭性的风暴, 从远方席卷而来, 天空兜兜暗了下来, 黑云压成, 彭腑有什么恐怖妖物来临。 金丹大妖, 玄阳子与韩特同时脸色一变, 直见远处的天空中, 一指如同山岳般的巨像, 踏空而来, 每走一步, 虚空都在撼动, 隆隆作响, 似要天塌地陷。 那恐怖的威势, 在他们所见过的大妖之中, 足以排上好。 这正是那蛮象族的首领, 蛮精。 和之前不同, 蛮精体型长到了十米, 通体金光璀璨, 长毛如灵, 左右两边各有三枚象牙, 如同猙獰的弯刀, 这是金丹巨像的独有标志。 象族, 本就是妖兽中的佼佼者, 同境界几乎无敌。 若非, 他刚刚突破不久, 他甚至能以一敌二。 许黑终于是松了口气, 他刚抵达腕蛇骨的时候, 发现情况不对, 直接给蛮精传训, 请求支援。 当时的蛮精, 已然完成了结丹, 有许黑给他的疗伤丹药。 他在冬季, 顺利扛下了四九天结, 没受重伤。 如今, 蛮精终于抵达。 他不仅来了, 还带来了一群族人, 身后有数位助击后期的大妖跟随, 全都是蛮象族的精锐。 玄阳子会叫帮手, 许黑, 同样也叫来了帮手。 并且, 许黑叫来的, 还是向类妖兽, 妖兽中的顶尖强者。 这, 玄阳子身体僵硬, 脸都黑了。 他打死也想不到, 这条蛇, 也会叫帮手。 韩特眼见不妙, 后退了几步, 沉声道, 玄阳子倒有, 这可是另外的价格了。 玄阳子确理都不理他, 转身就逃。 事到如今, 已经没必要再打下去了, 这已经不是能否报仇的问题, 而是能不能脱身的问题。 若是这蛮荒巨像, 加上印象人, 两者同时为攻他, 他也将凶多几少。 想走? 那印象人影冷笑一声, 身如鬼魅般跟了上去, 出现在玄阳子身前。 玄阳子一拍胸口, 喷出一口气血, 身形如一颗流星飙射出去, 飞出了千丈之远。 那印象人影同样喷出气血, 飞出千丈, 追击而去。 两道身形连续飞行, 转眼之间消失在了视线尽头。 蛮精咆哮一声, 脚踏苍穹, 朝着韩特就杀了过来。 误会啊, 韩特二话不说, 转身就跑, 他的速度比起玄阳子的血顿还要快, 脚踏七星闪电, 化作一道电光, 朝着天际边急迟而去。 这样的速度, 就连蛮精都望尘莫及。 蛮精起初还追了两下, 可对方转眼就不见了, 他也只能无奈低吼, 返回原地。 被那该死的人泪跑了。 可恶, 我的实力还是不够。 蛮精心有不甘, 蛮精返回万蛇谷, 环似四周看了眼谷外的情况, 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 只见一群又一群的捕蛇人 死在了万蛇谷外, 死状凄惨。 他系的这些人的衣服都是他的仇人。 恩公, 替我报仇了。 蛮精内心震动, 许黑进入了万蛇谷内。 时隔一年, 他终于回家了。 许黑有一种特殊的感觉, 旁扶在外的游子投身回到了家乡。 这种感觉, 放在人类身上很常见, 但许黑身为妖兽, 也有了这种触感。 万蛇谷的禁锢早已解开了, 大量幸存的蛇离开万蛇谷, 返回各自的栖息地。 不过, 无论是凡蛇还是蛇妖, 在离开时, 他们都对许黑低下头抱以深深的敬意。 许黑是他们的救世主。 许黑战胜了捕蛇人, 拯救了上百万蛇的性命, 值得每一条蛇尊敬。 特别是许黑诞生龙龄之后, 他更像是蛇中的帝皇, 即便是散出的气息都足以让蛇沉浮。 许黑来到了山谷中间, 爬到了白蛇的跟前。 许白身上插着一杆长枪钉在地上, 气弱油丝, 但还活着。 许黑小心翼翼地将长枪拔出, 将许白拿下, 背在身后。 许黑继续向前爬, 来到了一处山坡上。 这里, 立着一块石碑, 这是老蛇王的墓碑。 完美住基后, 许黑对血脉的感知非常敏锐。 他以惊之晓, 老蛇王就是他的上一辈血脉。 这是他的父亲。 许白与他同辈, 这是他的妹, 也是三年前另一枚蛇果的服侍者。 老蛇王将两枚蛇果, 一枚给了他, 一枚给了许白。 老东西, 不孝子孙, 回来看你了。 许黑对着墓碑低下了头, 无尽的疲惫感席卷而来, 许黑倒在了石碑前昏了过去。 蛮精远远望着此景, 暗叹一声, 下令道, 蛮象族所有成员, 守卫这座山谷, 直到恩公苏醒。 是, 大王。 蛮象族精锐们扬鼻大吼, 盘踞在四面八方, 镇守万蛇谷。 一个时辰后, 搜, 远方有一道人引飞了回来, 这是那玄阳子的印象投影。 此人浑身浴血, 气息混乱, 彭腹经历了一场生死大战。 他石面也没说, 钻入了那紫色铜镜之内, 消失不现。 铜镜失去光泽, 蛇主动飞回了许黑旁边, 落在地上。 楚国历, 五月初, 玄阳子率领捕蛇宗百人重, 包围万蛇谷, 欲要血迹三百万繁蛇, 却惨遭重挫, 死伤殆尽。 从那之后, 玄阳子就失踪了。 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可能是寻了一处隐秘之地疗伤, 可能是无颜见人, 也可能是逃去了外地。 由于无人活着离开, 导致万蛇谷发生的惨案, 一周后才被世人知晓。 五月中旬, 秦国大军攻破楚阳城, 大破楚军八十万, 俘虏五十万, 包括三千修士。 楚国南域, 彻底沦陷。 楚国的核心力量四天间, 退守都城。 主力的溃败, 象征着这场战争正式进入了尾声, 全国沦陷也只是时间问题。 这早就注定是一场必败的战争, 双方的实力不在同一个量级。 若非秦军为了减少伤亡, 没有冒进, 怕是早在一个月前就已经破城。 东南西北四大宗门, 昆仑, 彭来, 冰雪, 捕蛇, 军士没有派出一人之援, 尽等改朝换代。 这四宗的历史悠久, 甚至可以追溯到楚国之前, 改朝换代之事, 早已见怪不怪。 对于楚国各个城池的顽抗, 秦军非常有耐心, 他们宁愿拖上数月, 等城内之人饿死, 投降也不贸然攻打。 他们想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国家, 而非残垣断壁。 当然, 这些都是后话了。 这一次, 许黑的昏迷并未持续太久。 只是三天时间, 他就醒了过来, 在完美助击后, 许黑的体质也远超寻长妖兽, 有了传说中神兽的特质。 许黑检查了一下身边许白, 发现对方伤势无碍, 这才放下心。 他拿起了身边的铜镜, 仔细观察, 发现这铜镜没了之前的光泽, 想起了黑黄曾说过, 只能使用一次。 神识探入其中, 没有任何反应。 许黑看着镜中自己的倒影, 叹了口气, 将其重新收入了淡金色的储物袋中。 许兄弟, 你醒了。 蛮精立刻飞升而来, 立在前方。 多谢蛮精兄此次相助。 许黑诚恳地道, 许兄杀了这么多仇人, 应该我谢你才是。 更何况, 是你给了我的那些丹药, 我才敢尝试结丹, 是你帮了我。 蛮精更加诚恳, 原本许黑就对他恩重如山, 此一过后, 许黑的恩情更加无以为报。 他都恨不得将自己的象牙送一劫出去, 还是许黑极力劝阻, 这才罢休。 这一次, 许黑虽然苏醒, 但状态尚未完全恢复, 一连浮食这么多丹药, 产生了不小的后遗症。 直到现在, 他依旧感到一阵阵酸痛, 无论是骨头还是经脉, 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 还有许多药力残渣在体内。 之前战斗的时候, 他来不及检查, 此时一看, 才发现问题很大。 许黑打算, 在万蛇谷闭关一些时日, 将状态调整到最佳后, 再出关。 我还需要闭关几天。 许黑道, 哈哈, 无妨, 我就镇守在此, 这山谷颇位不错, 我也要将修位巩固一下。 蛮精大笑道, 许黑点了点头, 蛮精不是人类, 没有经历过人类宗门的勾心斗角, 心思简单, 这也造就了赤诚之心。 许黑即刻催动妖神顶, 吸收体内残余的药力。 同时, 运转真龙九变功法, 全力炼化, 或是将一些没用的物质排出体外。 转眼之间, 六月来临, 蛇类的繁殖剂结束了, 万蛇谷的大部分蛇都已经离开, 回到各自的土壤中。 只剩下一些常年生存在此的蛇类, 它们都奉许黑为王。 悬崖子抓来的数百个蛇妖, 也离开了一部分, 还剩下少许, 不知是出于什么缘故, 长久地留在了万蛇谷。 每每见到许黑, 它们就低下头。 无需任何语言的交流, 只要许黑一个眼神, 它们就能听懂命令, 并按照它的念头形式。 对于这些通灵蛇妖, 许黑没有理会, 是走是流, 是它们自己的选择。 此地的环境, 也时常引来一些蛇类的天敌, 进行厮杀狩猎。 对此, 许黑同样不会过多干预, 自然环境, 自然选择。 只要不是人类那般大肆搞破坏, 它都不会去管。 这段时间, 在许黑仔细观察之下, 它发现这腕蛇谷, 除了灵气充盈, 是罕见的伏地之外, 这地下深处, 似乎还蕴藏着一丝龙气, 可能正是那一丝冥冥中的龙气, 才会每年吸引这么多蛇。 但当许黑钻入地下, 向下查探时, 却又感应不到了。 许黑不明所以, 它不是袍根问底之蛇, 既然没有发现, 说明原分未到, 若非它修炼了真龙九变, 都感应不到龙气的存在。 击杀捕蛇人一战, 收获了上百个储物袋, 都被许黑一一查探, 将东西分类, 收入了那巨大的黑玉空间中。 许黑拿出一部分, 送给了蛮金, 也给了许白。 许白自打苏醒后, 就将自己关在地下洞府, 一门新思的研究丹药, 完全沉浸在其中。 看来, 此次受创对他的打击也很大。 许黑没去打扰, 他拿出黑黄留下的镇旗, 安插在洞府四处, 做好了隐蔽。 这样一来, 无人可发现许白的踪迹。 许黑暗自遗憾, 他没有黑黄的镇法水平, 不然还能效仿人类宗门, 布置一座护山大镇, 这样即便有人来, 也可以做出防备。 这天, 许黑离开万蛇谷, 他去了一趟之前路过的捕蛇人粪堂, 发现这里早已搬空, 连个人影都没有。 撤走了? 许黑疑惑, 正常来讲, 不应该是小的死了? 来老的? 老的跑了? 来更老的吗? 他不知道捕蛇宗是什么情况。 不过, 如今天下风云变幻, 任何宗门都处于大势之中, 怕是很难独善其身。 许黑又来到了蛇村。 楚国难遇沦陷, 全县溃败的讯息, 已经转变了每一个城镇, 每一个村庄。 从此往后, 楚国可能将不复存在。 许黑不是人类, 他无法对人类共情。 但那一天, 凡人诸仙的一幕, 却深深影响着他, 以至于他才有勇气去对抗外来的入侵者。 许黑拿出一块石碑, 立在了蛇村村口。 以凡人之力, 逆天行, 朱沙修士, 这些无名之人, 值得尊敬。 这一个石碑, 就叫做斩仙碑。 许黑不擅长文字刻画, 便以神念刻下烙印, 融入石碑中, 只有有缘人, 方可感应那一丝逆之意境。 之后, 许黑又来到了江边。 他立下了一块石碑, 留下了一名中年如逝的形象。 人只死, 或轻于红毛, 或重于泰山。 恍惚间, 许黑又看见了那一天的场景。 一粒尘埃落入了江中, 被波涛吞没。 但这一粒尘埃, 却激起了滔天大浪。 先生虽死, 但你的事迹会被后人传送, 流芳千古。 许黑对着石碑, 重重鞠躬。 江山万里, 日月换青天, 人虽死, 好气长存。 许黑也即将踏上新的道路。 许黑忽然又想到了一个人, 消愁。 楚阳城已破, 此人估计是死了。 许黑叹了口气, 在半山宗外的一座山峰上, 立下一杯, 刻上了消愁二字。 此人我了解最多, 还是写一点生平事迹吧。 许黑沉吟许久, 将他曾经看过的竹简内容, 写了下来, 在石碑末端刻下一行行小字。 刚刚被华公子打了一毒, 我本想反抗, 但是, 没有。 因为你说过, 你喜欢老实人, 你对我说了滚, 你终于对我说话了, 说明你心里有我, 这些内容都是萧愁自己写的, 应该最能反映他的生平, 许黑心中暗暗想着。 楚阳城, 石龙子, 座位半山宗长老, 老牌驻机修士, 今日, 他却收到了大统帅的召见。 大统帅, 也就是天魁宗大长老, 秦玄姬, 这位即便是放眼结单妻, 都几乎找不到对手之人。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 石龙子来到了秦玄姬的宫殿内, 秦玄姬就坐在椅子上, 静静望着前方。 前方地面, 躺着一个浑身鲜血的将死之人, 气息若不可闻, 看见此人的一瞬间, 石龙子瞳孔收缩, 满脸煞白。 这将死之人, 正是他的弟子, 萧愁。 你, 就是此人的师父? 秦玄姬平静地问道, 石龙子浑身颤抖, 立刻半跪在地, 道, 没错, 他叫萧愁, 是晚辈教导无方。 他知道, 萧愁为了保卫萧家, 与秦军进行了生死大战, 连杀五位铸鸡, 在这场一念倒的战争中, 堪称惊世骇俗。 要知道, 秦军在攻破楚阳城的过程中, 总共也才死了不到三十位铸鸡修士, 很多都是对方拼死自爆, 一换一, 甚至多换一造成的。 一杀五, 简直不可思议。 不过, 让石龙子意外的是, 这竟然引起了大统帅的注意。 这位的重心, 应该放在结单七的交战上, 怎会关注上铸鸡小辈了? 你不用害怕, 我不是来找你问罪的。 秦玄姬白手, 打断了石龙子的认错, 道, 我是来与你商量, 将此子让给我。 如何? 石龙子一时愣住, 我说得不够清楚吗? 秦玄姬淡淡道, 石龙子内心大振, 连忙成皇城恐道, 没, 没问题, 就按前辈说的去办。 很好, 我也不白占你便宜, 拿走你一个弟子, 这些, 就作为补偿。 秦玄姬扔来一个厨戴, 石龙子接过后, 也不看一眼, 连忙躬身行礼, 多谢前辈。 他不知道, 秦玄姬为何会看重萧仇, 萧仇的灵根确实不俗, 但也不至于引起这位的注意吧。 天愧宗内门弟子, 哪一位不是更加精彩绝艳之人? 去吧, 将萧家的幸存者安顿好, 别再伤害萧家一人, 尤其是此人的直系亲属, 妥善安置。 秦玄姬道, 是, 晚辈这就去办。 秦玄姬望着躺在地上昏迷的萧仇, 没有去给他疗伤, 只是冷笑一声。 你修, 有意思。 他一挥手, 对着暗处道, 将辞子随便找个荒山野岭扔了, 别弄死就行。 是, 暗中走出一名黑衣人, 将萧仇抓起, 腾空消失不现。 万蛇谷, 徐黑游历一番归来后, 感到了有两股强横的气息, 在万蛇谷外。 其中一个是蛮惊的, 另外一个却很陌生。 徐黑迅速回到谷中, 一眼就锁定了半空那个庞大身影。 这是一头浑身紫垫, 毛发闸开, 背生两翼的狮子, 体型比蛮精略小, 但对徐黑而言, 却是一个庞然大物。 这狮子周遭的虚空, 都是通体紫色, 有霹雳闪电散出, 威势害人。 紫垫狮王! 徐黑内心一领。 透过与蛮精的气息对比, 这紫垫狮王的修位还略高一些, 约莫是杰丹初期巅峰, 距离中期不远。 只不过, 蛮精身位相族, 天生战斗力强大, 这才不弱于对手。 我等你很久了。 紫垫狮王目光锁定徐黑, 靠了上来。 蛮精却是上前一步, 将其拦住, 冷冷道, 有话就讲, 有屁块放, 别动不动往别人家里闯, 这非常无理。 紫垫狮王眼中闪过不屑, 但还是停下脚步, 没有硬闯。 他看向徐黑道, 我妻的尸体, 在你手中吧。 徐黑不由一愣, 他的妻子, 那住机器的紫金雷尸, 狮子一族, 只要有雷铃根, 都可称之位雷尸。 徐黑早就料到, 那狮子可能有一个强大的配偶, 只是没想到, 竟然这么强, 还找上门来了。 那狮子被他啃了一个腿, 尸体残缺, 不会因此找他麻烦吧。 徐黑沉阴片刻, 故作疑惑道, 你的妻子, 我也不与你废话, 就是那紫金雷尸, 据我了解, 他是被人类所杀, 但尸体却被你拿走, 我劝你赶紧交出来,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紫电狮王冷冷道, 放肆。 蛮金怒喝上前, 雄魂的妖风压迫而去, 让紫电狮王后退了半步。 这就是你求人的态度, 还威胁上了, 不会说话, 就滚回去学习, 怎么交流再来。 蛮金深寒怒火, 对他来说, 徐黑是他的大恩人, 他绝不允许有任何人威胁到徐黑。 紫电狮王身形一正, 眼中惊疑不定, 他只是惊讶, 为何这惊丹大象会帮助一条铸鸡小蛇, 想试探一下对方的态度, 结果对方如此坚决。 他开始怀疑这条蛇是什么来头。 徐黑疑惑道, 你是如何知道, 尸体是被我拿走的? 我问了穿山王, 还有两指路过的大雕, 他们都看到了那天的情况, 我又随便抓了几条蛇妖询问, 这林中会法术的蛇指有你。 紫电狮王解释道, 徐黑不经无语, 他竟然不知不觉间这么出名了都可以找上门了, 随便抓条蛇一问就知道是他。 真特么, 徐黑忽然觉得他如今想低调也低调不下去了。 紫电狮王见徐黑久久不说话, 冷冷道, 你不会把他吃了吧? 吃了又如何? 你都说了, 你妻子是被人类所杀, 要报仇就去找人类, 在这里发什么疯? 蛮精毫不客气地嘲讽道, 紫电狮王彻底抱木, 抬起爪子就要拍上去。 徐黑不再犹豫, 赶紧他缺了腿的尸体拿了出来, 用引力数扔了过去。 看见这尸体的沙纳, 紫电狮王立刻收手, 冲上去将尸体抱起, 嚎啕大哭。 哦哦, 九妹, 九妹! 紫电狮王哭得泪如雨下, 哀嚎不止, 与之前的形象判若两人。 徐黑与蛮精同时愣住, 你特么刚才还要打架, 怎么转眼就哭上了? 嚎了足足一个时辰, 紫电狮王才停下来, 眼泪擦干, 恢复冷静。 尸体被他收了起来, 紫电狮王道, 抱歉, 当才有点情绪失控, 你情绪确实很容易失控。 徐黑深以为然地点头。 紫电狮王出生在一个平平无奇的雷尸家族, 他是老大, 也是第一个结单成功的妖王。 此后, 他便继承了狮王的位置, 有了九个老婆, 其中八个是从前任狮王那儿继承来的, 只有九妹是他的原配。 九妹最小, 修位最低, 经常受排挤, 他性情刚硬, 直接离家出走, 单独带娃。 结果, 落得这个下场, 紫电狮王悲痛欲绝, 咬牙道, 你可知晓, 是哪个宗门的人杀了他? 徐黑本想实话实说, 告诉他是天魁宗。 但转念一想, 徐黑摇头道, 不太清楚, 但如今天下大乱, 有能力动手的, 只有捕蛇宗。 好, 我这就灭了捕蛇宗。 紫电雷尸怒吼, 脚踏霹雳闪电, 身后雨衣一阵, 朝着捕蛇宗的方向飞行而去。 徐黑傻眼, 这就上了, 你脑子呢? 你别冲动。 徐黑喊道, 我一点也不冲动, 灭不了总部, 还灭不了分堂了。 看我将他三个, 分堂给一锅端了。 说话之间, 紫电雷尸已然消失在了视线尽头。 徐黑回过头, 看了看蛮精, 蛮精也在看他。 徐兄, 我们要不要跟上去? 蛮精迟疑地问, 这就是一个莽夫, 我怕跟上去, 将自己给坑了。 话虽这么讲, 徐黑也陷入犹豫中, 毕竟捕蛇宗也是他的仇家, 若是真能给捕蛇宗搞点破坏, 他也乐见其成。 沉默片刻后, 徐黑发狠道, 跟上去看看。 好, 蛮精点点头, 带上这个。 这时, 身后传来许白的声音。 许黑回头看去, 只见许白扔来了一个瓷瓶, 许黑用引力术结果, 里面似乎装着粉末状的物质。 用上这个, 能让捕蛇人断子绝孙? 许白一本正经的道。 许黑诧异道, 这是毒丹? 没错, 我也是第一次炼制毒丹。 许白点点头, 许黑不由愣住。 许白炼制的正常丹药, 都有那般恐怖效果。 这要是毒丹, 那还得了。 听他描述的段子绝孙, 许黑就知道不简单, 下意识地往后缩了缩, 隔着十几丈远, 小心翼翼地用储物袋装好, 并打上封印, 贴上标签, 这才拿过来。 许黑甚至不敢吞下去, 只能挂在脖子上, 免得一个不小心, 将储物带给, 弄碎在肚子里, 那算完蛋。 捕蛇宗, 总部在南域偏北, 路途遥远, 但有五个分堂。 每一个分堂, 都有筑基大圆满的修士坐镇, 配合三接镇法, 即便是结丹七, 也修想轻易攻下, 完全可以撑到总部支援。 还有一些寿源到头的结丹七老怪, 也会来分堂闭关, 更加一手难攻。 两腰全速赶路, 花了半天时间, 抵达了一座城池外。 此城, 名为岩蛇城, 修筑在一座山崖边, 只有修士才可出入, 有捕蛇宗坐镇, 也是少有的未被战火波及的城市。 许非远远地就看现, 紫殿狮王正站在岩蛇城外, 浑身紫殿大坐, 腰风卷云, 一副想要杀进去的架势。 搜搜搜, 他的后方, 一群母狮也出现了, 是紫殿狮王的八个老婆, 各个气势雄厚, 动若奔雷, 脚踏七星。 三个住击中妻, 三个后妻, 一个大圆满, 更是有一个结单妻的大老婆。 相比较之下, 九妹的修位, 确实算是最低的。 狮子竟然这么多老婆, 许黑也被震撼了一下, 倒不是数量多, 而是个个都能打。 此刻, 岩蛇城外生起了一个光照, 其上隐隐有蛇形的虚影环绕, 这是护城大镇。 光照内, 城楼上出现了一名鹤发白须的老者, 他望着紫殿狮王, 淡然道, 紫殿狮王, 我们捕蛇宗是如何招惹了你, 引你来此。 你们杀我妻儿, 还问我为何来此。 紫殿狮王懒得废话, 一声怒吓, 吐出一道石杖宽的闪电, 轰击在了岩蛇城的城墙上。 轰隆。 光照一阵猛烈摇晃, 轰击处裂开了密密麻麻的缝隙, 只是一击, 似乎就有崩塌的迹象。 那白须老者面色阴沉道, 今年, 我捕蛇宗从未有人进山, 怎会杀你妻儿? 这话一出口, 他就内心咯噔一下。 前段时间, 玄阳子那一脉遭了大劫, 全员被涂了个干净, 因为无人幸存, 玄阳子也不知所踪, 没人知小具体经过。 难道是玄阳子的人干的? 那白须老者正思索着, 就听见一道讥讽声传出, 没有进山。 你们捕蛇宗, 派出上百人去万蛇谷, 血迹百万生灵, 这就是你们所说的, 没有进山。 许黑也不废话, 直接拿出了一百多个捕蛇宗弟子的衣服, 令牌, 尸体碎片, 用引力术操控下, 在空中转了一圈。 此刻, 岩蛇城内一片哗然。 众人盯着那空中飞过的雾剑, 一个个脸皮直跳, 内心轩然大波。 我的天! 传言是真的, 玄阳子一脉被灭了个干净。 看那金色令牌, 那是大弟子吴莫仇的。 天哪! 那是崔元的脑袋! 城内彻底乱了套了, 一百人进山, 无一个活着回来, 就连玄阳子也不知所踪。 他们只知道被杀了个干净, 却不知具体过程, 眼下一看, 极有可能就是与这妖兽起了冲突。 那白须老者脸都黑了。 玄阳子啊玄阳子, 你怎能惹下这么大的祸? 白须老者内心破口大骂, 将玄阳子祖宗都问候了一遍。 楚国风起云涌, 天魁宗狼子野心, 他们各大分堂都收到了指令, 镇守本部别随意外出。 就这么个节骨眼上, 玄阳子带他的麾下百人去搞什么血迹大坏? 其实他能理解, 若是成了全员实力大增, 自己突破结单中期, 即便天魁宗想要动他, 也得掂量掂量。 可偏偏失败了, 还惹下这么大的麻烦。 给我轰。 子殿狮王是个急性子, 一见那老头沉默, 直接下令轰击城门。 轰轰轰。 八个母狮全员出手, 吐出雷霆火焰, 一道道恐怖的能量光束撞击在光圈上, 阵的不断晃动, 裂缝遍布。 光圈上有一条盘蛇虚影, 是此阵的阵灵。 三阶护山大阵都有阵灵守护, 此刻盘蛇仰天丝鸣, 吐出一道道毒液, 下雨般射向外面的尸群。 哼。 突然, 后方一声惊天怒吼, 蛮精鼻子仰天, 喷出一股灼热的气流, 冲到了毒液上, 这片毒液瞬间被气化干净, 一滴不剩。 又来一个, 岩蛇城内的众人再次骇然失色, 内心都快麻了。 来一群雷尸就够他们瘦的, 结果又来一头大象。 捕蛇宗的那位老者, 原本还抱着镇守的心情, 以他加上那位闭关的老祖, 配合护山大阵, 应该能拖到总部支援。 此刻, 陷到那头巨像后, 他的心凉了半截, 这不是一般的杰丹妖兽, 而是力量最强的大象。 我要上了。 蛮精仰起鼻子, 深吸一口气, 气沉丹田, 真气压缩在体内精丹一点。 随后, 猛然是放开来, 蛮精脚踏虚空, 如同一座浩瀚无边的大山, 朝着前方的城楼撞击而去。 轰隆隆隆隆, 宛如战车碾过苍穹, 天地都在颤抖, 尚未临近, 岩蛇城内就爆发了大地震, 轰鸣声响彻在每个人耳中, 天崩地裂, 日月暗淡。 在众人眼中, 庞扶撞来的不是一头大象, 而是天与地。 快开炮, 快放箭。 白须老者惊恐大叫, 士兵们架起火炮, 可根本来不及发射, 蛮精就已然抵达。 轰隆。 蛮精的身体撞击在了光照上, 整个岩蛇城都似要被震飞了, 这原本就布满裂缝的光照, 被尖锐的象牙瞬间捅穿, 肉身碾压上, 整个大阵像是极将爆开的玻璃。 主阵的白须老者, 当即喷出一大口鲜血, 倒飞出去, 摔下城楼, 士兵们被生生震死。 那条盘蛇也遭到波及, 凄厉惨叫, 虚影黯淡了不少。 哼, 蛮精大吼一声, 后退几步再一次撞了上去, 这一次光照彻底崩碎, 化作漫天碎线。 蛮精余力不减, 撞在了城楼上, 这高达十米的城墙, 在那巨山般的身躯下, 如同脆皮纸, 一捅就破, 一撞就塌, 只听轰隆一声, 整面墙壁都垮了下来, 化作废墟。 一下, 两下, 轰, 从开站到破城, 不过几个呼吸, 这堪称有史以来, 最快的破城记录。 所有人都是瞠目结舌, 他们见过人类工程, 还没见过妖兽工程, 竟如此简单粗暴。 而直到城楼垮塌之后, 严蛇城内闭关的老祖, 才姗姗来迟, 看着满目狼藉的阵地, 整个人如同傻了一样, 进也不是, 退也不是。 严蛇城, 听风酒楼。 我这个情报, 绝对价值三万, 买不了吃亏, 你怎么就不信呢? 哎, 两万八, 两万八我不行, 我已经让力了。 一头凌乱子发, 衣服上插满武器, 造型怪异的韩特, 正追着那黑衣中年讨价还价。 这黑衣中年是听风酒楼的管理者, 作为两国最大的情报组织, 负责情报交易, 也会出钱收购一些情报。 韩特给出的情报是, 万蛇谷那天的具体情况, 以及悬崖子的下落, 直接开价三万零十, 这还是今天的价格, 两天前, 他甚至开出了五万。 韩道友, 不是这个情报不好, 而是你的, 要价过于离谱, 即便我将这情报卖给捕蛇宗, 也回不了本, 您还是另寻他出。 黑衣中年无奈道, 我也不想纠缠了, 两万五, 一口价。 韩道友这是在侮辱我? 那你说什么价? 黑衣中年伸出了五根手指头, 道, 五千。 靠! 打发叫花子呢? 韩特骂骂咧咧, 转身就走。 五千? 对着机器而言, 可能是一笔巨款, 但结单期却根本不够花。 钱大春内心冷笑, 并不着急, 以韩特视财如命的性子, 不可能将情暴乱在肚子里, 总会出售给他。 韩特不敢卖给捕蛇宗, 因为后者会直接将他抓起来, 进行逼问。 想要换钱, 只有他这一条路子。 反正已经等了两天了, 再等等, 不急。 轰隆! 突然, 大地猛烈震了震, 像是有什么东西撞在了岩蛇城的震法上, 冲击波横扫全城, 天空都在摇晃, 就连附近的巫舍都被震垮了几栋。 也得窥视听风酒楼内有单独的震法隔绝, 不然他们也要被波及到。 什么情况? 钱大春脸色一沉, 站起身来, 来到了外面。 只见韩特一个闪身, 消失在了原地。 过了一夕, 他再一次出现, 对着钱大春急忙道, 五千, 我卖! 我卖! 钱大春觉得事情诡异, 没有一口答应, 而是去城边看了一眼, 这一看, 眼珠子差点没掉下来。 西面的城墙竟然完全垮了, 被一头十米高的巨像给掀翻了。 啊! 蛮精养着鼻子, 发出响亮的嘶鸣声, 热气从鼻孔中喷出, 战意高昂。 好! 后方, 一头雄狮, 八头雌狮, 奇迹冲进了城内, 是放闪电雷霆, 对着城内建筑一毒狂轰滥炸, 各种妖法轰击而来, 城内惨叫声四起, 心风血雨, 死伤无数。 怪物攻城? 我的妈呀, 出大事了! 眼蛇城的修士们, 一个个吓得魂飞魄散, 亡命飞逃, 他们打死也想不到, 妖兽也会攻城。 还是三个结单七的大妖, 这水顶得住? 钱大春耳听八方, 立刻就明白了事情经过。 玄阳子竟惹下这么大的麻烦, 真是作孽啊! 钱大春暗骂! 此刻, 狮群正在围攻那结单老祖, 雄狮主攻, 雌狮结阵辅助, 配合得极其默契, 那老祖顿时口吐鲜血, 被打得屁滚尿流, 连跑都跑不掉。 狮子们本就擅长团队协作, 这一特点, 从业寿时就继承了过来。 至于那盘蛇阵灵, 阵法被破后, 身形虚幻, 违拟了许多, 但依旧有不俗的战斗力。 只是面对许黑时, 蛮精没去掺和, 他的目光在城内扫来扫去, 看有没有别的高手。 很快, 他就锁定了一人。 是你! 蛮精一眼就看现了, 外观极其显眼的韩特, 眼中杀意滔天, 二话不说, 猛冲上去。 韩特脸都绿了, 转身就跑。 误会啊, 我只是路过, 跟那人没关系。 路过? 那今日我也来路过一下。 蛮精冷冷到, 钱大春总算明白, 为何韩特立马就同意降价, 原来是仇家上门了。 蛮精脚踏长空, 锁过之处, 房屋一动动倒塌, 如同推土机, 一路横推过去, 留下一道长长的沟壑, 大队都塌陷了数丈深。 韩特脸皮直抽, 这要被路过一下, 怕是要尸骨无存。 他虽然也是结单妻, 但身位散修, 不像宗门长老那般宝物众多, 底牌无数。 他的战斗力, 在同境界中属于最底层。 当然, 身位散修, 能活到现在, 他倚仗的, 就是自己的逃命本事。 韩特浑身紫气生疼, 速度一下子飙升起来, 紫发狂舞, 像是踩着闪电而行。 蛮精确早有准备, 在追击的同一刻, 他就扔出了一对冰破象牙, 彼此旋转, 召唤寒风, 将空气都冻结了, 冰封万丈。 韩特顿时速度大减, 连真元都要接冰了, 直接卡在了半路。 他脸色铁青, 大叫道, 你别逼我, 再逼我, 我可要动用杀招了。 蛮精面部改色, 轰隆隆冲了上去, 与他相比, 韩特的体型如同一只小蚂蚁。 钱大春心里好奇, 这韩特也有杀招。 万剑, 出鞘。 韩特怪叫一声, 身上的百八十把武器, 齐齐出鞘, 拼接在一起, 竟然组合成了一艘飞船。 这艘武器组成的大船, 将韩特拖住, 一个加速瞬间飞了出去, 一眨眼就飞出了岩蛇城。 蛮精愣住了, 不仅是他目睹到这一幕的所有人, 全都傻了眼。 没人会料到, 韩特身上插这么多武器, 不是用来杀人的, 而是用来组成飞船, 逃命的。 真是杰丹七的耻辱。 钱大春暗骂。 杰丹七修士, 明明修位一样, 却不这儿逃, 也算是一朵奇葩。 钱大春返回听风酒楼, 启动了一次性传送阵, 直接传送离开。 许非盯着那阵灵, 对方眼中的忌惮越来越浓。 起初还吐出蛇信, 发出警告之音, 可随着许非的靠近, 阵灵的身体都出现了颤抖。 许非看了许久, 平静道, 我知道, 你是被迫赴于阵法之中, 并非心甘情愿。 你可愿, 随我离开。 许非杀了捕蛇宗这么多人, 翻看过他们储物带中的遇见, 自然知晓。 捕蛇宗的每一个护山大阵, 都是抽取了金丹蛇妖的灵魂, 作为镇灵。 有的是自身培育, 更多的是野外抓据。 每一个镇灵都有百年历史, 比如眼前这炎蛇城的镇灵, 三百年前就存在了。 镇灵没有说话, 依旧冷冰冰地看着许非, 尽管有莫名的心迹, 但守卫的本能尚在。 许非内心暗叹, 不再多言, 龙灵离体朝着镇灵袭杀而去。 助击修士有掌握飞剑的能力, 而许非在完成第一遍后, 全新的能力就是龙灵离体, 化作飞剑。 当然, 这一招也有弊端, 就是自身防御空虚。 秀! 龙灵画过镇灵的躯体, 后者凄厉惨叫, 身体更加虚幻了, 但也激发了其凶性, 一招百尾, 朝着许非甩了过来。 许非不闪不避, 以真气凝成后图铠甲, 迎面而上, 与其尾部撞击在一起。 轰隆! 许非身体微微一颤, 后退了少许, 镇灵却遭受重击, 直接倒飞了出去, 完全占据了上风。 当然, 也有对方屡次受创, 早已没了巅峰实力的缘故。 镇灵拔地而起, 再次一口咬了上来。 爆山叶! 许非冥想一座大山, 从天而降, 砸在了镇灵头顶, 将其压入了地下深处, 惨叫响彻。 接着, 又拿出数张封印符, 连连打出, 将镇灵暂时封印。 许非环顾一圈, 发现城内的修士都在四散奔逃。 一些捕蛇宗的长老, 纷纷放弃反抗, 选择跑路。 对于散修, 许黑不屑理会, 但捕蛇宗的人, 他是献一个杀一个。 杀? 许黑心念一动, 之前用边角料打磨的象牙飞针, 骑骑发射出去, 对着逃跑的捕蛇宗人群刺来。 众人亡魂大帽, 拿出护身法宝挡在身后, 却见许黑目光一宁, 黑色针气燃烧下, 飞针速度陡增一倍, 形成破灵之势。 扑扑扑扑, 针尖锁过, 法宝洞穿, 人群如割麦子一般倒下一大片。 所有人, 无不是眉心处被穿透, 出现一个血点, 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 当场暴毙。 瞄准眉心, 这是最高效的杀人方式。 许黑对自己的真气, 能省则省, 都是一击毙命。 而一些难啃的助击漆, 许黑则是放出部分龙铃, 瞄准脑门, 同样是一招秒。 太可怕了, 这是个魔头。 救命啊! 众人惨叫奔逃, 使出各种底牌, 或是逃命, 或是拼死一搏, 或是跪地求饶, 但全都难逃一死。 许黑的实力, 在助击漆内, 已然无敌。 除了几个别硬骨头, 法宝众多, 要费一番手脚外, 杀其他人跟杀鸡没什么区别。 不过, 许黑在连杀数十人后, 终究还是遇到了硬茬子。 这是一个落三胡中年, 修为助击大圆满, 应该是崔元那一辈之人。 此人却没有崔元那种是死如归的精神, 反倒是抓起身边之人, 朝着许黑甩来。 无论是同门弟子, 还是路过的散修, 都被他抓起, 挡在自己身后, 试图拖延许黑的进攻。 许黑一连对他发动了五次袭击, 连一根毛都没摸到。 还想逃? 许黑目光一寒, 盯着那人就追了上去, 外面飞行的龙铃悉数收回, 附着在体表, 全部树立起来, 如同一把把刀片。 扑扑扑吃, 锁过之处, 任何阻拦之物, 全都被切成粉碎。 许黑化作一条笔直的长线, 朝着洛塞胡抱舍而去。 你别逼我。 洛塞胡大吼, 眼见许黑速度不减, 他也是果断之人, 把心一横, 直接拿出了一枚干瓶的金丹, 一口吞下。 金丹? 许黑目光一宁。 这一枚金丹, 正是结丹期休士的金丹, 只不过处于枯萎状态, 可能是从死后无数年的干尸体内获得。 对方这疯子般的举动, 让许黑略微一致, 连忙开启了大地之盾十六层, 厚土铠甲三十层。 哄, 狂暴的金丹之力, 从洛塞胡体内喷发出去, 朝着身后狂涌而来。 许黑身前的防御, 瞬间就破碎了大半, 身体也向后栽倒。 但他庞大的神石, 依旧所定住前方那人。 只见洛塞胡的丹田处, 那稳固的灵机正在快速变化, 转眼之间凝成了一枚枯黄的圆形半成品。 结丹了? 不对, 应该只是假丹。 许黑想到了一个词, 助击修士若是无力结丹的话, 可能会退求其次, 结成次一级的半成品金丹, 也就是假丹。 这样的修士, 可能一辈子就只不与假丹境界。 假丹修士比起结丹要弱, 但比助击大员蛮强多了。 这位捕蛇宗老修士自知危难当头, 不惜放弃日后的前途结成假丹, 只为狗活。 而他在假丹成功后, 也没有回身进攻, 直接利用爆起的修为, 燃烧寿元, 以最快的速度冲向炎蛇城外。 这一短暂的燃烧爆发下, 他的速度还真不比结丹击慢。 此人逃命的同时, 还不忘重复之前的动作, 抓向两旁的人群。 刘不屈, 你这狼心狗肺之徒, 你不得好死。 旁边传来愤怒的叫骂声, 却被此人一一隔空抓起, 丢向后方。 瞒惊也发现了此人的异常, 他仰鼻一喷, 一股气浪轰开人群, 朝着刘不群直袭而来。 刘不群却是拿出一面瞳钟, 硬抗住了气浪一击, 喷出大口鲜血。 整个人借助这股冲击力, 向前抛飞出去, 中途更是拿出风帆, 借助风势扶摇直上, 向城外俯冲而下。 瞬息之间, 就冲出了炎蛇城。 这一通操作, 令他化险未宜, 成功逃到了城外。 许非呆住, 还真让这人给逃掉了。 对方哪怕有一丁点回头一战的念头, 或是稍有犹豫, 都是实死无生。 蛮精本想追杀出去, 可以想到城内还有不少高手, 他也只能放弃, 转而盯上了城楼上的城卫队。 开炮! 城主摇旗一挥, 卫队架起火炮, 对着蛮精发射而来。 轰轰轰, 大炮轰击在蛮精身上, 不痛不痒, 也只是略微让他身形停顿。 这时候, 一架十米宽, 有五个修士河台的床母, 被搬出了城楼, 众人架上一只弩箭, 瞄准了蛮精, 猛然发射。 咻! 弩箭洞穿虚空, 发出响亮的破空之音, 尖锐刺耳。 蛮精的身形稍有一致, 这只箭便紧随其后, 刺在了他身上。 原本蛮精并没在意, 可这一只弩箭, 却穿透了他的护体真元, 刺进了他的皮肤中。 尽管只是箭头没入, 却让蛮精默然一惊。 他用笛子将弩箭拔出, 仔细看去。 只见这只弩箭的箭头, 呈现白玉色, 又淡淡的灵力波动。 竟然是吞灵巷的象牙打造! 蛮精的脑海像是闪电划过, 想起了儿时的记忆。 那时, 蛮象族成员众多, 还有一只吞灵巷的分支, 总共十三位成员, 其中, 还有一头与他关系最亲密的姐姐。 可在一次外出觅食后, 他们再也没有回来过。 当找到他们时, 只留下一句句失去了象牙的尸体, 冰冷地躺在一个坑洞中。 吞灵巷在那一次全部灭绝。 啊! 蛮精仰天发出愤怒的吼声, 声音震天动地, 整个炎蛇城都在颤抖。 事实上, 蛮精本性憨厚, 并不喜欢杀戮, 而身为食草动物, 他的杀心远远比不上狮子和雪黑。 在进入炎蛇城后, 他也只是盯着寒特, 以及可能造成威胁的强者。 可是现在, 但他看见同胞们的象牙, 被人类质做成了武器, 他才回忆起那些悲痛之事。 向前辈, 是捕蛇宗得罪的你们, 冤有投债有主, 为何连我们也要赶尽杀卷? 城主悲愤地喊道, 蛮精顿时瞪了过去。 这一句话, 就像是一枚火药, 将蛮精的愤怒彻底引爆。 你们人类, 都得死。 蛮精的怒吼声, 响彻天穷。 这一刻, 他不再有任何怜悯之心, 施展了他范围最大的杀伤性妖法, 一股股肉眼可见的气浪朝着四方横扫而开, 无数建筑被摧毁, 楼阁垮塌, 城墙倒塌, 无数人被震得脑浆崩裂, 魂飞魄散。 一些稍弱的修士被气浪波及, 肉身直接炸裂开来。 城楼上还打算发射第二枚闯弩的修士们, 一个个蹊跷流血, 抱头惨叫, 从高空摔下, 整片城墙都向后倾倒。 严蛇城的城主, 这位住击后期修士, 只是坚持了一个呼吸, 就脑袋暴力而亡。 他至死也不知晓, 哪里得罪了这位巨像? 人与人的悲欢并不相通, 和旷人与要。 蛮精悲愤的吼声传遍四野, 横扫八方。 方圆十里, 请客见, 化为废墟。 许黑看见这一幕, 不由倒吸了口冷气。 他动用飞针, 龙铃, 费尽心机, 才杀了五十来人, 悬放跑了一个。 结果蛮精一声吼, 这方圆十里, 一个火口都没剩下, 死了好几百人。 这整个岩蛇城, 也就一千修饰不到, 直接没了一半。 再加上那些逃跑的, 被雷尸群拨击死的, 岩蛇城内, 空荡荡的, 几乎找不到活人了。 许黑再次动手, 将剩余的几个漏网之鱼干掉。 至此, 城内再也看不到一个捕蛇宗的弟子了。 而上空的结丹七大战, 也进入了尾声。 那结丹老祖, 终究还是不敌这么多狮子的围攻, 败下阵来。 临死前, 他竟然瞄准了许黑, 俯冲而来, 直接展开自暴。 他知道, 许黑就是此次事件的主谋。 哼, 你做梦。 不仅是蛮精出面拦截, 紫电狮王也同时展开拦截。 许黑更是非常从心地向后暴退而去, 拉开安全距离, 速度前所未有的快。 小畜生, 我做鬼也不放过你。 那位没有姓名的结丹老祖, 不甘心地怒吼一声, 身体爆炸开来, 化作漫天能量, 向外横扫而去。 满精仰着鼻子一吸, 将所有冲击的气流吸入鼻腔, 生生炼化掉, 没让其波及开来。 紫电狮王展开雷盾, 立于许黑前方, 挡下了大量波纹。 最后波及到许黑身上的, 已经很少, 不痛不痒。 几个呼吸后, 彻底平静。 那位不知名的结丹老祖, 死无全尸, 连储物带也被他爆掉了。 呼哦, 许黑长出了一口气, 忽然, 他灵机一动, 做鬼也不放过他。 差点忘了, 许黑一拍储物带, 拿出了遗物, 正是一杆黑色的魂旗。 这是之前, 从四宗联盟的执法者白修手里夺来的, 名为射魂旗, 是那人的杀手锏, 具有储存灵魂的作用。 此类法宝, 极其罕见, 许黑杀了这么多捕蛇人, 也没有寻到一个有类似功效的, 那白修也是浮缘不浅。 许黑卷着射魂旗, 对着那老者死去的位置, 一挥。 吸入了魂旗内。 有用! 许黑眸光一亮, 再次一挥, 又有一丝阴气被吸入其中。 据传言, 人死后, 灵魂会残存在世间片刻, 就会彻底消散。 在那之前, 许黑要将此人的灵魂 吸入射魂旗中炼化。 既然你做鬼也不放过我, 那我也不能放过你。 许黑催动射魂旗, 连连舞动, 不断地将阴气吸入其中, 终于, 一个几乎完整的魂魄, 被吸入了魂旗内。 许黑神势一扫, 就看现一团拳头大的物状灵体, 在魂旗内盘旋, 隐隐传出咆哮声, 轮廓正是那老者的脸。 好好戴着, 许黑内心冷笑。 许黑并不擅长使用法宝, 曾因此吃过大亏, 如今, 他也算过了法宝的饮。 等将这老者炼化后, 可化作怨灵, 对敌时事放出去, 能起到奇效。 对啊, 既然死了这么多人, 应该多收集一些才是。 许黑眼前一亮。 当时, 那白修放出了五六个怨灵, 就逼得许黑吞掉雷火印, 以自残的方式才破解此招。 他若是吸收百八十个, 一次性放出去, 那绝对又是一大杀手锏。 许黑当即行动起来, 卷着射魂旗, 在一些助击修士死去的位置舞动, 吸收一个个魂体。 练气七的, 他瞧不上, 主要还是助击七。 狮群也没闲着, 开始搜刮地上的储物袋, 同时四处翻找, 看能否寻到一些有用之物。 身为妖兽, 他们也是第一次攻击人类的城市, 还成功了, 心中难免有些激动。 蛮精没什么心情寻宝, 他直奔岩蛇城的军火库, 将里面的象牙制品全部翻出, 逐一从武器上摘除, 收入鼻子里。 许多象牙制品, 他都能感应到熟悉的气息波动, 他们曾经都是蛮象族的成员。 一番搜刮后, 许黑收集到了16个主机器的魂魄, 100多个链气息魂魄, 因为时间过去太久, 导致很多都是残魂。 但许黑已经非常满意了。 他开始理解, 为何人类对法宝如此重视, 若是精心培养一个法宝, 关键时刻用出, 真能起到逆转战局的作用。 许黑是肉身, 真气太过强大, 往往一个法术就能解决对手, 这才经常忽视法宝的作用。 最后, 许黑直奔城主府, 那里还有一纸交莽镇铃没有收服。 许黑来到此地, 那镇铃已经虚弱不堪, 几乎呈现透明状, 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只不过, 在炎蛇城镇守三百年的他, 已经养成了刻进灵魂深处的守卫本能, 将野性早就忘得一干二净。 许黑尝试劝说, 镇铃却无动于衷, 依旧尝试攻击。 许黑不再废话, 直接拿出魂旗, 心念一动。 射魂旗, 收! 一股犀利作用在镇铃之上, 那镇铃惨叫不断挣扎。 许黑目光阴冷, 黑色蒸汽燃烧起来, 加大力度。 那镇铃一番惨叫后, 被强行地收入了魂旗内。 只要进入了魂旗, 经过日积月累的炼化, 可让其化为怨灵, 责任而逝。 管你生前是谁, 最后都会轮位没有情感的杀戮疯子。 许黑念在同类的份上, 给过了机会, 他可没那么多时间去感化对方。 许黑的神识一扫, 魂旗内那老者与骄莽的体积最大, 最显眼。 其次, 则是十六个柱基七魂魄破, 最后, 等这些魂魄都化为怨灵, 一并放出, 不知能否对接丹妻产生威胁。 杀人还有这些好处, 不许此行了。 许黑暗道, 喂, 那边的谁, 过来看看。 这时, 远处传来一道声音, 紫电雷尸正望着他。 许黑闪失而去, 来到了一处地下牢笼前, 上方原本有一个隔绝阵法, 可挡住神识的窥探。 此刻, 那阵法已被摧毁。 许黑神识探入地下, 顿时内心一震, 身体僵在了那里。 只见地牢内, 饲养了大量的蛇类, 密密麻麻, 树枝不尽。 这群蛇类, 什么品种都有, 总共十层, 一千个房间, 加起来都有上万了, 全都是反蛇。 而最底层, 还有饲养着蛇腰。 从铜灵漆到铸鸡漆都有。 最强大的蛇腰, 有十五米长, 是一只铸鸡后期的大脚蟒, 只是浑身被铁锁着, 洞也动不了, 身上插满了细管, 显得瘦骨鳞群。 居然这么多。 许黑早就知道, 捕蛇宗有养蛇的地方, 只是, 没想到, 规模如此宏大。 这地下饲养基地, 堪称一座地下城, 养的全都是蛇。 这还只是一个分堂。 捕蛇宗, 共有五座这样的分堂, 还有更夸张的总部。 那会是什么情形, 无法想象。 可能人类看这群蛇, 会头皮发麻, 但许黑却没有任何不适应, 他一个纵身, 钻入了地下养殖场内。 此地, 还有五个躲藏在此的捕蛇人, 被紫电雷尸垫晕了过去。 这些是你的仇人, 我没有杀死, 交给你处理了。 紫电雷尸淡然道。 多谢。 许黑点点头。 他进入地下, 静止来到了最深处, 饲养助基大腰的地方。 两旁的牢笼内, 每一个笼子都设定了单独的阵法, 关押一指大腰。 大部分蛇腰身上都插满了细针, 旁边连着玉瓶之类的容器传出刺鼻的味道。 许黑一看就看出这是抽离蛇胆, 蛇血的装置, 捕蛇人修炼的功法, 主要是依靠蛇胆与蛇血。 助基大腰不好培育, 于是他们选择活抽。 那条大脚蟒听见有动静后, 本能地抽出了一下, 眼中闪过恐惧之色。 但当他看现, 来者并不是人类。 而是许黑后, 明显愣了一下, 随即狂喜道, 这位兄弟, 快杀了我, 是一种幸运。 许黑眉头一皱, 旁边的蛇妖纷纷惊醒, 也跟着叫道, 奔公, 快杀了我, 小心人类来了, 快杀了我, 求求你, 我不想受折磨了。 不, 求你发发善心, 让我解脱吧。 各种各样哀求的声音传入许黑脑海中, 他们的兴奋大于恐惧, 常人唯恐避之不及的死亡, 是他们的解脱, 是他们的幸运。 那条助基后期的大脚蟒 已经被关进来五年了, 从一开始的二十米长, 水桶粗, 如今已经受的皮包骨。 每一次抽离蛇胆, 都是痛彻心扉。 他们的真气被封印, 全身经脉被封, 无法动弹, 连自尽都办不到, 只能眼睁睁看着生命流逝, 却无能为力。 许黑扫过每一条蛇, 将他们的情绪, 尽收眼底。 我是来救你们的。 许黑道, 不, 别救我, 我只求一死。 温公, 我不想活着。 众蛇妖们发出哀求的声音。 许黑面无表情, 将每一个捕蛇人的衣袍, 头颅, 释放出来, 还将魂旗展示出来, 在空中游动一圈。 嘈杂的声音, 刹那安静。 所有蛇妖, 全都目瞪口呆地看着, 全场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中。 他们, 都死了, 严蛇城被灭, 我真的可以让你们出去。 许黑平静地道, 众蛇妖的目光中, 那激动的希望之光涌现, 可旋即, 又迅速暗淡了下去。 有些东西, 已经回不去了。 其中一条老蛇叹了口气, 道, 我毒牙被拔, 毒囊被摘除, 已经失去了捕食的能力, 回去也是死。 另一条花莽, 沮丧着道, 我已经是一条废蛇了, 我不想让朋友看现我这副样子。 我经脉进断, 骨头被打碎, 无法修炼, 我的腰盒被挖走, 唯有一死, 各种各样无奈的声音, 不断地传来。 渐渐地, 蛇群慢慢安静, 直至死一般的沉寂中。 许飞这才意识到, 捕蛇人摧毁的不仅是他们的肉身, 还有他们的精神意志。 曾经, 他们也做过梦, 想逃离这个鬼地方, 重获自由,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求生的信念早已渐渐消亡。 他们的肉体还活着, 但精神已经磨灭, 变成一具具行尸走肉。 所留下来的唯一信念, 就是死去。 多谢恩公杀了这么多仇家, 恶趣我等心愿, 请恩公动手, 不要留情。 蛇群们齐声喊道, 他们感激许黑杀了仇人, 让他们获得自由, 那就自由地选择死亡。 许黑叹了口气, 决定尊重他们的选择。 他放出一枚鳞片, 发射出去, 将困住他们的阵法, 锁链全部击碎, 身上的细针抽离。 此地的筑击蛇腰, 总共也就十三条。 许黑在他们每一条蛇前方, 放下了一枚沉睡丹, 可短暂地忘记痛苦, 在安眠中死去。 这大概就是恻隐之心, 也是许黑能给予的最大的善意。 众蛇妖纷纷明白了许黑的意思, 全都热泪盈眶, 露出感激与激动。 恩公, 那一面旗帜, 应该可以搜集魂魄吧。 修为最高的大脚蟒, 看向许黑刚才拿出的魂旗, 问道, 没错, 我搜集了许多捕蛇人的藏魂。 许黑微微点头, 其余蛇妖们也都看了过来, 盯着那魂旗, 大脚蟒深吸口气。 我想恳求, 在我死后, 恩公也能收了我的魂魄。 许黑眉头微皱, 你可知晓, 收了魂魄, 意味着什么? 许黑沉声道, 此宝, 名为射魂旗, 可将魂魄炼化为怨灵, 失去自主意识, 只知道杀戮, 死后都不得超生, 我知道。 大脚蟒打断了他, 目光坚定不移, 随即, 低下了头, 若恩公能用我的魂魄, 击杀一位捕蛇人, 此生, 我将无憾。 他将那干瘪的头颅, 重重扣在了地上, 其余蛇妖见状, 毫不迟疑, 也将脑袋撞在地上。 请我死后, 恩公收走我的魂魄, 将我炼化为怨灵, 我要杀不舌人, 我也要化身怨灵。 各种各样激动之声, 在地牢内响彻。 许黑带着惊讶, 望向他们每一条蛇, 众蛇妖齐齐回望, 那一双双冰冷的瞳孔中, 竟然罕见地浮现出了希望之光。 这种希望, 即便他们解开枷锁, 众或自由也未曾出现过。 而当他们得知可以化身怨灵, 那种希望, 前所未有的强烈。 他们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那就是复仇, 请让我手刃仇敌。 一条花蟒一口吞下了丹药, 倒在了地上。 我无怨无悔, 老蛇吞下丹药, 闭上了双眼。 纵使永不轮回, 我也要化身怨灵, 杀尽捕蛇人。 大脚蟒吞下丹药, 一头撞在了墙壁上, 让自己头破血流, 倒在了地上。 一条又一条的蛇腰, 相继吞下那死亡之丹, 陷入了安静的睡眠中。 他们的遗言, 千言万语, 会成两个字, 复仇。 我的死, 是有价值的, 对吗? 一条年幼的黑鹰蛇, 扶下最后一枚丹药, 躺在地上, 说出了似曾相似的话。 在一时陷入混沌前, 他静静地望着许黑, 眼中带着期盼。 我向你们保证, 你们的死, 将是捕蛇人的噩梦。 许黑郑重道, 他在迟疑, 拿出魂旗, 对着上空挥去。 一缕缕魂魄, 无需他主动吸收, 自动从尸体头顶飘出, 投向了魂旗中。 那是一条条蛇的虚影, 他们奔向了美好的愿景, 奔向了希望。 不多时, 十三个魂魄无一例外, 全部吸入了射魂旗内。 与捕蛇人不同的是, 他们都具备完整的蛇形, 外形轮廓, 栩栩如生。 而捕蛇人, 大都是一个个星点, 或是一团球状雾气, 并不完整。 许黑喷出火焰, 将此地烧得灰飞烟灭, 就在许黑打算离开时, 突然, 他的射魂旗内传来了异动, 只见那些蛇妖的魂魄, 在进入魂旗后, 竟然齐齐暴动, 全都朝着捕蛇人的魂魄吞了过去。 他们张开大口, 一口一个, 将那些捕蛇人的魂魄吞噬掉。 一个个星点在消失, 就连那柱机器的魂魄, 也惨遭厄运, 被一口吞噬。 这, 吞噬了捕蛇人的残魂后, 这群蛇妖之魂, 似乎壮大了不少, 看上去更加凝实, 实力增强好几倍。 不多时, 一百多个炼器魂魄, 十六个铸鸡魂魄, 全被吞噬干净, 只剩下十三个壮大的蛇妖之魂, 更让人意外的一幕出现。 那原封不动的阵灵, 焦蟒之魂, 不知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 只见他眼含愤怒, 仰天思明, 对着旁边的老者魂魄就扑了上去。 死! 复仇! 复仇! 焦蟒之魂不断发出怒吼, 向那老者的脸部撕咬, 每一次进攻都能吞掉大量的魂力。 而一旁的十三个蛇妖之魂 一同围攻了上去, 对着那结丹老者展开围杀。 那老者还想反抗, 许非目光一闪, 催动魂旗将那老者镇压住, 任凭蛇群围攻。 只是片刻, 那结丹老者就被吞得一干二净, 魂飞魄散, 永世不得超生。 吞掉了老者魂魄后, 那焦蟒之魂 以及十三个蛇妖之魂 全都闪烁点点星芒, 似乎比之前壮大了。 尤其是那焦蟒之魂 眼中的茫然已然消失, 竟然对着天空低下了头, 似乎是在行李。 这样的情况, 让许黑都始料未及, 也不知是好是坏。 不管怎样, 肥水没留外人田。 许黑暗道, 损失了一百多个魂魄, 却是被自家蛇魂给吞的。 接下来, 许黑来到了通灵七蛇妖的牢房内, 这里的蛇妖没有经受过折磨, 没有活抽胆汁, 捕蛇人都是直接杀了吃, 整个炼化。 许黑将所有蛇妖释放, 将反蛇也给放了。 同时, 许黑开启了一条通道, 直通外界。 蛇妖们对他深深屹理, 带着各自的族群, 离开了这暗无天日的地下牢笼。 许黑长出了一口气, 随着实力提升, 他的心境也在变化。 许兄, 是时候撤了。 外面传来蛮精的声音, 他刚刚洗劫了军火库, 找回了许多象牙制品, 还有尚未加工的象牙, 象骨。 而狮子们也捣毁了捕蛇宗的藏金阁, 单房等存放财物的地方, 只是并未找到太多值钱的东西, 应该是被人趁乱带走了, 可能藏在某个储物袋中。 预检倒是有不少, 作为妖兽也能参考一二。 事不宜迟, 这就走。 许飞没有拖延, 立即爬上了蛮精的后背。 蛮精脚踏虚空, 冲出了岩蛇城, 狮群们也跟在后方, 深入闪电, 迅速离开此地。 在他们离开后, 过了约莫半个时辰, 一名气色阴霾的老者浮现在天空云层上, 浩瀚无边的神石扫下, 将岩蛇城里里外外扫了一遍。 随着神石的扫过, 老者的脸色愈发难看。 哼, 我补蛇宗已经很久没吃过这么大的亏了, 竟然还是一群畜生所谓。 老者的声音很平静, 只是越平静越是愤怒。 师兄, 天魁宗的使者就要上门了, 还是莫要冲动好。 旁边传来一道平和的声音。 这该死的天魁宗盯了我们半年了, 若非如此, 玄阳子也不会遭此大劫。 阴霾老者暗恨。 秦国进军时, 他们没有如其余四宗那般战队, 这就是问题所在。 多说无意, 回去应付那位使者。 万蛇谷, 徐黑, 蛮精, 以及狮王进行了一波简单的分赃。 这次攻城, 徐黑没有出太多力, 全是蛮精江湖山大阵攻破。 而击杀杰丹老祖也是狮群干的。 徐黑只是镇压了一个虚弱的阵灵, 杀了一堆蝼蚁。 尽管如此, 在蛮精的坚持下, 徐黑依旧是分到了三分之一的宝物, 狮王对此也没什么怨言。 那句母狮本想说实吗, 但被狮王一个眼神给盯了回去。 家庭地位, 不如这样, 别的我什么都不要, 我只要灵石。 徐黑道, 两妖对视一眼, 同时点头。 母狮们的眼中也多了一分欣喜。 灵石, 大多是作为修士的货币, 或是日常修炼所需, 对于妖兽而言, 用处不大。 妖兽主修肉身, 更多的是靠吞噬天才地宝, 以及其他妖兽, 修士尸体。 说起来, 岩蛇城内的修士尸体, 基本被狮群吃了光, 这些还没算进去。 那这些灵石都给你, 反正对本王没用。 狮王拿出了收获的灵石, 许黑则是拿出各种宝物进行交换。 普通的下品灵石, 许黑不在意, 他的眼中只有那方形的上品灵石, 足有五枚。 再加上许黑之前所获, 他身上的上品灵石已经达到了十六枚。 许黑不知道, 那妖神顶上的蛟龙要吞多少才够, 但十六完全可以一世。 这一次, 我收获也不小, 还获得了两本精细法术, 要好好修炼一番。 蛮惊到。 子殿狮王深深看了眼许黑, 哦, 许黑是吧, 我叫雷蒙, 如有什么急事, 可用这传讯御检联络我, 但如果没事, 别来烦我。 他留下了一枚传讯御检, 带着母侍后公团, 起身离去。 雷蒙对于这暴躁老哥, 一言不合就攻城的狮子, 许黑还是印象深刻。 这雷蒙不简单, 他也许早就看出, 杀他妻子之人, 并非捕蛇宗弟子。 许黑内心暗道, 之前的一战, 雷蒙为杀劫丹老祖, 所展现出的状态, 不像是一个脑热愚蠢之辈。 可能他早就明白, 许黑只是借他之手, 进攻捕蛇宗。 许黑摇了摇头, 没在这方面纠结, 不管对方能否看出, 雷蒙能留下传讯遇见, 还愤出了灵石, 已经表达了善意。 尽管嘴臭了一点, 天际间, 雷蒙语意震动, 急驰而行。 他的身后, 一头母师道, 大王, 那小蛇也许是在利用你。 对啊, 九妹也许不是捕蛇宗杀的, 捕蛇人跑到乌山口干事吗? 另一头母师也附和道, 这重要吗? 雷蒙反问, 母师们顿时语色, 别得了便宜还卖乖, 想想这次你们吃了多少人。 雷蒙一句话, 让后宫团集体陷入沉默, 瞒金留下传讯符后, 也离开了万蛇谷。 许黑钻入地下, 凿出了一个宽敞的空间, 随后将那方方正正的上品零食 全部拿出, 他一个一个地吞进肚子, 贴在妖神顶表面。 这表面的龙形雕像, 原本以许黑的见识, 还以为是蛟龙, 可实际上乃是真龙。 许黑也是后来才知道 真龙的含义。 自上古以来, 真龙不可见, 残留在世间的 都只有稀薄的蛟龙血脉。 比如那三阶阵灵, 就是一指蛟嘛, 连蛟龙都不是。 唯有原因期以上, 才可能出现蛟龙。 真龙远在蛟龙之上, 那又会是什么境界? 许黑算了算, 真龙需要九遍, 一个大境界一遍, 那将是他无法想象的程度。 第一枚上品零食, 很快被真龙雕像 给吸收干净。 许黑又吞下了第二枚, 第三枚, 一枚接着一枚, 许黑一连消耗了七枚, 还没有结束。 不会吧, 这是个无底洞。 许黑内心一颤, 他可是杀了这么多人, 还洗了一座城, 还不容易才攒到十六枚, 一个结单期休士 都未必有这么多。 许黑把心一横, 继续吞噬。 就在许黑消耗第八枚后, 这真龙雕像出现了微光。 八枚, 算上我之前的两枚, 总共是十枚。 许黑内心计算, 哄, 一道意念冲入了许黑的脑海中。 紧接着, 那恢弘幽远的声音 再一次响起。 鱼龙百变, 下品龙族绝学, 习得此身法, 可掌握万千变化之妙, 肉眼不可见, 神识不可查, 踏进区穿阵法, 如履平地, 无数资讯, 汇聚成片, 传入许黑的记忆中。 也不知过了多久, 许黑再次睁眼, 他的眼中只有深深的震撼。 鱼龙百变, 龙族身法。 许黑从来只学过五行法术, 都是从人类手中所获, 玄从没见过妖兽法术。 更别说龙族了, 这鱼龙百变身法, 彻底开启了他的新世界大门。 鱼龙百变, 共有九层。 第一层, 可加快挪移速度, 同境界无人可伤其身。 第二层, 速度更快, 可制造出残影。 第三层, 残影画迁, 真身难寻。 第四层, 幻影实画, 可制造身外化身。 第八层, 可改变外形, 变成鱼类妖兽。 第九层, 可千变万画, 任意画形, 真正的鱼龙百变。 许黑回想起这鱼龙百变的内容, 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 九层, 一层比一层逆天, 到了后面, 还能随意地穿过阵法, 而不被阵法察觉。 尤其是最后一层, 可千变万画, 甚至可以变成人。 当然, 体型差异过大, 还是不行。 若是许黑变成人, 那怕是会变成竹竿子, 细面条, 一眼就能认出是假的。 变成大象也不行, 只能变成体型相近的。 九层太远, 还是从第一层练起吧。 许黑估摸着, 以这功法的难度, 真正练到第九层, 已不知猴年马月。 原来, 给这真龙雕像喂灵时, 就会反馈一本龙族绝学, 赚大了呀。 不过许非怀疑, 下一次喂, 食美肯定是不够了, 也不知道要多少。 南狱, 捕蛇宗总部。 这一次, 总部闭关的何欣长老, 大量出关, 只为迎接那天溃宗使者。 与其说是迎接, 不如说是严阵以待, 以防发难。 这位使者到来之后, 二话不说, 开口就索要十万灵石, 这让所有长老惊怒不已。 不过, 在食者打伤两人后, 捕蛇宗还是乖乖将灵石奉上。 而等身为我秦伯的修士, 交点税怎么了? 若是老实一点, 这税就一年一收, 若是不配合, 老子天天来收税, 不交也得交。 这位食者冷笑, 收好灵石, 扬长而去。 十万灵石, 对捕蛇宗而言, 也不是一笔小数目, 很多接单长老都没这么多灵石。 这天溃宗, 欺人太甚, 拿我们当猪仔啊。 众长老内心愤怒, 却不敢多说实吗? 这是他们惹不起的人。 使者大人, 还请留步。 突然, 坐在首座的大长老开口道。 此人, 正是先前在岩蛇城出现的阴霾老者, 修为达到了结单中期巅峰, 好因明子。 除了宗主和一些必死官的太上之外, 就属他的修为最高。 哦? 你还有事? 天溃宗使者回头, 眉头微皱。 因明子手一挥, 一个储物袋飞到了他旁边。 使者大人不远万里前来, 多有辛苦, 这是在下的一点心意。 顺便为刚才的怠满, 赔个不是。 因明子略带歉意的道, 使者接过储物袋, 神石一扫, 里面居然有两万灵石, 这让他眉毛一条。 这可不需要上脚, 属于他的私人收益。 你是有事相求吧? 使者面无表情地收下, 因明子也没遮遮掩掩掩, 抱拳道, 之前摧毁岩蛇城的妖兽, 大人应该听说过吧。 略有耳闻, 使者点点头, 若是天溃宗, 能将那蛇妖擒住, 我将送出三十万灵石, 作为酬精, 因明子抱拳道。 此言一出, 所有长老都吸了口冷气。 三十万灵石, 这已经是捕蛇综过半的积蓄了, 送出去将伤筋动骨, 元气大伤, 在场的长老, 都要多年没有俸禄, 所有人的脸色都起了变化。 哦? 对巨像没兴趣, 对雷尸也没兴趣, 只想抓一条最弱的蛇, 还拿出三十万, 使者轻移一声, 皱眉道, 能否告诉我, 这是为何? 抓蛇事小, 只是想给贵宗一点赠礼, 希望日后, 使者大人能高抬贵手, 因明子恭敬弯腰, 态度诚恳。 这一番说辞, 合情合理, 似乎找不出什么漏洞, 只是人谁都能听出, 因明子话里有话。 使者眉头紧锁, 沉思片刻, 点头道, 此事我会上报, 由宗门定夺。 恭送使者! 使者不再多言, 转身离去。 离开后, 这位使者依旧在沉思。 他想不通, 三十万零食, 以惊请的洞一群结单妻出手了, 难道真的只是在送礼? 他本想私自出手, 将那蛇妖情回来, 独吞这三十万, 可转念一想, 还是打算禀报上去, 以免其中有诈。 此刻, 捕蛇宗大殿内, 人群已然炸开了锅。 所有人都不理解, 凭什么出三十万抓蛇, 这是他们无数年才攒下的积蓄。 大长老, 这是为何? 我等亲自去一趟, 那蛇妖手道擒来, 为何要将多年积蓄拱手送人? 各种疑问传来, 阴明子只是冷冷道, 你们难道看不出来吗? 众人不由地一愣, 那蛇妖, 我老早就觉得不对, 又是傀儡术, 又是人类法术, 还有各种法宝丹药, 树枝不尽, 修为更是一日千里。 你们觉得, 这是一条野蛇能办到的吗? 阴明子冷冷道, 其中一名老狱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陈生道, 您是说, 这妖蛇背后有人? 没错, 阴明子点了点头, 起初我也只是怀疑, 可昨日, 我从那赏金猎人口中得知, 那蛇妖竟然会一行换位, 这可是天魁宗的不传之命。 整个天魁宗也只有少数嫡传弟子, 才掌握了此数, 全场陷入了死迹之中。 还有去年, 燕落将冠船上, 那秦玄姬是怎么说的来着? 他让我们无需理会那条蛇, 他自会处理。 哼哼, 如今看来, 真是讽刺, 阴明子自嘲道。 事实上, 他们老早就觉得不对, 一条蛇, 怎会如此变态? 一己之力, 灭了悬崖子麾下所有人, 还带着一群妖兽, 踏平了岩蛇城。 他们不相信凡蛇逆天, 只相信有靠山。 这是天魁宗暗中培养出来, 用来针对他们的棋子, 这就合理多了。 众人纷纷恍然大悟。 我出那三十万, 意思很明确, 让他们高抬贵手。 我总已经损失了一个岩蛇城, 若是再损失个青蛇城, 王蛇城, 那可就不止三十万这么简单了。 因名字无奈道, 其余长老也都纷纷叹气, 这三十万零食只当是交个保护费了。 此时的许黑并不知晓, 捕蛇踪脑补出了什么内容? 他在万蛇谷等了好多天, 也不见有人打上门来。 其实, 许黑做好了思想准备, 若真有强无敌的老怪物上门, 他打不过, 该溜还是得溜, 前提是带上许白, 这是他为数不多的朋友, 可不容有失。 许黑的神识一直留了一点, 用来观察老狗给他的玉石盘, 别的心思都用来修炼鱼龙百变。 日子一天天过去, 玉石盘上始终空空如也, 别说是杰丹七老怪了, 就连柱姬七、 炼七七的红点都吉少看到, 即便是有, 也都是匆匆而过, 绝不靠近万蛇谷。 许黑不明所以, 光阴似箭, 日月如梭, 眨眼之间夏季过去, 秋季过去, 又到了年末。 许黑的鱼龙百变, 开始第二层。 如今的他, 身法不说百变, 起码有了一些章法, 不像之前, 纯靠速度撑着。 刷刷刷, 池塘上, 许黑瞬间来回穿梭了十几次, 没有激起一丁点水花, 时左时右, 诡异莫测, 更是留下了一道残影。 留下残影, 这就是第二层的标志。 半年时间才练到第二层, 这九层也不知猴年马月。 许黑叹了口气, 这半年来, 许黑的主修功法也没落下。 真龙九遍, 第二遍, 断龙骨。 许黑发现, 他尾巴尖端的骨头出现了一丝弹精的光泽, 修味也提高了一点点。 尽管只是有了初步变化, 但尾巴的力量却暴增了好几倍。 砰。 许黑尾巴砸在了池塘上, 水花激起, 进气震荡, 留下一个百丈大的深坑。 池中水击射上天, 如雨落下, 这随便一击就能打爆助击后期的脑壳。 许黑的黑色真气, 已经让他在筑机器内难寻敌手, 而一旦龙骨成形, 他的肉身力量也随之暴增, 这给了他极大的自信。 去找蛮精练练手, 自信心爆棚的许黑去了一趟蛮象族。 这半年来, 许黑时常会去象族切磋, 已经将蛮象族所有高手都挑了一遍, 就差蛮精了。 然而, 让许黑无语的是, 他无论用什么招式, 怎么抽打, 蛮精都闻死不动。 只见蛮精体表, 升起了一层圆形的金色光盾, 打在上面毫无反应, 连波纹都不起。 哈哈, 十点戒, 这是我上次得到的精细法术, 油漆化精, 专精防御。 你这点力量还不够? 蛮精哈哈大笑道。 许黑再进步, 他也同样在进步。 许黑感觉自己受到了羞辱, 他用上了龙铃, 全力切割出去, 但依旧没用, 只能划破一点外壳, 转眼就被修复了。 连续三番, 许黑连破防都做不到。 算了, 我放弃了。 许黑无奈, 注击跟结丹的差距, 真不是一丁点。 当然, 他也有杀手剪没用, 比如那射魂棋。 蛮精, 我打算去人类的城市转一转, 采购一些物资, 你有什么需要的? 许黑道。 哦, 你要去人类城市? 蛮精略微诧异, 只见许黑一拍储物带, 拿出了一个人偶, 摆在面前。 这是许黑用一个散修的尸体, 炼制的血肉傀儡, 与那禽双, 孙剑类似。 这散修, 是许黑在进宫研蛇城石剪刀的, 相貌普通, 放进人堆里都认不出来的那种。 此人的储物带也是干干净净, 一穷二白, 连身份令牌都没有。 用此人潜入城市, 再好不过。 当然, 除了这人, 许黑还制作了一个备用, 以及备用的备用, 原来是傀儡。 对于许黑的傀儡术, 蛮精深有了解。 他想了想, 哦, 我也没什么需要的, 如果有空, 帮忙采购一些香蕉, 哦, 还有西瓜, 香蕉, 西瓜, 许黑无语。 你特么就不能选一点正经的东西吗? 法宝丹药都可以啊。 他是, 没想到, 蛮精是一个吃货, 这十米高的身躯, 怕是多少都不够吃。 呵呵, 我也有孩子了, 他喜欢吃那玩意。 蛮精憨厚地笑道, 许非顿时一震, 看向了一座温泉旁, 那里有一只母像, 以及刚出生不久的小象。 原来如此, 许非点了点头, 道, 我会留意的。 许非收起傀儡, 离开了蛮象族, 直奔北方而去。 这次采购, 是因为他下品零食存得太多了, 数百人的储物袋, 总共七万多零食, 还有乱七八糟的法宝需要出售。 许非离开山林, 先是路过了一趟陈家镇。 如今, 王鼎与他的妹妹王晴都进入了陈家作事。 王晴是丫鬟, 王鼎成了家丁。 许非之前传授的土纳术, 两人都学会了, 这并不是完整的功法, 无法诞生修位, 但强身健体, 炎年异寿还是能办到的。 正因为如此, 王鼎才被招了进来, 做一些匹柴做饭之类的杂活, 这才没被饿死。 同时, 他也没忘了读书。 使者, 传到授业解惑, 咦? 蛇, 王鼎顿时一震, 目光看向了院子东边, 正打算喊出蛇仙前辈, 但犹豫了一下, 防止隔墙有耳, 没有说出。 许非无语, 他隔了千米远, 只是用神识观察, 这都被发现了。 蛇仙前辈没有露面, 应该是不想见我, 罢了, 他能在梦中传我土纳术, 已经是莫大的恩泽。 王鼎没说时吗, 只是跪在地上, 对着东边磕了一个响头。 对于这个淳朴的山村少年, 许非不想让他踏入仙途, 那是一个残酷, 没有人道的世界。 一旦开始修仙, 就像是鱼上了岸, 鱼将不再是鱼, 人也不再是人。 许非没有逗留, 迅速离开, 朝着北边大城市挤驰而去。 然而, 许非并不知道。 从他传授土纳术的那一刻开始, 王鼎的路就已然注定, 那是一条血腥, 残酷, 没有尽头的路。 修仙, 踏出半步, 就无法再回头。 南域核心, 楚阳城。 经过半年的权力修复, 楚阳城早已恢复了繁荣, 这是秦圣楚的关键一战, 这一座城受到了重点关照。 半年来, 人口大量迁入, 无论是修饰数量, 还是经济实力都超过了楚国当年鼎盛时。 这一天, 一个平平无奇的中年男子走到了楚阳城门口, 此人的方脸大鹅, 双目呆滞, 嘴巴干枯, 相貌属于丢尽人堆都认不出来的那种。 他的头发乱糟糟的, 穿着厚厚的大衣, 腰缠麻袋, 臃肿的像是一个大包子。 也幸亏是冬天, 不然这造型会被当成神经病。 原本许黑是打算蒙面的, 可如今, 全国都在抓奸细, 抓楚余孽, 禁止蒙面净成, 许黑只能无奈摘下面罩。 净成, 需缴纳五两银子。 守门的侍卫道, 他看了眼许黑的外观, 直皱眉。 银子? 许黑一愣, 连忙在身上摸索起来。 他摸了半天, 竟然摸不出银两, 这让许黑很是尴尬。 这时, 侍卫在他脸上盯了半声, 脸色一变, 急忙颤抖道, 前辈请进, 我们不收钱了。 另一个侍卫也脸色一白, 后退几步。 嗯? 不收了。 许黑咒没到, 你们不会抓我吧? 不会不会, 修饰进城巷来免费。 两个侍卫连忙摇头, 许黑没有多想, 起身走入了城门内。 许黑入城后, 两个侍卫对视一眼, 等待了许久, 直指许黑完全走远, 这才低声议论起来。 那个人是, 没错, 不会假, 每一个通缉犯的画像我都认识, 那人正是马腾, 输得倾家荡产, 还欠了天龙赌方一千零十的, 正被赌方通缉呢? 嘘, 小声点, 修饰的感知极其敏锐, 别被听见。 两人脸色变幻, 不敢多加讨论。 许黑进入城后, 没走多远, 就发现了不对劲。 他发现, 一些路人正在若有若无地打量着自己, 盯着他的脸看, 只是许黑回头一扫尖, 就匆匆回避。 他的脸很奇怪吗? 还是说, 他的身材太显眼了。 许黑的本尊就藏在衣服里, 确实臃肿了一些, 但这是合理的胖。 许飞想了想, 速度渐渐加快, 内心警惕。 楚阳城, 分为内城与外城, 那城是修饰区域, 面积占三分之一。 许飞进入内城后, 直奔中心的万宝阁交易区。 突然, 一群修饰从街口闪射而来, 直奔许黑而去, 掩路凶光。 许飞下意识地想把腿就跑, 但还是止住, 马腾, 你还敢现身? 你好大的胆子, 给我打。 那卫手的黑衣修饰一挥手, 旁人一拥而上, 拿着棍棒, 对着许黑就拳打脚踢而去。 许黑并不想惹事, 但他瞬间看出, 这群人与着身体的救主人有过节。 原来此人叫马腾, 真是倒血没了, 一来就碰到这种事。 许黑后退一步, 引力术开启, 直接将众人先飞了出去, 摔得人仰马翻。 这还是许黑留了一手, 没有杀人的结果。 这, 所有人都一脸惊骇。 那黑衣修饰脸色一沉, 道, 马腾, 你可知道, 反抗赌方的下场。 说人话, 别打哑谜, 你们究竟要干什么吗? 许黑不耐烦地道, 那黑衣修饰也是气笑了, 冷冷道, 你欠了我们赌方一千三百零食, 还敢抵赖不成。 啊? 许黑愣住, 搞了半天, 就为了这点钱。 许黑忽然意识到, 他这具身体的原主人, 只是一个炼气七修饰, 一千三百零食, 绝对是超级巨款了。 要知道, 当初他从照一多的黑色玉石中, 发现了上千零食, 可惊讶了好一阵子。 黑衣修饰也认定, 马腾不可能还得上钱, 这才直接大打出手。 一千零食, 助击修饰都要存很久很久, 炼气七, 若没有天大的造化, 一辈子也赚不到这么多。 至于马腾, 是如何欠上的? 那纯粹是一百零食, 拆东补西, 力滚力, 滚到一千三的。 许黑出来乍道, 不想太招摇, 他打算稀释宁人, 归还一千零食算了。 可转念一想, 若是他轻易就拿出了一千零食, 说不定弄巧成拙, 反倒引人注意。 许黑权衡立弊后, 一丝柱机器的威压散发出去。 那黑衣修饰正准备发难, 顿时身体一震, 脸色苍白, 瞪着同龄大眼道, 柱, 柱机。 这种气势, 让他真气受阻, 浑身发毛, 绝对不是伪装的。 许黑拿出了一储物袋, 往里面装了一百零食扔了过去。 我只有这些, 再敢跟着我, 休怪我翻脸。 许黑说完, 转身就走。 他估摸着, 这人原本就是欠这么点, 只是被高利贷滚起来了。 黑衣修饰接过储物袋, 眼中依旧残留着震惊, 他打死也想到, 这烂鬼赌徒数年不限, 竟然能突破助击。 其他打手也都惊呆了, 这还有天理吗? 马, 马前辈。 一转眼, 黑衣修饰就换了一副态度, 跟了上去, 连称呼都变了, 还带上了谄媚的笑容。 这变脸的速度, 让许黑都是一愣。 周梅道, 你还有事? 前辈, 是这样, 黑衣修饰顿了毒, 态度恭维道, 我们天龙赌方, 隶属于万宝阁麾下。 您的欠款若是不结清, 就永远在失信名单中, 在任何地方的万宝阁, 都无法消费, 也无法交易。 你也只能, 黑衣修饰善笑两声。 按照赌方的规矩, 若是炼气漆, 欠下上千零食, 就是通缉犯。 但如果是住机漆, 也顶多一个失信, 不至于被勤拿。 修为不同, 信誉额度也不一样。 我是如何欠下这么多的? 秉着一个正常穷鬼的思维, 许黑追问起来。 是这样, 您当年在赌方借了120块零食, 逾气不悬, 按照我们的利息, 一年就要翻一倍, 但也有封顶, 就是利息不得超过本金的十倍。 早就封顶了, 也就是1320块零食。 十倍封顶, 也是防止一些老赖失踪个数十年, 回来后翻个几万倍, 想归还都还不起, 这才有了封顶的规矩。 黑衣修饰也看出了许黑的男色, 又补充道, 前辈若是手头紧, 只需签下这分期还款的协议, 万宝阁就能立刻将您从黑名单中化掉。 黑衣修饰拿出一枚玉剪, 递了上去。 许黑接过玉剪一看, 不由面色古怪。 协议中, 将他的欠款分成了三年归还, 每月归还一百, 又要额外多选两倍。 许黑看得头疼, 直接拿出一千二百零食甩了过去, 转身就走。 多谢前辈, 前辈慢走。 黑衣修饰收好零食, 满脸笑容。 该死的人类尖上。 许黑第一次进城, 就被人类给气到了。 这万宝阁用心歹毒, 若是在外面, 他恨不得一巴掌拍死。 这时, 一名黑衣妙龄女子走了上来, 年纪轻轻, 容貌绝美, 衣着跟刚才的修饰类似, 都是赌方的人。 马前辈, 如今您是我们天龙赌方的贵客, 来处阳城, 是有什么事情要办吗? 小女可以为您安排, 上好的洞府, 酒楼, 交易会, 拍卖会, 或是要几个小娘子, 都能安排妥当。 或者, 前辈还想赌一把的话, 我们赌方可以为您将额度提高到五千, 滚蛋。 许黑冷喝一声, 将这女人直接震飞了出去。 这妙龄女子也是被吓到了, 但不敢发作, 只是恭敬弯腰道, 马前辈若有什么需求, 欢迎给小女传讯。 许黑理都不理, 直接就走。 嘿, 太他妈黑了, 他都说没钱了, 竟然给他提高额度, 还想骗他去赌。 有钱人给你榨干, 没钱人榨成富的。 虽说天龙赌方, 只是万宝阁的麾下势力, 但也让许黑对万宝阁好感降到了最低。 内城, 教方司。 在楚阳城, 清楼分为好几个级别, 教方司无疑是最高阶的, 里面的女子各个都是容貌绝顶, 还有不俗的身份。 高官家眷, 落魄贵族, 修士之女, 甚至还有练习期的女修士, 只要有足够的零食, 什么女子都能找到。 此刻, 一处庭院内, 一名稚嫩的少女正在打扫卫生。 大门开启, 走来一名黑衣修士, 正是先前天龙赌方之人。 马圆圆, 你可以走了。 黑衣修士淡然道。 你说什么? 看着这位当年将他迈到此地之人, 马圆圆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很走运, 你父亲马腾偿还了债务, 修位更是达到了住基期, 教方司自然不敢再扣押你, 你可以走了。 黑衣修士目光淡漠, 抬手一点, 将马圆圆体内的封印解除了, 他的修位也成功恢复。 马前辈如今是万宝阁的贵客, 你可以去万宝阁找他。 他说完后, 没去理会那早已目瞪口呆的稚嫩少女, 静止转身离去。 马圆圆待了许久, 诗魂般地跌坐在了地上, 泪水夺框而出。 娘! 万宝哥, 方氏, 此地有众多修士摆地摊, 或是出售, 或是收购。 外围的都是一些炼器器修士, 内部的则是筑机。 许飞漫不经心地扫过一家家摊位, 没找到石没有用之物。 要是黑黄在就好了, 以他的鼻子应该能闻出一些宝贝。 许黑暗道。 突然, 许黑目光一凝, 神识锁定在了检测玉石盘上。 只见上面有一个大红点, 就在这附近。 楚阳城有结单妻修士, 许黑早就知晓, 并没在意。 可这红点就在眼前, 就在这摊位主中。 许黑内心震动, 傀儡的脸上却很平静, 目光看向了角落那位紫发男子。 此人相貌很陌生, 却给许黑一种熟悉感, 尤其是那种毒一无二的浪子气质, 似曾相似, 让许黑想到了一个人。 韩特? 许黑暗中用蛇性子闻了闻, 韩特的气息他认识, 当许黑靠近过后, 再次嗅了嗅, 心中确信此人就是韩特。 只不过易容了, 这人的修位也压制到了助击后期, 不知打什么主意。 嘿, 这位道友, 看上哪件宝贝了? 这些可都是难得一件的真品, 价格实惠, 同所无期, 统统只要五千零食。 韩特见许黑在打量, 不由看了过来, 笑道, 许黑扫了眼他面前摆住的三件宝物, 齿孔的机关盒子, 一面漆黑的镜子。 看见那镜子的一瞬间, 许黑瞳孔一缩, 这特么就是黑黄的那面镜子, 真镜子明明在他手中。 眼前这个, 无疑是假的。 见到许黑的目光, 韩特顿时眼睛一亮, 指着镜子介绍道, 这位道友好眼光, 此尽地来立即其神秘。 据说, 乃是上古时期, 远古摩修遗留人间的至宝, 具有鬼神莫测之效。 许黑听的是嘴角抽搐, 此人弄出一个假镜子, 如此吹捧, 还一套一套的, 不觉得尴尬吗? 五千灵石, 这已经能劝退绝大部分驻机修饰了。 许黑所获的储物袋中, 拥有五千灵石以上的, 也就玄阳子的几个清传弟子, 和两三个深藏不露之人。 那古图又是什么? 许黑问道, 这是一张上古一记的地图, 说起来, 这地图的来头可大了, 韩特又开始了一通吹嘘, 说是两个节单期修饰, 为了争夺这古图争得头破血流, 最后被他侥幸获得。 那一记, 他曾经组团去过, 还有一个节单期修饰带队, 但整个队伍的人都死了, 就剩他一个人活着出来。 至于机关盒子, 就是在一记中发现的。 许黑指的允许后, 拿起机关盒子看了看, 上面有一个钥匙孔, 这尺寸许黑默然一惊。 他从那老原的黑玉石储物法器中, 发现过一把钥匙, 尺寸似乎与这钥匙孔吻合。 不会这么巧吧? 许黑静意不定, 但表面上不畏所动, 平静地放了回去, 继续关注起那面镜子来。 实则内心在犹豫, 要不要买下这机关盒子。 五千零石可不是小数目。 咦? 这不是紫霞阁那面镜子吗? 怎么会在这里? 这时, 身后传来一道惊奇的声音。 许黑扭头看去, 身后说话之人是一名青年修士, 衣着华贵, 气度不凡, 应该是大足子弟。 韩特脸色一变, 左右看了看, 压低声音道, 道友认识此物。 没错, 贵族修士微微点头, 走上前道, 曾见过一次, 怎么会在你手中? 韩特闻言, 叹了口气, 道, 此镜存放在紫霞阁多年, 但无人能看透其奥秘, 直到有一天, 一妖魔到走了那镜子。 而那妖魔, 就是借助此镜, 击败了玄阳子。 后面这两句话, 韩特压低了声音, 像是传音一样, 只让许黑与那贵族修士两人听见。 那贵族修士脸色立刻变了, 显然也是有所耳闻。 我也是机缘巧合, 才获得此镜, 细节不便多说。 韩特道, 贵族惊议道, 这镜子具体有何作用? 作用吗? 韩特深吸一口气, 压低声音, 神秘兮兮兮地道, 可以制造新魔。 这下, 不仅是那贵族青年脸色大变, 许黑也同样惊议不定。 这被韩特说得煞有其事, 若非真品, 就在许黑手上, 他都要上当受骗, 出钱购买了。 当真? 你不会是骗子吧? 那贵族青年怀疑道, 韩特鄙夷的瞥了他一眼, 眼路不屑, 既然你不信, 我可以示范一下, 前提是你得买。 那贵族青年犹豫片刻, 咬牙道, 若真如你所言, 可以制造新魔, 此宝将价值连城, 我白某人必买。 韩特顿时掀起一丝笑容, 看好了, 韩特拿起了镜子, 口中默念出一段法觉, 镜子发出了微弱的光芒, 对着那白姓修饰一照。 突然, 白野的脸色变了, 像是看见了什么可怕的事物, 向后连连退去。 竟然真的是, 心魔。 他目光惊恐, 胸口一凹, 如遭重击般倒飞出去, 喷出一口鲜血, 彭扶前方有一无形之人, 正在攻击他。 韩特收回镜子, 冷笑道, 这下, 你信了吧? 白野连忙点头, 心有余悸道, 信了, 我信了。 许黑看得一头雾水, 刚才, 他用尽各种手段, 也不知道那白野面前有什么, 但看此人的表现, 似乎真的受到了袭击。 难道说, 这韩特真的透过那面镜子, 制作出了一件房品? 许黑突然冒出了这么个念头, 若是这样, 他都有买下的念头了, 房品也是法宝, 可以研究。 糟了, 白野一抹储物袋, 顿时极了, 我没带过五千零食, 我能不能先欠五百, 我立刻回去拿, 那可不行, 此地盖不赦账。 韩特皱眉, 白野急得直跳脚, 对着许黑道, 道友, 能否借我五百, 我马上就喊你双倍。 不, 三倍。 许黑果断拒绝, 白野没办法, 急得额头直冒汗, 给我留着, 我马上回去拿钱。 说完, 他就以最快的速度消失了。 许黑望着那人离开的背影, 心中打定主意, 正打算拿出零食购买。 突然, 许黑身体一僵, 他仔细看了看韩特的表情, 再看看那远去的白野, 心中蹦出了一个可怕的念头, 这两人, 该不会是合伙串通起来演戏吧? 一个卖假货, 一个当托, 演得如此逼真, 煞有其事。 过程全都是真的, 只有镜子是假的, 若是遇上半了解此事之人, 说不定真的上当了。 许黑甚至怀疑, 韩特留了一头紫发, 就是故意让人看出他是韩特, 是唯一与玄阳子有过接触之人, 更加深了这一套骗局的可信程度, 而买东西之人, 知道韩特再销赃, 也不会去拆穿。 这, 这, 许黑无力吐槽, 若非他开了天眼, 知道真镜子, 就在他身上, 肯定会上当受骗。 全都是真的, 只有镜子是假的, 许黑倒抽了口冷气, 他忽然觉得城市套路太多, 他只想回山里带着。 见许黑还在犹豫, 韩特眉毛一条, 道, 其实, 你可以买下, 然后转卖给他, 还能导手赚一笔。 许黑沉默许久, 终究还是拿出了一万零十的储物袋, 递了过去。 这机关盒子也有趣, 我也一笔买了。 许黑拿走了机关盒子, 以及那镜子。 哈哈, 道友好爽, 这是镜子的使用方法。 韩特扔过去一枚玉剪, 被许黑接住。 接着, 韩特又开始推销那张上古地图。 家境贫寒, 告辞。 许黑拱了拱手, 转身离开, 速度飞快, 装作一副获得了重宝, 小心被人惦记的样子。 万宝哥, 方氏, 许黑离开后没多久, 那白家修士就回来了。 他左右四顾, 小心翼翼地凑到了韩特身边, 低声道, 韩前辈, 成了吗? 成了成了, 小赚一万, 这是你的报酬。 韩特一边飞快收拾摊子, 一边拿出一个储物袋, 扔给了白野。 多谢前辈, 白野激动得不行, 这已经是今年卖出去的第五面镜子了, 白小友演技了得呀。 韩特夸赞道, 哪里哪里, 跟着韩前辈, 吃香喝辣。 白野笑道, 不过, 这人年纪轻轻, 竟然能拿出一万, 确实罕见。 那人是天魁宗弟子, 能不有钱吗? 韩特道, 两人没有逗留, 收好摊子, 迅速离开了方式, 换下一个地方。 客栈内, 许黑拿出了激光盒子, 先是尝试蛮力破开, 发现纹丝不动, 神识也探测不进去。 随后, 他才拿出了老元手中获得的钥匙, 将钥匙插入锁眼中。 咔! 一声脆响, 无需拧动, 这机关盒子自动开启, 露出了里面的东西。 许黑瞳孔一缩,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 指剑盒子里, 装着一个紫色的珠子, 巴掌大, 内部流淌着无数紫色的电弧, 雷光四溢, 闪电咆哮。 尽管有外壳包裹, 但许黑可以明显地感受到, 旗内蕴含的毁灭效能量。 这是, 雷结珠。 许黑仔细感受了一下, 之前白修就用过乞丐版的雷结珠, 威力惊人。 眼前这个, 明显是真正的雷结珠, 吸收了天结之力, 可爆发出四九天结, 威胁到结丹器。 许黑神识探入, 立刻有一股毁灭性的能量传来, 惊得他连忙收回神识, 不再怀疑。 盒子开启后, 这机关盒子失去了防御效果, 自动化为了飞灰。 许黑陡然意识到, 若是那机关盒子被蛮力强行开启的话, 会立刻引爆这雷结珠, 死无葬身之地。 只能找到钥匙, 不然就是废品。 这么说来, 韩特也并非完全是个骗子, 他所描述的事迹可能是真的。 回想起之前韩特的言论, 除了有些夸大吹嘘的成分, 过程基本属实。 许黑又拿出了那张古地图, 神识探入其中, 找到了那遗迹的具体位置。 位于乌山深处, 一处地下溶洞中, 清晰标注了进入的入口, 非常详细。 地图上还描绘了大致结构, 与其说是上古遗迹, 不如说是一座大墓。 机关盒子的发现地, 也被标注了, 位于大墓外围的一处暗室中。 许黑将地图踏印了一份, 收藏好, 雷结珠也专门放入一个储物袋中, 此物极其危险, 要小心保管。 地图的价值不提, 能买到一枚雷结珠, 一万零十就不亏了。 这是实实在在, 能对结单期产生威胁的宝物。 许黑再看了眼那把钥匙, 不由一愣。 他发现, 这钥匙在开启盒子后, 似乎短了一截。 难道说, 这一把钥匙, 使用次数还有限制? 许黑眉头紧锁。 一天后, 许黑离开客栈, 进入万宝阁的商铺, 将之前获得的脏物, 卖出去了一部分。 为了赶时间, 许黑眉在价格上纠结, 至少让利了两成。 两天后, 许黑换了一个人类傀儡, 重复之前的行为, 再次卖出去了部分脏物。 许黑没敢一次性全部卖完, 而是分批次, 以不同的身份, 在不同的区域出售, 渠道也不同。 或是摆摊, 或是去点档, 或是卖给商铺, 或是拍卖会。 一连出售了七天, 许黑才将所有对他无用的杂物, 全部卖完。 总计获得了三万零十。 这期间, 许黑也购买了大量培员单, 用于筑基期的修炼, 以及各种灵果, 天才的宝, 对妖兽有价值的东西。 花费的更多, 但如此庞大的资源, 足够他修炼到中期了。 中途, 许黑也不是没遇到建材起义, 对他偷偷跟踪之人。 都被许黑暗中解决, 人类傀儡又多了两个。 这样的遭遇, 更加深了许黑的警惕性。 此地不能再呆了, 不知多少人暗中盯着我, 收获已经足够, 今晚就离开。 许黑心中暗道, 这天, 许黑换上了出来的第一个身份, 马腾。 这个身份, 自从他与韩特交易后, 就一直没用过, 今天才换回来, 反倒是最干净的。 许黑刚走出客栈, 旁边突然传来一道清脆的女子声, 爹。 许黑不由一愣, 转身看去, 只见一名逗寇之年的少女, 正抓着衣袖, 目光紧紧盯着她, 眼眶中湿漉漉的。 此女的相貌与马腾十分相似。 许黑听过马腾的事迹, 输光家产, 欠下一屁股债跑路, 连老婆孩子都输了。 看样子, 她还清债务后, 这孩子倒是离开了教访司。 许黑没什么兴趣, 扭头就走。 爹, 这是娘走后, 唯一留下的东西, 说要给你还债, 请你拿好。 马圆圆冲到了许黑跟前, 拿出了一串手链。 许黑眉头微皱, 神石一扫, 她立刻从那手链之中, 察觉到了一丝奇异的毒素, 尸骨丹。 这手链, 若是时常待在身边, 尸骨丹的毒会逐渐地入体, 直至彻底爆发, 即便是助击修饰, 也很难跟除。 再看着马圆圆, 表面上很正常, 但眼神之中, 暗藏的恨意, 经历过这些天的许黑, 一眼就便别了出来。 天龙赌方, 骇人不浅, 许黑心中暗叹, 她对这女子没什么恨意, 站在她们的角度, 毒鬼附侵害死她母亲, 让年幼的她被卖到教方厕, 产生杀意也正常。 恐怕这些日子, 马圆圆就是在担惊截律, 才弄出这样的复仇计划。 助击修饰, 无法击败, 只能采取这种手段。 我不是你父亲, 莫要自卧。 许黑平静说了一声, 转身就走, 不再理会此女。 马圆圆听闻此言, 眼中的恨意, 已然滔天, 再也无法压制。 她拿出一把飞剑, 咬破舌尖, 绽放出了全部羞尾, 鲜血从浑身渗透出来, 朝着许黑后被刺去。 碰, 马圆圆倒飞而出, 倒在了路边。 暗中, 一处巷子里, 之前从许黑手中, 收走一千三百零食的黑衣修士, 忍不住扼腕叹息。 竟然失败了, 这马腾好生警惕。 黑衣修士遗憾道, 她女儿采取这样的手段, 都被她识破, 随手击杀, 说明此人性情博凉。 我等还是莫要再招惹好。 旁边一名老者探道, 黑衣修士, 名为张狂, 是天龙赌方的一位负责人, 专门负责追债。 一周前, 她献马腾轻易地拿出了上千零食, 又突破到筑基期, 认定其有大机缘。 再加上马圆圆主动上门, 寻求复仇马腾的办法, 张狂便将计就计, 给了她母亲的遗物, 并在遗物上加持了尸骨丹的毒。 只要马腾接过那手链, 不出两天, 就会毒发, 实力暴跌。 那个时候, 就是他们杀人夺宝之日。 走吧, 这马腾还是别惦记了, 他已经不是当年的毒鬼了。 旁边的老者催促道, 其身打算离开。 可惜了, 张狂叹了口气, 他了解毒鬼的心理, 一旦马腾还想赌, 他有无数种方法, 让其交出机缘, 吐出所有财产, 也无需采用这种手段。 而马腾不赌了, 那他们也没辙。 就在两人打算离开巷子时, 巷子口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影, 冷冰冰地看着他们。 马, 马前辈。 张狂顿时脸色一变, 他怎么也想不到, 马腾竟然发现了他们。 可以想到, 身边有这位住击中期的老管事在, 他也没有胆怯, 笑问道, 前辈这是有什么事吗? 给您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们天龙赌方的朱管事。 我是负责练七七的, 您身为住击修士, 以后一切事物就由朱管事来负责。 张狂指着身后的老者, 朱管事跟着点了点头, 笑道, 无论马道有想玩什么, 我们天龙赌方都可以满足。 他正好整以侠地说住, 突然感觉眼前一花。 快退! 朱管事脸色大变, 他刚想寄出法宝, 只见许黑以一种恐怖的速度, 几乎是瞬一般来到了他境前。 正是龙族身法, 鱼龙百变。 鱼龙百变, 以人类傀儡施展的效果, 不足本尊的一半, 但对付一个住击中期, 根本不在话下。 咔! 一双有力的大手, 将朱管事的脖子扣住, 整个人提了起来。 朱管事骇然失色, 他发现自己的身体完全动不了了, 法宝无法催动, 连真气都被锁死了, 全身旁扶遭到了挤压。 没什么别的技巧, 就是引力术。 只是在黑色真气的加持下, 许黑的引力术, 已然达到了逆天之效。 另一位张狂还想逃走, 同样也被引力术给揪了起来, 提到了跟前。 玩什么?都满足? 命! 你们玩吗? 许黑冷冷道。 张狂与朱管事全都脸色煞白, 头皮发麻。 对方明明是助击出气的修为, 为何抓他们跟抓小鸡一样? 道友别冲动, 有话好好说, 我们天龙赌方有什么得罪的地方, 你有什么要求, 只管讲,都可以商量。 朱管事颤声道。 许黑面不改色, 看了眼张狂, 冷冷道。 我没什么要求, 既然这位人兄一直劝我去赌, 那就如你们所愿, 我去赌一把。 张狂已经快吓尿了, 嘴唇哆嗦, 浑身发抖, 道, 道友, 误会, 误会, 许黑不再多言, 心念一动, 一道真气凝成的细丝, 钻入了张狂的经脉之中。 呜, 张狂顿时浑身抽搐, 眼皮外翻, 一时在渐渐模糊。 许黑动作加快, 一条又一条真气细丝, 钻入张狂体内, 接在其关节之处, 完全融入躯体。 傀儡机关术, 第二层, 地魁术, 包含三种术法, 灵体之线, 移形换位, 白魁镇。 这一招, 正是灵体之线。 孙剑曾使用这一招, 拿来对付许黑的傀儡, 许黑的大蛇傀儡, 当场就失去了知觉。 而此刻, 许黑拿来对付活人。 不出片刻, 张狂就彻底, 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权, 被许黑炼制成了活魁。 他的意识还在, 只是无法开口说话, 无法做出表情, 只能跟一个木偶一样, 任凭百步。 你, 一, 见证这一幕的朱管氏, 吓得亡魂大冒, 一股寒流直冲天灵盖, 这是前所未有的恐惧。 天魁宗, 嫡传弟子。 朱管氏内心出现了如此, 一个可怕的念头。 原本, 他还想以施压人, 以天龙赌方的分量, 再加上后台万宝阁, 此人断然不敢拿他们怎样。 可见识了灵体之线后, 朱管氏已然绝望。 天魁宗, 那是秦国的超级庞然大物, 战争的主导者。 而万宝阁, 只是一个做生意的。 此刻, 朱管氏肠子都毁清了。 他们猜测马腾是有所大机缘, 大造化, 唯独没想到, 这人压根就不是马腾, 而是被人炼制成了傀儡。 早知如此, 给他们一百个胆子, 也不敢招惹这么个煞心啊。 前辈, 误会啊, 我不知道您是朱管氏悔恨的。 废话这么多。 许黑再次施展灵体之线, 将朱管氏也控制了。 朱管氏修为略高, 控制起来稍微麻烦一点, 可有黑色蒸气的加持, 加上对方早已万念俱灰, 只是花费了半个时辰, 就搞定了。 事实上, 一周前, 许黑就考虑过要不要承认他是傀儡。 但为了谨慎起现, 许黑隐藏了傀儡的身份, 这也导致天龙赌方判断失误。 这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因为天魁宗弟子, 身份过于尊贵, 很容易被人传开, 从而引起不必要的关注。 如今, 他即将离开, 这点关注也无所谓了。 许黑拉着两个火葵, 跟在后头, 自身走在最前方, 朝着天龙赌方走去。 穿过一条繁华的街道, 许黑抵达了楚阳城中心地带。 这是万宝阁麾下, 最繁荣的商业区, 斗兽厂, 教方司, 武斗厂, 酒楼, 应有尽有。 天龙赌方就在其中, 也是人流量最大的地方之一。 如今, 正是黄金时间, 街上挂满了长明灯, 黑夜如白昼。 傀儡马腾走在最前方, 后面跟着张狂与朱管事, 如同牵着两条狗, 走入了天龙赌方内。 赌方内是奢华, 如同皇宫, 各种吼声, 叫骂声不绝入耳。 哎哟, 这不是我们的贵客, 马大人吗? 欢迎欢迎。 一位旗袍女子走了上来, 笑容满面, 马大人今天想玩什么? 很显然, 这旗袍女子认识马腾, 马腾试赌成性, 在天龙赌方早已是知名人物, 每一位接待都会抢着棒上他, 又其大赌特赌, 能获得不少提成。 许黑神石一扫, 此地的花样还真不少。 有最普通的头子, 却排高阶点的赌石, 还有斗兽, 斗奴隶, 斗昆虫。 只要你有足够的零食, 你甚至能随便叫两个人上台斗法, 装加给赔率, 客人压胜负。 不管想玩石码, 都可以玩。 哪怕抓一个路人来猜拳, 都可以。 这里是赌徒的天堂, 也是赌徒的地狱, 不知多少人输得倾家荡产, 卖儿卖女。 就许黑这么一扫间, 就目睹了两起输光之人, 在那里崩溃大哭。 因为此地是内城, 来这里玩的都是修士, 大部分都在练习期。 修位越低, 越是容易上头。 反倒是筑基修士, 比较少见, 能突破筑基, 心性上自然不同寻常, 也就是来图跟乐子, 很少沉迷其中。 不过, 筑基修士, 往往也是玩得最大的, 随便输个几十灵弹, 不心疼, 他们都是这里的贵客。 许黑收回神时, 看向眼前的旗袍女子, 道, 想玩石吗? 都可以。 那当然, 只要您愿意, 石吗都可以。 旗袍女子娇笑道, 悄然间用上了魅术。 她身为职业接待, 不仅擅长语言诱斗, 擅长心理学, 更是精通魅术。 她早也安排, 让马腾今天赢个上百零食。 输与赢都可以暗中操控。 先把此人的引勾起来, 日后多的是机会慢慢磨。 好。 许黑点了点头, 当然道, 我今日来, 不玩零食, 玩命。 此言一出, 周遭陷入了短暂的寂静。 玩命, 这在天龙赌方可不多现。 旗袍女子明显愣了愣, 随即反应了过来, 笑道, 原来马大人喜欢玩这个, 我们天龙赌方奴力不少, 妖兽也不少, 都是可以玩命的, 只要您, 砰。 话音未落, 许黑一巴掌扇出, 这旗袍女子的脑袋直接被打飞了出去, 滚落在地上, 鲜血狂涌。 你误会我了, 我说的完命, 是这个意思。 那旗袍女修士的头颅滚落到大厅一边, 全场嘈杂的声音瞬间就安静了下去, 众人全都向后退去, 以免殃及吃鱼。 也有一些修士, 面带冷笑, 一副看热闹的姿态。 上一个在天龙赌方杀人的, 坟头草都一米高了。 你好大的胆子, 敢在天龙赌方内杀人? 找死! 一名蚂蚁老者出现, 二话不说, 抬手就朝着许黑镇压下去, 一张蒲扇大手, 似泰山压顶, 从许黑头顶落下。 此人的修为达到了筑基大圆满, 面对许黑这种闹逝者, 一出手就是必杀。 许黑本尊已隐身扶藏在地下, 单凭这一具分身, 还无法抗衡如此强者。 但许黑面不改色, 取出射魂旗, 扬天一挥。 嗖嗖嗖, 其中陡然暴闪出了一大群虚幻蛇头, 朝着天空的大手撕咬而去, 每一口都咬下一个大缺口, 顷刻间手掌土崩瓦解。 有点手段。 瓦一老者眼睛眯起, 取出一尊铜炉挥出, 心面一动, 铜炉中吸引力陡然爆发, 内部燃起大火, 似要将那群蛇魂吸入其中, 生生炼化。 突然, 其中一指胶芒仰头, 喷出一串毒液, 胶住在了铜炉上。 这一尊铜炉发出痴痴之声, 冒出青烟, 瞬间气化, 连渣都不剩。 什么? 蚂蚁老者目瞪口呆, 陷了鬼一样向后暴退, 只见那胶蟒腾空而上, 张开大口, 朝着他脑袋咬来。 三接妖兽的魂魄, 蚂蚁老者惊骇欲绝, 绝望大喊, 方主救我。 哄, 一道无形之力震荡而来, 那头胶蟒身形受阻, 停在半途, 但依旧是口吐毒液, 沾到了那老者的衣袖。 啊! 凄厉的惨叫声响起, 蚂蚁老者当机立断, 将手臂斩了下来, 那条手臂瞬间化为飞灰。 许非将射魂旗一挥, 所有魂魄收了回来, 那只胶蟒也飞回了魂旗中。 这群蛇妖之魂经过成长, 已经初步具备了一些本能, 不像是只知道杀戮的怨灵, 他们有一定的自主意识, 因此, 放出去之后还能收回。 半空中, 约末中年, 肤白腿长, 朱唇好齿, 有种成熟女子的韵味。 她正是天龙赌方的方主, 柳如烟。 想不到, 我这小小的赌方, 竟然招来了一位贵客。 柳如烟平静地道, 语气听不出生气的意思。 方主, 断了一臂的蚂蚁老者, 急忙传音, 死子当众杀人, 若是不格杀掉, 他们颜面何在? 你退下。 柳如烟瞥了她一眼, 蚂蚁老者身形一颤, 公身告退。 随后, 这位红袍女子看向许黑, 微笑开口。 这位贵客, 不知你想玩什么? 我已经说过, 玩命。 许黑面不改色。 好, 我天龙赌方自古有规矩, 客人想玩什么, 都可以满足。 柳如烟微微点头, 这样离奇的一幕, 引得全场人群哗然。 天龙赌方, 这可是万宝阁麾下最挣钱的势力, 经济支柱, 纵然是结单妻休士, 也不敢在这里闹事。 可这位中年男修, 当众杀人, 还断了那位老管士一臂, 就这么被放过了。 他不是出了名的赌鬼马腾吗? 老婆孩子都卖了的。 这是怎么回事啊? 天, 马腾何时有如此背景? 众人纷纷猜疑, 这马腾是走了什么狗屎运, 不仅突破到了筑基期, 还有了滔天背景, 竟然敢在天龙赌方杀人, 而不被擒拿。 此地在场之人, 大都是楚国本地人, 擒国的狠手。 他们这辈子, 都没接触过天魁宗那门弟子, 压根想不到傀儡上面去。 许多人对这种傀儡, 代替真人的手段, 都是闻所未闻, 也只有天龙赌方的高层能意识到, 但也没拆穿。 许黑走到了一处擂台前, 手一挥, 一个人影飞上了擂台, 正是被他控制的张狂。 你与我对赌, 你派人上台, 与此人一战, 若是你的人赢了, 我输给你一万, 若是没赢, 你输给我一万, 如何? 许黑淡然道, 柳如烟微微点头, 道, 可以。 他挥了挥手, 奴隶当中走出了一名壮硕男子, 站在了擂台上, 此人达到了练气器大圆满, 与张狂修卫等同, 旁边围观之人已经看傻了眼, 这明明是负责追债的张狂, 竟然跟奴隶一样上了站台, 而且看他的表情似乎很平静。 其余人, 也可以下主, 赔率一赔二, 我召皆不误, 给你们一炷香的时间考虑。 许黑道, 众人面面相去, 没人敢下主, 这种事情一看就不简单, 正常人谁敢掺和。 不过, 在场有很多毒鬼, 智商极低, 又容易失去理智, 以及一些大有来头之人。 片刻后, 还是有不少人下主。 我买一百, 张狂赢。 我买那个奴隶赢, 买三百, 不多时, 许黑就收到了三千零十的赌金。 我买五千零十, 张狂赢。 最后一单, 是一位青年修饰下的柱, 此人气质桀骜, 容貌俊秀, 年纪轻轻, 却达到了柱姬中期。 这人是白家少主, 白秋水。 此人天动奇才, 据说是罕见的完美柱姬, 连柱姬后期都可以一战。 旁边想起了窃窃私语, 许黑不由一愣, 他还是第一次听到完美柱姬这个词, 出现在别人身上。 白家, 许黑也不止一次听到这个家族, 据说是秦国的名门大族, 白修, 白野, 都是白家人。 白秋水看了眼许黑, 微微点头。 许黑没有理会, 直接道, 开始。 许黑话音一落, 就控制张狂冲了上去, 展开厮杀, 奴隶反应也不慢, 迅速稳住阵型。 那奴隶经过无数次生死大战, 无论是法术, 还是肉身淬炼, 都达到了炼七七的极致, 单论实力, 显然是强过张狂不少。 然而, 张狂是许黑在控制。 哄, 打了没几招, 许黑就控制张狂, 抱着奴隶自暴, 两人同时与命当场。 所有人都傻了眼, 他们玄从没见过擂台战自暴的。 平局, 通收。 许黑将之前下注人的零食, 全部收了起来, 包括柳如烟的小赚一万八千。 许黑也不理会众人愤怒的表情, 将朱信管事派上了擂台, 道, 第二轮, 我让他出战, 你也派人吧, 规矩照旧。 朱管事修为助击中期, 并未完全受控, 他的眼中有着深深的恐惧, 看向柳如烟, 似乎在求助。 柳如烟深吸口气, 声音变冷, 这位贵客, 我尊敬你, 给了你几分面子, 还望你是可而止, 我天龙赌方, 也不是任人欺压的地方。 柳如烟岂能看不出, 许黑没别的想法, 就是来砸场子的。 当住这么多人的面, 他陪着玩一次, 那是给面子, 可若是蹬鼻子上脸, 连住机器的高管也敢杀, 那他颜面何存? 能担任方主, 他也不是好欺负的, 真以为天愧宗弟子, 他就怕了不成。 是吗? 许黑冷冷一笑, 从储物袋中拿出了遗物。 你声音太小, 刚才的话我没听见, 可否重复一遍。 许黑的眼中绽放寒芒, 掌心微微用力, 手中的珠子正散出毁天灭地的气息, 一丝丝雷弧扩散, 发出闷雷乍响, 正是那雷结珠。 快逃! 全场骇然失色, 向后风狂退去, 就连那白秋水也是脸色狂变, 后退数百丈, 甚至拿出了保命的小挪一幅。 柳如烟再也无法淡定了, 脸色巨变, 惊声大喊, 道有冷静, 有话好好说。 柳如烟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雷结珠, 战争大杀妾, 有价无事。 此珠的制作极为艰难, 唯有修饰杰单之时, 引来天结, 又有大神通者在一旁, 以无上炼气之法, 聚雷结味一点, 才可能凝化而成。 这样苛刻的条件, 导致雷结珠无法量产, 用一枚少一枚。 此人是什么身份, 竟然弄得到雷结珠。 道有别冲动, 一切好商量, 放下雷结珠, 可好。 柳如烟实在是怕了, 这就是个疯子, 我一点也不冲动, 只是手有些抖, 受不得刺激。 你最好别说一些刺激我的话来。 许黑平静道, 行, 一切按照你说的办, 第二轮继续, 可好。 柳如烟急的汗都快冒出来了。 雷结珠最大的特点, 是不分敌我, 用了就是同归于静, 但威力绝对无庸置疑。 当年, 他布置了无数三杰防御阵法, 用了无数法宝, 还有前辈高人护道, 才勉强扛过四九天杰, 为此身负重伤。 这要是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引爆天杰, 别说是他了, 整个天龙赌坊, 甚至半个商业区都要玩玩。 许黑盯着他, 沉默许久, 这才放下雷结珠, 收了回去。 柳如烟终于松了口气, 围观的群众, 早已没了看戏的心情。 除了几个别不怕死的回来了之外, 大部分都一晃而散, 逃离了天龙赌坊, 以免那疯子真的引爆雷结珠, 波及旁人。 白秋水犹豫了很久, 还是硬着头皮回来了, 也不知脑子里再想是吗? 片刻后, 这里只剩下了赌坊的员工, 奴隶, 以及少数坎坷。 柳如烟派出了一名助击器的老奴, 上了擂台, 随着许黑的一声令下, 两人即刻展开厮杀。 这时, 刚刚断闭的老管事回来了。 方主, 事情调查清楚了, 起因是这样的, 老管事透过传音, 将事情交代了一番。 这两个混账东西, 柳如烟听完, 面容扭曲, 心中将张狂与朱管事, 祖宗十八代都问候了一遍。 这两个桑门星, 招惹谁不好, 偏偏招惹了这么个疯子。 开赌坊的, 献不得光的事情太多了, 尤其是负责收债的, 什么逼良未娼, 绑架杀人, 那是家常便饭。 甚至一些不愿赌的, 可以诱骗他的家人孩子来赌。 凭借这些种种手段, 天龙赌方是万宝阁麾下, 最赚钱的生意。 平时, 柳如烟也懒得去理会。 可这两人, 竟然连对方是谁都不调查清楚。 一周前, 从马腾手中敲诈来一千三百零食, 人家没找麻烦, 已经很走运了。 如今, 又怂恿马圆圆去暗算。 难怪别人, 要上门砸场子。 哎呀! 朱管氏四肢被扭断, 七粒惨叫, 最终, 以自爆收尾, 又落了个同归于尽的下场。 一下子, 天龙赌方损失了两位猪机器, 堪称前所未有的耻辱。 柳如烟暗叹一声, 今日, 也只能自认倒霉了, 拿出一万零食送了上去。 继续, 许黑拿出了雷结珠, 朝着赌方内部走去。 柳如烟咬牙跟上, 不知, 这位贵客还想玩多久? 柳如烟问, 玩到天荒地老, 玩到输光未止。 许黑痴笑道, 输光未止, 柳如烟眼皮直跳。 旁边的赌方成员, 都是一副咬牙切齿的表情。 哼, 当初是你们的人让我玩的, 怎么今日我来了, 反倒不欢迎了。 许黑皮笑若不笑, 不敢不敢。 柳如烟表面恭维, 心中继续将那两人诅咒了一通。 接下来, 许黑开始玩人与妖兽大战。 天龙赌方, 饲养了很多妖兽, 或是买的, 或是抓捕的, 都套上了类似驱兽圈的玩意, 可以人为操控。 透过这种小手段, 暗中控制输赢, 从而赚取赌金。 赌博, 十赌九输, 赢的方法只有一种, 不赌。 当然, 许黑这种方法除外, 你若是能拿着雷杰猪去赌场, 别人保证让你赢钱, 就让那纸老鼠, 与那纸大猫打。 我押老鼠赢, 赌金一万零十。 许黑指了指笼中的鼠腰与猫腰, 众人面面相觑, 那老鼠只是通灵期中期, 那指猫腰却是后期, 又有血脉压制, 怎么赢? 柳如烟给旁人使了个颜色, 那位管师立刻安排, 将两指腰兽带上擂台。 厮杀开始, 只是一个照面, 那只鼠腰就被咬在了口中, 毫无还手之力。 咔! 突然, 许黑的手一抖, 雷杰猪出现了细微的震动, 身体也跟着紧绷。 住手! 所有人都是脸色大变, 那位老管师立刻心念一动, 老鼠陡然发狂, 从猫嘴里挣脱, 而那指猫诡异地唯靡下来, 被一口咬断了脖子。 鼠腰! 险上! 许黑的手也不抖了, 拿走赢到手的零食, 心情舒畅。 白秋水突然有些后悔, 他为什么要上来看这场戏? 这分明是在刀尖跳舞, 这就是个疯子, 变态! 白秋水向来性格桀骜, 可面对这种狠人, 也是提不起一丝狂妄的心思。 至于为什么跟上来? 他主要是好奇, 对方是如何人前显胜的, 他想学习一下。 这可是一门深奥的学问。 你, 还有你, 上台, 跟那头熊瞎子打。 许黑随便在人群中指了两人。 我? 这两人都是赌方的员工, 负责接待之类, 全都傻了眼。 那老管释手一挥, 直接将这两人扔了上去。 结果可想而知, 许黑又赚到了一万零食, 那两人同时归西。 接着, 许黑又陆陆续续玩了各种花样, 迎走了总计五万零食, 这样的损失, 即便是柳如烟都感到一阵肉疼。 他们赚得不少, 可大部分都是要上贡, 自己没剩多少钱。 快去查, 天魁宗有哪些弟子, 来了楚阳城? 柳如烟暗中催促道。 是, 老管释迅速离开。 许黑来到了赌石的区域, 这里的石头, 声称是从零食矿区挖出来的, 里面可能会出现上品零食, 以及罕见的炼器材料。 但大部分都是垃圾。 许黑懒得细看, 拿出吞零剑, 切开一个又一个, 一排一排切了下去, 切出了不少材料。 很多宝贝都被他一不注意给切坏了。 所有人都是看得嘴角直抽。 这片区域总计一千块石头, 标价至少都是十枚零食, 最贵的上百, 就这么随随便便给切光了。 更离谱的是, 许黑只切出了两个上品零食, 和一堆不怎么值钱的玩意, 可见多么寒酸。 真黑, 太黑了。 许黑破口大骂, 众人都是敢怒不敢言。 按照标价的话, 这一千多蛋头卖出去, 可以卖到五万零食以上, 但切出来的东西总价值不超过五千, 也就十分之一。 许黑摇头大骂, 走入了下一片赌石区, 继续切割。 这里的石头, 一个个奇大无比, 还有比人高的, 比房子高的, 价值也贵得惊人。 标价最低都有五百, 最贵的, 竟然达到了十万。 许黑用神石扫了扫, 穿透不进去, 索性直接开窃。 这位贵客, 外围的石头就罢了, 这里的石头, 都是万宝阁重点关注的, 有些蕴含极大的危险, 请你考虑清楚后果。 柳如烟严肃道, 白秋水也跟着提醒道, 没错, 我曾经见过一位修士, 在这里切出来了一把斜兵, 当场就将那修士斩杀了。 许黑一听这话, 觉得言之有理, 而且, 他一进入这片石区, 就感到隐隐有一丝窥探感, 在他身上扫尸, 说明这暗处悬藏着高手, 可能是专门守护这片石区的存在。 柳如烟的目光, 一直在盯着许黑, 眼睛眯起, 他想看看, 许黑会是什么反应, 会不会知难而退。 若是退缩的话, 搜。 突然, 许黑拔剑斩下, 切在了最近的一块, 价值三千零食的巨石上。 老子连雷劫珠都不怕, 还怕, 这区区的危险。 许黑冷笑, 柳如烟内心一沉, 知道没戏了, 这就是个疯子。 咔! 巨石裂开, 显露出里面的血光。 一道血线从石头中飙射出去, 许黑拿出射魂旗一收, 吸入旗内, 里面的蛇群疯狂吞噬起来, 片刻就将这残魂吞了得干净。 这, 围观的人群都是一愣。 许黑将巨石完全切开, 这里面居然是一具人类海骨, 那残魂, 就是从海骨的脑袋里飞出去的。 这是, 上骨修饰。 白秋水晶亚道, 上骨修饰? 怎么可能? 上骨时期至今不知多少万年了, 它们的尸体早就化成灰了。 有人保持怀疑, 白秋水解释道, 上骨修饰的体格比我们要强壮许多, 它们精通练体, 灯骨极佳, 骨头都要粗壮一圈, 这就是证据。 白秋水指着那海骨, 众人仔细一打量, 与自身对比, 还真是那么回事。 这海骨起码有两米多高, 每一根骨头都要粗大了三成, 如同小巨人一般。 上骨修饰, 人人都是完美铸鸡, 如今的铸鸡漆放在那个年代, 根本就是蝼蚁。 白秋水探道, 身位罕见的完美铸鸡, 它对此有绝对的话语权。 别看它可以轻松越级战斗, 可放在上骨年代, 它实面也不是, 人人都能越级, 那就不是越级了。 许飞没说实吗? 手一挥, 这海骨立刻化为了飞灰, 不管此人生前是什么修味, 无数年过去, 早已没了价值。 突然, 这片骨灰之中, 落下了一块指甲盖大的黑石头。 许飞目光一宁,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将整个骨灰, 包括那块不起眼的黑石头, 收了起来, 几乎没人注意到这个细节。 接下来, 许飞又连续切割了数块石头, 什么宝物也没开出, 倒是开出了一道剑气, 差点斩断它傀儡的胳膊, 里面啥也没有。 这让许飞明白, 即便是这高阶赌石区, 想开出宝物, 也几乎不可能。 许飞瞄准了一块标价三万的石头, 一键切下去, 却发现只是切入了一寸, 就再也无法切割了。 坚硬的离谱。 此时名为清单, 需要有筑机巅峰的破坏力, 才可破开。 柳如烟在一旁悠悠地解释道, 许飞皱了皱眉, 他的本尊并不在这附近, 龙龄也不想暴露, 略作成因后, 他收回了飞剑。 好了, 今日到此为止。 许飞知道, 凡事不可过火, 对方肯定在暗中调查他的身份, 说不定已经找到了天魁宗的高层, 正在赶来的路上, 算了算时间, 差不多了。 许飞试着将这石头收入储物袋, 发现纹丝不动, 只好放弃。 贵客这是要走了吗? 柳如烟的眸子中, 有肉眼可见的欣喜。 怎么, 不想我走, 我也可以玩到天亮。 许飞笑道, 柳如烟的笑容顿时一将。 哼, 我还有要事, 今日就算了, 希望下次我来楚阳城, 还能收到邀请。 许飞皮笑若不笑, 众人心中暗骂, 赶紧滚吧, 谁邀请你, 谁是傻子。 柳如烟的内心早已忍无可忍, 只是脸上保持着笑容, 道, 日后, 只要贵客以马腾的身份入城, 我保证盛情相邀, 那我一定如愈而至。 许飞拱手道, 告辞。 他手握雷结株, 转身离开。 走出了这片石区后, 那种灰探感就消失了, 这让许飞暗松口气。 这暗中之人果然只是守护着这片赌石区, 不会盯着其他地方。 许飞下意识地看了眼黑黄给他的检测浴石盘, 发现这附近只有柳如烟一个大红点。 这让许飞奇怪, 那暗中之人照他猜测, 怎么也是一个高接点的结单修士, 为何探测不出来? 看来这玩意也不是万能的。 许飞暗道, 在各种目光的注视下, 许飞明目张胆地离开了天龙赌方。 在他走出去后, 身后一直有人暗中跟随, 不知是赌方派来的人, 还是一些好事的路人。 不过有一人倒是明摆着跟随, 大大方方正是那白家少主白秋水。 此人一袭白衫, 衣缺飘飘, 气质不俗, 跟随在身后仪仗的位置, 不快也不慢。 这位道友不知怎么称呼, 白秋水抱拳问道, 马腾, 许黑回道, 白秋水当然知道, 这傀儡之身叫马腾, 只好甘大地笑了笑。 那我以后就以马兄称呼了。 对于这自来熟之人, 许黑实在没什么兴趣, 他只想将这人打发走, 直截了当地说, 你有话直说, 能否别跟着我? 啊? 白秋水犹豫半晌, 问道, 我想问, 刚才, 若是那方主为难你, 马兄是否真的会引爆雷杰珠? 当然会。 许黑道, 白秋水抹了把额头边的汗, 又道, 马兄, 应该也是完美助击吧。 许黑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马兄不用隐瞒, 我白家身为秦国大族, 我自小就与天魁宗修士打交道, 正常驻机器, 不可能有这般娴熟的傀儡技法。 白秋水侃侃而弹, 许黑拿出了射魂旗, 冷冷道, 你若是在跟着我, 休怪我直接动手。 白秋水立刻僵住不动, 在下并无恶意, 只是想请教一些问题, 既然马兄不愿, 我也只好告辞。 白秋水抱了抱拳, 非常果断地转身离开。 白秋水想了想, 回头道, 对了, 若是马兄喜欢赌食的话, 欢迎来我白地成, 那里的食料都是一手货, 比其属阳城的淘汰品要好太多, 白地成纸有赌, 没有骗。 许黑炖了毒, 没说实吗? 静止离开。 眼看着许黑的背影, 白秋水眼露崇敬之色。 许黑今日的壮举, 彻底颠覆了他的认知。 他年纪轻轻, 是白家冉冉升起的一颗星星, 也经历过生死搏杀, 却从未这般在人前显胜过。 世人对他的认知, 也仅限于白家少主, 完美助击上。 他性格桀骜, 不屑于以身份压人, 讨厌那些鳄鱼奉承之辈, 可若单纯凭自身实力, 杰丹七修饰一根手指头, 就能捏死他。 而许非今日的行为, 让他明白, 原来助击修饰, 也可以让杰丹七战战兢兢。 白秋水眸光闪烁, 杜老, 老奴在。 一个黑影出现, 躬身道, 我白家还有雷杰猪吗? 这, 黑影摇头道, 没有, 白秋水哑然, 楚阳城, 核心商业区, 这一页, 是天龙赌方的耻辱页, 被人上门挑衅, 当众杀死数位成员, 还逼着方主输掉好几万灵石, 切光了外围所有赌石, 连一个屁都不敢放。 这是赤裸裸的打脸。 讯息传开, 天龙赌方彻底掩面扫地, 若只是被人打脸也就罢了, 其中还有一些讯息传出, 说天龙赌方可以后台操控输赢, 明面上是赌, 实际上是骗。 这就不是面子的问题了, 而是信誉的问题, 一旦赌方失去了信誉, 将再也没人去赌, 虽然赌鬼都很愚蠢, 但也没蠢到白白给人家送钱。 讯息查到了吗? 柳如烟冷冰冰地道, 方主, 我已经问过丁长老, 他说, 楚阳城近期只有两名内门弟子, 其中一人昨日已经离开, 还有一人性情孤僻, 不可能闹出那等事情。 老管是抱权道, 丁长老, 丁权也就是天魁宗筑扎在楚阳城的管理者, 天龙赌方的利润有三成都被此人拿走, 算是他们最大的后台。 柳如烟脸色一沉, 那会是谁? 不用想了, 那不是我们天魁宗的人。 这时, 大厅门外传来一道机械的声音, 只见一条机关狗跑了进来, 通体黄色, 此狗只有巴掌大, 速度却很快, 身法灵敏, 正是丁长老的傀儡。 见过丁长老? 柳如烟与老管事连忙躬身, 丁权最喜欢狗, 他的机关兽也都是以狗为原形, 贝德里有人叫他丁权, 但他本人却没什么意见。 丁长老所言当真, 柳如烟道, 当然, 我已经闻过了, 天魁宗每一位那门弟子的气息, 我都记得, 这附近没有。 激光狗笑道, 柳如烟先是一惊, 随即脸色彻底阴沉下来, 通知各个城门, 设下万里追魂阵, 我要让那人插翅难逃。 柳如烟沉着脸道, 是, 老管事立刻离开, 抱歉了丁长老, 我还有要事要办, 先行告辞, 柳如烟拱手, 呵呵呵, 无妨, 正是要紧。 激光狗笑道, 柳如烟犹犹豫半晌, 忍不住问, 不知那人抓住后, 是交给丁长老, 还是, 抓住直接宰了, 不用通知我。 激光狗冷笑一声, 身形闪身离开。 柳如烟何等精明之人, 已经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天龙赌方, 三成利润分给丁权, 对方岂会做事赌方名誉扫地? 那么只有一个方法, 将那人抓住, 击杀, 以锦笑游。 至于那人是不是天魁宗弟子, 已经不重要了。 有丁权默许, 这就足够。 身为天魁宗长老, 地位高高在上, 天塌了, 也有他顶着, 他们赌方只负责杀人便是。 楚阳城, 作为南狱最大的城池, 高空有净空阵法, 地下有防盾阵法。 想要出入城池, 只有走城门。 唯有节单妻休士, 才能无视这些规矩。 许黑站在一处城门口, 本尊藏在包裹里, 马腾也已经被他换成了一名体型干瘦的老者。 至于身后跟踪之人, 许黑随便在城里饶了两圈, 用了一次移行换位, 就将所有人全部甩开了。 用玉石盘检查了一下, 确认无人跟踪, 许黑这才打算离开。 他混迹在队伍中, 排过长队, 经过例行检查, 正准备走出城门。 突然, 许黑目光一宁, 身形顿在了那里。 许黑可以隐隐感觉到, 前方城门处有一层肉眼难见的薄膜, 若非他突破后, 神石暴涨还发现不了。 这一层薄膜, 许黑认识还曾经遇到过, 正是他当初从紫霞门离开时遭遇的神石薄膜。 只要穿过去, 任何人, 任何生物都会被附上一层神石烙印, 被追杀到天涯海角。 包括许黑的本尊, 天龙赌方干的, 许黑眼睛眯起, 他换了一个城门, 仔细检查, 结果依旧, 每一个城门都设定了这种神石薄膜。 许黑有理由怀疑, 这是天龙赌方的杰作, 可对方哪来这么大的胆子针对他? 难道是天魁宗高层受益? 算了, 先不出城了, 回客栈等两天。 许黑当机立断, 放弃出城, 在路边随便找了一家客栈, 住了进去。 修饰的客栈都有独立庭院, 许黑拿出之前买到的四杆镇旗, 插在四个方位, 形成一道简易的遮蔽阵法。 此阵无法隔绝住机以上的神石查探, 却可以起到警觉作用, 让许黑知道有人在看这里。 同时, 他派出两个傀儡, 分别在三里外, 五里外各租下一处洞府。 这样一来, 即便他的本尊被发现, 也能移行换位过去, 争取到逃跑时间。 对方明知道, 他有射魂旗, 还有雷杰珠, 依旧敢针对他, 说明有很大的底气, 许黑不得不防一手。 如今这种局面, 是许黑早就预想到的。 早在当时, 他大可无视对方的暗算, 直接出城, 那样一来, 或许石们也不会发生, 也就不会导致当前的被动。 但许黑并不后悔, 要问理由, 只有两个字, 顺心。 他上门砸场, 让天龙赌方颜面扫地, 不惜得罪这么多人, 冒了极大的风险, 只为了顺心。 许黑手一挥, 一具冰冷的尸体, 出现在了院子中。 这是马圆圆的尸体, 他被许黑所杀, 却是死在了马腾这个傀儡手上。 若当时, 不是我, 而是马腾本人, 面临这种局面, 会发生时吗? 许黑陷入沉默。 作为旁观者, 他无法感同身受, 却从马圆圆临死前的绝望与痛苦中, 有了一丝理解。 他无辜吗? 既无辜, 也不无辜。 他只是想要为母报仇, 仅此而已, 却沦为对方暗算许黑的工具。 马腾无辜吗? 此人卖妻卖女, 死不足惜, 可见识到了天龙赌方各种骗赌的手段后, 许黑又陷入了沉思。 他摇了摇头, 不再纠结这个问题。 许黑拿出了之前在赌石方中切出来的黑石头。 这石头, 只有指甲盖大, 是从那上古修士的古画石中剥落的。 许黑看现此石的第一瞬间, 就意识到这是他曾见过的储物法器。 关于此石, 许黑曾打探过, 认为这石有可能是一种名为虚空石的材料。 上古修士, 即少使用储物袋, 一般都使用纳剑, 空间极大不说, 还可以储存许久。 即便无数万年过去, 也不会腐坏。 而虚空石就是那界的主材料。 只不过当代, 虚空石过于罕见, 这也导致那界几乎绝技, 即便是结单期, 也都是以储物袋为主。 许黑神石探入黑石头中, 发现有一层浓物阻碍。 许黑略作陈吟, 拿出射魂旗, 召唤出蛇灵, 对着黑石头异毒撕咬, 那一层浓物渐渐稀薄。 过了一个时辰, 浓物彻底消失了。 许黑神石这才顺利进入其中。 这里面的空间, 是一处不规则的球形空间, 直径有五十米, 许黑的目光顿时被里面的东西吸引了。 只见这片空间内, 摆放着许许多多的植物灵药, 个头都很大。 这是, 龙血腾, 地心研制。 还有, 许黑目瞪口呆, 呼吸都停滞了。 这些宝物, 都是古籍记载中, 早已绝迹的罕见灵药, 至少都是三阶上品。 还有很多, 许黑压根就不认识, 连听都没听过, 但从外观上来看, 品级只会更高, 可能在四阶以上。 许黑下意识地用神石触碰, 却发现稍微一碰, 那一株灵药顿时灰飞烟灭, 连渣子都没剩下。 这, 许黑这才意识到, 时间太过久远, 即便是那界内的东西, 也会消亡。 也就是空间稳固, 没有空气流通, 若是拿到外面, 风一吹就没了。 许黑叹了口气, 神石一一碰过, 希望能找到一些残存的, 可惜, 无一例外, 全部化为飞灰。 最后, 只剩下了一座炼丹炉, 一枚令牌, 尚有储存。 这炼丹炉一看就是极品宝物, 无数年过去, 依旧有金属的光泽, 只是里面的灵性已经耗尽了, 成了繁品。 令牌的个头挺大, 还残留了些许灵玉。 许黑神石一动, 将这令牌拿了出来。 里面记录了一些资讯, 许黑神石叹入, 师父,大难灵头, 殷尸丹, 封印几身, 德无传承, 神奎宗, 许黑听完, 也只听了的大概。 此人是公输传人, 收集这么多灵药, 似乎是为了救他师父。 后来大难灵头, 只能服用殷尸丹, 将自己肉身封印。 至于后面的内容, 与神奎宗有关, 但年代太久, 缺失内容太多。 神奎宗, 这名字与天奎宗挺相似, 他们有什么关联? 许黑陷入沉思。 这种年代久远的遇见, 除非是有大神通者, 否则很难储存这么久。 此人的修为, 透过他留下的药材来看, 可能在金丹巅峰到原因左右。 这样的强者, 想留下一点资讯, 都如此艰难。 许黑暗叹, 时间是最大的敌人, 无数年后, 别说是活下来, 连存在过的痕迹, 都很难留下。 许黑看着手中的令牌, 将其收好。 他又将那一座炼丹炉拿了出来, 左看右看, 除了财之间故外, 里面的灵性早已散去。 这么说来, 他并没什么实质性的收获。 许黑摇了摇头, 这种年代太久的物件, 想留下宝物也很难。 嗯? 等等。 突然, 许黑灵光一闪, 将那令牌拿出, 只见令牌上有一个复杂的记号。 他又拿出了那把老元遗留的钥匙, 这钥匙的上面, 也有一个同样的记号。 两者一模一样, 可能是出自同一人之手。 公输传人, 许黑忽然感觉有些头大。 难道说, 这钥匙正是这公输传人留下来的上古遗留之物。 但这钥匙又能开启从上古大墓中弄到机关盒子, 让他获得了一枚雷结珠。 许黑只觉头皮发麻, 他拿出了那张古地图, 目光死死盯着大墓的位置。 怎么会这么巧? 许黑揉了揉脑门, 他严重怀疑, 这位公输传人与那座大墓有关系, 先想办法出城才是要警示。 许黑叹了口气, 拿出一枚裴员丹服下, 原地打坐修炼。 赌方,哼,好狡猾的小子, 竟然还没有出城。 柳如烟面色阴晴不定。 这两天, 他对出城的每一位住击修士都进行了调查, 总计调查了三十多人, 没有一人是目标, 就连傀儡也没有发现一个。 那么只有一种可能, 对方压根就没有出城, 还躲在楚阳城内。 方主, 不如我们展开地毯室搜查, 城内的住击器, 有一个算一个, 全部检查一通, 总能找到它。 旁边的老管事提议道, 不行, 这样会得罪很多人。 柳如烟摇头, 这时候, 一个土黄色的身影出现在了前方, 正是那丁拳的机关狗。 柳如烟都两天了, 还没有抓到, 你可真让人失望啊。 机关狗不耐烦得到。 柳如烟见状, 知道机会来了, 连忙躬身, 还请丁长老指点。 哼, 机关狗仍来一枚预检。 哦, 我在城内十五个地方, 发现了一次那人的气味, 我都标注了。 多谢丁长老。 柳如烟收起预检, 眼中寒芒乍现, 他的身形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这两天, 许黑并非原地不动, 他隔三差五就会换一家客栈, 在同一个地方停留绝不超过六个时辰。 不仅是他, 包括他放出去的三个傀儡, 也是如此。 许黑最多也只能控制四个人类傀儡, 保持活灵活现的状态, 一旦超过这个树, 就会变得跟木偶一样。 许黑也尝试过出城, 发现那一层神石薄膜始终都在。 他知道, 这种薄膜不可能一直维持下去, 这对神石的消耗极大, 对方肯定有耗不起的时候, 但许黑已经不打算等下去了。 我的耐心还剩下一天, 希望你别逼我, 真逼急了, 我让你天龙赌方一夜之间化为平地。 许黑目光阴寒, 对方若真的以为雷杰猪只是威慑, 而不是用来杀人的, 那就大错特错。 而就在这时, 许黑突然神色一动, 拿出了检测浴石盘。 只见浴石盘上, 一大群住机修士正以一种极其有序的方式, 靠近他, 以及三个傀儡曾经待过的地方。 这群住机器达到了十五人, 中期七人, 后期五人, 大员满三人。 这样的规模, 绝非等闲势力能派出的, 天龙赌方也没这么多高手。 许黑眼睛眯起, 只见这群人迅速来到了许黑曾住过的客栈前, 匆匆经过。 而后, 直奔许黑所在地而来, 天龙赌方, 这是你自找的。 许黑目光阴寒, 直接切断了与所有傀儡的联络, 只留下了一个身旁的马藤。 他将马藤收入储物袋, 移行换位。 许黑心念一动, 本尊瞬间消失在原地, 来到了屋里外的一处街道上。 这些地方, 他老早就布置下了小蛇, 就是用来一行换位的。 不过, 许黑目前的移行换位, 只是略有小城, 最多也只能位移屋里。 许黑深吸口气, 不去理会那些追踪他的修士, 操控马藤, 带着一副面具, 直奔天龙赌方而去。 街道上, 人来人往, 车水马龙。 即便是午后, 商业区的人流量依旧很多, 这一路上, 许黑听着路人们谈论关于他的话题, 谈论天龙赌方。 这天龙赌方, 经过马藤那么一闹, 客人少了大半, 都没多少人去了。 哼, 这是活该, 老早就听说赌方就是骗局, 偏偏有人不信, 价值八万多的赌石, 全部切开, 竟然只有五千不到, 你说可笑不可笑, 总有一些人幻想一夜暴富, 路边的两人正谈论住, 突然, 一个黑衣中年走了上去, 知道, 你们胡说石吗? 两人一看来者, 顿时身体矩阵, 连忙摇头, 我们石们也没说, 碰, 黑衣中年一掌轰出, 两人顿时口吐鲜血, 摔在了地上, 脸色惨白, 天龙赌方已经辟谣了, 那是敌对散播的谣言, 再敢胡言乱语, 废了你们的羞位。 黑衣中年冷哼一声, 神石散开, 那两人不敢发作, 只能无奈地离开。 为了控制舆论, 天龙赌方已经是无所不用其极, 派出了大量人手, 用暴力手段强行封口。 短期内可能没什么效果, 但时间一久, 人总是健忘的, 总会起到作用。 到那时, 再把谣言发起者马腾, 当众格杀, 尸体悬挂在城头, 将再也无人敢说时吗? 此刻, 许黑从一旁经过, 他盯着那黑衣人面无表情, 只是抬手一握。 刚刚那黑衣中年, 像是被一把无形的大手抓住, 脑袋发出咔咔之声, 被硬生生捏爆。 碰, 鲜血洒了一地。 刹那间, 整个街头陷入死寂, 所有人都忘了过来。 树子找死! 远处, 一个黑衣老者驾驭狂风, 急迟而来, 抬手抓向了许黑。 许黑拿出射魂旗一挥, 蛇群虚影出现, 朝着那老者飞扑上去。 是马腾? 黑衣老者顿时脸色大变, 惊叫道, 马前被饶命。 光阴狠, 蛇群迅速将那人撕成了碎片, 就连灵魂也被许黑给吸入了射魂器中, 吞噬干净。 蛇群又壮大了几分。 杀了这柱机器老者后, 许黑脚步加快, 施展鱼龙百变, 一个纵射飞入了天龙赌坊内。 许黑走后, 此地瞬间炸开了锅。 刚才那人是马腾? 马腾又回来了。 我的天! 他又回来砸场子了。 整个街道陷入了狂热状态。 不过, 没人赶上去围观。 不管是天龙赌坊, 还是素来以疯子闻名的马腾, 都不是常人敢于接近的。 一个不好, 就要殃及驰鱼被波及而死。 比如两天前的围观者, 几乎没人能活着出来, 都被天龙赌坊灭了口。 马腾更是动辄拿出雷截珠, 更加危险。 虽然没人赶上去, 但这无法遏制众人激动的心情, 三五成群地讨论起来。 天龙赌坊内。 今日, 赌博的人寥寥无几。 赌坊采取了一系列让利的措施, 前来参与者, 或多或少都赢到了一些零食。 更是安排了两个拖, 从赌市场中开出了极品宝材, 并拉上了横幅宣传。 这才吸引了一些客人过来。 许黑进入赌坊, 二话不说, 直接展开杀戮模式, 放出蛇铃, 献一个杀一个, 不管是赌场的成员还是路人, 照杀不误。 赌坊的高手基本都派出去了, 许黑俨然杀红了眼, 进入了无人能挡的状态, 直到一位白袍老者开启了一座大阵, 才略微阻挡了许黑的步伐。 马前辈, 我们天龙赌坊何曾得罪过你? 药下如此狠手, 那位老者面色铁青, 让你们的坊主出来献我。 许黑冷冷道, 此刻, 柳如烟刚将许黑遗弃的四具傀儡抓在手里, 就收到了赌坊传来了讯息。 什么? 柳如烟万万没想到, 许黑竟然回去了。 他非但没有出城, 反倒是回到了天龙赌坊, 这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 柳如烟毫不犹豫, 原路返回, 以最快的速度直奔天龙赌坊。 与此同时, 丁拳的机关狗也跟了上去。 他竟然回去了, 这是要送死吗? 丁拳非常不理解。 不过, 对方似乎无路可逃了, 出城是死, 留在城内也是死, 只有去赌坊拼命一搏。 这一点, 也在丁拳的计算之中, 他的嘴角掀起一丝冷笑。 天龙赌坊, 大厅内, 许黑的前方, 柳如烟的身形缓缓浮现, 只是他的脸上, 早已没了两天前的客套, 而是带着冷漠的杀意。 你怎么回来了? 有人不想让我走, 我只能回来。 许黑平静地回道, 柳如烟眼中闪过一丝诧异, 此人竟然能看出城门口的追魂术, 有点本事。 回来了也好, 那今日, 你也不用走了。 柳如烟挥了挥手, 他的话音刚落, 就见许黑拿出雷结珠, 根本不给他反应的时间, 直接甩了过去, 凌空一握。 爆! 许黑一声嘀吓, 柳如烟瞳孔收缩至一点, 他早就猜到了这一刻, 可依旧没想到, 许黑竟然如此果断。 要知道, 雷结珠的范围极大, 许黑的本尊绝对会被波及到, 不死也得重伤。 那种情况下, 在楚阳城, 他将无路可逃。 疯子! 柳如烟心中暗骂, 不过他早有准备, 在许黑扔出雷结珠的一瞬间, 他拿出丁长老给他的阵盘一握。 刹那间, 一座光照浮现出来,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朝着雷结珠所在地迅速压缩, 笼罩而去, 要将破坏范围收缩到最小程度。 这不是一般的阵法, 而是三阶中极阵法, 可以挡下天结大部分威力。 早在之前, 他就与丁全商量过硬对雷结珠的方法。 天魁宗曾吃过雷结珠的大亏, 秦玄机的女儿就是被雷结珠炸死, 而秦国的皇帝也被宋华之人, 以雷结珠案算过。 这一套阵法, 是天魁宗的最强阵法天师, 公输雷的得意之作, 虽然不能完全消除影响, 却能将天结之威减少到最轻。 四九天结无法完全压制, 甚至压制得越狠, 爆发得越强。 这才是天结的可怕之处。 而此阵则是降天结的威力, 压缩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 回圈释放, 不让其一散出去, 这样就能做到减少破坏。 爆! 随着许黑的一声低喝, 那一圈光照也同时成形。 光照之内布满了一丝丝蓝色的细线, 这就是引雷线, 可将雷电引在区域内不让其扩散。 咔咔咔, 雷结珠布满裂缝, 瞬间炸裂开来, 其内的毁灭效能量从内倾泻而出, 雷霆炸开, 如同一条条蓝色的雷龙发出争鸣的怒吼。 轰隆! 虚空撼动, 天地摇晃, 一道道恐怖的波纹从中席卷而出, 所有人皆是口吐鲜血倒飞出去。 雷电撞击在光照边缘, 不断地震动, 震得大地崩裂, 房屋倒塌, 却始终无法冲出包围。 控制住了, 柳如烟擦干嘴边的鲜血, 心中松了口气, 眼中闪过一丝饥讽。 赌方外的机关狗同样掩路不屑之色, 鼻子闻了闻, 打算将那暗中的马腾本体熏出。 可就在这时, 只见光照之中, 原本蓝色的雷电化为了紫色, 颜色越来越深, 便为了深紫色, 威力也在疯狂增强。 光照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布满裂缝, 即将崩塌。 怎么可能? 这话不是柳如烟发出的, 而是机关狗发出的。 丁群的内心掀起了滔天大浪, 他可以感受到, 那阵法正在急速瓦解, 根本扛不住。 他本打算追查一下许飞的本体, 此刻却再也没有追查的心思, 一个闪烁, 以最快的速度逃离。 丁群藏在暗处的本体, 也疯狂逃窜, 如同陷了鬼一样。 柳如烟即便再蠢, 也发现了不对劲。 这雷结珠不正常, 所有人撤退。 柳如烟大贺, 赌方内所有成员全部亡命飞逃, 心提到了嗓子眼, 连魂都要吓飞了。 此刻, 所有人都感到了一股寒流, 从被几股直冲天灵盖, 这是身体本能发出的危机, 这是死亡的危机。 控制天洁的阵法, 要扛不住了。 而许飞本尊在第一道震动冲出的沙纳, 他就施展移形换位, 与无理外的另一具傀儡, 互换了一下位置。 至于马腾这个傀儡, 他非常果断地舍弃了。 那雷结珠是什么情况? 为何颜色会变成深紫色? 许飞内心非常不平静, 他之前就隐隐感觉, 这珠子的能量似乎与记载中不一样, 只是没细想。 此刻, 他感觉头皮有点发麻, 以最快的速度逃走。 说时时那时快, 众人再逃出去后, 没多久, 也就两个呼吸的时间。 轰隆! 一道全楚阳城, 所有人都能听见的惊雷怒吓, 在天龙赌方上空响彻。 轰! 天穷炸开, 满堂骤亮, 如同天空被捅破了一个窟窿, 光芒直冲云霄, 照耀千里。 这一刻, 商业区内的所有人, 眼睛在同一刻失明, 耳朵失聪, 脑袋嗡鸣作响, 失去了一切知觉。 下一秒, 一道毁天灭地的怒雷咆哮声, 从中心点席卷而来, 所有修饰都是口吐鲜血, 横飞出去, 拿出了各种法宝抵抗, 却一个个爆裂, 破成粉碎。 炼气漆, 筑机漆, 全部身受重伤, 这还是商业区的人。 而天龙赌方中心的修饰, 在那璀璨的雷电席卷开的一刹那, 身体就瞬间气化, 变成了蒸气, 连一根毛都不剩下。 这是, 什么雷劫? 柳如烟脑海中只出现了这一个念头。 这不是四九小天劫, 绝对不是, 正常的四九天劫不会如此恐怖。 他们看见的不是蓝色雷霆, 而是深紫色夹杂着一丝黑色。 上古修饰, 各个都是完美筑机。 而完美筑机的修饰, 在结单之时, 所引爆的天劫威力, 也比当今要大无数倍。 从最弱的四九小天劫, 到大天劫, 再到毁灭天劫, 每一层都是质变。 他们并不知道, 这雷杰柱内, 所储存的是什么天劫, 只知道, 这绝不是正常修饰所能抗衡的。 砰。 冲击波袭来, 许黑狂喷出一口鲜血, 他一咬牙关, 再一次施展移形换位, 位移出去了无礼, 可依旧被冲得抛飞出去, 浑身鲜血异味, 骨头断裂。 这还是他, 第一时间跑路的结果。 这要是赌方中心之人, 跑得迟了一步, 会面临什么下场? 可想而知。 死吧, 全都死光最好。 许黑不敢停下, 以最快的速度飞顿, 一直跑出去了三十里远, 可依旧是被震得头晕目眩, 气血翻涌。 直到他跑到了城门口, 那种感觉才消失。 许黑看了眼瞼侧玉石盘, 发生玉石盘都失去了作用, 心里暗骂, 连忙将其收了起来, 免得被震碎。 他回头看了眼后方耀眼夺目的天空, 全城所有人都在看那里, 一个个脸色惊恐, 如临末日。 许黑不再犹豫, 那一层神石薄膜自然消失不见了, 其主人可能都挂了。 内城之外, 是外城, 凡人的聚集地。 因为有护城镇法, 外城的凡人们并未感受到 那毁天灭地的天洁之威, 只是看见那城中亮起了光芒, 能听见那咆哮的怒雷之声, 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所有人都好奇地张望, 指指点点, 议论纷纷。 他们也是第一次见这 肿末日般的场景, 不由心底发寒。 许黑没有停留, 以最快的速度朝着城外飞奔而去, 连魁蕾都懒得用的, 直接以本尊的蛇身行动。 事情闹大了, 不知我会不会被秦国通缉。 许黑心里低估着, 他扶下一枚丹药, 将体内的伤势压下, 急迟而走, 快若奔雷。 雷杰, 足足过了一炷香的时间, 才平息下来。 楚阳城, 那城核心的蛋。 天龙赌方, 在雷杰的洗礼下, 瞬间灰飞烟灭, 连渣子都没剩下, 所有成员一个不剩, 全部死光。 就连守护这里的阵法, 也连一个呼吸没撑到, 爆成了渣。 连带着周边的几家宫殿, 拍卖场, 也遭到波及, 阵法毁灭, 人员死伤惨重。 只剩下赌石坊的内部小院, 不知何故, 储存了下来。 商业区的楼阁倒塌了大半, 直接被一味平地, 人群死的死, 伤的伤, 逃的逃。 放眼望去, 只剩下一片焦土。 这还是以公输雷的阵法, 扛住片刻的缘故, 要不然, 这一片区域内将再无一个火口。 当然, 许黑能顺利离开, 还有力气跑路, 也归功于公输雷的阵法。 否则许黑即便不死, 也要脱层皮。 柳如烟身为结丹七修士, 在雷节炸开的一瞬间, 他的三个防御法器就全部爆裂, 四肢净断, 浑身焦黑。 借着这虚余的阻拦, 他燃烧金丹, 撑起气血护盾, 成功在临死前用出了保命的小挪移服。 他位移到了十里开外, 终于是避开了核心区域的爆炸冲击。 虽然是挪移走了, 可他燃烧金丹, 损失了大半修位, 金丹缩水到了指甲盖大小, 肉身更是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 心灵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他经营一辈子的心血, 没了, 天龙赌方, 没了, 一个火口都没了, 所有的积累, 一朝夕间, 毁于一旦, 直到现在, 他都宛如在做梦, 不肯相信这一切。 他的内心泛起了无穷的悔恨, 早知如此, 他为什么要听信丁全的鬼话, 去招惹那神秘人? 丁全说放心就放心, 天魁宗的大人物完食吗? 岂是他能参与的? 不, 只剩下一个躯体和脑袋的柳如烟, 嚎啕大哭, 从高空跌落下来, 摔在一块砖石上, 昏死过去。 这里的动静, 惊动了附近的两位修士, 这两人都是天龙赌方的常客, 输光了家产, 欠下一屁股债, 其中一人的妻子还被人强行送去了教方司, 另一人也被砍断了一只手, 至今没前一致。 对于天龙赌方的恨意, 他们二人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之前天龙赌方名誉扫地, 也是他们在奋力传播所谓的谣言。 因为传播谣言, 他们被黑衣人挑断经脉, 一人还被割了舌头。 看, 那人是其中一名叫做王大双的修士, 盯着躺在石板路上浑身浇黑, 只剩下头与躯干的柳如烟, 是他, 天龙赌方的方主。 另一个被割了舌头的人, 神识传音道。 二人对视一眼, 眼中闪过滔天的愤怒, 竟然毫不犹豫, 对着柳如烟就冲了过去。 别问什么理不理智, 他们早就走投无路了, 让他们拿什么理智? 此人不能轻易杀了, 要让他承受无尽的折磨。 没错, 他害得我们兄弟二人如此凄惨, 必须要百倍奉还, 不能让他轻易死去。 先割了他的舌头, 挑断他的经脉。 丁全的本尊正跪在一棵大树前, 树下是他的激光狗, 但只剩下一堆煤渣。 大黄, 你死得好惨啊。 大黄。 丁全哭得伤心欲绝。 丁全看上去很年轻, 不到三十岁的样子, 身姿挺拔, 方脸大鹅, 面如关玉, 实际上活了不知多少年。 这条狗是他儿时饲养的灵兽, 陪伴他一同长大, 后来兽缘断绝, 被他炼制成了傀儡, 以另一种方式陪伴至今。 为了大黄, 他还花费大代价, 买来了虚空犬的鼻子给大黄装上, 这才有了远超常人的嗅觉, 让他屡屡获利。 如今, 狗子变成了狗诈。 丁全距离不远, 也遭受了波及, 但和自己的伤势相比, 他更在意这条狗。 大黄, 我发誓, 今生一定要为你报仇雪恨, 将那贼人擒住, 千刀万剐。 丁全目光阴寒, 手一挥, 无数条黄狗出现在了四处, 二黄, 三黄, 四黄, 五黄, 一直到二百零八黄, 长得与大黄一模一样。 他们都有敏锐的嗅觉, 虽然不及大黄的虚空犬鼻, 但也能锁定气味, 千里锁迪。 丁全骑在二黄的背上, 一声令下, 所有黄狗军朝着城外追踪而去。 突然, 八黄叫了两声, 来到了一处巷子口, 对着里面狂吠, 似是闻到了什么东西。 丁全眉毛一条, 男男道, 哦, 差点忘了, 那柳如烟还没死。 许黑一路火花带闪电, 急速飞奔, 逃出了楚阳城。 许黑没有放松, 还在不停地冲。 柳如烟肯定是无了, 但就怕后面还有人。 要说没有靠山, 柳如烟敢针对他, 许黑是不幸的。 他藏在楚阳城内, 对方能准确地找到位置, 瞄准每一个傀儡留下的足迹, 显然是有大神通者, 在幕后帮忙。 许黑一直爬了一天一夜, 直到真气耗尽, 浑身剧痛难忍, 才停了下来。 此地, 早已远离了楚阳城, 到了南域边缘。 许黑没有故意, 留下气味引导什么的。 这一招, 对于年轻修士有用, 但对于老谋深算的大修士, 反倒是副作用, 容易拖累自己的速度, 留下后患。 抹除足迹, 抹除自己留下的气味。 许黑拿出了黑黄留下的隐身符, 贴上了两张, 再扶下一枚龟西丹, 又运转狄陈诀, 将身上的杂质清除。 这样, 才稍微安心一点。 这一路狂奔过来, 真气都耗尽了。 许黑找到一条河流, 将一棵树木推到, 丢入了河中, 自身攀爬在树干上, 顺着河流, 漂流了下。 这样一来, 他能一边疗伤, 一边赶路了。 许黑轻点了一下此行的收获。 原本他来楚阳城, 打算将赃物卖出去, 消费一波, 将零食花光, 摆下足够的物资回去。 结果, 进去是七万零食, 出来的时候达到了八万, 还多出了一万。 许黑无奈摇头, 有时候, 机缘就是这么巧合。 这里, 得感谢一下天龙赌方, 非要作死, 送来了这么一波福利。 这么多的零食, 当然不能放人不管, 他得好好利用起来。 此行回去后, 许黑打算去探索一番地图上的上古大墓, 找找关于公书传人, 钥匙以及机关盒子的线索。 不过, 他要做好充分准备才行, 我不能一个蛇去, 得叫点帮手。 另外, 那地方韩特也知道, 据他说, 他还组团去过, 但所有人都死光了, 就他一个人活了下来, 不管是真是假, 肯定极其凶险。 这八万零食, 我得买一些保命的东西, 越多越好, 最好有小挪一幅。 许黑盘算着接下来的打算。 楚阳城, 外城, 肖家。 肖家, 只是楚阳城很普通的一个小家族, 家族世世代代经营药材生意, 开了好几家药铺, 在凡人当中小有名气。 肖仇, 也是在一次仙人买药中, 被对方看中, 这才加入了班山宗, 至今有五年了。 经历了秦军劫掠, 炮火洗礼, 肖家人死伤惨重, 却坚挺地活了下来。 这是楚阳城, 少有的幸存家族之一。 肖仇重伤在家, 躺了小半年才痊愈。 肖仇, 如今秦国当道, 可不能如往常代般意气用事, 不该说的话, 千万别说。 放心吧老爹, 我又不是傻子, 我是为了救你们才回来的, 只要肖家无事就好。 在父亲的千叮咛万主腹下, 肖仇收拾包裹, 离开了楚阳城。 他打算回班山宗了。 临走前, 他忽然听见那城炸了一下, 吓了他一跳, 远远瞭望, 只见天边升起了一片雷云, 紫光万丈, 煞是恐怖。 四处打听了一下, 才知道天龙赌方惹毛了一个狠人, 将商业区给炸了, 一味了平地。 据说那狠人是一位天魁宗弟子。 天魁宗这么猛的吗? 萧愁难难自语。 没错, 天魁宗就是这么强。 身后, 一名身姿卓越, 容貌绝美的少女笑道。 此女月末十五六岁, 皮肤白皙, 吹痰可破, 宛如一朵含苞带放的牡丹花, 美而不妖, 艳而不俗, 比萧愁见过的绝大部分女子都要好看。 你怎么还在楚阳城? 萧愁疑惑。 这少女名叫小兰, 天魁宗狄传弟子, 也正是此女, 将她从荒郊野岭中就回来, 免受野兽啃食。 严格上讲, 这女子是她的救命恩人。 带你回天魁宗啊, 你是我们老祖青年的弟子, 不带回去, 我没法交差。 小兰笑道, 我是班山宗弟子, 不去什么天魁宗。 萧愁拒绝, 行, 那我跟你去班山宗。 小兰双手插腰, 跟在了后头, 笑叶如花。 萧愁身体僵了僵, 无奈摇头。 此刻, 后方无里外, 一处小屋中坐着一名黑脸大汉, 浑身都是横肉, 一脸落腮糊, 穿着天魁宗弟子常见的黑袍。 大汉一边扣着脚丫, 一边冷笑道, 哼, 听说这萧愁很喜欢女人, 本大爷拿出了最极品的小兰一号, 不幸搞不定他, 待会就主动一点。 大汉嘴角掀起恶趣味的笑容。 而就在这时, 突然有一条大黄狗, 闯进了小屋内, 对着他咆哮道, 公书义, 立刻来随我追人。 大汉脸色微变, 道, 狗长老, 别废话, 带引爆天龙赌方的贼人刚刚出城, 立即随我追杀。 黄狗急促道, 可是, 我还有任务在身, 我要带那消愁回去。 公书义急忙到, 他话音刚落, 小屋轰然炸裂, 公书义直接被提了起来, 飞上了天空, 连带着他的傀儡小兰一号, 也腾空飞起, 飞到了天上。 萧丑走在路上, 虽然他的面色很平静, 但内心却一点也不平静。 被一位此生见过最美的女子跟随, 说要随他回班山宗。 萧丑这辈子, 连女人的手都没牵过, 说不想入飞飞, 那是不可能的。 冷静, 冷静, 这女人不怀好意, 只是想拉我去天魁宗, 不能上她的当。 萧丑内心不断地暗示, 萧丑, 这是我做的人偶, 喜欢吗? 突然, 小兰走了上来, 拿出了一个巴掌大的人偶, 木头制作, 长得与萧丑一样递到了她面前。 送给你。 小兰俏皮一笑, 将人偶塞在了双眼呆滞的萧丑手中。 这, 萧丑的脸庞顿时发烫。 这辈子, 只有她舔别人, 玄从没有被女人主动送过里, 还是如此精致的人偶。 萧丑内心狂跳不止, 这是什么感觉? 没错, 这是心动的感觉。 就在这个时候, 远处突然传来一声爆炸, 房屋炸碎开来, 只见一个黑脸大汉从屋子内飞了出去, 拽着她的是一条黄狗。 与此同时, 小兰也飞上天空, 脸上失去了神采, 被那黄狗抓住手中, 收入了储物袋。 黑脸大汉望着一脸茫然的萧丑, 善善一笑, 道, 萧丑, 对不住了, 小兰还有要事再生, 下次再陪你玩。 花音落下, 黑脸大汉与后方的一大群黄狗, 急迟而去, 飞向了天边。 萧丑愣在了原地, 整个人宛如被天雷劈中, 完全傻掉了。 这这这, 许久后, 歇斯底里的怒吼声, 从她嗓子里发出, 状态如同蜂魔。 她明白了, 刚才是什么情况, 她又被耍了, 又一次被耍了。 老子发誓, 这辈子再碰一下女人, 我她妈当场自攻。 自攻, 萧丑当即拿出一把刀, 但犹豫了一下, 还是没有下手, 只是仰天嚎叫, 声音比杀猪还难听。 湍急的河流中, 许黑将自己绑在伏墓上, 扶下树莓丹药, 进入了静息疗伤状态。 不知是不是过于疲倦, 亦或是被雷劫重伤, 难以恢复。 这一次, 许黑眼前一黑, 差点陷入昏迷。 不行, 至少得找个安全之地。 许黑闻了一口醒神丹, 让自己精神倍增, 全力疗伤。 伏墓朝着下游飘去, 许黑看了眼地图, 按照这个方位, 他最终将抵达班山宗一带, 只是路途遥远, 还需要数天时间。 突然, 许黑一正, 他拿出了检测玉石盘, 只见百里外, 出现了一个红点。 按照红点的体积看, 此人是筑基中期修士。 筑基中期, 我能反杀。 这个念头, 只是在许黑脑海中一闪而过, 就被他否决掉了。 对方肯定不会愚蠢到, 只派这么一个货色来追击他, 谁知道后面还有什么。 赌石方中的高手, 让许黑明白, 这检测玉石盘不是万能的, 世间还有藏匿的手段, 可以骗过治愈石盘。 说不定就是一个在明, 一个在暗。 此刻, 那筑基修士速度加快, 朝着河流的方向, 急迟而来。 许黑确信, 自己在进入河流之前, 已经做好了隐蔽。 那么, 对方应该是顺着他之前散出的气味。 许黑当即提起一口气, 引力数作用在浮沫上, 快如离弦之剑朝着下游划去。 马腾, 我发现你了, 出来受死。 后方, 传来那位筑基七的叫嚣声, 许黑里都不理。 马腾, 只会藏头入尾的鼠背, 连一战的勇气都没有, 你此生无法截担。 那筑基七继续叫骂, 这话就有些歹毒了, 几乎是一种心理暗示。 若是一般修士, 心智不坚者, 恐怕真会遭到影响, 从而出面一战, 正中了对方的奸计。 但许黑依旧不畏所动, 对方应该是以为, 他用雷劫诸炸了赌方, 是性情狂躁, 容易冲动之人。 这种人, 最容易受挑拨上头。 可实际上, 许黑非常冷静, 他的冲动, 都是建立在顺心而畏上。 只要他认为正确之事, 哪怕逆天而行, 九死一生, 也必须去做。 而这种低阶的挑衅, 对他无用。 马腾, 你宁可无法截担, 也不敢与我一战, 真让我失望。 随着许黑的加速远去, 后方的叫嚣声越来越微弱。 很显然, 对方无法捕捉到他的踪迹。 马腾无法截担, 管我许黑屁事。 许黑内心暗笑, 他以这种方式, 轻松就将对方的心理暗示, 给化解掉了。 尽管如此, 这却给了许黑警觉。 如果对方知晓他的名字, 那他还能否化解? 许黑知道, 修饰的每一句话, 都含有巨大的能量, 这种暗示一旦成立, 威力非同小可。 我到心之间, 岂是这种小把戏能扰乱的? 许黑想了想, 对方既然追杀上门了, 他不给一点回击, 说不过去。 许黑当机立断, 挥出熔灵, 在岸边的一块巨石上, 笔笔画画, 写下了一行字。 二位无法用实力追击我, 却用这种卑鄙手段。 你们此生修为, 将之不于此。 这一句话, 许黑在客下的同时, 还附上了自己的逆修感悟, 一丝玄傲之意融入其中, 这笔单独的话语, 要更具杀伤力。 写完后, 也不管对方能否发现, 许黑直接远钝而去。 实际上, 对方若是不蠢的话, 应该会顺住和流渣叹下来, 总会发现那一块石头。 这一行字, 许黑不求会产生实际效果, 但只要能扰乱他们的心境, 让他们花精力去消除影响, 这就足够了。 河岸上, 黑脸大汉宫书役, 依旧在叫嚣。 马腾的幕后控制者, 再给你三夕时间考虑, 连我一个住机修饰都不感谢。 你还谈什么修宪? 一连叫削了半个时辰, 公书役都喊累了。 他一拍机关盒子, 里面出现一条黄狗。 公书役苦涩道, 狗长老, 那人油烟不尽啊, 八成是已经走了。 黄狗面色阴沉, 冷冷道, 他即便是走了, 也听了你这么多心理暗示, 心境受损是难免的, 死刑不虚了。 黄狗身形一闪, 原地消失, 一个中年身影取而代之, 正是丁拳的本尊。 丁拳四下找了找, 确信对方没有藏在某处, 叹了口气, 正打算离开。 忽然, 他抬手一吸, 一块河边的石头被他吸在了手中。 这时, 公书役也凑了上来, 看见石头上的字迹顿时脸色一变, 灯灯连退好几步。 石头上赫然写着许黑之前留下的那一行字, 暗示他们此生修为, 将之不于此。 丁拳的面色铁青, 比吃了屎还难看。 混账东西! 他狠狠一捏, 僵石头捏碎。 那人能留下这种话来, 说明非但没有受到他们的影响, 反而能冷静思考, 反将一军让他们陷入了困局。 丁拳影响不大, 只是公书役可能有一些麻烦。 丁拳回头一看, 不由愣住, 只见公书役脸色苍白, 像是木头一般正在原地, 嘴唇哆嗦, 双腿不停地发动, 冷汗直冒。 他脑子里不停地回想着字迹上的卑鄙手段。 他这辈子用的卑鄙手段可不少。 公 书 役 丁拳一声大喝, 如同惊雷天降将公书役瞬间惊醒。 公书役挖地喷出一口鲜血, 倒飞出去, 摔在了地上。 我刚才, 他一脸茫然, 刚才只是看见了那一句话, 他就失去了意识, 不停地在回味他所用的卑劣手段。 丁拳也意识到了不对劲, 那似乎不仅仅是一句话, 还附着了别的东西。 多, 多谢丁长老。 公书役回过神来, 连忙躬身败谢。 刚才, 若非这一声惊雷怒吓, 将他的思绪给打断, 他恐怕会受到严重创伤, 真的此生止不于此了。 好了, 这暗中之人, 我来继续追查。 你不用插手了。 丁拳叹了口气, 之前让公书役跟随过来, 本意是用他助击器的修位, 吸引对方反击, 以那暗中之人狂傲的性格, 很可能会中继。 那是差点让公书役蒙受损伤。 是。 公书役喘了口气, 躬身退下, 心有余悸地离开了这里。 丁拳在一大群黄狗的包围中, 望着河流的下游方向, 陷入深思。 许黑并没有顺着河流, 一直漂流下去。 一段路程后, 他用土盾数钻入地底, 找到了一条暗河, 继续往下潜。 又是一天一夜过去。 许黑始终在地下前行, 中途变换了好几个方位, 浴室盘上也没了影, 彻底摆脱了追击。 许黑连自己都不知道逃到了哪儿。 困死我了, 先睡一觉再说。 许黑挖出一个地洞, 将射魂旗拿出, 包裹在身上, 这才安然陷入沉睡。 只要有危险靠近, 射魂旗内的蛇灵会自动攻击来者, 并将许黑唤醒。 这一觉也不知睡了多久。 在他睡眠的途中, 他尾部尖端的龙骨正悄然发生着改变。 事实上, 在许黑闯入天龙堵坊, 引爆雷杰猪后, 尾部的第一根龙骨就已惊触于蜕变状态。 在许黑陷入沉睡中, 蜕变终于完成。 五天后, 许黑慢慢悠悠地苏醒过来, 肉身的疼痛消失了, 如同经历大战之后的复苏, 浑身神清气爽。 据说, 人类修饰很少会像他这样, 睡得死死的。 一般都是在打坐状态中休息, 从不会深度睡眠, 这就是人类修饰与妖兽的区别。 我好像变强了。 许黑眉头微皱, 醒来的第一时间就下意识地有了这种感觉。 他神识扫遍自身, 突然发现自己尾部尖端的第一根骨头, 似乎蜕变完成变成了暗金色泽。 外观上看, 达到了完美的状态。 这纯粹是一种感觉, 许黑的自我感觉, 说它完美, 就是完美。 而且, 修位也有了些许提升, 固态的灵机覆盖到了三成左右, 距离中七, 还差七成。 竟然提升了这么多? 许黑心头惊讶。 许黑破开地洞, 向上钻出, 来到了地表。 他神识散开, 扩散至方圆五里, 发现来到了一处陌生的地方。 重山峻岭, 荒无人烟。 我这是在哪? 许黑满脸疑惑, 拿出了南狱的地图对照, 看了半天也是一头雾水。 昏迷之前, 他已经是头昏眼花, 记不清方位了, 只顾着门头冲, 连自己都不知道跑到了哪? 南狱这么大, 许黑确信自己没有跑出去, 应该还在南狱范围内。 他又拿出浴室盘看了看, 这方圆百里并未出现修饰的红点。 许黑四下逛了一圈, 飞上天空举目瞭望, 附近一个村落都没有, 除了山还是山。 这让许黑很无语地意识到, 他迷路了。 不过, 作为生存经验丰富的妖兽, 只要找到河流, 就能找到村庄, 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只要有了村庄, 以地图对照, 许黑就能找到出路。 他没在空中停留太久, 降落在地上, 一指抱腰看见他后, 吓得毛发炸开, 慌忙而逃。 许黑没有散出任何修为, 看上去就跟反蛇一样, 但他杀人太多, 几次经历生死, 让他浑身有了一股凶煞之气。 这种煞气, 让寻常烈使者, 根本不敢靠近他。 许黑直接扑上去, 将那指抱腰给吞掉了。 不多时, 许黑就找到了一处小溪, 顺着溪水朝下游而去。 这种状态, 绝不浪费一点时间。 同时, 许黑神识随时散出, 只要探测到人类的踪迹, 就停止漂流。 不知不觉中, 两天过去, 一路上连个人影也没有, 许黑也不知道了呢。 第三天蒙蒙亮时, 许黑闻到了一股桃花香味。 他抬头望去, 溪水漂到了一处桃林之中, 芳草鲜美, 落荫缤纷, 溪水清澈透明, 鱼响浅底, 美轮美奂, 让他不由自主地生起了一种宁静祥和之感。 这样的景色, 无论是以人类的眼光, 还是妖兽的眼光, 都堪称绝美, 如同在画中一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 许黑心中的一股戾气, 不知不觉间, 消失了。 这股戾气, 是他在不断地杀戮过程中滋生的, 就连许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浮沫继续向下飘, 天地灵气也渐渐浓郁了起来。 这个过程中, 许黑非常的安心, 像是躺在了一处绝对安全的屋子里, 不需要去警戒四周, 也无需防止被人杀死, 戾气消失, 煞气也在消失。 突然间, 许黑想到了一个问题。 不对, 如今是冬天, 怎会盛开桃花? 许黑陡然打了个机灵, 双眼暴征, 闪电般从溪水中窜出。 他盯着两岸的桃灵, 惊疑不定。 此地灵气浓郁, 而进入这里后, 他一直感觉很舒服, 身心都沐浴在安静之中, 让他不自觉地想放松。 这对于许黑而言, 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许黑望着这里的古怪桃灵, 再看看溪水尽头, 似乎出现了一座山洞, 而当神识探测过去, 却什么也没有。 这让许黑瞬间紧绷。 他听过一些传闻, 一些修士为了躲避战祸, 来到深山老林中, 开辟出一座福地, 一样天年, 与世无争, 未世外桃花园。 修士的心境, 也会影响到环境, 喜去杀念, 喜去暴躁, 只剩下和平。 许黑对于这种未知事物, 还是进而远之比较好。 他迅速原路返回, 顺着溪水离开。 待他走远后, 那种安心的感觉就消失了, 再一次置身从林中。 许黑长输了一口气, 呼哦, 那地方着实诡异, 不知不觉能影响心灵。 不过, 那种安心, 和平的感觉确实前所未有, 我似乎轻松了不少。 许黑回味了片刻, 回头深深看了眼镜头的桃花灵, 叹了口气, 转身离开。 在他彻底走远后, 那一片桃花灵就消失了, 彭腹从未存在过。 回忆着那一座山洞, 虽然许黑没有进入, 但可以想象, 那应当是一座世外桃源。 许黑发现了一只猫腰, 收敛气息, 爬到了猫腰境前。 这只猫腰盯着许黑, 没有像之前那只猎豹一般逃走, 而是呲牙咧嘴, 主动袭击上来。 许黑尾巴一甩, 以极快的速度迅速闪到远处, 连我身上的凶煞之气都没了, 那地方果真是神奇。 许黑暗道, 他犹豫了半晌, 还是回头将那只猫腰给吞了。 要一视同仁, 许黑换了个方向, 远离这条小溪, 朝着另一方行进。 为了找到村庄, 许黑不再顾忌, 遇见飞行, 花了三天时间, 终于在视线尽头, 发现了一个人类村落。 许黑荡即动身, 飞奔百里, 来到了村口。 村口的石碑上写着两个字, 马镇。 马镇, 许黑拿出地图辨认, 让他无语的是, 南域的地图上, 竟然没有马镇。 那么只有一个可能, 这个镇子过于偏僻, 在官方的记载之外。 就连战火都没有波及到这里。 而事实上, 马镇正是四处游动的难民, 最新建立的一个镇子, 为了躲避秦国灾祸, 位置及其偏僻。 原本马镇人人自食其力, 也算是安居乐业, 可难民实在太多了, 不断地涌了进来, 资源又有限, 导致这里人满胃患。 路面上, 街边, 镇外, 随处都是乞丐与难民, 还有死去发臭的尸体, 堆积在臭水沟, 无人清理。 求求你, 给我们一口吃的吧? 我会洗衣砍柴, 我什么都会, 请你收留我。 许黑神石一扫, 遍地都是难民在哀求。 还有一些走投无路之人, 落草未扣, 四处打家劫舍, 或是偷或是抢, 让马阵混乱不堪。 不过, 和一些战火波及之地, 十户九空比起来, 这里, 还算是好的。 许黑没打算在这里停留, 只想问清楚方向后就离开。 他神识锁定一位练器器修士, 传音道, 这是南域的哪个位置? 那位修士正在闭关, 忽然听到声音, 不由大惊, 连忙起身恭敬道, 回前辈, 这里是西南边境, 往东直行三百里, 就是裂丰城。 许黑回忆了一下裂丰城的位置, 暗暗点头, 直接离开。 而就在这时, 只听一阵阵悠扬的琴声, 从远方传来。 这琴声婉转动听, 似有一种无形的魔力, 可以洗涤心灵, 净化怨念。 许多难民一听到这琴声, 脸上立刻扬异为幸福的笑容, 彭扶置身于阳光之中。 肚子不饿了, 精神不疲惫了, 所有的负面情绪都没了。 许黑目光一宁, 派出机关傀儡, 来到了街上。 只见街头, 有一辆奢华的长车, 从镜头缓缓驶来, 车上坐着一名蒙面女子, 正弹坐着鼓针, 前方是一群侍女, 一边行走, 一边撒下花瓣, 为其开道。 入常乐叫, 往生极乐。 入常乐叫, 再无痛苦。 入常乐叫, 无忧无虑。 一声声口号, 从前方行走的是女口中传出。 听出口号, 听着琴声, 无论是难民还是本地人, 全都幸福美满, 笑容洋溢, 一切负面与消极都不复存在。 就连被许黑问话的练气漆修饰, 也没了紧张与惶恐, 嘴角挂上了微笑, 神态坦然自若。 许黑本能地感到了一丝头皮发麻。 他二话不说, 迅速离开了这里, 同时封住自己的耳鼻, 不去听那悠扬的琴声。 许黑从没听说过什么长乐叫。 事实上, 那弹琴的女子, 也并非是什么强大修饰, 修为不过是练气漆大圆满。 他所弹奏的曲子, 也不过是有一些安神定魂之效, 可控制人的情绪, 对于凡人与低阶修饰有用。 但许黑不由想到了那一片诡异的陶灵, 他也是一进去后, 就消除了各种负面情绪, 连煞气也给净化了。 他情不自禁地将这两者联络到了一起。 这两国交战, 各种牛鬼蛇神都冒出来了。 许黑暗道, 对于楚国五大宗门, 秦国一宗, 许黑都有所了解, 从没听说过长乐叫, 估计是新冒出来的。 有需求, 就有生长。 还有一些魔教, 邪派也时常在战争时期冒出来, 杀人屠村, 练尸练魂, 很常见。 许黑不知道, 这场乐叫该如何定义, 似乎不像是邪派, 反正他不想与之沾染任何因果。 郑东执行八百里, 裂封城, 这个距离, 对于如今的许黑来说并不远。 许黑一路穿行, 不急不缓, 中途还路过了一个被屠入的镇子。 镇子里一万多的人口, 被屠的只剩下一千人, 尸体堆积在坑中, 煞气滔天。 许非能隐隐看见镇子上空, 出现了红色的雾气。 许非不知道, 屠村之事是秦军干的, 还是摩修干的, 嫁祸给了秦军, 这与他无关。 此刻, 有一名红衣修士正潜伏在地下, 吞噬那所剩不多的煞气, 助救体内的灵机, 想要借此突破住机器。 上万人的煞气, 大头都被别人夺走了, 他只能捡剩下的, 又是一个牛鬼蛇神。 许黑摇头, 他来到了镜前, 传言道, 你叫什么名字? 这红衣修士脸色大变, 喷出一大口鲜血来, 惊慌道, 晚,晚辈李扬, 前辈有何吩咐? 他以金币关了半月, 就差最后几天就能完成助击, 结果被打断。 可碍于对方修为, 他也只能强忍怒火, 耐着性子回答, 李扬, 不错的名字, 以后是我的了。 许黑冷冷一笑, 李扬愣了愣, 旋即反应了过来, 他毫不犹豫冲天而起, 拿出了各种法宝与一枚传讯预检。 破, 他的身体僵硬, 眉心出现了一个血洞, 法宝玄没来得及使用, 就摔落下来。 许黑收起此人的尸体, 迅速远离。 如今, 他的人类傀儡也用光了, 正缺一个修为合适的傀儡, 用此人炼制成柱机器傀儡, 刚刚好。 他翻看了一下这人的储物袋, 发现身份藏得很紧, 没找到身份令牌, 看上去像是一个散修。 不过, 那传讯预检, 却做得非常精致, 也不知会传给谁。 许黑不愿结外生枝, 炼制完傀儡, 收好预检, 直奔裂峰城。 裂峰城, 南遇小城, 规模不及楚阳城的十分之一。 同样, 这是一座凡人与修士共存的城市, 有内城与外城之分。 许黑用玉石盘看了看, 护城镇法也都是二阶, 进空, 进遁地, 出入只能走城门口。 许黑亲眼看见, 一位助击修士从天空中飞了进去。 许黑没有张扬, 老老实实从城门口进城。 入城后, 他直奔城内最大的万宝阁, 询问有没有保命之物。 小挪衣服, 有价无事, 这个我不敢保证, 不过三阶防御法宝, 这里倒是有一件, 只不过万宝阁的管事, 欲言又止。 只不过什么? 许黑盲问。 这位管事叹了口气, 将许黑领到了一处地下广场内。 只见广场中间立着一尊三丈高的宝塔, 表面残破不堪, 像是被人用巨力击打, 满是裂纹, 即将崩碎。 这一尊拖跃塔, 乃是三阶中品领宝, 但破损过于严重, 用一次就要报废了。 你若是需要的话, 我可以做主, 以三阶下品领宝的价格出售给你, 只收三万零食。 管事善笑道, 只能用一次的玩意, 也收三万。 许黑皱眉。 贵客此言差矣, 这法宝的灵性完好, 甚至将来有诞生气灵的机会, 您买回去, 肯定是为了修复。 若是修好了, 这可是货真价实的三阶中品领宝, 三万都嫌少了。 这位管事解释道, 话虽如此, 有能力修复的, 所消耗的材料也不是小数目。 许黑略作沉吟, 又问道, 小挪衣服的制作配方, 有吗? 哈哈, 小挪衣服的配方, 只要是大宗门大家族, 应该都有掌握, 主要是材料稀缺, 这才供不应求, 我可以做主, 只要你买下这尊宝塔, 配方我送给你。 管事大笑道, 一炷香后, 许黑非常果断地花了三万零食, 买下了一尊托月塔, 以及小挪衣服的制作配方。 看过配方后, 许黑这才明白, 为什么如此稀少。 因为, 主材料是虚空石, 这一点, 许黑早就有所耳闻, 今日青年所现才确认。 此外, 他还打听到了上品零食的价格, 一块方方正正的上品零食, 至少要花费一千下品零食去兑换, 还不一定兑换得到。 也就是说, 许黑剩余的五万零食, 也只能兑换五十块上品。 许黑摇了摇头, 直接转身离开。 天愧宗弟子, 真是有钱啊。 管事感慨万分, 一个住机器都能随手拿出好几万零食, 买结单法宝, 这在其他宗门是无法想象的。 当然, 住机器是无法催动的, 估计是买给长辈的。 接下来, 许黑又换了一座城市, 以类似的方法, 买到了小挪衣服的剩余材料, 以及一座高品质的炼气反应炉。 总计又花掉了两万零食。 许黑直奔大山深处, 找了一处荒野无人之地, 挖出地洞, 直接开始闭关炼气, 制服。 对于一般的住机修饰而言, 即便是拿到了三接领宝, 也无法使用。 三接领宝需要结单修饰的真元才可催动, 这与住机修饰的真器差了一个大级别。 但许黑的真器质量高得离谱, 非常接近真元, 即便三接领宝也能勉强使用。 比如那射魂旗在吸收了交蟒的魂魄后, 已经算是三接触及领宝了, 许黑就能收放自如。 不过, 他如今买来一座防御宝塔, 也只是为了关键时刻保命用, 而不是拿来杀人镇压石吗的。 那种高强度消耗, 许黑也耗不起。 拖越塔, 修复的话, 可以试试这个。 试试中发现的一座炼丹炉。 这一座炼丹炉, 乃是上古遗存, 早已失去了灵性, 但材料还处存完好, 拿来熔炼过后, 填补到拖越塔上, 正好合适。 这就是许黑的计划。 他从没有炼气过, 但有炼制傀儡的基础, 学起来也不难。 这是一项大工程, 以许黑的修位, 恐怕得好费个半年时间。 许黑拿出正器插在四处, 摆下一座小型正法, 随即拿出了炼气反应炉。 反应炉和炼丹炉不同, 只要往里面注入蒸气, 可以不断地加温, 只要温度够高, 再兼顾的材料都可以溶解。 许黑心念一动, 那一座上古炼丹炉飞入了反应炉中, 随即, 蒸气注入了其内。 哄, 沙那间, 反应炉内不变成了红色, 温度迅速攀升, 如同地心深处。 不过, 反应炉的表面却是一片冰冷。 此炉花费了一万八千零食, 是许黑所能买到的品质最高的反应炉, 足以熔炼三阶灵宝。 时间慢慢流逝。 随着蒸气的注入, 炉内的温度已经达到了极其可怕的程度, 一片通红, 如同小太阳。 奇怪, 为何这炼丹炉还没有融化? 许黑面露一色, 那一座上古炼丹炉依旧好端端地摆在反应炉内, 没有一丝反应, 连颜色都没有变化。 这样的温度下, 一般的三阶灵宝早就融化了。 我还不信了, 继续升温。 许黑扶下一枚丹药, 持续注入蒸气, 三个时辰过去。 许黑的蒸气注入了大半, 这期间他已经扶下了五枚回元丹。 反应炉内已然是热浪滔天, 彭扶置身于太阳内部, 空间都在扭曲。 即便是冰冷的表面, 也开始了升温。 这样的温度, 也只有许黑的蒸气才能办到, 换作别的助机器, 断然无法做到如此夸张。 可即便如此, 炼丹炉依旧纹丝不动。 一丝丝白气从反应炉表面冒了出来, 传来细微的咔咔之声。 许黑脸色一变, 这反应炉都快承受不住了, 炼丹炉竟然还不融化。 我还不信邪了。 许黑发了很劲, 再次扶下大把的回元丹, 强行注入了大量蒸气。 反应炉内, 温度再一次升高一大节。 许黑敢肯定, 这个温度下, 即便是拖越塔也能融成液态, 甚至更高阶的法宝也会出现反应。 可让他无语的是, 那一座上古炼丹炉依旧是没有动静。 反应炉开始了轻微震动, 表面的白烟越来越多, 传来咔咔之音, 隐隐有裂纹浮现。 就连稳固的震旗也出现了剧烈的摇晃。 不好。 许黑脸色大变, 急忙收手, 往后退去。 轰隆。 一声惊天动地的炸响, 在这地洞内响彻, 反应炉承受不住热量, 彻底爆炸, 声势害人。 这般恐怖的动静, 直接导致上方的一座山峰崩塌。 方圆百米内的岩石, 在那恐怖的高温中, 瞬间融化为了液态, 化作岩浆。 许黑被轰飞出去, 砸入了地下深处, 灰头土脸, 浑身焦黑。 好在他有龙铃护体, 没什么大碍, 只是受到了强烈震荡。 许黑停在地下, 躺了许久, 这才恢复过来。 我居然失败了, 许黑喃喃自语。 这是他第一次练气, 本来信心满满, 结果连第一步, 融化, 都无法办到。 许黑爬了回去, 钻入了正在冷却的岩浆中, 将那完好无损的上古链丹炉, 拿了回来, 收入虚空石。 本着不浪费的原则, 反应炉的碎片也被他找了回来, 一一收好。 这上古链丹炉是什么材料? 竟然如此坚固? 可惜了。 许黑摇头叹息, 他并没有气馁, 他所做的步骤没什么问题, 纯粹是单炉的材料过于离谱, 超出了他的能力范畴。 可惜他花了一万八买来的反应炉, 连一件法器都没练成, 直接报废了。 许黑调整气息, 休息了片刻, 开始尝试灵符制作。 与练气相比, 灵符考验的是技术活。 傀儡当中, 本就有一种名为符馈的分支, 两者并不分家。 许黑之前就制作过一些低阶灵符。 此刻, 他拿出了制符材料, 细心雕琢起来。 许黑以尾部尖端, 在一张符纸上细细刻画, 一丝不苟, 时而以材料涂抹。 足足过了一天, 方才拿出将一块最小的虚空石, 投入其中, 打上烙印。 片刻后, 灵符滑光一闪, 变成了黑色半透明状, 传来一丝丝空间波动, 构建出复杂的图纹。 而那一块虚空石, 缩小了大约一成。 成功了! 许黑心血。 仔细观察了一下, 这正是小挪衣服, 只是颜色略微不同, 布满了漆黑的纹路。 不管了, 差不多就行。 许黑没有停下, 继续制作, 这种保命之物越多越好。 制作第一张, 许黑用了一天, 第二张只花了三个时辰。 越往后面, 许黑越是熟练, 耗费的时间越短。 当这一小块虚空石耗尽时, 许黑制作出了足有八张小挪衣服, 这足够他挥霍了。 许黑还剩下两块体积, 更大的, 等以后用完了再做不迟, 不如用一张试试效果。 这个念头只是在脑海中一闪而逝, 就被许黑打住。 这玩意用一张少一张, 他可舍不得这么浪费。 突然, 许黑似有感应, 他拿出了那枚传讯预检, 这是李扬储物袋中搜到的。 只见这预检表面渐渐地有神识凝结, 片刻后浮现出了一个虚幻的人影, 相貌模糊, 有强烈的神识波动。 明晚三更, 班山踪, 人影的口中发出了这样的声音。 许黑盯着这人影, 面露惊讶。 好奇特的传讯方式, 许黑玄从没见过这样的。 这幕后传讯之人显然修为不低。 而就在这时, 那人影突然道, 为何没有回应? 许黑不由一惊, 活的? 他的反应极快, 直接一口火喷出, 烧在了那人影身上。 住手! 你是何人? 那人影还在咆哮, 许黑二话不说, 祭出射魂旗, 将人影吸了进去。 声音戛然而止, 玉检也被许黑烧成粉碎。 望着眼前的残渣, 许黑陷入沉默。 他似乎惹麻烦了, 这李扬背后还有高手。 那这傀儡, 还能不能要望? 许黑本以为, 这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传讯玉检。 没想到, 里面另有乾坤, 藏着一个类似于分身的玩意。 说是分身, 也不像, 因为没什么战斗力, 只能说话, 下达命令。 许黑心念一动, 将李扬储物带中的宝物, 再次拿出, 清点了一遍, 每一个预检逐一检查, 看看有没有藏有类似之物。 他还放出娇莽之灵, 挨个吞噬, 再吐出, 确信没有遗漏, 这才重新收好。 班山宗, 距离此地不远, 刚好顺路, 要不要绕开? 许黑陷入沉思。 班山宗外, 距离最近的一座小镇里, 酒馆内坐着一群衣着朴素的庄稼汉, 他们围坐在桌边, 喝着高亮酒, 说着闲话。 李扬那边出事了, 其中一名落腮狐的汉子道, 哼, 此人邪魔歪道, 不临时叛变都算好的, 不用指望。 另一名满脸皱纹的妇女, 冷哼道, 师父, 你说招来这些散修, 有什么用, 个个都不靠谱。 一位蚂蚁少年嘀咕道, 那落腮狐汉子叹了口气, 喝下一大口酒, 李扬这人我了解, 他不会背叛我们, 我相信他只是出了意外。 旁边的一名仙兽中年也附和道, 这年头, 能聚到一块都不容易, 都别说丧气话了。 没错, 往后, 志同道合的人越来越少了。 隔壁桌的一位汉子苦笑道, 此刻, 酒馆内的所有人都看向了窗外, 看向远处班山宗的方向。 当年, 班山老祖上在之时, 班山宗何等辉煌, 可惜啊, 班山宗外, 百里处, 一条黑蛇一闪而过, 潜伏在了地下。 许黑最终没有绕开, 因为他忽然想到, 这般山宗地下, 有一座灵脉, 灵气源源不断, 可以辅助练气。 而且, 还有初代老祖留下的重压练气势, 这可以说是南域宗门内, 条件最好的练气之地, 找不到第二家。 这是唯一有机会, 融化上古练丹炉的地方, 若是在失败的话, 只能等许黑结丹后再使了。 原本, 许黑不打算冒这种风险, 可他刚刚炼制了八枚小挪衣服, 若是连这种事都损了, 那还探个毛的大目的, 直接闭关等死得了。 有点风险, 但可以尝试。 许黑拿出检测浴室盘, 班山宗内只有一个像纸结丹漆的红点, 代表一位闭关老祖。 从红点的明亮程度来看, 对方的生命力并不顽强, 可能是有伤在身。 许黑荡即行动起来, 班山宗, 山脚下, 萧绸正踩着阶梯向上攀爬, 虽然以他的修为可以飞行上山, 但他似乎习惯了走路。 中途, 有一些练乞乞的弟子们看了眼萧绸, 面色不由变得古怪, 仔细地打量, 确认是他后顿时露出忍俊不惊的表情。 可每当萧绸看过去, 他们就会止住笑容, 板着脸, 故作沉思。 怎么回事啊? 萧绸内心疑惑。 这种现象, 萧绸在回来的路上, 就遇到过不止一次两次了。 每一位班山宗的弟子看见他, 都会有这表情。 这群人似乎在嘲笑自己。 对于嘲笑, 萧绸可是敏感得很, 他一眼就能看出来。 喂, 小鬼, 你刚才在笑什么? 萧绸抓住了一位弟子, 呵问道, 我没笑, 前辈您误会了, 我真没笑。 这位弟子连忙回忆, 萧绸盯着他看了半天, 这人死不承认, 没办法, 只能将其放下。 最终, 当萧绸来到了山门口时, 那位守山弟子看见萧绸后, 终于是忍不住, 哈哈大笑起来。 这一笑, 如同出现了连锁反应, 后方的所有恋气气弟子, 全都捂着肚子狂笑不止, 笑得人仰马翻, 肚子都笑疼了。 萧绸一张脸比吃了屎还难看。 这时候, 一位身形壮瘦的老者, 出现在了上空, 目视萧绸。 此人正是他的师父, 石龙子。 师父! 萧绸连忙一拜。 萧绸, 你败坏门峰, 已被逐出师门, 今后不得踏入班山宗半步, 滚吧。 石龙子冷冷扫了他一眼, 也不给萧绸询问的机会, 直接消失不现。 萧绸愣在了原地, 后方的笑声更大了。 此刻, 正值赏武。 许非围绕着山下, 转悠了半天, 想找个弟子混进去。 突然, 许非听见了一声声大笑, 从上方传来。 远远望去, 只见一名失魂落魄的弟子, 站在山门口, 旁边是无数人此起彼伏地嘲笑。 那失魂落魄之人, 竟然有些眼熟。 许非贴上隐身符, 靠近之后, 顿时眼珠子瞪得滚圆。 萧绸? 许非没看错, 确实是萧绸, 这货不是死了吗? 那种情况下, 冲进楚阳城去守城, 跟找死有什么区别? 还是说, 这人被俘虏了? 许非观察了片刻, 确认是萧绸无疑, 只是这人未免太惨了吧, 被这么多人嘲笑, 又做了什么丑事? 算了, 帮你一把。 许非拿出了一枚醒神丹, 略微催动真气。 这附近的所有弟子全都抱头呕吐, 有的一个不慎, 直接从山上抬接滚了下去。 卧槽, 这是什么味儿? 太恶心了。 靠! 守山弟子脸色惨白, 捂着肚子狂吐。 不过几期时间, 这附近的所有弟子全都落荒而逃, 跑得一个都不慎了。 只有萧绸一人站在原地, 他回过头, 正正地看着气味飘来的地方。 这层惊奇奇难闻的臭味, 如今, 竟然格外地亲切。 是, 黑前辈。 萧绸望住那无人的虚空。 许黑传音道, 你怎么知道是我, 不是白前辈。 听见这道声音, 萧绸顿时眼眶湿润, 鼻子发酸, 差点没忍住哭出来。 许黑一脸猛逼, 你激动的啥啊? 臭哭了。 许黑连忙将醒神丹收了起来。 萧绸强忍着发酸的鼻尖, 道, 这醒神丹, 虽然闻住臭, 其实, 嗯, 也很臭。 他本想说香, 但发现自己无法违背良心。 许黑懒的废话, 爬到了萧绸进前, 道, 进山, 我需要去班山宗的炼气室。 萧绸连连点头, 是, 他拿出了班山宗的长老令牌, 走到了山门口。 此刻, 那守山弟子恢复了过来, 盯着萧绸大喝道, 萧绸, 你已被逐出宗门, 还不赶紧, 一个滚字还没说完, 萧绸目光一寒, 隔空一巴掌拍出, 带着强劲的气浪, 轰在了那人脸上。 啪, 清脆的巴掌声响彻, 这位守山弟子被打得凌空飞出, 旋转无数圈, 摔在了地上, 牙齿都磕破了, 脸上浮现了一个通红的巴掌印, 鲜血横流。 给我放行, 不然, 我弄死你。 萧绸目光阴寒, 将领牌贴在了山门光照上。 是, 我这就放心。 守山弟子不敢阻拦, 给萧绸开启了通道, 让其进了山。 萧绸一个闪身, 迅速消失在远方。 看着萧绸远去的背影, 守山弟子目光渐冷, 咬牙切齿。 萧绸, 这是你自己找死, 怪不得别人。 你师父留了情面, 只是将你逐出了山门, 不然, 凭你杀害秋华长老, 杀害两位执法者, 又杀了秦军五位助击器。 这些罪名加起来, 足够你死一百次, 一万次了。 等其他长老盯上你, 看你如何收场。 班山宗依旧是熟悉的场景。 穿过外门广场, 进入大山隧道, 内门弟子的生活都在山内, 距离灵脉越近, 灵气越浓。 这一路上, 萧绸对各种眼神羽翼 润视若无睹, 他心中只有许黑交代的任务。 事实上, 萧绸并不蠢, 他知道回宗的风险有多大, 但他没有一丝的犹豫, 毅然前往最中心。 没别的原因, 许黑对他有救命之恩。 当初, 如果不是许黑将他救走, 他已经被华云天给弄死了。 虽然许黑给他喂食了各种怪单, 做各种实验令他饱受折磨。 可是后证明, 那些怪单真的有救命的作用。 萧绸性格有缺陷, 但对恩情看得极重。 不然, 也不会舍命回家救父母, 也不会明知犯下大罪的情况下, 回宗见识笼子。 那傀儡小兰能骗过他, 也是因为救了命, 让萧绸没了戒心。 许久后, 萧绸来到了山脉最中心的带, 一座石门前。 这是班山宗的炼气室。 班山宗能成为炼气大宗, 就是因为, 有当年老祖留下的重力炼气室。 就如紫霞门擅长炼丹, 每一个宗门都有自己的侧重点。 萧绸! 炼气室门前, 出现了一名黄袍老者, 皮肤干瘦, 双目浑浊, 像是一个垂目之人。 你已被逐出宗门, 为何又回来了? 黄袍老者平静道, 他是镇守此地的守门长老, 已经有两百岁了, 是初代老祖时期的人物。 炼气室, 一直由他负责。 晚辈要用一次炼气室, 用完后就会离开, 还望海长老成拳。 萧绸抱拳道, 许黑藏在后方, 随时准备出手。 黄袍老者盯着萧绸, 扮赏后, 手一挥。 许非正要祭出射魂旗,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将此人击杀。 忽然, 炼气室的大门开了。 不仅是萧绸愣住, 许黑也愣了愣, 显然这一幕超出他们的意料。 我欠你师父一个人情, 用完赶紧走吧, 我就当做你从没来过。 海长老看了眼萧绸, 语气依旧平静。 多谢海长老。 萧绸激动汗手。 许黑松了口气, 他都做好准备大战一场了, 结果对方如此拾去, 倒上了麻烦。 萧绸与许黑同时窜进了石门内, 石门缓缓合上。 海长老盘坐在门前, 眼中满是苦涩。 老族陨落后, 班山宗一带不如一带, 就连骨子都软了, 这唯一的硬骨头也留不住。 海长老行中长叹, 重力炼气是班山宗的核心。 里面是一座巨大的大殿, 四处插满了阵旗, 形成一座大阵, 连通地下灵脉, 可源源不断地抽取灵气。 正中间是一座超级反应炉, 此炉与地脉相连, 无法挪走, 是当年班山老祖的杰作。 我的天, 这要是再融化不了, 那我一头撞死得了。 许黑望着那庞然大物, 内心震撼。 他不再犹豫, 拿出了上骨链丹炉, 直接扔进了反应炉中, 随即开启阵法, 注入灵气。 刹那间, 直见反应炉内, 燃起了蓝色的火光, 温度以匪夷所思的速度, 向上攀升。 空间扭曲, 重力激增, 这蓝色的火光越来越亮, 温度直线暴涨。 只是短短一炷香的时间, 就超过了许黑之前的顶峰。 而且, 对蒸汽的消耗极少, 许黑的黑色蒸汽, 也只是起到了激发作用, 大部分都是在消耗灵脉。 见此情形, 许黑都不由暗叹, 有宗门作为后盾, 就是比伞修有优势。 妖兽, 没有宗门, 没有老师, 只能自己摸索。 许黑逐渐意识到, 许白, 是何等的妖念。 对了消愁, 今晚三更时分, 班山宗恐有变故。 许黑突然道, 什么情况? 消愁不由一愣。 许黑将之前发生的事情, 大致说了一遍。 他又拿出了李扬的傀儡, 放在了前方。 消愁盯着李扬, 喃喃道, 这人我好像见过, 之前是四天间的人, 只是后来修炼邪功, 被踢出去了。 四天间, 许黑陷入沉思, 心中隐约有了一些猜测。 消愁深吸口气, 郑重道, 前辈, 不管发生石磨变故, 我镇守大门, 绝不让任何人踏入半步, 直到你练气完成位置。 许黑石磨也没说, 只是加大的力度, 真气狂涌而出, 让温度再次飙升。 地下的灵脉也受到牵引, 灵气化作一条条长龙, 涌入阵法之中, 让温度到达了匪夷所思的境地。 蓝色的光芒刺眼夺目, 如同一颗星辰, 包围着炼丹炉, 无论是重力还是温度, 都足以让一切三阶法宝崩溃。 许黑持续注入真气, 直到晚上, 那一座炼丹炉, 终于是发生了变化。 从外皮开始, 有一些黑色的枝叶流淌下来, 先是丹炉的三条腿, 然后是边边角角。 终于尝了。 许黑暗松口气, 这种坚硬程度, 只能用离谱来形容。 许黑却不知道, 在他的真气牵引下, 地下灵脉中, 有一条龙气顺着灵脉, 流入到了反应炉内。 龙气, 乃是灵脉的根基, 浮原的象征。 龙气一失, 灵脉将会渐渐枯萎, 连带着宗门气韵, 也将走到尽头。 原本, 龙气是无法被轻易抽走的, 但自从班山老祖陨落, 龙气便出现了不稳, 随后, 愈演愈烈, 宗门气韵也在年年衰败。 在班山宗判处楚国, 加入秦军后, 龙气便与灵脉出现了割裂。 今夜, 三更十分。 在许黑牵引之下, 龙气正是抽离而出, 离开了灵脉, 离开了班山宗。 一切, 好似命中注定。 同一时间, 一群黑衣人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班山宗各个方位, 他们各站一块地方, 隐约形成玄妙的阵形。 他们打出手印, 拿出阵旗, 在时间抵达三更的那一刹那, 同时按在了地上。 风! 随着一羽落下, 一道道无形的封印, 从阵旗中扩散出去, 彼此相连, 构建出一座庞大的阵法, 眨眼之间将班山宗笼罩。 此阵, 将隔绝一切外人的查探, 也杜绝了里面之人, 向外传递讯息。 今夜, 注定是不眠之夜。 班山宗深处, 炼器室门口, 那位久坐不语的海长老, 突然睁开眼, 他先是望了眼天空, 再看了眼大地, 那双浑浊之眼, 旁復看到了未来。 龙气消失, 班山宗的气韵到头了。 滔天大阵成形, 形成一个弹壳, 将班山宗笼罩。 所有黑衣人均是脱下面罩, 显露出本来的面目, 他们齐齐闪身, 来到了班山宗山门口。 此刻, 守山弟子正内心嘀咕。 奇怪, 我已经举报给了掌门, 还是没有被赶出来。 不对劲啊。 守山弟子正琢磨着, 突然, 天空上飞来了无数黑影, 如流星闪电, 势不可挡。 守山弟子脸色大变, 他立刻拿出预检, 还没来得及捏碎, 就现其中一名银发少女, 抬手一握。 守山弟子飞了出去, 被一股巨力抓在手中。 说出你的名字。 银发少女冷冷道。 守山弟子双眼茫然, 乐乐道, 方雨。 碰。 名字说完, 他的身体炸开, 化为了血污。 旁边的一位洛塞湖大汉笑道, 小鹰, 杀人之前问名字, 这个习惯可不好。 这位洛塞湖大汉, 正是那酒馆之人。 他守了二十年山, 值得有个名字。 银发少女说话之间, 一名铁塔般的巨人, 脚踏大地, 一记野蛮冲撞, 如流星般撞击在了光照上。 只见他浑身浮温扩散, 融入光照, 这护山大阵瞬间脆如宝纸, 被撞出了一个大缺口。 轰隆, 整个班山宗都在摇晃, 全宗的弟子都惊动了。 搜搜搜, 班山宗的长老, 全部从闭关之地离开, 脚踏飞溅, 急迟而来, 悬停在半空中, 望着前方的黑衣人群, 一个个脸色急剧变化。 这人是神道子, 徐清风, 悬赏十三万零食的通缉犯。 众人盯着那洛塞湖大汉, 一副陷了鬼的表情。 这是银发魔女, 悬赏八万。 还有妖僧苦玄, 乱党贼子。 此刻, 所有人内心都掀起了惊涛骇浪。 楚国战败, 斯天坚被灭, 一些楚国修士敌不过秦军, 于是便组成流寇, 四处作乱。 他们专门盯着秦军极其同盟, 打架结舍, 杀人夺宝, 已然闯出了一番威名, 个个都是悬赏上万零食的猛人。 这些乱党贼寇, 大部分都是斯天坚的幸存者, 楚军当中的翘楚, 亦或是一些志同道合之人。 楚国已亡, 他们心存复国之心, 有的只是单纯喜欢打劫。 总之, 因为各种原因, 他们走到一起, 形成规模, 被世人称为乱党叛军, 全国通缉。 让所有人震惊的是, 这些四处躲躲藏藏的老鼠, 竟然敢杀进班山宗, 这还是史上头一遭。 洛塞湖大汉徐清风, 上前一步, 大喝道, 班山宗勾结外敌, 逆谋造反, 罪无可恕。 今日, 我斯天坚徐清风, 便替天行道, 铲除这群走狗。 徐清风的声音, 带着无穷的浩然之气, 传遍山门内外。 煞时间, 班山宗所有人的头顶上, 浮现出了一个罪字。 这是罪犯的标志, 徐清风身为斯天坚职法长老, 精通文字之术, 文字即可杀人。 此刻, 不少弟子心中, 生起了强烈的罪恶感, 自责感, 甚至有了自杀的冲动。 哼, 一群流寇土匪, 也妄称替天行道。 从深山中踏出一步牵杖, 来到了境前, 浑身气息如大海波涛, 周遭热浪翻腾, 整个人如同一座火炉。 班山宗祖师爷, 第五代掌门, 石玄, 也是门内唯一的杰单修士。 石玄大手一挥, 那些罪字立刻消散。 此刻, 当代掌门石灵, 何兴长老师龙子, 石疯子等人, 也相继出现, 盯着这群外来者, 脸色无比凝重。 宗门已被封死, 无法求援, 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 对方有备而来, 今日, 注定只有死战, 那就战。 只凭这群贼寇, 也想灭我班山宗, 真是笑话。 石玄主动前行, 不航间, 那干枯的躯体迅速膨胀, 血肉生长, 体内骨骼发出啪啪之声, 宇罗的身体挺直, 拔高, 白发变成了黑发, 枯瘦之身, 重新恢复了光泽。 转眼之间, 他就从一名老者, 变成了一位中年壮汉。 徐清风扫过众人, 冷笑道, 卫战就想逃。 想求援? 不愧是一群懦夫, 当日跪在秦军脚下, 今日, 也能跪在我等脚下。 他话音一落, 每一个人的头顶上, 出现了一个跪字。 这一刻, 所有班山宗之人, 只觉得骨头发软, 情不自禁地想要投降, 想要下跪求饶。 住口! 石玄彻底发狂, 怒声咆哮, 声音传荡开来, 将所有跪字震碎。 他显然了解过徐清风的嘴炮之术, 及其阴毒最好的方法, 就是打到他闭嘴位置。 石玄身体膨胀迅速巨大化, 变成一尊石人, 朝着徐清风冲杀而来, 震动天地, 气浪滔天。 所有人, 杀! 撞开大阵的张铁, 大喝一声, 手臂膨胀了一圈, 如巨人般横扫而出, 刚猛的气浪瞬间扫中了两名长老, 两人身体爆开, 化作肉泥。 其余人也都冲入了宗门内, 祭出法宝绝学, 杀向班山宗众人。 杀? 保卫宗门? 杀死这群乱党。 班山宗长老以及弟子们, 也纷纷冲杀出去, 与贼人杀成一团。 掌门石灵坐在广场上, 开启了护宗大阵。 只见一个虚幻的石人, 从地底下钻出, 此乃三阶阵灵, 世世代代守护宗门的石道人。 张体二话不说, 身体膨胀到了 与石道人同等大小, 像是五夫般一拳头砸出, 那石道人同样也是一拳, 两人以纯粹的肉搏 发出震天动地的碰撞。 罪过罪过, 南无阿弥多婆叶, 妖僧苦玄, 闭上双眼, 盘坐在地上, 手里拿着一串佛珠, 不断地念着往生咒, 超度那些亡魂, 同时也在超度活人。 你叫什么名字? 严磊。 死。 引发少女平静如水, 每当问过一人的名字, 便将那人瞬间抹杀。 向家军, 杀。 向妃率领的五人的小队, 一马当先, 冲入了敌阵之中, 这个队伍全都是助击妻, 配合精妙, 都是同境界佼佼者。 还有一个满头子发的年轻人, 也不打架, 专门偷人的储物袋, 偷人的法宝, 许多长老的宝物刚刚拿出来, 还没来得及使用, 就被这人夺了去。 这样一个由四天间, 正统军, 邪修, 魔女, 盗匪组成的团体, 如同星星之火, 点燃了第一盏灯, 班山宗内部, 炼器室内。 虽然外面打得震动滔天, 炼器室内却没什么动静, 此地阵法可隔绝一切波动。 许飞看着玉石盘上出现的四个大红点, 内心极为沉重。 四个结单七, 许黑严重低估了此行的凶险性。 不过, 他的小挪衣服管够, 真逼急了, 保命是没问题的。 况且, 这四个结单七也并非同一个阵营。 许飞发现, 其中有三个红点是从外面来的, 也就是袭击者当中有三个结单七修饰。 班山宗只有一位结单老祖, 再加上护宗大镇, 满打满算两个, 也不知能撑多久。 必须加快进度了。 许黑看了眼反应炉内, 此刻, 丹炉的三条腿已经融化了大半, 一些边缘的棱角也都化为了液态, 但主体处存完好。 按照这个进度, 怕是的两三天才能彻底融化, 许黑可等不起。 当即, 他心念一动, 将托越塔寄出, 丢入了反应炉中。 融合? 许黑引力数巨洞, 地上的黑色液体悬空而起, 附着到了托越塔上, 迅速融入棋内。 在许黑的操控下, 这一座残破的塔, 在以缓慢的速度修复。 托越塔的本身功能完好, 无需重新计炼, 只需将破损的结构补好。 这种简单的修补工作, 许黑还是能办到。 至于能修复到什么程度, 用这种笨办法。 许黑一直注意着检测预示盘, 上面的红点在快速消失, 那是班山宗之人在死去。 入侵者的人数并不多, 只有五十号人, 但各个都是精英。 最弱的都是炼气器大圆满, 超过一半都是助击器。 班山宗的人数是他们的十倍, 却如同土鸡娃狗, 根本挡不住。 普通弟子如蝼蚁, 一死一片, 长老也只能坚持几个呼吸, 实力不在一个量级, 同境界下都不是对手。 萧丑似乎意识到了石码, 在前方走来走去, 坐立难安。 这时, 玉石盘上有一个大红点, 进入到了山体内部, 朝着这边急驰而来。 来了一个结单妻, 许黑目光凝重, 他放出了李扬傀儡, 拿出了射魂旗, 随时准备动手。 班山宗, 广场上, 刀光剑影, 厮杀震天, 一具具尸体坠落, 鲜血会聚成河, 如同人间炼狱。 普通弟子面临的是一面倒的屠杀, 高层长老也节节败退。 即便是那石悬老祖, 面对徐清风, 也被打得口吐鲜血, 只能咬牙坚持。 而三七阵灵, 也被魔人张铁压制的死死的, 每一拳落下, 都让其虚幻几分。 他们都是同境界的佼佼者, 没有一个不是天骄。 那专门偷人法宝的子发青年, 面带冷笑, 朝着山洞内部奔去, 沿途又夺走了好几个长老的储物袋。 快跟上, 别被他一个人将宝库给洗了, 老子们也要喝口汤。 向飞骂道, 众人对视一眼, 当即就有好几名助机修士跟了上去。 小音, 你也去看着他。 徐清风催促道, 银发少女眉头微醋, 犹豫了半赏, 也只能不情愿地跟在后头, 冲入大山中。 大山内部是班山中的内门所在, 有无数洞府。 子发青年每每途进一处洞府, 便冲进去, 喜结一空。 这位小友, 我只求财, 不害命。 你可千万别冲动。 一个洞府内, 子发青年仰手一挥, 将所有东西全部拿走, 连那弟子的衣裤都拔了, 啥也不剩。 他一路搜刮而去, 任何值钱之物都逃不过他的法眼, 就连地板上的金属皮都被刮走了一层。 后方跟随的人群, 一个个看得是目瞪口呆。 那子发青年, 行事也异常谨慎, 凡是可能有机关, 有危险的地方, 他是一律不碰, 只挑那些容易拿捏的洞府。 不多时, 他便来到了最核心的区域, 炼气室门口。 这就是班山东的炼气室了。 据说里面有班山老祖当年遗留之物, 肯定能值不少钱。 子发青年眼眸发亮, 蠢蠢欲动。 突然, 一道掌印朝着他身后打来, 这掌印出现的无声无息, 是从山壁中窜出来的。 砰, 静气贯穿, 狠狠印在了他后背。 然而, 却像是打在了棉花上, 那子发青年哀悠一声惨叫, 飞了出去, 落到了隧道尽头。 身后, 一名黄袍老者从山壁中走出, 目光冰冷, 正是那守门老祖海长老。 杰丹七? 你是何人? 海长老面色沉重, 此人看上去修卫助击后期, 可刚才那一涨下去, 他分明感受到了真缘的存在。 这只说明, 此人隐藏了修卫。 子发青年抱拳道, 在下李飞宇。 李飞宇, 海长老眉头微皱, 他压根没听说过这好人。 韩特, 你将此人牵制住, 我来进入恋气势。 银发少女出现在远处, 戴燃道, 后方还跟来了一群助击修士。 韩特抓了抓脑袋, 贪手道, 大小姐, 此人可是假单修士, 不在我的工作范围内吧, 除非, 加钱。 你收走了这么多储物袋, 还不够。 银发少女皱眉道, 韩特顿时焦急道, 那些都是要分出去的, 我自己只能留三成。 你看, 契约都在这, 还怕我耍赖不成。 韩特拿出了一张契约书, 上面明明白白写住, 韩特辅佐队付助机器修士, 可拿走三成个人收获作为报酬。 末尾则是徐清风的执法印章, 以及韩特的签字画鸭。 我身为赏金猎人, 契约精神还是有的, 不会多贪图你们的东西。 韩特愤愤不平, 感觉人格受到了侮辱, 还派这么一群人来监督他。 海长老听闻他们的谈论, 顿时眸光一闪, 道, 你是韩特? 只要给钱任何事都干的韩特。 此刻, 韩特也不装了, 撕下了脸上的人皮面具, 样貌又变回了那放浪不羁的中年模样, 一头杂乱的紫发, 浑身插满武器。 怎么,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想收买我? 韩特直直地盯着他。 海长老愣了愣, 沉生道, 要多少钱? 这个, 韩特摸着下巴正思索着, 突然, 他身后的石壁探出, 一个大掌印再次出现, 朝着他后背心狠狠按下。 这一掌与之前不同, 掌心有一团蔚蓝色的雷光, 带上了一丝真圆之力。 老匹夫你耍诈! 韩特顿时大怒, 寄出一面盾牌挡在后方, 掌印撞上, 盾牌当即破碎, 爆出响亮的轰鸣声, 手掌余力不减, 狠狠印在他后背, 发出轰雷炸响。 哄, 韩特向前栽倒, 一头撞在了前方石壁上, 他的后背焦糊一片, 却见一副银色内甲挡住了这一击。 妈的, 老子不收钱了, 这下是私人恩怨了。 韩特面色铁青, 破口大骂, 拔出身上的各种武器, 朝着海长老就杀了过来。 海长老面不改色, 皮肤迅速石化, 体内的甲丹源源不断放出真元, 召唤无数锋利石损, 杀向前去。 远处的人群都是一脸无语。 银发少女倒是没什么表情, 他平静如水, 走到了石门前, 欲止凌空点下, 虚空泛起一道水波, 荡漾开来, 打出一道道玄奥的符印。 片刻后, 只听咔的一声, 石门开启了。 So! 在石门开启的一瞬间, 一条胶莽之灵便张开大口, 抱窜而出, 朝着银发少女咬下, 同时毒液击射而去, 将四面八方所有可能闪避的区域 全部覆盖。 这是必杀一击, 任何人只要开门, 就会遭到雷霆攻势。 即便是杰丹七, 在这么突如其来的连环攻击下, 也会中招。 银发少女依旧面无表情, 她的身影突然虚化, 像是变成了残影一般, 被骄蟒之灵穿透而过, 扑了个空。 所有毒液都是落在了空地上, 发出痴痴之声。 嗯? 许非操控的李扬眉头微皱, 这种手段, 她从来都没见过, 有点像是鱼龙百变留下的残影。 却见那少女残影盯着她, 你,叫什么名字? 她一头剪短的银发, 皮肤白皙, 双眼冷淡, 身材矮小, 像是一个没有情绪的木。 只是偶尔, 眉头晦皱一下, 此外, 再无任何表情出现。 许非立刻意识到, 这不是速度太快留下的残影, 而是活人。 只是不知什么原因, 变成了虚影, 无法被攻击到。 许非没有理会, 一摇射魂旗, 十三条蛇灵出现, 扑向了外面的其余助机修士。 杀不了此人, 先杀了别人。 少女虚影抬起手, 对着蛇灵轻轻一握, 蛇灵顿时被禁锢在了半空。 就在她卧下的一瞬间, 她的身体, 有那么短暂的实体化。 So! 萧丑瞬间从地下钻出, 一记轰拳, 打向她的脸庞。 萧丑的手臂上, 蛇纹亮起, 力量比之前暴增了数倍, 空气都发出响亮的气爆之音, 这一拳, 可开惊烈时。 引发少女, 那久久没有波澜的脸上, 终于出现了一丝罕线的错愕。 碰! 随着一声闷响, 引发少女的脸庞挨了一记重拳, 身体横飞出去, 一头撞进石壁中, 有几滴鲜血落在地上。 远处的贼寇同伙, 全都目瞪口呆, 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引发魔女, 被一拳击中, 这真是世间奇闻。 之前她战斗过无数回, 还从没受过伤, 干得不错。 许黑夸赞道, 这萧丑经历过生死大战, 就是不同, 实际抓得恰到好处。 连她都没意识到, 对方在释放法术之时, 身体会短暂地实体化, 萧丑却敏锐地捕捉到了, 甚至提前做好了偷袭准备。 当然, 这也有许黑正在练气, 无法集中精神的缘故。 前辈您专心练气, 这里就交给我。 萧丑沉声道, 许黑略作沉吟, 将蛇灵放在了石门口, 下达了镇守指令, 随即全神灌注去练气。 如今, 练气到了最关键的收尾阶段, 他也不想分心去战斗, 不然功亏一篑。 其实, 托越塔的形态并不完整, 那一座上古炼丹炉, 只是融化了一些边角, 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但对方已经杀上门来, 许黑只能强行收尾, 中断这次练气。 这是最稳妥的做法, 至少, 修复的目的达到了。 营? 突然, 许黑恍惚听到了一个声音, 不由一震, 目光直直看向反应炉。 大地之下, 隐隐有一条无法形容的气, 冒了出来, 进入了反应炉。 这一股气, 任何人都感应不到。 但在许黑的眼中, 雀若隐若现, 如游龙般盘旋在半空。 龙气? 许黑内心震动。 传闻中, 龙气像只一地的浮原, 乃是大气韵的征兆。 这种虚无缥缈之物, 人类无法看见, 只有修炼真龙九变的许黑, 可以隐约捕捉到一丝痕迹。 还有一些精通风水挂象之人, 寻龙点穴可隐约看出龙气所在。 这班山宗的灵脉下, 竟然藏着一缕龙气。 班山宗, 何时藏着这么大的气韵? 许黑颇感诧异。 他对龙气的了解不多, 仅限于民间传说和少有的几个预检记载, 却不知道具体有何作用。 此刻, 那龙气发出一声低音, 竟然冲天而起, 飞入到了那托月塔内。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许黑一愣神, 紧接着, 托月塔变疯狂颤动起来, 发出咔咔之声, 表面瞬间布满了裂纹。 什么? 许黑脸色大变, 急忙凝神压制, 但托月塔的裂纹越来越多, 结构正发生着惊天巨变, 无法逆转, 似乎要毁掉。 该死, 为何会出现这种变故? 许黑面色阴沉, 反应炉内, 那耀眼的蓝光愈发灿烂, 炼丹炉加快融化, 液体自动飞入了托月塔中, 缺口修复, 整体形状也在改变。 这事, 许黑傻了眼, 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变故, 更不知该怎么办, 那托月塔似乎在自行改变。 只不过, 许黑的心神却始终与之相连, 他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这一座塔正发生着惊人的变化, 那一缕容器也在融入其内。 少卿, 银发少女从十壁中赚出, 再次来到了石门前。 萧愁身体膨胀, 化作赤色熔岩巨人, 皮肤舌纹密布, 堵在大门口, 大有一副当官万夫莫开的架势, 死死盯着那实话的少女。 银发少女平静道, 抱上你的, 我是你爹。 萧愁骂道, 同时一拳轰来。 银发少女双眼冷酷, 屈指一点, 萧愁刚想闪开, 突然感觉到, 一种无法形容的撕扯力, 降临在他身上。 这种力量无法抵挡, 超越了防御的极限。 住手! 突然, 银发少女的袖子里, 飞出了一个传讯预检。 这预检表面, 飘出了一个人影, 与之前李扬的预检别无二致, 急促大喊。 咔咔咔, 萧愁身上的防御法宝, 全部断裂开来, 无论是厚图铠甲, 还是大地之盾, 其其从中间分裂, 同时进行, 没有起到一丝防御作用。 他的胸口, 凭空出现了一道裂痕, 只有三寸, 断裂处非常平整, 磅扶分裂的是这一处空间, 而不是他的肉体。 为什么? 他疑惑地看向那个人影, 他是, 那个人影低声道, 不知在说什么。 银发少女点点头, 什么也没说, 身影虚化, 转身离开。 萧愁心有余悸, 脸色苍白, 刚才他在鬼门关走了一遭。 这种无视一切防御的撕裂, 还有那无视一切攻击的虚化, 究竟是什么招式? 萧愁本以为, 自己再怎么也能抗衡一二, 结果一招就败, 这让他有了很强烈的挫败感。 银发女看上去, 修为不过是助击, 跟他与许黑差不多, 为何如此诡异? 银发魔女悬赏八万灵石, 跟结单七相近, 不是没有道理的。 轰隆隆突然之间, 整座山体开始震动, 越来越剧烈, 地动山摇, 仿似要天塌一般。 远处纠缠的韩特与海长老, 也停下了眼前的战斗, 盯着天空。 只见上方的天花板, 竟然出现了无数裂缝, 遍布所有区域, 这一座大山, 庞扶要被人给掀开了。 护山大阵, 要崩塌了。 海长老面露绝望, 当山体不再稳固, 就意味着护山大阵的毁灭。 大阵消失后, 他们随便一次交手, 就能让这座山出现毁灭性的灾难。 结单七, 举手台族, 便可一山。 事实上, 正是如此。 外界广场上, 那三阶阵灵, 已然虚弱到了极点, 几乎要完全透明。 随着张铁手握一柄锯, 重重砸在阵灵的脑门上, 这守护了数百年的阵灵, 终于是悲嚎一生, 身体崩碎, 化作虚无, 回归大地深处。 阵灵消散, 班山宗的护山大阵, 也彻底崩溃, 掌门吐血倒地。 第五代掌门, 石悬老祖, 也游进灯窟, 即将走向陨落。 当年, 班山老祖上在时, 你们何等辉煌? 若是他在, 你们也不会成为秦军的走狗。 徐清风立于高天, 你们耗尽了班山老祖留下的气韵, 班山宗, 王。 他一语落下, 锦鱼的数位核心长老头顶上, 出现了一个王字, 就连那位石悬老祖, 头上也出现了王字, 这一次, 再也无法消除。 他们的眉心, 出现了一团死气, 这是命数已尽, 无法逆转。 一山, 填海。 张铁运足力量, 环抱大山, 将这座大山的盖子, 给掀了起来, 显露出山体内部的环境。 山体内部别有洞天, 无数洞府都暴露在外, 里面有众多惊恐的弟子, 全都蜷缩在角落, 瑟瑟发抖。 就像是藏在洞中的小蚂蚁, 蚂蚁洞都被掀开了, 他们无处可逃。 那座被掀起的大山盖子, 被张铁甩向天空, 暴成了无数碎片, 散落大地, 下起了碎石雨。 这等移山填海的手段, 让所有人触目惊心。 这就是杰丹七的力量。 如今, 只剩下最后一个地方, 没有暴露, 那是炼气室。 此地连通灵脉, 是独一无二之地, 即便护山大阵没了, 里面还有一座独立阵法。 萧愁站在石门前, 望着早已通透的天花板, 望向拿凡心满天的夜空。 此刻, 石玄老祖正浑身浴血, 最后的一丝生命, 也即将走向衰亡。 他的师父石龙子, 大肠老师疯子, 掌门石灵, 那些曾经他的师叔们, 全都重伤兵死, 死气缭绕。 班山宗, 气数已尽, 这个宗门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他们后悔吗? 没人后悔, 若是当初不加入秦军, 只会死得更早。 在这个世界, 没有所谓对错, 唯有实力永恒。 小蚂蚁们, 都给我滚出去。 张铁隔空一抓, 引力数启动, 所有躲藏的班山宗弟子, 被一指无形的大手给抓起, 林小姬一样提出来, 摔向了宗门广场外。 没有丝毫反抗之力, 差距太大了。 是死死汗在了地上, 肉身崩出鲜血, 牙齿咬破, 硬是没被抓出。 那一人正是萧仇。 我愧对仙祖, 愧对宗门。 石灵仰天发出悲鸣, 冲向张铁, 肉身自爆开来, 化作无数碎石。 班山宗当代掌门, 陨落。 张铁后退几步, 像拍苍蝇一样, 将碎石扇飞, 连一根汗毛都没伤绑。 他这才将目光, 投向那唯一没有被抓起的弟子。 萧仇的身体, 站得笔直, 双瞳满是血丝, 与之对视。 这让张铁略感兴趣, 班山宗内, 竟然还有这样的弟子。 石龙则回望一眼山体内, 顿时脸色俱变, 怒喝道, 萧仇, 我不是将你逐出师门了吗? 你怎么还敢回来? 他这话, 看似在训斥萧仇, 实则在给众人传递一个资讯。 萧仇, 已经不再是班山宗的弟子, 理应不受牵连。 萧仇, 有些耳熟。 徐清风文言, 淡然一笑, 道, 石龙子, 你放心好了, 此人我们不会杀, 他可是连斩秦军五位助击的英雄人物, 我们怎会为难他? 这样一番话, 让众人脸色都起了变化。 张铁揉了揉胡子拉叉的下巴, 眸光一闪, 自语道, 原来如此, 难怪腰感这么直。 不错, 张铁难得地称赞了几句, 这让石龙子松了口气。 徐清风开门献山道, 萧仇, 萧仇, 给你个机会, 加入我们, 我知道, 我们都有共同的志向, 我拒绝。 还不带众人吃惊, 萧仇就丢置了这样一个更加惊人的回答。 所有人都是双眼一呆, 就连徐清风也不例外。 你们灭我宗门, 转头就让我加入, 我萧某岂是这种狼心狗肺之人。 萧仇冷冷道, 住口。 石龙子面色铁青, 怒斥道, 班山宗, 早已不是你的宗门, 我等是死事活与你无关, 莫要自悟。 师父, 别叫我师父, 我将你逐出室门了。 石龙子怒目而逝, 却因为情绪过激, 喷出一口血来, 眉心的死气瞬间扩散, 身体枯瘦, 整个人几乎化为了单狮。 萧仇愣在原地, 一动不动。 石龙子深吸几口气, 不再说话。 他盘坐在了地上, 全身所有的生机都消散了, 沉入了地底, 眉心的死气蔓延至全身, 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石龙睁开眼, 望向萧仇, 又浮现出了当年, 那慈祥的笑容。 五年前, 萧家的药铺, 一位慈祥的老者看向萧仇, 说出了改变他一生的话。 小家伙, 你资质不错, 可愿成为我石龙子的弟子。 五年后, 班山宗广场上, 慈祥的老者盘坐在地上, 依旧是当年的笑容。 小家伙, 你长大了, 恭喜你, 出师了。 说完这句话后, 老者永远地闭上了眼, 他的身体渐渐石化, 化为了石雕, 魂归大地。 生于大山, 死于大山。 他靠山修炼了一辈子, 今后也成为了大山的一部分。 所有的声音都安静了下来。 萧仇没有说话, 只是跪在地上, 对着石龙子的雕像, 重重刻了三个响头。 强大的秦军, 没有让他弯腰。 眼前的敌人, 没有让他屈服。 萧仇不跪天不跪地, 只跪父母, 只敬恩师。 他的脑袋撞在地上, 两行热泪从眼角无声地滑落。 炼气室内, 许黑的神识目睹了这一切, 他的心底生起了一种感悟, 无法言明全心地感悟。 何为骨? 人有傲骨, 百折不挠, 宁死不屈。 当没了傲骨, 将会失去所有契约, 走向不可遏制地衰败。 即便是龙气, 也留不住。 许黑从逆境中崛起, 知道骨气的含义, 可他没有师父, 也没有父母养育, 他不理解何为恩仲如山。 不贵天地, 只敬恩师, 今日所限, 所悟, 敌我十年功。 许黑闭上了眼, 沙纳间, 他尾部的第二根龙骨正在急速转化, 这种速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 一道暗精的色泽从中散发出来, 一根, 两根, 就这么短短的一瞬间, 许黑的尾部出现了三根龙骨。 与此同时, 许黑的修位也迅速攀升, 全身经脉开始自动吸纳灵气, 地下灵脉中, 灵气疯狂涌出, 吸入体内, 腰神顶中的灵台正迅速扩大。 咦? 眼前的拖月塔中发出了一声响亮的龙银。 那一道龙气似乎感受到了许黑的变化, 连带着整座拖月塔也在随之改变。 哄, 浩如烟海的灵气从灵脉中抽离, 注入到了塔内, 如此庞大的数量, 就连那半条灵脉都在枯竭。 炼丹炉加快融化, 三条腿已经完全消失, 炉盖也没了。 拖月塔的形状逐渐化为了龙形, 升空的蛟龙正仰望星空, 直视苍穹。 此刻, 他已经不再是拖月塔, 而变成了一座蛟龙塔。 许黑的修位直线上涨, 一直涨到了初期六成, 距离中期越来越近了。 我终于明白, 为何那位真龙前辈说, 我的道路要比其他人艰难百倍。 许黑回想起班山宗的事迹, 不由感慨。 若是他们敢有骨气, 早就死在了秦军的铁蹄下。 可若是没有骨气, 又无法保留灵脉中的龙气。 假如哪天, 徐飞面临这种不低头就必死的局面, 他应当如何? 画龙之路绝非一条简单的路。 就如人类当中罕见的剑修, 不低头就死, 低头就无法成为剑修, 一样的道理。 这注定是一条九死一生的道路。 外界, 宗门广场上, 班山宗的长老弟子们, 生命陆续走到了尽头。 他们或是原地作画, 变成石雕, 或是拼死逃命, 结局都是一样。 罪过罪过, 妖僧苦玄, 双手合十, 念着网声咒, 撒下纸钱, 超度亡魂。 没死去一人, 他都要做法一番, 无论对方是谁, 什么修为, 一视同仁。 那位唯一的结单妻老祖, 最终放弃了抵抗, 也选择作画, 魂归大山, 了却一生。 萧丑, 跟他们走吧, 这是你师父的遗愿, 也是我班山宗的遗愿。 石玄看向萧丑, 轻声开口, 只要你记住, 你曾是班山宗的弟子, 这就够了, 所有人放弃抵抗, 就让我等, 将生命还给这座山。 石玄的声音朗朗传开, 他的身体石化, 变成了一座石雕, 融入到了大山之中。 云下的长老们, 也全都坐在地上, 将自己的肉身, 灵魂, 投入大山。 萧丑, 无需仇恨任何人, 早在去年, 我们就死了。 守护炼器室的海长老, 看向他, 淡然道, 好好活下去, 石笼子在天之灵, 也会安息。 他盘坐在炼器室门口, 身体化为了石雕, 魂归大地。 就如这两百年的镇守, 他永远地停在了这里。 这一刻起, 班山宗彻底灭亡, 萧丑松开拳头, 对着眼前的大山, 深深一拜。 徐清风叹了口气, 道, 我不会强迫你, 若是不愿加入, 我可做主, 放你离开。 老大, 可是, 张铁还想说什么? 徐清风摆了摆手, 我意已决, 他们设下滔天大阵, 就是为了不放走艺人, 避免泄露情报讯息。 关于他们的情报, 个人能力, 价值连城, 不容有失, 但徐清风依旧放过了消愁, 这冒了很大风险。 接着, 徐清风还留下了一枚令牌在地上, 道, 考虑好之后, 可用这令牌联络我, 我会派人接你, 若是不愿, 将此令牌毁掉即可。 说吧, 他便不再理会消愁, 朝着那锦鱼的炼器室走去。 其余人也都为了上来。 徐清风对于班山宗的财产不屑一顾, 但唯独对那炼器室非常在意。 准确来说, 是炼器室地下的灵脉, 以及灵脉中潜藏的一丝龙器, 这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 联盟想要发展壮大, 龙器所带来的器运不可或缺。 之前, 他们就捕捉到了一条龙器, 镇压在总部之下, 这让他们无往不利。 龙器这种带来浮原之物, 自然是越多越好。 小仇正要去拦截, 却被张铁隔空一抓, 直接甩飞了出去。 真以为老子抓不动你。 张铁眼露嘲讽之色, 修为差距太大, 这不是个人的意志可以阻拦的。 徐清风站在石门前, 突然眉头微皱。 他隐约发现, 这地下灵脉正在以可怕的速度枯竭, 此地的灵气浓度, 竟然比正常情况下, 少了三倍左右。 哼, 张铁身体撞击而上, 炼器室的墙壁上遍布裂纹, 阵法剧烈摇晃。 不对劲。 徐清风脸色一沉, 这可是当年班山老祖留下的阵法, 即便过去了两百年, 也不是轻易就能破开的, 怎么今日如此简单就轰轰轰, 突然, 大队发出了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疯狂地震动起来, 一阵阵无法形容的恐怖波纹, 从炼器室中汹涌而出。 下一刻, 赢? 一道响亮的龙银, 响彻天穷, 震动还宇。 这是龙气? 徐清风面露惊喜之色。 开! 他不再顾忌, 一声大喝, 张铁也用尽全力, 撞在石壁上, 两位杰丹妻联手之下, 炼器室的防御彻底破开, 阵法崩溃, 所有墙壁都化为了粉末。 事实上, 当年班山宗老祖留下的阵法, 绝非如此轻易就可以破掉。 只不过, 维持阵法的半条灵脉, 已经被吸干了, 无法再让阵法保持在鼎盛时期。 哇! 炼器室破碎后, 一道金色刺眼的光芒照耀天地。 紧接着, 金光极速暗淡, 渐渐化为了黑光。 而那黑光之下, 有一座三丈高的宝塔, 助力前方。 磁塔形似传说中的蛟龙, 龙手向上, 直插天穷, 通体漆黑如墨, 塔身上还有一层层黑金龙鳞, 极其诡异。 龙气呢? 徐清风拿出罗盘, 搜寻一圈, 目光锁定在了眼前这一座古怪的黑龙塔上。 所有人都能看出, 此塔不俗, 道友可否现身一线? 我等并无恶意。 徐清风抱拳道, 他知道这炼气室内躲着人, 且隐约猜出了对方的身份。 他的目标指使龙气与凌漫。 So? 黑龙塔忽然拔地而起, 恐怖的兴风将所有人都震飞了出去, 即便是徐清风与张铁, 也相继后退十丈, 面色骇然。 这是什么法宝? 徐清风心神震动, 抬手一点, 大鹤, 道友有话就说, 何必一言不发? 病! 一个巨大的钉字, 出现在了黑龙塔顶端。 只是这钉字刚出现, 就被一股无法形容的可怕巨力轰碎, 随后, 那一股巨力直奔徐清风而来。 破! 徐清风脸色一变, 胸口挨了一记重击, 鲜血喷出, 倒飞而回。 什么? 众人皆是一惊, 张铁立刻起身, 身体膨胀开来, 化作了十丈高大的铁皮巨人。 他手中的一把铁锤, 也在他手中迅速放大, 如同一座小山。 朝着黑龙塔就砸了过去。 咚! 震耳欲聋的声音响彻天地, 在他铁锤处碰到黑龙塔的沙纳, 一股无边无际的距离, 从塔内渗透出来, 轰击在铁锤之上。 小心! 徐清风大喝, 张铁的手掌瞬间炸开, 化作粉碎。 而那一把大锤竟然浮现出了裂纹, 倒飞了回去, 撞入大山之中, 发出震天动地的巨响, 将不少人震得头破血流。 怎么可能? 这是什么法宝? 所有人都难以置信。 那可是三阶灵宝, 碎星锤, 张铁祭念了一辈子的法宝, 接近三阶中品, 竟然如此不堪一击。 好, 好强! 萧愁直接看呆了。 所有人都呼吸急促, 这绝对是一件质宝, 在整个秦国都可以排得上好的。 张铁仰手一招, 碎星锤回到了他手中, 看着上面的裂纹, 他心疼得快要滴血, 只是脸色愈发阴沉了。 此刻, 那黑龙塔呼啸旋转, 朝着人群众多的地方碾压而来。 快退! 徐清风大喊。 所有人的脑袋上出现了一个退字, 众人不受控制地飞了出去, 避开了正面攻击, 但依旧有不少人被边缘的气势碾压到, 口吐鲜血, 伤残大半。 徐清风面色铁青, 拿出了一卷古图, 伸展开来, 隐约散出恐怖的波动, 却突然面色一震, 又将古图收了回去。 动! 黑龙塔升空而起, 撞击在了天穹上, 被一张无形的光幕给挡住, 泛起层层涟漪。 银发魔女凌空飞起, 目视黑龙塔, 抬起了那匆匆玉纸, 就要点下。 黑龙塔锁在地, 空间出现了褶皱。 算了。 徐清风抬手, 将银发魔女的手臂按了下去, 那空间褶皱顿时消失。 银发魔女不解地看向他, 撤销大阵, 放他离开。 徐清风郑重道, 所有人都是一愣。 为何? 那龙器明显就在塔内, 还伤了我们这么多人。 张铁不甘心, 他们辛辛苦苦杀入班山宗, 冒着这么大的风险, 牺牲了这么多弟兄, 就这么打道回府。 银发魔女平静道, 我可以, 不, 你不可以。 徐清风摇头, 解释道, 这是盟主的意思。 听闻此言, 众人顿时陷入了沉默。 盟主, 乃是幕后出谋划策之人, 他们的每一次行动, 都是听从盟主的安排, 帮他们避开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 这一次袭击班山宗计划, 也是盟主安排的。 盟主在他们心中的分量, 无可匹敌, 他们无条件服从。 既然是盟主的意思, 我张铁没意见。 张铁叹了口气, 巨人般的身体迅速回缩, 变成了正常体型。 众人同时打出手印, 困住此地的阵法光照, 立即就消散了。 黑龙塔升天而起, 以不可思议的速度, 飞向了天边, 化作一道黑色流光, 消失在黑夜尽头。 萧丑也立即施展土盾树, 离开了此地。 众人即刻开始疗伤。 徐清风降落在地上, 深入地脉探查, 发现那半条灵脉, 果然已经枯萎了。 看来, 我们为他人做了嫁衣, 最大的两个收获都没了。 徐清风苦涩道, 真该死, 那塔内究竟是何人? 张铁依旧是愤愤不平, 他对盟主的指令绝对服从, 只是不理解。 或许, 他不是人。 徐清风道, 不是人。 众人都看了过来, 满脸一色。 我也只是猜测, 具体去问盟主。 徐清风无奈道, 阿弥陀佛。 盟主的判断, 从未出错。 我等照做便是。 苦玄双手合十, 低诵佛号。 说起来, 他们也不是全无收获, 搬山宗无数年的财富鸡肋, 也不是一笔小数目。 向飞笑道, 不管怎样, 此行收获不小, 这毕竟是大宗门, 咦, 韩特呢? 向飞四下张望, 却不见韩特的影子。 难不成, 趁着刚才开启阵法, 跑了? 张铁眼珠圆瞪, 他们在打声打死, 韩特近在剪法宝, 偷储物袋, 洗劫各种宝库, 就这么溜了。 要知道, 搬山宗的大部分宝物, 可都在他身上。 徐清风什么也没说, 对着地面上的一具尸体, 狠狠一捏。 哎哟, 那尸体突然发出惨叫声, 被提了起来。 听那声音, 正是韩特。 韩特缩了缩脖子, 左右看了看, 面对目光不善的众人, 他急忙辩解道, 哎, 我可没逃跑, 我是有职业操守的, 说只拿三成, 就只拿三成。 一边说着, 还一边拿出之前的收获, 放在地上。 对于这样的无耻之徒, 张铁气的咬牙, 恨不得一拳打烂他的脸。 徐清风面无表情, 只是拿出了那张旗约书, 屈指一点, 一道威严的光芒笼罩在韩特身上。 徐清风朗声道, 已到新卫士, 七成, 拿出来吧。 韩特面色一僵, 倒是非常痛快, 将之前所获的七成拿出, 除物袋堆了满满一地。 契约书的光芒消失, 确认七成无误。 我要解释了一下, 我刚才装死, 只是不想被那怪物发现, 我可没有携款逃跑。 韩特补充道, 怪物, 张铁一愣。 说到这里, 韩特立刻指言, 倾可两声, 故作高深姿态。 妈的, 这个缺钱货, 钻钱眼里去了。 张铁怒骂, 拿出一千灵石甩了过去。 韩特接过灵石, 非常自然地放入储物袋。 其实呢, 你们盟主的角色非常明智, 真要是拦截他, 你们的下场, 怕是要跟玄养子一样哦。 韩特意味深长地道, 徐清风一正, 追问道, 何出此言。 韩特什么也没说, 只是拍了拍储物袋, 这让所有人面色抽搐。 天空中, 黑龙塔正在急速飞行, 速度快若流星, 超过了许黑所限的任何人。 该死, 完全停不下来, 这座塔要去哪里? 许黑内心暗骂。 在他进入黑龙塔后, 身躯就不受控地融入了进去。 这塔不仅是吸收了龙器, 吸收了半个上古丹炉, 似乎连他也要吸收, 就彷復他变成了法宝的一部分。 此刻, 不是他在操控法宝, 而是法宝在操控它。 许黑从未听过这种情况。 托越塔本身就是三阶中品灵宝, 纳上古链丹炉的材质更是未知, 又加上了龙器。 黑龙塔的品级, 已然达到了一个相当夸张的程度, 连许黑也不知小具体。 可以肯定的是, 这种级别的法宝, 凭许黑那微弱的修为, 断然无法控制自如。 纯粹是黑龙塔自己在动, 这个方向似乎是万蛇骨。 许黑不由一正, 但他没精力去思考, 此塔确实被他所炼化, 与他心神相连, 但他必须占剧主动才行。 给我停下。 许黑心念一动, 这一刹那间, 黑龙塔的速度渐渐慢了下来, 但与此同时, 许黑的真气正以恐怖的速度消失。 这让许黑脸色大变。 他可以控制黑龙塔不假, 但这消耗过于恐怖, 稍稍一个念头就能将他炸弹。 可只要他停止操控, 黑龙塔就继续加速, 朝着天边急行。 许黑尝试了一下改变方向, 将黑龙塔朝着下方, 黑龙塔顿时俯冲下去, 撞击在了地面上, 砸出一个大窟窿。 轰隆隆隆, 地下如有地龙翻滚, 山崩地裂, 大地塌陷, 震动传遍方圆百里。 许黑唯恐惊动其他人, 也只能让其继续升空。 不行, 我得想个法子, 不能被一座塔给占剧主动权。 许黑暗道, 他确实炼制出了一个好宝贝, 此塔机缘巧合下, 吸龙器, 吞灵脉, 吞丹炉, 威力强的超乎想象, 但若是无法控制, 那流之何用? 黑龙塔, 你是活的, 对不对? 我可是你的主人, 你要听我之令, 立刻给我停下来。 许黑大喝道, 然而, 黑龙塔没有给出任何反应, 许黑咬牙切齿, 当即操控肉身, 又要从塔身上挣脱, 可他越是挣脱, 塔吸收得越是强烈。 竟然敢反抗? 许黑面色阴沉, 心面一动, 体内的腰神顶立刻旋转起来, 爆发出了无穷的吞噬之力。 哄, 一股股浩瀚的灵气被吸入了腰神顶之内, 这是来源于灵脉的灵气, 被黑龙塔吞噬, 如今又落入许黑手中。 这个过程中, 许黑果然感应到, 自身有了一丝松动, 似乎可以从塔上挣脱了。 黑龙塔也在微微震战, 速度却是没有减慢, 依旧极形, 只是力量更加狂暴。 所过之处, 方圆石里的一切都在被摧毁, 无论任何生灵鸟兽, 全部化为了飞灰, 如同一条蛟龙在狂暴。 哼, 我看你能坚持几时。 许黑不断地催动腰神顶, 吸走灵气, 看是这黑龙塔厉害, 还是腰神顶更胜。 万蛇谷外, 一个中年文士的身影, 出现在了五十里外, 它站在云层之巅, 目光穿透虚空, 瞭望着万蛇谷的方向。 万蛇谷内, 每一条蛇的动静, 每一个动作, 都被它轻易捕捉到, 似乎在搜寻着什么。 这中年文士, 若是许黑在此, 定能认出。 他就是那逃顿过后, 一年都没了踪迹的玄阳子。 玄阳子没有回捕蛇宗, 也没有陷任何人, 只是停在自己的隐蔽洞府内闭关, 疗伤。 同时, 炼之牧人分身。 经过打探, 他得知, 捕蛇宗对于给他报仇, 没有丝毫兴趣, 还隐隐有些抗拒, 不让人去招惹万蛇谷。 至此, 玄阳子便彻底失望。 他那一脉, 上百人被灭, 五位清传弟子无意活口, 这是他一辈子刻骨铭心的痛。 岂能说不报仇, 就不报仇。 他不管对方是什么天魁宗暗中培养, 亦或是大有靠山。 他, 玄阳子, 不惜一切代价, 不惜判出宗门, 也要将对方灭杀。 不过, 玄阳子并不愚蠢, 上次那一面镜子让他吃尽了苦头, 若是贸然杀进去, 可能还得中招, 以同样的方式退场。 那一次心魔之物, 害得我重伤半年, 差点生死。 虽然你不大可能用出第二次, 但我不得不防一手。 玄阳子目光阴寒, 如今, 他准备了足足一年, 只要那条黑蛇出现, 他有九成的把握, 将对方彻底斩灭。 他在这附近, 已经观察了半个月了, 并未发现那黑蛇的身影。 他不着急, 反正有的是时间。 至于被对方提前发现, 玄阳子并不担心, 他这隐秘手段, 即便是结单期, 也察觉不了。 此刻, 他就像是一朵云, 即便从他身边经过, 也很难发现他的踪影。 石骨钉, 万毒磨散, 死咒术, 再加上大泼灭伏, 雷杰珠, 杰丹七大妖, 也能灭杀个几百回了。 我看你怎么躲。 玄阳子信心满满, 为了这必杀一击, 他准备了足足一年, 用掉了毕生佳业, 还耗费了大半的修位, 就是为了杀死对方。 不杀死对方, 他无法安心修炼。 这是, 满分的一击。 玄阳子心潮澎湃, 突然, 身后有狂暴的波动呼啸而来, 进风卷尘, 风云色变, 震动久消, 日月无光, 玄阳子回头看去, 顿时瞳孔收缩, 眼珠子都快掉出来。 只见天际尽头, 有一个小黑点, 越来越大, 越来越粗, 伴随着轰雷之声, 碾压天穹而过。 那是一座横着飞行的塔, 形态似龙, 表面布满暗金龙铃。 那是黑龙塔? 轰隆隆隆隆, 黑龙塔, 像是碾过天穹的战车, 锁过之地, 虚空颤鸣, 日月暗淡, 那无可匹敌的威势, 如同一头毁天灭地的上古异兽, 连天地都可塌险。 我的, 老天, 悬崖子张大下巴, 眼中闪过无尽的恐惧, 他毫不犹豫, 转身就投。 可是, 太慢了。 或者说, 那条黑龙塔, 太快。 从出现一个小黑点, 倒近在咫尺, 也不过一个呼吸。 龙龙龙, 只听耳边龙龙之声响彻, 天地震战, 悬崖子刚刚迈出几步, 就被那恐怖的黑龙塔给撵了过去。 破, 悬崖子连哼都没哼一声, 身体爆成了血污。 千里之外, 某处隐蔽的洞府内, 那一直盘坐在地的中年纹士, 突然睁开双眼, 喷出一口本命之血来。 他正正望着前方, 眼前浮现出了分身死前的那一幕画面, 神色骇然。 那是什么鬼东西? 悬崖子的眼中有着深深的京剧, 刚刚死去的是他的牧人分身, 只是与之前的牧人分身不同, 这是他耗费大半修为, 不惜境界倒退, 再用本命之血凝炼半年而成。 这几乎是他的第二条生命, 虽然无法与他巅峰时期的本尊媲美, 但也有全胜七八成的实力, 再加上他准备充足的杀人法宝。 灭杀一位结单妻都绰绰有余, 只是任他想破头, 也想不到, 还没开始, 就被一个不知道是啥的东西给碾了过去, 直接就没了。 他隐隶得极好, 那神秘之物可能都不知道碾死了一个人。 悬崖子仰天大叫, 怒及攻心, 再次喷出一口血来, 气息唯米如丝。 为了杀人, 他准备的都是同归于尽之物, 压根没准备保命的, 这也导致他都来不及闪开, 直接被迎面撞上。 他仔细回忆着那东西的外形突然目光一正。 对了, 那一座塔表面似乎有一些鳞片 玄阳子想到了黑龙塔的表面 遍布黑金龙鳞 这与他见过那条蛇的鳞片非常相似 该不会是玄阳子越想越是心跳加快 面容扭曲 情绪渐渐的失控 啊 我恨啊 玄阳子仰天喷出大口鲜血 脑袋一歪 昏死了过去 黑龙塔呢 许黑可以感觉到 自身快要脱离黑龙塔的掌控了 到那时 那就是他反攻的时候 随着腰神顶的炼化 黑龙塔也在渐渐失去反抗之力 震动从一开始的剧烈 到后面越来越轻微 看来 这看似强悍的法宝 跟腰神顶还是差了档次 对了 刚刚好像撞上了什么东西 许黑眸光一闪 他一直在集中精力 催动腰神顶 没管其他的 只是刚才的灵气波动有些强 他这才注意到了 似乎被撞到之物 修位不低 不管了 待会回去看看 看能否捡到残骸 许黑没多想 继续全力反攻 时间不长 黑龙塔来到了万蛇谷的上空 停了下来 停住了 许黑一愣 腰神顶中猛然犀利爆发 那一丝控制终于摆脱 许黑的身躯 成功从黑龙塔上剥离出去 许黑连忙后退竖掌 检查了一下身体 发现没什么损伤 这才松了口气 在许黑脱离之后 黑龙塔的样子迅速变化 外表的鳞片不见了 龙的形状也渐渐回缩 变成了三丈高的普通黑塔 只是依稀残留了一些龙的外形 就连刚才那惊天动地的气势 也消失了大半 威力尚在 但绝对不像刚才那般威猛无匹 一点余波就能撞死人 许黑暗暗吃惊 他一离开塔 黑龙塔就变了样子 等于说 他也是法宝的一部分 法宝竟是我自己 我特么 得知真相后 许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他为了练制着法宝 一不小心 把自己给练进去了 不得不讲 妖兽在修仙六一方面 得却有独特的创造力 许黑四下观察片刻 发现这黑龙塔 在抵达万蛇谷后就停住了 这里有什么东西在吸引他 许黑立刻就想到 这万蛇谷下方 藏着一道龙器 龙器 它先前就有过微弱的感应 只是万蛇谷的龙器 非常稳固 藏得极深 极难发现 不像班山宗 气数已尽 龙器脱离 这才可以轻松被察觉 龙器之间 也可以相互吸引吗 许黑心中疑惑 眼见着黑龙塔 失去了反抗 许黑稍稍控制了一下 黑龙塔顿时降落在了地上 可就是这么一降落 许黑的真气就消耗了三成 不过 比起刚才合体的时候 要轻松得多 至少不是无法承受的 瘦 许黑心念一动 黑龙塔迅速缩小 被许黑一口吞入腹中存放 这黑龙塔 强是强 但消耗太过严重 还容易将尾给练进去 下次使用 可得小心谨慎 许黑做出评价 这类需要亲自操控的法宝 往往消耗极大 相比较下 射魂旗旨 需要他将灵体放出 收回 别的都不用他管 蛇灵会自动攻击 就省事得多 这要归功于 那些蛇妖之灵 都诞生了一丝灵质 可自愿被操控 对了 去看看刚才撞到了什么 许黑原路返回 顺着记忆中的路线 抵达了五十里外 此地的空气中 果然残留了一些灵气波动 许黑仔细感受了一下 那死者的修为 似乎在结单期 只不过 又不像是真正的结单 让许黑很是困惑 竟然有人藏在这里 这是要干事吗 监视我 还是想谋杀我 许黑眉头紧锁 他神石散开 在此地一寸寸搜寻 片刻 他就找到了一个储物袋 这储物袋上 加持了强大的封印 只是被那么一撞 封印有些溃散 此外 地上还散落了一些法宝残片 应该是被撞碎了 许黑用引力术 小心翼翼地拿起了残片 从这些残留之物上 可以看出一些阴毒之气 显然是用来杀人的 果然有人想害我 许黑面色阴沉 他放出胶莽之灵 将储物袋上的封印撕碎 神石探入其中 沙纳间 许黑脸色一变 这储物袋内 存放了两个东西 第一个 是一枚蓝色的珠子 其内充斥着狂暴的闪电 有毁天灭地之力 电弧四散 赫然是雷结珠 不过 眼前这一个雷结珠 通体蓝色 应该是正常的雷结珠 比它那个紫色的 要弱不少 而另外一个东西 是一张灰色的符纸 看上去平平无奇 不知何用 但与雷结珠存放在一起 肯定也是杀人之物 连存放的储物袋 都加持了封印 显然其主人 也是怕不小心给弄碎了 波及到自己 好大的手扁 谁想要害我 究竟是谁 许黑内心愤怒 一个杀手 带着两样大杀器 就搁五十里远的地方 蹲守自己 人谁知道后 都会寝食难安 还不算被撞碎的 就这么两件宝物 都足够自己喝一壶了 许黑神识散开 继续探查 想要找出一些蛛丝马迹 片刻后 他发现了一些 充斥着灵力的木头碎屑 以及散落的鲜血痕迹 许黑脑海中回忆了一遍 可能对自己施展报复 又与木头有关 牧人分身 死人是玄阳子 许黑眼珠子圆瞪 在人类城市的时候 他不是没打听过 玄阳子的踪迹 据说是失踪了一年 不知去向 许黑还以为那人死了 没去再议 没想到 压根就没死 还想着报复自己 这么一个祸害 绝不能留着 要不然 对方时不时派一个牧人分身来骚扰 那该怎么办 对方死了这么一个分身 应该会消停一段时间 我得想个法子 许黑想到了韩特 此人可能有玄阳子的讯息 但韩特行踪不定 又精通易容之术 很难寻到他 即便是寻到了 一位结单妻修士 也不是那么好摆平的 许黑叹了口气 将为结珠 以及那灰色浮露 分别放入一个单独的储物袋中 打上一道封印 再将储物袋放入虚空时 此地的痕迹 被他一口火烧光 随后返回万蛇谷 不知不觉间 冬天已经过去了 气温开始回升 这一次冬天 没有下雪 加上许黑已经注击 体温恒定 他都没意识到冬天的到来 万蛇谷内 冬眠的蛇类开始苏醒 陆续地外出捕猎 草木长出嫩芽 老蛇王埋葬之地 一颗人高的蛇果树正安静生长 此树几经移植 又回到了原点 此刻 树上的蛇果长了两个 再过一年 就到了三年一成熟的时候 只是如今 蛇果对于许黑 已经没什么价值 此行去人类城市 他采购到了足够多的资源 随便拿出一样 价值都远超蛇果树 这一棵树 就当作纪念 许白的洞府 竟然还有遮蔽阵法 去看看他在干食吗 许黑身形一闪 钻入了地下 来到了许白的洞府门前 用尾巴敲了敲门 按照他的猜测 许白应该住击了 不知他到了住击后 会研制出什么丹药 请进 里面传来许白的回应 许黑走入其中 空间豁然开朗 此地面积很大 相当于一座地下广场 两旁摆满了瓶瓶罐罐 以及一些透明的大型容器 眼前的第一个容器中 装满了液体 浸泡了一只猫 只不过 这只猫的样子很奇怪 它的后半部分身体 竟然是一条狗 狗头 前面是猫头 后面狗头 没有屁股 像是两个动物 连线在了一起 第二个容器中 则装着一条蛇 只不过 这蛇的面部 竟然是一个女人惨白的脸 长发遮面 极其甚人 再往后面 是一只全身 藏满了眼睛的狐狸 当许黑路过时 所有眼睛都看了过来 这是什么玩意 许黑吓了一跳 这绝不是野兽妖化后 出现的正常一变 这几起不对劲 这些奇怪的异兽 浸泡在液体中 一动不动 看似气息全无 却有那么一丝生机存在 放眼望去 这样的怪物 竟然有上百个 一个比一个恐怖 我在研究化形丹 这些都是 服下化形丹后的产物 许白解释道 化形丹 许黑一愣 化形丹 顾名思义 就是服下后 可以幻化成人形的丹药 但这玩意 只存在于传说中 妖兽想要化形 无不是修行千年 有了极深的道横 透过大神通术 方可化形 许黑的鱼龙百变 炼到最高层 也可以幻化成人 但那也只是 视觉上的幻觉 并非真实 我只是 有了一些初步成效 距离化形成人 还差得远呢 许白苦笑 初步成效 许黑咽了口唾沫 他观察了一下 这些妖兽 这跟化形成人 差了何止十万八千里 这已经朝着怪物进化了 许白 我觉得 你可以换一个方向研究 没必要 此刻化形丹 许黑善笑道 他严重怀疑 这化形丹的作用 不是妖化人 而是人化妖 妖化怪物 可是 人类乃万物之灵 掌握了此界大部分资源 妖兽想要得到 也只能化形成人 比如炼丹之道 人类才是佼佼者 许白道 许黑实在 不知怎么解释 说多了 又怕打击人 可不说 又怕无法收场 不说别的 就这容器中的怪物 随便拿出去一个 就会被修士们定义为魔物 定要杀上门 将炼至此物的 魔修绳之以法 不愧是天魔宫 他本以为 许白的丹药 已经安全无害 但那是 他炼气期的情况下 如今到了注击 丹药跟着升级 比之前还恐怖 其实呢 化形丹有些复杂 等你结丹后再研究 也不迟 许黑苦笑 采用拖字诀 许白这才点了点头 若有所思道 有道理 那我现在研究什么 许黑迟疑片刻 郑重道 医者 玄弧济世 普度众生 他之所以这么说 并不是觉得救人有多么好 只是 这应该是对许白而言 最好的选择了 只要大方向正确 再怎么歪 也歪不到哪去 普度众生 许白眼睛一亮 盯着容器中的这些生物 兴奋到 那就先将它们拯救一下 应该能活 算了算了 但我没说 许黑彻底无语 不再相劝 直接爬走 没救了 彻底没救了 只能找个时间 将这些怪物销毁掉 不能被人发现 对了 这些实验品 是从哪里抓来的 许黑扫了眼 好奇地问 此地的妖兽不少 还没实验的 多有三百多个 关押在一处单独的房间 紫霞门抓的 那里的灵兽无人看管 泛滥成灾了 好几座山被吃空 我过去全给抓来了 许白道 许黑沉默 难怪这些猫 狗这么眼熟 原来是紫霞门饲养的 他忽然觉得 许白创造出这些怪物 其实不算实吗 相比较下 人类让这些灵兽泛滥成灾 毁灭生态 那才是灾难性 他对许白 还是太苛刻了 许黑沉阴片刻 拿出了一个 装满药材的储物袋 放在了地上 这些 是他专程给许白买的 随后 他又拿出了一件铁锅 放在旁边 这是那一座上古链丹炉 丹炉已经融化得差不多了 只剩下了一个 类似于铁锅的底座还在 应该还有一点作用 许白 不管你研究时吗 我都支援你 许黑严肃道 真的 许白眼睛一亮 那当然 许黑点头 太好了 这些 是我最新研究的丹药 名字上面有标注 你来帮我试试效果 正缺一个助击器的 哎 你怎么 我跑了 别走呀 许白激动地胡喊着 许黑雀头也不回地溜了 片刻后 许黑的身上 还是多出了一些瓶瓶罐罐 这是许白追上来 硬塞给他的 其中 就有那瓶著名的画形丹 许黑 你别瞧不起人 我这画形丹经过改良了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 只要时间一过 就会恢复原状 不会留下任何后遗症 许白信誓旦旦地说 那些灵兽无法恢复 是因为修位太低了 无法排除药理 你肯定行的 许黑颇为无奈 让他吃 他肯定是不敢的 只能找别人来试试 他打算去一趟蛮象族 将之前承诺携带的食物送过去 顺便看有没有勇士愿意自告奋勇 服下这怪单 万蛇谷 地下洞府内 白蛇望着眼前的 一群实验品 难难道 普度众生 我确实应该好好研究一下 他抓来的这些灵兽 食物充足 身体健康 唯一可能死去的原因 就是寿命 其中一些老猫老狗 活了上十年了 烟不拉几的 显然寿源到头 那么首先要解决的 就是寿命问题 寿命 妖兽与人类的寿命 都不长久 即便到了住基 也只能活两百余岁 怎样才能长寿呢 许白拿出了一本 记载万物的册子 仔细研读起来 他找到了一些长寿的生物 最长寿的动物 当属乌龟 可活数百年 还有一些海洋生物 也可以活到上百年 可还是不够 许白沉默良久 他要研究的是 能突破生命极限的丹药 几百年怎么够 既然要做 就要做到最好 脑海中闪过无数思绪 许白四世 想到了石马 突然眼前一亮 不对 最长寿的 明明不是动物 而是植物 随便一棵大树 只要灵气充裕 都能活上千年 这才是最长寿的 许白像是找对了方向 眼眸闪闪发亮 越想越是兴奋 没错 我应该将生物与大树 结合起来 让它们活得像树 寿命悠久 这样 就能普渡众生了 许白当即吐出了 一尊碧绿色的小顶 将许黑留下的铁锅 直接吸了进去 另外一边 许黑离开了万蛇谷后 静止前往蛮象族 一路上 他内心有些忐忑 让许白去研究怎么救人 究竟是好是坏 让他拯救生命 应该不是坏事 许黑心中暗道 他想不到更好的路子了 此女刚驻机 就弄出这么些妖魔鬼怪 这不立马纠正一下 日后只不定闯下大祸 他要提前定好基调 有了拯救生命 这个大前提 应该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一夜过去 许黑抵达蛮象族部落时 已经是一日正午时分 这是一片平坦开阔的草原 温泉遍布 但许黑并未发现一指向 此地也没有打斗的痕迹 所有象群 全都不知所踪 这是跑哪去了 许黑疑惑 虽说象群是千玺类 可总得留守一些成员吧 您是 许叔叔 这时 一处隐蔽的地洞内 走出来了一只小象 正好奇地张望着他 许黑回头看去 这小象灰不溜秋的 只有半个人高 他之前见过 正是蛮精的孩子 那隐蔽的地洞口 设定了一座三阶遮蔽阵法 可以防止截单期的窥探 里面有许多小象藏匿着 没错 你叫什么名字 许黑点头道 我叫蛮银 蛮银见识许黑 立刻跑了出来 神色有些激动 你们族的长辈呢 许黑好奇地问 蛮银快速到 爸爸他们去了乌山山脉 最近很多人泪入侵了乌山 像是找到了宝藏一样 要清理周边的妖兽群 爸爸非常仗义 率领族群杀了过去 乌山山脉 许黑眸光一闪 下意识地就想到了 那一座上古大墓 按照上古地图所示 那一座大墓 就在乌山范围内 不会吧 那可是我花五千零十买的地图 许黑面色铁青 随即看向小巷们 严肃道 快回去 任何人靠近都不要出来 即便是我也一样 刚才蛮银的举动 其实很危险 万一是有人冒充他 弄出一条相似的蛇过来 蛮银就麻烦了 嗯 我知道了 蛮银点头 连忙缩回了地洞内 对了 这些给你们 许黑拿出了一个储物袋 抛进了地洞中 蛮银的鼻子伸进袋子里 雕出了一大串晶莹剔透的香蕉 顿时大喜过望 哇 是水果 我没有水果吃了 太好了 好久没吃过这么新鲜的果子了 众多小巷围了过来 从储物袋中 雕出了西瓜 葡萄 芒果等各种食物 都是用灵气封存 新鲜味坏的 他们一口一个 吃得很快 脸上写满了兴奋之意 谢谢许叔叔 满影感激地低下头 其余小巷 也对着外面的许黑道谢 许黑心中感慨 在这个世道上 还有如此淳朴的一群相族 真是罕见 人类入侵乌山 与此地相隔甚远 蛮精依旧率领整个族群杀了过去 换作许黑 没什么利益的话 他是坚决不干的 许黑又拿出两个装满食物的储物袋 扔进了地洞中 嘱咐道 记住 任何生物靠近都不要出来 即便是你们的长辈 人类可是狡猾得很 蛮影若有所思 点点头道 知道了许叔叔 就算您下次过来 我也不出来 嗯 我们坚决不出来 小巷们齐声道 许黑不再逗留 迅速离开了蛮象族部落 蛮精的淳朴憨厚 为人仗义 也影响着后代们 这样的性格 在和平时代可称高尚 而在乱世中 很容易被人利用 自然淘汰 许黑能做的不多 只有警告 许黑在附近搜查了一圈 确认无人后 迅速离开了此地 他的目标 直奔乌山山脉 乌山 作为楚国西南 现今秦国西部最大的山脉 常年被雾气笼罩 阴云遍布 内部环境恶劣 多有大妖盘踞 外界罕见的金丹大妖 在乌山中也有不少 各具一方称王称霸 平日里大妖互不干涉 只是如今 这些大妖都联合了起来 只因大量人类 进入到了深山之中 强迫他们离开 以此地位中心 方圆万里 将被视作禁区 任何妖兽不得入内 一位气势滔天的阴霾老者 威压席卷全场 达到了结丹中期 是此地修位最高之人 而他的两旁 还有一些杰丹七强者 以及助击修士 他们有捕蛇宗之人 逍遥宗人 太义门人 还有紫霞门 包括一些修仙世家的 杰丹老祖 相继抵达了现场 这位修位最高的阴霾老者 正是捕蛇宗的大长老 因名字 方圆万里 我等的领地都在这附近 这是要叫我们赶尽杀绝吗 捕蛇宗 好大的口气 真以为怕了你们不撑 前方天空上 一群妖王级的强者 摇摇对峙 乌山一带的鹰族 蛇族 狮族 以及稍远的象族 都赶了过来 平日里再怎么死仇 可面对人类的入侵 他们团结在了一起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这群妖王的数量 一点不比对方的人 累劫丹七少 同样有一位 金丹中期的老妖领队 而在助击方面 妖兽更是多出了二十头 因名字冷冷道 别怪我没提醒你们 这可是天魁宗指明 要清理之地 若是你们不走 到时候秦玄姬亲自到场 你们想走 也走不掉了 此言一出 众位妖兽面面相去 天魁宗 这可是灭了 整个楚国的强大宗门 其大长老 更是有 结丹大圆满的修位 一人敌万君 只要他出手 在这片区域内 没有妖兽能挡得住 这时 那金丹中期的老妖上前 冷横道 别以为我不知道 此地对天魁宗之人 存在一定的禁止 我说的对吧 因名字文言 眸光一闪 道 禁止 你确定 哼 我十元一脉 在此地生存 繁衍了上万年 岂会不知一些秘心 这老妖是一只老猴子 老的皮都快凸了 身形勾楼 眼中却惊气逼人 有着过人的智慧 其实 他这话并没什么根据 纯粹是根据过往的经验才的 这乌山山脉 什么人都来过 唯独没有来过 天魁宗的高手 就算来 也只是一些小碑路过而已 他不相信 有这么巧的事 尤其是这一回 秦玄姬不亲自来 而是另排他宗 自家一个长老都没有 这更加深了他的怀疑 秘心 我想知道 有什么秘心 殷明子将信将疑 无可奉告 老妖猴冷笑 这就让殷明子陷入迟疑 他这次是奉命而来 若是不拿出点成绩 捕蛇宗想要在秦国立足 怕是很难 其实他也有所怀疑 为何秦玄姬不亲自来 他原以为 这是对捕蛇宗的考验 可现在看 没那么简单 大长老 无需与他们废话 直接打便是 旁边一位长老冷声道 此地事关重大 不出点血 怕是拿不下来了 又有一位强者附和道 天魁宗 恐怕也是这个意思 就想让我们付出点代价 又有一人压低声音道 殷明子面色铁青 要打也不是不行 但他们这边少了一对 班山宗不知出了什么变故 竟然一人也没到场 传讯令一去不回 有班山宗在 他们的防守能力将大大提高 殷明子沉默良久 拿出一杆大棋 迎风变长 只见他仰手一挥 无数蛇妖从大棋中是放出去 扑向了前方的妖兽群 杀 随着一声令下 众人杀向了妖兽大军 而妖兽们也齐齐怒吼 向前杀来 乌山外围 许黑施展鱼龙百变 速度急行 留下一道道残影 他一边修炼身法 一边赶路 不知不觉间 鱼龙百变 有了朝着第三层迈进的征兆 第二层 速度大增 可制造残影 第三层 残影花迁 真身难寻 如今的许黑 还无法做到残影花迁 但弄出那么十来的残影 还是没问题的 他的速度 放眼住机器内几乎无敌 接近于使用真元的甲丹修饰 这就是龙族身法的霸道之处 当然 他也不能一直用这种身法赶路 真气好不起 许黑的修为 在吞噬了大量灵脉之气后 也来到了初期八成 距离中期非常接近 有了三根龙骨 许黑的力量更是攀升无数 可轻易击碎一件二阶顶级法宝 不知不觉间 许黑已然摸到了一个传说中境界 极境 极境并不是指修为境界 而是实力境界 助机器 与杰丹七的差距过大 无法越界而占 那是真气与真元的差别 不是靠手段就能弥补的 但助机器 却可以不断地提高自身的实力 直到击败助机大圆满 达到助机境内无敌 再超越无敌 到那时 虽然依旧无法与杰丹七抗衡 却无限接近 达到了一个极值 极 这就是极境的意义 古往今来 能在助机器内达到实力极限的 那是少之又少 在上古时期 只是偶有一些完美助机者 凭借大机缘或许能达到 而放眼古经历史 在助机初期就触控到极境的 许黑 不说独一无二 但绝对是凤毛麟角 在这个灵气匮乏 连完美助机都稀缺的时代 许黑 足以横压一事 时间不长 许黑便抵达目的地 尚未接近地图所指 许黑就感应到了各种战斗波动 从四面八方传来 到处都在战斗 果然打起来了 许黑没再用鱼龙摆遍 而是贴上隐身符 施展土盾术钻入地下 潜伏前进 如满影所说 妖兽族群联合在了一起 共同与人类抗衡 此地分成了好几个战团 元族 英族 对战捕蛇宗 相族 对战逍遥宗 狮族 对战太玄门 蛇族 对战一些古老修仙世家 除了这五大主力外 还有一些别的小妖族 也在参与战斗 许黑大致观察了一下 妖兽一方应该是占据上风的 金丹大妖多了两头 铸鸡大妖多了二十头 不过 人类法宝众多 各种手段层出不穷 还有丹药 俘禄 法阵 这些都是妖兽一方没有的 另外 人类的配合更加默契 互相之间都能辅助 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妖兽则是各自未战 加上人类 完全没有想着拼命 全都在收着打 短时间内 倒是僵持了下来 南欲五大宗门都来了 就缺了一个班山宗 许黑心中猜测 班山宗前两天才被灭门 这群人 只怕还不知道吧 听这群人口中的抱怨 他们确实不知小灭门之事 许黑身形一闪 朝着相族与逍遥宗的阵蝶 靠近过去 当初偷领尾姬 就是从他们那儿偷的 那日 追杀老狗一路的周长老也在 还突破到了筑基中期 倒是个人才 先拿你开刀 许黑目光一闪 钻到了人群后方 心念一动 抱山印 许黑透过观想 一座大山在周长老的上方 迅速成形 邪万军之势杂落下来 如今的抱山印 比起许黑当初施展 要强大了无数倍 小心 有偷邪 后方人群大喊 周旭面色一变 急速后退 只见那座大山轰然坠落 砸在了一个巨型光阵上 砸得光阵不断摇晃 裂纹遍布 这是太玄门设定的防御阵法 太玄门善阵 给每一个队伍都有所配置 可关键时刻保命 这就是人类之间的配合 南域五大宗门 各有所长 紫霞门炼丹 班山宗炼器 太玄门善阵 逍遥宗制服 捕蛇宗御兽 天魁宗则是傀儡 当这些技艺集合在一起 互相配合 就能起到以少敌多 以弱胜强的效果 许黑早就料到了这一幕 刚才的暴山印只是虚招 几乎同一时间 一道白色闪电 如金虹般一闪而逝 正是破灵剑 此剑穿过那满是裂纹的光阵 没有阻挡分毫 在周旭搏前一转 扑痴 头颅冲天而起 他身上的防御法宝 都没来得及开启 当即坠落在地 生死盗销 他的储物袋也不限了 被破灵剑带走 钻入地下 周旭死了 刚刚那是什么 好快的速度 混账 是谁干的 逍遥宗众人惊怒万分 却没时间去深究 因为蛮象族已然临近 趁着防御光阵被破 他们脚踏长空 如同碾碎山河的战车 碾压而来 所有成员 施展向盈 蛮精一马当前 扬起长鼻 炽热的气流喷向人群 啊 象群也齐齐施展向盈 鹰波席卷苍穹 刮起了猛烈风暴 天地巨阵 逍遥宗的人群 被吹得东倒西歪 再也没了章法 之前的战斗 他们都是凭借身法 边打边退 从不正面交锋 即便是有鹰波袭击 他们也能用阵法阻挡 可一旦没了阵法 他们的阵型 就被立刻冲散 从僵持的局面 瞬间坠入深渊 一败涂地 许黑潜伏在地下 没再继续动手 此地人多演杂 他刚刚杀了一人 击溃了太玄门的阵法 就是极限了 若是拿出射魂旗 暴露本尊 被那群捕蛇人看见 指不定会引出什么麻烦 许非对眼前的局势并不了解 他可不想出太多风头 被人盯上 此处战场 引起了那位 大长老鹰名字的注意 眼角的余光石儿 飘向这里 面露一色 扑 不多时 又有一位逍遥宗的长老 被向崖顶中 刺穿胸口 再陨落一人 哼哼 人类 你们一方似乎要先败了呀 老妖猴鹰侧侧地笑道 鹰名字面不改色 表面上依旧在和老猴交手 可实际上 却是将更多的注意力 放在了逍遥宗那边 这老不死的 果然在盯着我 许非目光阴寒 他的直觉相当敏锐 对方是不是在找自己 他一眼就能看出 许非四下观察 与地图对照 上古大幕就在这附近 人类的动机很明确 就是为了争夺大幕 这才跟妖兽打了起来 不过 有一点让他很费解 人类没有援军 就这么点人 怎么敢跟妖兽大战的 这不是找团灭吗 虽说人未踩死 可你们好歹 也是修仙者 明知不敌 还要白白送死 实在无法理解 许非仔细想想 发现事情不对 他眉头一皱 退至千丈之外 这逍遥宗落败 是迟早的 看看会出现什么变故 许非拿出一枚丹药 含在嘴里 同时集中精神 随时准备寄出法宝 以防变故发生 随着时间推移 逍遥宗的人数越死越多 一具具尸体 从高空坠落 逍遥宗一方面色焦急 但因名字雀屏 静如常 老夫不陪你们玩了 逍遥宗老祖李耀 面色铁青 拿出一把符露燃烧 转身就要顿走 突然之间 蛮巾甩出了无数根象牙 摆在天空 彼此纵横交错 含义扩散 在空中形成一片冻结之地 所有成员 服下丹药 蛮巾大喝道 一时间 蛮巷族所有筑机器的大象 全部拿出一枚乳白色丹药 吞服下去 妖兽还会吞服丹药 这出乎了众人的意料 他们也没当回事 丹药都是人类炼制的 针对自身 对妖兽没什么效果 尤其是大象这种体型巨大之物 药效会被吸食到极致 不过 藏在地下的许黑 却是目光一宁 这乳白色的丹药 有些眼熟 许黑连忙拿出了一个玉瓶 瓶上写着撞鼓丹三个字 里面也正是那乳白色的丹药 不会吧 许黑咽了口唾沫 这是许白炼制的丹药 此刻 大象群在服下撞鼓丹后 浑身爆出了一阵阵璀璨的白光 一种奇异的能量 在他们体内出现 只见他们的象牙 以恐怖的速度疯狂生长 抱窜而出 像是一条条蜿蜒曲折的巨龙 朝着那里要老左刺去 一丈 两丈 三丈 十丈 二十丈 这是什么怪物 所有人骇然失色 许黑目瞪口呆 他们的表情 像是现了世间奇迹 一个个瞪大双眼 眼珠子都快掉下来 远处的战斗都要停下了 奇奇看向了这里 浩天神盾 李耀拿出一面金色大盾 迅速形成一个弹壳 将自己包裹 只见蛮金的象牙 暴涨到了二十丈 将李耀的弹壳 缠了一圈又一圈 后方有无数象牙刺来 咚咚咚 盾牌阵战不止 只听轰隆一声 爆成粉碎 李耀身形百变 从象牙缝隙中 急速钻出 可蛮金早有准备 又是一声怒吼 让他陷入短暂的凝滞 破 李耀的后心 被象牙刺穿 鲜血狂勇 后方一根根象牙刺了过来 将他刺成了筛子 傲族 逍遥中的人群 惊声惨叫 许黑完全傻了眼 不仅是他 所有人都傻了眼 被他突如其来的变故 给看傻了 许黑瞬间明白了 许白不仅找他试单 还找蛮金试过 只是这效果 过于惊悚 让他不知该说什么好 英明子面色青红一阵 他不再迟疑 直接拿出了一块令牌催动 此事太过诡异 原本还打算等一等 看来没必要再拖了 哇 英明子手中的令牌 悬浮而起 升到了高空上 亮起了白光 其中 有一道无边无际的神石威压 从中诞生 越来越强 随即如同风暴一般 朝着四面八方横扫而来 这一道神石强度 远远超过了在场每一个人 每一个妖兽 就像是蝼蚁面对了大山 面对海啸 让众生颤抖 升起无法反抗之心 这是天魁宗大长老 擎玄机 老妖猴面色俱变 急忙向后退去 蚊金等象群们也神色一变 连忙缩回了象牙 向后退去 同时 他们体内燃起了大火 一丝丝药渣从体内排出 随着药渣排出 他们的象牙也在缓缓地回缩 这一道威压太强了 已经不是靠意志力可以战胜的 同境界 他们还能打 但面对高尚一个层次的人 不退就是死 而在众妖退后的同时 许黑已经使出了全身力气 朝着远处顿走 此刻 令牌之上 一个虚幻的中年人影 从中浮现 渐渐凝食 此人一袭白衣 手里拿着一盏茶 另一只手负于身后 双目深邃 如同日月星河 彭扶经历了岁月沧桑 面容却不显苍老 看见这人的一瞬间 众妖王只觉头皮发麻 如临大敌 天魁宗大长老 秦玄姬站在两国最巅峰的强者之一 他一人 就可敌万俊 妖兽们瞬间没了交战的心思 立刻向后退去 站成了一团 老猴王面色铁青 他本以为 天魁宗的长老级人物 无法来这里 但对方打破了他的认知 虽然不知道是化身 还是其他手段 但这威压 绝不是他们能抗衡的 秦玄姬出现后 没什么动作 只是散出神石 朝着地下横扫而去 这一道神石的范围极大 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位 杰丹七修士 没人可以躲过探查 此刻 正在逃顿的许黑 可以清晰感觉到 后方有一种强烈的窥探感 正在急速临近 那神石 似乎是冲我来的 范围太大了 躲不掉 短短的一刹那功夫 许黑的脑子里 就想到了许多 他当机立断 打定了主意 许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 他拿出了一枚化形丹 一口吞服下去 以妖神顶快速练化 同时速度不停 鱼龙百变全开 飞奔向远方 面对这样的未知强者 隐身符肯定是不起作用的 许黑也没指望 黑黄的隐身符 可以防住任何人 可若是想不被对方 发现本体 只有伪装 一般的伪装 不可能起作用 唯有靠邪魔歪道 因此 许黑才冒了极大的风险 吞下这划形丹 在被妖神顶练化后 划形丹很快起作用了 只见许黑的身形 急速收缩 从细长变成了短粗 骨头血肉 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 外形在改变 啪 紧接着 许黑的腹部前方 长出了两条腿 一左一右 许黑不知道 自己会变成什么生物 但许白创造的生物 向来是随机的 他也只能祈祷别变得太难看 啪 下一刻 许黑的腹部后方 也长出了两条腿 总共四条腿 盘踞在短粗的身体四处 脖子也跟着收缩 身体变得圆润光滑 浑身的黑金龙鳞 变成了漆黑之色 就这么短短一瞬间 许黑变成了一条四脚蛇 四脚蛇 就是蜥蜴 也称石龙子 当发现自己 没在变化后 许黑松了口气 好歹是正常野兽 没有变的人不忍鬼不鬼 不多时 那道神石就扫来了 许黑将隐身扶取下 以免引起怀疑 他躺在地下 呼吸平缓 当做一个正常冬眠的蜥蜴 被那神石一扫而过 神石没有停顿 经过许黑的身体后 继续向前 一直到神石尽头 便缩了回来 远方 战场中间 秦玄机面色平静 脸上看不出喜怒哀恶 只是眼神深处 闪过一丝困惑 刚才 他的神石已然扫过了 方圆千里的范围 在地下发现了各种各样的生物 数量极其庞大 有百万之巨 修位从高到低都有 最强的有结单七 最弱的只是繁体 但没有发现 任何一次那交融之物 如今 楚国已灭 秦玄机已经将心思 放回到了这些琐事上面 除了追查乱党贼扣外 那一条蛟龙 很让他在意 他看向那已经奄奄一息的 逍遥宗老祖李耀 平静地问 刚才发生了时吗 给我详细地说一遍 李耀不敢怠慢 连忙将事情讲述一番 只是许黑动手太快 连他都没注意到细节 周旭就已经死了 再往后 许黑就再也没有动手过 说了半天 等于啥也没讲 哼 罢了 秦玄机摇了摇头 不再去理会 事实上 他来这里 还有一件更要紧的事情要办 重要性超过了一切 甚至他攻打楚国 都有为此铺路的原因 与之相比 石们乱党贼扣 蛟龙 都无足轻重 他的目光 看向远处的妖王们 朗声开口 诸位妖王 此处 我天魁宗有要事要办 我宗老祖 与你们妖主有救 今日 不为难你们 只须而等退出万里 另寻他处七夕 待的事情办妥后 这片区域 自然还盖等 秦玄机声音平静 不起波澜 众多妖兽彼此对视 陷入死一般的寂静中 老猴王沉默良久 沉声道 要多久 短则一年 长则三五年 事情办妥后 我自会归还 秦玄机平淡道 老妖猴不吭声了 一年还好 可是坚长了 他们还如何生存 并且 对方根本就没有说具体年限 万一超过五年怎么办 怎么 秦玄机的目光一闪 看向了那老猴王 你有意见 只是一个眼神 令那老猴王内心一震 连退了数步 口吐鲜血 境界之差 如此可怕 这让妖王们内心骇然 老猴王好歹 也是金丹中期 竟然一个眼神 都承受不住 此地也只能让了 秦玄机没有下死守 我等别不识太绝 老猴王淡淡道 也只能如此了 子殿师王暗恨 乌山深处的地盘 都被别的妖王占据 我等要嘛去大战一场 要嘛去外围发展 该死的人类 全都该死 妖王们心中再有不甘 再有愤怒 也无可奈何 对方实力太强 不是他们能抗衡的 只要比你强 可以直接将你赶出地盘 说借的三五年 没有明抢 都算客气了 希望你说话算话 老猴王盯着秦玄机 只要等别胡作非为 我自然遵守承诺 秦玄机到 仲妖王彼此交流一番后 只能放弃此地 转身离开 蛮精的地盘 似乎刚好在万里的边缘 也不知要不要搬走 正当这时 那秦玄机的目光 若有肆无地朝他看了一眼 这让蛮精内心一灵 连忙加速离开 殷明子迟疑了一下 试探地问 前辈 那蛇妖究竟是 这是我宗之事 你无需过问 秦玄机漠然道 是 殷明子内心一震 连忙汗手 他之前一直在猜测 那蛇妖究竟是天魁宗 暗中培养的 还是野生的 心中一直有所不甘 眼下听秦玄机这么一讲 他内心俱正 再也没了任何歪念头 事实上 秦玄机本就有 打压捕蛇宗的意思 只是那蛇妖出现的 恰到好处 将捕蛇宗闹得鸡飞狗跳 又恰好修炼了傀儡术 秦玄机这才顺其自然 任由对方去猜 另外 班山宗已经覆灭 我安排了铁山宗取而代之 从今往后 南域五大宗门 就是铁山宗 捕蛇宗 太玄门 逍遥宗 紫霞门 秦玄机缓缓道 这看似平淡不惊的话语 却在众人心中 掀起了滔天大浪 一个个神色骇然 无法置信 班山宗 这屹历五百年的大宗门 就这么没了 说没就没 甚至秦玄机都没有解释 是怎么没的 至于铁山宗 只是一个他们连听 都没听过的宗门 但无疑是天魁宗的下属 众人脸色巨变 心中生起了一个可怕的念头 他们是不是也能随时被灭 随时被取而代之 秦玄机 再说说五大宗门的时候 将铁山宗排序在了第一位 还在捕蛇宗之前 这暗示还不明显吗 这座上古遗迹 就交给你们五大宗门 共同探索 若能有所收获 我重重有赏 说到这里 秦玄机目光一寒 冷冷道 若有人敢藏私 班山宗 救世尔等前车之鉴 说完 秦玄机的身影迅速淡化 完全消失 那一枚令牌 也随之碎裂成了两半 而此地的众人 早已内心发寒 心中生起了恐惧感 以及无力感 殷明子身旁 一名老者颤抖道 大长老 您说班山宗 该不会是秦玄机 住口 殷明子立声呵斥 那老者立刻不再多言 乌山 某地下深处 许黑一直盘踞不动 直到那种若有四无的危机感 彻底消失后 又过了一夜 他才睁开眼 钻向地下 许黑来到了极深的地方 打量自身 此刻 他彻底变成了一只四脚蛇 无论是内还是外 但许黑知道 他只是形态变了 本质上没变 化形单内 似乎有一种极其特殊的力量 可改变身体结构 却无法改变血脉与种族 许黑可以感受到 那力量的存在 他心念一动 体表冒出了丝丝蒸气 那一丝看不见的力量 被缓缓逼出 化作气流消失 随着药力消失 许黑的体型也在慢慢复原 骨头伸展 四肢回缩 这种身体结构的改变 是可逆的 只是过程有些漫长 许黑族足花费了两个时辰 才将那骨力量 彻底逼出体外 他又变回了原本的蛇形 呼 许黑松了口气 回想起 蛮象族吞服撞骨丹的场面 其实许白的丹药 也不是完全没用 化形丹对他而言 可以拿来易容 不过 服用别的丹药 还是得谨慎再谨慎 上古墓地 还是先别去了 看看蛮精他们怎么说 许黑略作成瘾 离开此地 直奔蛮象族部落 此刻 蛮象族部落中 出现了一群不速之客 正爆发着惨烈的大战 象族成员 前所未有的愤怒 他们豁出了性命 一个个全都燃烧气血 以疯狂的速度 对人类进行追杀 因为 这群人类 竟然盯上了他们的孩子 这对于蛮象族而言 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比杀了他们还要愤怒 幸亏许黑提醒 孩子们没上当 否则 后果不堪设想 你们 一个也别想逃 蛮精的冰破象牙飞出 化作天地囚龙 冰天雪地 将人群困住 象群脚踏苍穹 杀了上去 气势滔天 但这群人类修士 也不是好惹的 一个个身如铁皮 硬得离谱 都修炼了脆体的功法 可以和妖兽拼肉身 尽管无法与象族相比 但被撞上一下 也不会致命 这是他们从未见过的战斗方式 并且 这群人当中 竟然有两位结单妻修士 两人联手与蛮精交战 打得有来有回 蛮象族首领 此次只是误会 如何 其中一名高大壮汉 拿出一条锁链 一边抽打 一边冷笑道 没错 我们只是来参观的 给孩子们送点吃的 没什么恶意 另一名矮壮男子 也是面带冷笑 手持一柄钢叉 隔空连续筒来 蛮精以一对二 丝毫没落下风 甚至越战越勇 他不惜燃烧生命 也要将这两个贼人 绳之以法 同时 他也在疑惑 难遇的强者 基本都集中在了乌山深处 这么个宗门 又是哪里冒出来的 还是他们从未见过的战斗风格 这不像是楚国人 不管你们是谁 今日只有死 蛮精獠牙冲出 撞击在了一面大盾之上 突然 这大盾变成了一滩淤泥 迅速涌出 将蛮精的象牙给裹住 淤泥不断膨胀 体积越来越大 越来越沉重 蛮精只感觉 自己重若万钧 像是顶着一座大山 速度锐减 今日 是我们铁山宗 开宗立派之日 总得弄出一点名声 那位高大壮汉 面带冷笑 中有着残忍嗜血 盯着蛮精等腰 本想将你们的孩子勤住 作为人质 这样好收拾一些 可既然他们不上钩 来点硬的 也不是不行 另一位矮个铁男 同样双眼凶残 此刻也是摊牌了 蛮精中了此招 必败无疑 铁山宗 蛮精象牙上的淤泥 越来越大 已经变成了大山 他无论如何也甩不掉 身体愈发沉重 淤泥将他的鼻子 眼睛全部遮住 逐渐蔓延到整个头部 哼 这可是三阶中品法宝 傅珊妮 除非你江象牙弄断 否则 只能越来越大 直到将你全身掩埋 高大壮汉面露嘲讽 这一件法宝 是专门用来真物建筑 这种纯靠力量的妖兽 堪称大象克星 克得死死的那种 其实 即便江象牙弄断也没用 粘上了就甩不掉 只会席卷全身 先退几步 这畜生要发狂了 可别受伤 另一位矮的男子迅速后退 他知道 蛮精要出杀招了 提前避开 庞附一切都在他们的计算之中 这矮个男子 名为铁兄 高大壮汉 名为铁牛 两人是亲兄弟 所创立的铁山帮 乃是秦国的一方势力 之所以叫铁山帮 是因为秦国只允许 有天魁宗一个宗门 其他的 只能叫帮派 而就在一周前 他们被告知 允许改名为铁山宗 进入楚国发展 并给予大量的资源 这可将他们二人乐坏了 他们毫不犹豫 率领帮内的弟兄 来到了楚国南狱 眼前这三节法宝 傅山泥 就是他们获得的资源之一 此物 对于那些笨拙的力量型妖兽 极具克制性 就是为了击杀象族而生 啊 蛮精发出惊天怒吼 恐怖的音波 层层扫荡开来 傅山泥不断震动 非但没有被震出 反而是迅速扩散 体积更大了 哈哈哈哈 没有没有没有 铁牛仰天大笑 从没有这么痛快过 刚来这南狱就要杀一头金丹巨像 如此成就感 前所未有 而就在这时 只见那蛮精的嘴里 似乎吞下了什么东西 破 破 傅山泥中 两根象牙陡然拔高 从中穿透 以恐怖的速度暴刺而来 什么招式 铁牛掩住一瞪 急速暴退 好在他们早有所准备 距离够远 轻易就退到了最边缘 避开了那瞬间暴涨的象牙 乌山深处 有一座巨大的水潭 坐落在一处山谷中 水潭平静如镜 深不见底 无论是微风吹过 或是扔进一块石子 水面都不会泛起 哪怕一丝波纹 而这附近 更是荒无人烟 连一只鸟兽都没有 不知过了多久 一只突就 落在了水潭边的 一棵歪薄树上 道 妖主大人 十个万年 神奎宗又来了 声音传出 过了许久 那万年如一日般平静的水潭 终于泛起了一丝波纹 神奎宗 真是久远的记忆 一道沧桑的声音 徐徐传出 如同穿越了时光长河 从悠久岁月中而来 兔就笑道 他们想取回三代祖事业的东西 您怎么看 此刻 只见一道水柱 从水潭上冲出 渐渐凝化为了一个幼小的人形态 这是一个婴儿 慢慢长大 变成了孩童 又变成了少年狼 少年狼睁开眼 赤着身体 走出水潭 他的修为 从凡人到炼气期 再到铸鸡期 于结丹期停了下来 我怎么看 当然是亲自去看看 少年狼蛋笑道 突就看了少年狼一眼 嘀咕道 妖主 您这身外化身的形象 还真是年轻 怎么 难道我本尊就不年轻 少年狼咒没道 突就心里吐槽 表面上善笑道 您永远未成年 少年狼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还差不多 妖主我才一万五千三百二十岁 相当于人类的少年时期 当然年轻 少年狼迈开步伐 向前走去 没走几步 头发就掉的金光 蛮象族部落 天边 许黑从半空中急驰而来 他隔着很远 就看见了前方正在大战 又是人类 许黑面色阴沉 毫不犹豫 使用了紫电雷尸留给他的预见 不管发生时骂 先叫帮手总没错 他用神识观察了一圈 此地共有两个结丹期修饰 二十来住机器 附近没有其他人 没有捕蛇宗 许黑目光微闪 这两个结丹期 是他从没见过的野人 并不认识他 也就是说 许黑完全可以迅速出手 配合蛮精 将这两人给干掉 不对 先别冲动 许黑眉头紧锁 发现事情不对 之前 他与蛮精 紫电雷尸 一同袭击岩蛇城 肯定被人知晓 他与象族有关系 那么 此次袭击象族的计划 会不会是为了调他出来 紫电雷尸没出现 会不会也遇袭了 自从那擎悬机出现后 许黑就一直心神不宁 感觉他被人盯上了 之前两国大战 对方没空理会自己 而现在 对方明显 愤出了一丝精力 在搜查自己 从那擎悬机出现后 神石直奔他而来 许黑就注意到了 人类狡猾 对方作为擎国的主力军 天魁宗大长老 岂会是简单之辈 这样的存在 任何一步棋 都可能是陷阱 许黑深吸口气 开始冷静地思考对策 他不可能做事蛮精被杀 他必须要做点识嘛 同时确保自己不暴露 服用化形单再冲上去 不 不可能 许黑严重怀疑 此刻无论是谁出现 任何帮手 只要是帮蛮精的 那擎悬机都可能冒出来 他该怎么办 擎悬机摆明了 就是想抓住他 这是杨某 你不出来 蛮精就要死 许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他拿出了黑黄给他的玉石盘 上面果然 只有眼前这么一群红点 对方隐藏得很好 此刻 蛮精的压力越来越大 那傅珊尼 已经覆盖到了他全身 将他包裹了起来 无法挣脱 只能缓慢地移动 你就等死吧 铁牛冷笑 咻 突然 暗中有一道寒芒刺来 只见一个人影 从暗处瞬间冲出 身形显化 一见惊鸿 斩在了铁牛背后 却只是擦出了一丝火花 铁牛回头看一眼 这个人影 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少年 只有住击出妻 连他的房都破不了 此人潜伏在附近 竟然没发现 死 铁牛只是愣了一秒钟 就一巴掌抽了过去 这一掌 能将萧绸的头给打爆 碰 震耳欲聋的碰撞声响彻 只不过 被击中的 不是萧绸的头 而是铁牛的头 一个长条状黑影 瞬间出现在铁牛的身前 几乎是与萧绸一同出现 这是一条大黑蛇 只不过 死蛇的身法更加隐晦 导致他只看见了萧绸 没看见许黑 没给他任何反应的机会 下一秒 一条粗大 布满锋利鳞片的尾巴 狠狠甩在了铁牛的脸上 啪 龙骨与龙铃 结合在一起的力量 彻底爆发出来 直接将铁牛的脸部打烂 鲜血蹦出 牙齿爆裂 只听一声巨响 铁牛被抽得 凌空旋转十几圈 倒飞出去 一头撞进了山岩之中 此情此景 让全场所有人都看了过来 面色骇然 大哥 矮个铁熊惊呼 哄 铁牛迅速从山岩内冲了出来 面色无比的吓人 此刻 他的脸已经不能算是脸了 眼球 鼻子 五官 全部被打烂 骨头外露 这还是他修炼了铁山宗的特殊功法 肉身极其强悍 这才没有被一尾巴打爆 不然的话 换做别人挨这么一下 说不定脑袋就没了 大意了 他完全没想到 那条蛇的速度这么快 肉身攻击更是如此恐怖 铁熊目光微不可查的一闪 拿出了一枚令牌 慢着 突然 铁牛拦住了他 冷冷道 先别急 让我会会这条蛇 铁熊点了点头 将那令牌收了回去 他知道 大哥彻底怒了 许黑目光一闪 刚才那令牌 正是召唤擎玄机的 对方拿出来给他看了眼 又收了回去 几个意思 许黑见过了太多文陀理智之人 还从没见过这么浪的 对于蛮象族 他是必须要救的 不管对方有什么阴谋 是不是钓鱼 他也必须出手 蛮精帮了他不止一次两次了 在万蛇谷对他有救命之恩 以前的许黑可能会逃走 现在的许黑 早已不是那个 不到石成圣算不出手之辈 有些事 明知不可畏而畏之 唯一让他没想到的是 萧绸竟然也来了 还用隐身符 潜伏在旁边 连他都没发现 两人几乎是一同出手 之前他们没有任何交流 纯粹是巧合 你刚才上去干事吗 送人头 许黑传音道 楚天盟给了我一个护身玉佩 只有冰死才会出发 萧绸回应道 许黑语色 萧绸顿了毒 接着道 班山宗被灭 一个火口都没留下 我调查道 是天魁宗在暗中促成这件事 让外派弟子赶回宗门 还故意集结其他宗的所有高手 前往乌山山脉 无法给予支援 萧绸声音平静 只是人谁都能听出 他心头的火焰 也就是说 天魁宗是帮凶 许黑经一道 不是帮凶 是主谋 这一切的根源 就是他们 萧绸道 许黑沉默片刻 啊 根源 难道不是自己太弱 萧绸顿时无言以对 两人的交流 只在沙内之间就完成 此刻 铁牛扶下丹药 脸上的伤口慢慢愈合 他拿出锁链 目光阴寒 手腕一抖 嗖 锁链散开 如长蛇般冲击而来 许黑祭出射魂旗 骄蟒之灵瞬间出现 扑咬在了锁链之上 同时 黑龙塔出现 消耗了三成的真气 轰然撞向了蛮精 这原本就是许黑的计划 先帮助蛮精脱困 不然 让他一个助击初期 拒对抗劫单期 偷袭来一下还凑合 真给对方反应过来 自己绝不会是对手 轰隆 黑龙塔撞在了富山泥上 蛮精头顶迅速膨胀的大山 像是被流星砸中 当即四分五裂 更是有不少被吸入了黑龙塔中 这玩意怎么什么都吞 许黑诧异 这样的一幕落在铁熊眼中 却是滔天大浪 怎么可能 铁熊脸色巨变 他怎么也没料到 富山泥竟然被撞碎了 这可是三阶中品灵宝 那究竟是什么法宝 蛮精仰天怒吼 破开封印后 他胸腔的怒火彻底爆发了 唯有对方的死亡 才可泄愤 铁牛一把抓住了胶蟒之灵 拳头狠狠砸下 将其身体打得凹陷 胶蟒毒液喷出 在他身上腐蚀出了一丝丝青烟 但毫发无伤 三阶阵灵毕竟只是残缺品 对付住机器还好 面对真正的结单期 一个回合就要败下阵来 大哥 对不住了 再玩就玩脱了 铁熊眼见蛮精脱困 直接拿出了那召唤擎玄机的令牌 立刻催动 然而 出乎意料的是 令牌竟然毫无反应 这 铁熊再一次傻了眼 人类 蛮精愤怒到了极限 他一跃而起 那巨像大腿如擎天之柱 朝着铁熊的脑门一踏而来 视如破竹 惊天动地 连虚空都在颤抖不止 许飞再一次催动黑龙塔 旋转呼啸 将那铁熊的后退之路 完全堵死 铁熊刚回过头 就一头撞在了黑龙塔上 结单修士大战 虚余之间就是生死 就这么阻拦的片刻 死亡临近 不 随着一声惨叫 瞒进的大象体子 狠狠碾压在了铁熊的脑门上 只听啪唧一声 他的身体被踩成了稀泥 原本以铁熊的肉身 是不可能被一击踩死的 但瞒进的怒火已然滔天 这一脚 堪称他有史以来 最巅峰一脚 踏出了他的力量极限 从脑袋到脚 直接踩成了一团肉酱 踩进了地下深处 踏破苍穹 连瞒进的四条腿 都在熊熊燃烧 燃起了金色的火焰 这火焰渐渐弥漫至全身 这是一条燃烧的巨像 铁牛眼线地地陨落 没来得及伤心 就看见了那头狂奔而来 在他瞳孔中 急剧放大的火焰身躯 他的心中 不由浮现出了一个问题 这是 什么妖兽 铁牛满眼都是惊恐 这种感觉 与之前面对的蛮精完全不同 彭扶换了一头妖兽 这一次 许黑的真气只剩下了两成 无力再用黑龙塔去阻拦 但蛮精这一脚 依旧是结结实实地踏了上去 铁牛尽管躲闪了大半 却被余波机中半边身体直接没了 如此恐怖的威力 让人心惊胆寒 铁牛强压伤势 闪到了铁熊尸体旁 手一吸 将那令牌吸在了手上 前辈 救命 救命啊 你为何不出来 铁牛凄厉惨叫 可令牌就是纹丝不动 没有任何反应 蛮精再一次咆哮冲出 俨然一副拼命的架势 so 突然 令牌飞了出去 飞到了天空中 被一个人影抓在了手里 此刻 天地间 刹那间安静 所有人类与妖兽都停了下来 无数双眼睛 全都看向了天空中 那不知何时出现 却没有人注意到身影 这是一个样貌普通的少年 身上穿着一套绿色长袍 皮肤略显粗糙 他看上去就跟凡人似的 感受不到一丝气息的存在 但就是这么诡异的场景 让所有人遍体生寒 这绝对是一位绝世大能 许黑盯着此人 下意识地就想要溜走 或是立刻与黑龙塔合体 但他的本能确感 硬不到危险的存在 这说明 对方没有恶意 此刻 这位龟壳少年 盯着手中的令牌 淡然道 是你自己出来 还是我去找你 沧桑的声音 从一个少年口中说出 给人极其怪诞之感 随着话音落下 令牌之中 飘出来了一位中年虚影 双手抱拳 迅速凝食 这样的场景 与之前因名字拿出令牌 琴玄机现身一样 许黑也现过类似的情形 李扬储物带中的传讯预检 就是这样 似乎有一种手段 可将神石附着在预检中 化为实体 只是这琴玄机 明显更高阶一些 几乎等同于身外划身 如此手段 浴室盘都检测不出来 令人防不胜防 晚辈琴玄机 见过妖主大人 面对这位少年 天魁宗大肠老琴玄机 身身鞠躬 行了晚辈之礼 当这一幕出现 全场都陷入了 死一般的寂静之中 落真可闻 妖主是谁 这人什么修位 竟让琴玄机 以晚辈自称 所有人脑子里嗡嗡的 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琴玄机 天魁宗最有天赋之人 千年不遇的绝代天骄 杰丹七内无敌手 甚至楚国的 那位元英七十祖 都未能杀死他 被他全身而退 能让琴玄机拜见 这少年的修位 达到了什么程度 当年神魁宗与我立下誓言 永世不踏足此地 怎么你忘了 妖主看着眼前之人 似在打量 琴玄机略微躬身 不卑不亢道 我尊敬先祖与前辈 故没有本尊道场 但身为修士 本就逆天行 岂会被一些陈年规矩给束缚 他这话 并不是狂妄之言 而是发自肺腑 整个天魁宗 也只有他 敢顶着妖主的威名 来到此地 妖主面无表情 冷漠道 说得好听 不就是想试探我的底线 我现在明确告诉你 我不管你用什么分身 傀儡 身外化身 只要是神魁宗之人 别在乌山范围内出现 今日 全当给你个教训 他张口一吸 将琴玄机虚幻的身影 吸向口中 突然 琴玄机目光冒出了忧火 竟然挣脱了束缚 身躯燃烧起来 迅速烟消云散 极静 妖主眸光一闪 出现了一丝诧异 难难道 此人确实不俗 难怪有这般底气 极静代表某一境界中的 极致力量 比如许黑 就拥有住机器的极静 妖主本以为 到了后世 灵气稀薄的时代 极静已经非常罕见了 想不到刚出来就碰见一个 妖主拿起了那枚令牌 对着其中冷冷道 逆天 你刚才躲着我 说明在害怕 心有畏惧 还谈什么逆天 这一段话 以琴玄机的令牌未眉界 跨越无尽遥远的距离 传入了琴玄机脑海中 这将会成为琴玄机的魔障 江灵 一座静室内 琴玄机静坐在蒲团上 他猛然睁开双眼 脑海中回荡了方才的声音 很好 这一节来得正好 琴玄机非但没有惊慌 反而非常稳重 只要迈过此节 我即可结成元英 他 秦国史上最强结丹 也是最年轻的结丹 他不敬天地 不敬鬼神 不敬始祖 即便是面对楚国的元英老祖 他也无所畏惧 但妖主出现的那一刻 他却有了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宛如蝼蚁 这是琴玄机第一次面对话神七 也是第一次感到恐惧 不过 只要迈过这一坎 江海阔天空 你见过妖主了 情况如何 前方虚空传来一道苍老之声 那是天魁宗的元英老祖 妖主没死 如今是少年形态 琴玄机对着前方虚空道 苍老之声沉默 许久后 他问道 琴玄机 你相信有人或是妖兽 能从上古时期活到现在 琴玄机摇了摇头 不信 元英修是 寿元上千年 化神七 最多可达三千年 即便如此 距离上古时代 还是太过遥远 那你觉得 妖主是怎样的存在 那苍老的声音又问 琴玄机只是沉默了片刻 果断地道 他在瞒天而行 修饰寿元 受天道法则所限 不可能无止境地活下去 逆天也办不到 唯有瞒天修行 躲过天道探查 不错的猜测 一道身影出现 这位元英老祖走到他身前 肃然道 带你解开妖主之谜 就是你结成元英之日 到那时 妖主再怎么瞒天 也瞒不住了 蛮象足部落 随着琴玄机的消失 铁山宗大势已去 妖主连看都没看他们一样 直接离开 就彭扶他的出现 只是为了制衡天魁宗罢了 对其他的一切事物 漠不关心 许黑暗松了一口气 他还真怕妖主注意到他 他身上秘密太多了 铁牛目光闪烁 试图趁机溜走 但蛮精没给他任何机会 如山月般碾压而去 将其彻底轰杀 剩余的铁山宗成员 在许黑 萧愁 以及象群的联手之下 迅速击破 死的一个不胜 至此 这原本是要取代 班山宗的铁山宗 尚未开始 就死在了半途 蛮精浑身燃烧的火焰熄灭了 他走到了许黑面前 道 许兄弟 我又欠你一个大人情 他一句话还没说完 就身体摇晃 昏了过去 许黑发现 蛮精的身体缩小了一大圈 原本如同巨人小山般的 此刻 只有两米高 跟普通的像差不多 就连气息都弱不可闻 生命力也在迅速衰退 为了杀死两个结单七休士 蛮精豁出了权力 不惜燃烧生命 代价也极为沉重 族长 大哥 旁边传来一道道金呼声 向群围了上来 神态焦急万分 许黑二话不说 立刻拿出了一枚丹药 打入其体内 连续打入了三枚 蛮精的气息才稳定下来 没有继续衰弱 他受伤太重 生命损耗太大 需要静养 许黑沉声道 向群陷入沉默中 这一次 他们损失太大了 首领昏迷不醒 其余精英族人也死伤惨重 不幸中的万幸事 他们的孩子都还完好无损 许黑的那句提醒 对他们太重要了 许前辈的恩情 我等无以为报 一头老象感激涕零 其余所有大象 全都对许黑弯了下身子 而这时 子殿师王率领他们的尸群 也赶到了 姗姗来迟 该死 我被一道阵法给困住了 现在才来 子殿师王骂骂咧咧 许黑对此并不意外 秦玄机这么安排 肯定会将子殿师王也给拖住 不然 就没办法引他上钩 说到底 还是实力 这一次 若是没有妖主突然解围 他不知道会面临怎样的局面 秦玄机过于强大 堪称他所现 结单期中最强者 一个眼神 就能让结单中期 吐血而退 强到令人发指 许黑自问 他很难逃走 他最后的底牌 就是与黑龙塔合体 那纯粹是碰运气了 雷蒙 你无需自责 这是针对我的阴谋 许黑将刚才发生之事 简单地说了一遍 什么叫针对你 这分明是针对我们所有妖兽 子殿师王怒火滔天 以他的暴脾气 恨不得再灭一座城 但他无力这么干 天魁宗被妖主针对 八成是不敢再来了 你们还要搬出万里之外吗 许黑问道 子殿师王闻言 沉思许久 叹了口气 天魁宗不能来 还能派其他人 秦国当中的大宗门 如这铁山宗 多如牛毛 还有超级世家白家 我等实力卑微 还是别去叫板好 子殿师王 看着昏迷不醒的蛮精 想到了自身处境 也只能无奈咽下这口气 他们不能什么都 指望妖主 乌山山脉 面积何其之大 颜绵无尽 妖族无数 妖主不可能单独照顾他们 说白了 他们这五个妖族 根本不算什么 雷蒙前辈 若是你们不嫌弃 不如就在此地七夕 我们蛮象族欢迎你们 一头老象提议道 雷蒙一正 看向这里的环境 此地处于平原 附近植物丰富 妖兽众多 四季还有温泉 是难得的一处宝地 不然 蛮象族也不会选择在此地七夕 我士族畏略使者 生性施杀 会威胁到你们的后代 就算我族的助击七 可以控制自己 但又失去无力管教 雷蒙如实说道 象族跟师族生活在一块 就算高层不起冲突 但小辈肯定会大打出手 迟早会闹出矛盾 他们不是人类 无法教育后代之书打理 友善 和平 这样的性格 若是在幼师当中培养出来 迟早会被自然淘汰 象群们对视一眼 也只能无奈叹气 不过 我们可以在这附近生活 顺便帮你们照看一下 若是有人类修饰还赶过来 我会出手 雷蒙又补充道 多谢雷蒙前辈 象群们一起行礼 许黑与萧仇哪也没去 也在这里生活下来 对于萧仇这个人类 象族通勤达理 知道是许黑的朋友 刚才帮助了他们 同样当成了贵客 许黑凿出了一个洞府 盘点刚才一战的收获 富山泥 三街中品领宝 许黑看着眼前的 一团柔软的泥巴 只有巴掌大 可塑性极强 但就这么一个不起眼的玩意 却能膨胀千倍万倍 重量也能无限增加 许黑花了一个时辰 将其炼化 弄懂了功效与原理 原来如此 此物启用后 可以自动吸收 天地间的土系真气 将附近的砂石 空气中的尘埃 全部聚集过来 越来越大 同时增强重力 堪称大型妖兽的克星 许黑暗道 这一团泥巴 还能随意地变化外形 它可以捏成一面盾牌 作为伪装 同样的也能拿来防御 只要裹住自身 可减轻外界的伤害 许黑尝试催动了一下 发现磁宝的消耗 也极其庞大 但比起其他三阶法宝 要节省得多 应该是土灵根的缘故 土系法宝 对我有用 许黑将其收入虚空石 除了富山尼 还有一些防御法宝 不过大多数 已经被瞒进一脚踩扁 能保留下来的宝物 并不多 那铁牛所使用的锁链 还有铁熊用的叉子 都被它获得 对许黑没什么用处 打算卖掉 最让许黑惊喜的是 这群铁山宗人加起来 竟然有十万左右的零食储备 其中 还有四十来块上品零食 好多上品零食 看见这么些上品零食 许黑内心火热 他将所有方方正正的 上品零食 全部拿出 总计凑到了六十七枚 不知道能不能再搞 一个龙族绝学出来 许黑不再迟疑 将一个个上品零食吞服下去 凑到了妖神顶旁边 被那真龙雕像吸收 一个 三个 十个 二十个 上一次将于龙百变搞出来 只花费了十个零食 而这一次 一直到了五十块 还没有出现 没过多久 许黑的六十七块上品零食 被吸了个干净 并没蹦出什么绝学 还差三十三 我要凑过一百枚才行 许黑心中有种强烈的预感 他盘算了一下 如今手头上的资源 普通零食 总计二十万 能用的三接法宝 它有黑龙塔 富山泥 射魂旗 不过射魂其中的胶莽 受了重伤 许黑吸收了不少 魂魄在其中 让其慢慢吞噬 养伤 还需要一些时间 消耗品 它有八张小挪衣服 以及不知名的灰色灵符 还有一枚寻常雷结珠 飞剑 有魄灵剑 凤天剑 冰魄剑 都是象牙制作 许黑能同时驱动三把剑 在助击境内乱杀 傀儡 许黑用的差不多了 他刚搜集到了一批尸体 还没来得及炼制 将这群铁山宗成员 炼成傀儡 效果会如何 许黑暗暗想到 铁山宗擅长炼体之术 肉身强硬 浑身都是铁皮 这正是极佳的傀儡的材料 即便是尸体 都极其坚固 寻常刀剑 难以破开 就这么办 许黑当即将尸体拿出 堆在一块 他望着眼前的尸体 正打算要拿出一个炼制 却突然眸光一闪 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对啊 我为什么要一个个的炼制 干脆将这群人的尸体 拼凑在一起 炼制成一个血肉巨人怎样 许黑沉吟道 他的地魁术 最高只能炼制 助击大圆满的傀儡 因此 铁牛与铁熊的尸体 他利用不了 但其余尸体 却能组合在一起 缝合出一个超级助击傀儡 实力是助击7 但超级耐打 打不死 血肉够多 能以一当百 那场面一定非常壮观 说干就干 许非当即将所有尸体 堆积在一块 放出灵体之线 开始了这一项大工程 就在许黑闭关期间 四大宗门 展开了对上古遗迹的发掘工作 这是一座幽深的峡谷 而遗迹的入口 就在这峡谷中间 一处直通地下的隧道中 隧道深不见底 可遮蔽一切查探 只有一阵阵肉眼可见的黑色烟雾 弥漫出来 这是阴煞之气 极其浓烈的阴气 说明 这里面有无数的死事 此地有被人挖掘过的痕迹 显然之前 还捞出过一些东西 据那赏金猎人说 他们一个队伍 有两个结单七领队 总计十五人 但全军覆没 只有他一人活了下来 因名字沉声道 诸位 我们是一同进去 还是分头行动 他看向后方的人群 逍遥宗老祖李耀 身负重伤 至今没有恢复 他沉默片刻 道 还是分头行动吧 他已经不想探索什么遗迹了 只想保住一命 秀 突然 一道阴煞之气 从地洞中标射而出 这位老祖的头颅 直接就飞了出去 所有人脸色狂变 各种法宝光圈寄出 如灵大敌 但是 什么也没有 隧道依旧是深不可测 平静如常 除了那位李耀的脑袋 没了之外 什么变故也没发生 息息息 而就在这时 那李耀的脑袋 突然发出节节怪笑 带着诡异的笑容 飞入了隧道之中 消失在众人眼前 众人脸色惨白 大气都不敢出 分头行动 真的分头了 所有人散开 阴明子大喝道 嗖嗖嗖 众人不敢犹豫 迅速分散开来 遍布在峡谷四处 刚才那是上古怨灵 只要人数过多 阳气旺盛 就会吸引此物靠近 加上那里要重伤虚弱 这才被怨灵得逞 阴明子所修功法 乃是捕蛇宗的阴明诀 这种阴邪之物极其敏锐 他一眼就发现了问题所在 我等须分成多个小队 每一队的人数控制在十人以内 因明子沉声道 经过安排 众人陆续散开 分成了一个个小队伍 依次进入了隧道中 三天后 四大宗门的人 狼贝尔回 人数少了一半 结单期陨落两人 不过 他们也按照韩特的地图 带回了一些上古一流的宝物 虽然损失惨重 可不是完全没有收获 至少 对于移近内部的情况 有了更多的了解 下一次进入 能尽可能地避开危险 而同一时间 那张上古一记的地图 如风暴一般 在南域传开 不仅是南域 全国各地都流传这张地图 甚至传到了燕落江南岸 传得到处都是 这最初是许黑花五千零十买的地图 如今 俨然有烂大街的趋势 几乎是人手一张 一时间 全国轰动 无数人组成队伍 赶往乌山山脉 要对一记一探究竟 对于全国各地赶来之人 四大宗门没有阻拦 也无法阻拦 那一座遗迹的凶险程度 远超出他们的想象 这不是一座遍地财宝的宝藏 而是一处吃人的险地 倒不如让这些路人去试探试探 兴许还能减少一些损失 不过 所有人都在前往乌山山脉 唯独一个宗门 却无动于衷 天愧宗 不管是弟子还是长老 都背下了死命令 禁止靠近乌山范围 他们只是派出了一些下属宗门 下属家族 前往查探 自身却是一个人 也不前往 让各路高手纷纷猜测缘由 时间一长 乌山中的人类修饰 越来越多 天空中 时而就能看见一些 结单期修饰 率领一个队伍 从高空一掠而过 附近的妖族 起初还很愤怒 可渐渐地 都习以未尝 到后来 人类修饰还在乌山当中 建立了一处小型据点 用于情报交换 以及法宝交易 一切 全都为了探索这座遗迹而服务 时光飞逝 不知不觉 过去了一个月 蛮象族部落 许黑的闭关 终于临近尾声 这是他炼制傀儡 耗时最久的一次 终于 大功告成了 许黑长输一口气 此刻 眼前是一座三米高的巨型傀儡 臃肿的身体 钢铁般的四肢 以及那怪异硕大的头颅 给人极强的视觉冲击 头颅上 总计有十张人脸 二十几个眼球 遍布在各个方位 各种五官扭曲在了一起 如同上古凶魔 这是许黑一个月的杰作 他敢肯定 天魁宗的傀儡树中 绝对没有此物的炼制之法 因为 这是许黑自己创造的 这几乎榨干了他 所有创造力 他将尸体不断拆解 组合 失败了十几次 就连铁熊的尸体都用上了 还是失败 最后 还是将化形单打入尸体中 这才渐渐有了成效 此物看似是一个人 实际上 是三十人的叠加 比如这手臂 表面上只有两条 可体内还藏着数十条 断掉了就能立刻长出 身上更是藏满了各种扭曲的脸 这样的怪物拿出去 单单这长相 就能吓死一批人 要是被天魁宗知道 有人用傀儡树 炼制出这么个玩意 不知会做何感想 试一试强度 许黑心念一动 巨人迈开步伐 瞬间冲向前方 发出轰轰之声 他挥舞着铁拳 一拳头打在了前方的石壁上 轰隆 这座地下洞府 瞬间坍塌 震动传遍方圆千丈 如同大地震 许黑倒吸了口凉气 这力量 这速度 简直是许黑所见过 最完美的傀儡 许黑又用吞零剑 在傀儡上切割 只能切出细小的伤口 不出几秒钟就能恢复 还有惊人的恢复力 哪怕手脚断掉 也能立刻长出 许黑敢肯定 此物不是杰丹七的对手 但杰丹七想要收拾这玩意 也不是容易之事 只是体型有些庞大 这还是他不断压缩的结果 这个傀儡 就叫做屠夫 专杀人的屠夫 许黑暗道 屠夫体内有一个小空间 是专门用来存放许黑本体的 许黑当即切开一个洞 钻了进去 洞口快速合上 屠夫拿出一个疯死的头盔戴上 遮住面部 再穿上一套厚重的骑士铠甲 遮得严严实实 这一套铠甲 也是许黑顺手打造 他控制屠夫 走出了垮他的地洞 此刻 蛮象族部落中 象群全部都在 因为人类的频繁出入 象族不敢再随意外出 免得被人类看上 顺手击杀 师祖也是如此 相隔不远 以便能随时支援 许黑四下走动一圈 诧异地发现 就连蛇族也来到了这附近 俨然是要抱团的架势 前辈 您这身体 萧丑被动静吸引了过来 看见许黑这壮大的身躯 面露惊异 虽然看不清相貌 可这副身体带来的压迫感 前所未有的强 还有一丝丝阴煞之气 如同穷凶极恶的凶魔 让萧丑脸色苍白 这是我最新的身份 你以后 就叫我屠夫 许黑控制傀儡 嘴巴开合 发出嗡声嗡气的声音 是 萧丑汉首 对了 将这一个月的情况说说 许黑察觉到了外界的变化 询问起来 是这样的 乌山深处 有人发现了一座上古遗迹 萧丑如是道 地图都传开了 全国所有人都赶了过来 不仅是南狱的 据说还有东狱 西狱 以及秦国之人都来了 这么多人 许黑愣住 按理说 秦玄机专门清理了方圆万里 本以为想独占 结果吸引了各处修士前来 这样的局面 让许黑始料未及 那一座遗迹 起初非常的危险 一进去就死人 可这一个月 已经排查的差不多了 捞出了不少宝物 就连楚天盟也有兴趣去看看 萧丑接着说道 楚天盟 就是现在的乱党贼寇 班山宗 就是被他们灭的 那遗迹你去过吗 许黑问 还没有 萧丑摇头 但去过之人 总结出了几条铁律 其一 人数不能聚集太多 否则会引来上古怨灵 寻人夺赦 其二 人数也不能太少 里面有一处迷幻之灵 会让人不定期陷入幻觉 必须要同伴来惊醒 单独一人无法闯过去 其三 至少要有一位 结单七领队 修为不宜太高 否则会引来上古失魁 但也不能太弱 萧丑讲述了一大堆 都是遗迹中的注意事项 许黑虽然没去过 但听萧丑的讲述 就可以感受到 遗迹之中的凶险程度 而且他还隐隐感觉 这遗迹不像是天然形成 有人未布置的痕迹 遗迹当中已知的危险 达到了十八处 各个都能致命 但宝物也是颇多 甚至传言 里面有长寿丹的存在 一例就能延寿一甲子 萧丑接住道 长寿丹 一甲子 许黑瞳孔一缩 要知道 筑基修士只有两百年可活 结单七 也就五百年 这一甲子寿源 能让寿源到头的结单老怪 焕发第二春 绝对会让无数人过来拼命 这些讯息是哪来的 是否可靠 许黑连忙问 无论是遗迹中的风险 还是长寿丹 讯息的价值超乎想象 他不认为萧丑有能力搞到手 讯息是楚天盟给我的 危险都是千真万确 但长寿丹只是有人见过 不太肯定 萧丑道 许黑重重点头 无论如何 这一趟 他必须要去了 他有老原的钥匙 还有那上古令牌 都指向这座遗迹 又多了各种保命之物 没理由不去闯一闯 带我准备一天 一天后出发 许黑道 接下来 许黑去看了眼瞒金 一个月过去 瞒金已经苏醒了 虽然身体依旧虚弱 金丹只有之前的一半大小 但比起一个月前 状态好了太多 许兄 这次你又帮了大忙 瞒金不知说什么好 你我兄弟 说这些干什么 许黑淡笑 他拿出大量丹药与灵果 灵草 放在旁边 都是物件足有弊议的 随后 许黑又取出了一个愈合 递了上去 将此物服下 应该能助你快速恢复修味 瞒金用鼻子接过 开启愈合一看 里面赫然是一粒 拳头大的金丹 散发出浓郁的真元 这是瞒金愣住 这是那人类修饰的金丹 许黑道 此次的战利品 全被许黑一人得到 不分出去一点 他都过意不去 瞒金深吸口气 没有推辞 结果金丹 郑重道 许兄 啥也不说了 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兄弟 我还得仰仗你呢 许黑笑道 随后 许黑又回了一趟万蛇谷 他来到了地下洞府 本打算感谢一下许白 感谢他的化形丹 然而 让他意外的是 许白竟然不在 豢养的灵兽还在 放置了足够多的食物 只是许白不知跑哪去了 地上有一枚玉碱 许黑捡起 神识探入其中 许黑 我发现了一处绝妙的炼丹之地 我先去了 有急事就捏碎这个玉碱 这是许白的声音 许黑摇了摇头 将玉碱收好 离开了这座洞府 他拿出屠夫傀儡 钻入其中 直奔乌山深处 乌山 常年阴云笼罩 环境恶劣 人际罕至 只是现如今 此地前所未有的热闹 不仅进进出出的人数众多 还建立了一座修士据点 这一座据点 约莫小镇那么大 简单搭建了一些乌社 构建了简易法镇 就在那一级百里之外 许黑降落在了据点中 如同一尊高大的铁塔 让地面都晃了晃 顿时有不少修士 看了过来 目光带着警惕 不过 这地方什么怪人都有 许黑这副装扮 不算出奇 据点内 人数不少 有的在交易法宝 有的在零食组队 三五成群 最新出炉的上古遗迹地图 包含所有危险的代攻略 只要五千零食 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当 保证物超所值 许黑刚刚进入据点 就听见了一声吆喝 从一个摊位上传来 这是一名秃头老者 胡子拉长 脑袋后面 只有几根稀疏的紫色头发 修为在杰丹出气 许黑闻了闻气息 当即走到了摊位之前 韩特 许黑眼睛眯起 秃头老者顿时一震 叫嚷道 什么韩特 你别将老夫 与那无耻之徒 相提并论 他就是个骗子 许黑不置可否 问道 你可知道 玄阳子的藏身之地 秃头老者目光闪烁 连忙摇头道 什么玄阳子 老夫不认 话没说完 他的声音就戛然而止 只见许黑拿出了一个储物袋 在他面前晃了晃 他的神识可以清晰看见 里面有一万零食 嗨嗨 秃头老者咳嗽两声 话锋一转道 玄阳子呢 是我一个朋友的客户 客户就是神 我朋友 怎么能被判神呢 他可是有职业操守 声音再一次停止 这一次 许黑拿出了第二个储物袋 又是一万零食 两个袋子 在他面前晃来晃去 秃头老者喉咙滚动 伸手朝着 储物袋薅了一把 却没有抓住 被许黑拿了回来 先说 许黑冷冷道 韩特抓了抓光头 缓缓道 我都说了 我朋友不会背叛客户 你给再多钱也没用 再说了 玄阳子藏在哪 我都快忘了 我得回忆一下 一边说着 他的脑袋一转 目光看向了远处一个方向 直勾勾地望着 眼睛一眨不眨 许黑朝着那边看了一眼 顿时心领神会 将方位记下 职业操守 呵呵 玄阳子 他是必须要除掉的 但不是现在 等他真正有了 斩杀杰丹七的实力 百分百的把握 再去不迟 许黑扔下一袋零食 道 你只说了方向 没说距离 所以 只给一半 韩特连忙将储物袋 抓了过来 迅速收好 这个客人 我可什么也没说 您别误解 韩特再次强调 许黑都对此人的 脸皮无语了 他不再废话 将摊位上的地图拿起 这零食 就当买下这张地图的 可以吧 可以 绝对可以 韩特连连点头 许黑翻看了一下地图 上面写着很多资讯 包括遗迹中的危险 注意事项 都清清楚楚 与萧丑所说 别无二指 这许黑心中大定 他不是不相信萧丑 只是对处天盟不了解 凡事要从多个渠道打听 所以 这地图必买 多谢韩道友 助韩道友裁员广进 日进斗金 许黑拱了拱手 转身离开 啊 等会 韩特连忙起身 拿出一枚令牌递了过去 这位客人 你好歹 也算是老客户了 这是韩某的会员令牌 只要你有任何需求 就将神识注入其中 我会以最快的速度感到 风雨无阻 当然 要收跑腿费 老客户 许黑接过令牌 内心诧异 反问道 我们之前交易过 韩特一正 善笑道 我猜的 您一来就问玄阳子 我猜咱们之前可能认识 别见怪 许黑立刻察觉到 此人竟然在试探他的身份 这韩特表面上套近乎 实际上也是心机深沉之辈 这时 远处传来喧哗之声 只见一大群黑压压的人影 从远处急驰而来 人数足有上百人 速度极快 气势如虹 四大宗门的人来了 还有白家 周家 竟然来了这么多人 顺着议论声望去 各种熟悉的身影 从天边飞来 在上空一掠而过 其中大部分人 许黑曾见过 都是之前与妖族大战之人 还有一些不像是本地人 衣着古怪 应该是冬域 西域来者 数量较少 许黑立刻跟了上去 韩特提醒道 这位道友 跟在他们后面 捞不到好处的 就算拿到了宝物 也要被他们抢走 我们这些散修 无依无靠 只能吃灰 你凭什么断定我是散修 我就不能是他们一伙的 许黑吃笑 韩特顿食野主 许黑不再多言 迅速跟上 随着人群抵达了遗迹入口处 后方也有一些散修抵达这里 在远处观望 此地原本是一座峡谷 只是一边被人铲平了 变成了一座孤立的大山 遗迹的入口处 煞气滔天 鬼气森森 黑色的气息 一鼓一鼓冒出 让人不寒而栗 许黑是第一次抵达此处 意外地发现 他对此地并没有多么的惧怕 而一些路人 已经是脸色发白 额头冒汗 这一次既然来了这么多人 应该是要深入内部了 若是能闯过石魁镇 肯定能大赚一笔 路人们议论纷纷 目光闪烁 走 此刻 英明子一马当先 率领五十多号人 朝着隧道中走去 这么多人一起进去 不怕招来怨铃 有人疑惑道 许飞却注意到 他们人群中 有一位气息虚弱的老者 身如枯狗 生机垂危 宛如一个死人 但修位深不可测 许飞完全看不透 只是他身上的危险感 比英明子还要强烈 至少也是结单中期 就在这时 一道英煞之气 从隧道中冲出 朝着那位虚弱老者冲来 挨得正好 虚弱老者 陡然双目暴征 张口一吸 将那英煞之物 直接吸了进去 他一拍眉心 蹊跷冒出了黑烟 吞噬怨铃 众人爆出惊呼 怨铃这种阴邪之物 也敢吞 这是找死不成 可玄机 就有人意识到 那老者明显 就是一个生命垂危 将死之人 我明白了 此人是一个鬼修 他能以自身为容器 吸那怨铃 一位老修士今生道 鬼修乃是邪道修士 极其罕见 专门靠吞噬这些 阴邪之物卫生 只不过 鬼修往往都会出现精神问题 很容易走火入魔 时间一长 最终也会化为怨铃 十三组 感觉如何 因名字问道 很好 这怨铃对我来说 乃是大补之物 还能让我多出手几次 十三组淡然开口 没有丝毫不识感 此刻 他的蹊跷当中 都冒出了死气 已经是人不人鬼不鬼 但气势却比之前更强了 事不宜迟 出发 因名字 率先走入了隧道后 后方人群跟上 先是四大宗门 随后 是白家 周家这种秦国大族 他们结成了联盟 中途又有一指 怨铃被十三组吞噬 让他气势更强一分 十三组站在后方 回过头 看了眼那些 犹豫不决的散修们 笑道 怨铃已被我清理干净 诸位都可入内 各凭本事 获得机缘 随后 他便走入了隧道中 听闻此言 散修们松了口气 相继组成一个个小队 走入隧道 徐黑目光微闪 没有贸然进去 只是在门口等待 下一刻 里面传来了 凄厉的惨叫声 啊 只见那十三组 突然回头 吐出一口浓烈的黑气 朝着散修人群迎面扑来 最前方两个修士 被黑雾沾染 全身血肉融化 变成了两堆骸骨 其中一人 还有甲丹修味 瞬间就没了 连反抗都做不到 不好 快逃 那老不死的耍诈 黑雾扩散 人群骇然失色 向后退去 只是那黑色雾气速度极快 疯狂扩散而来 又有好几人被波及 全身血肉消失 变成了骨头架子 许黑脸色骤变 也急忙向后退去 不多时 隧道内被清空了 凡尸入内的散修 全都成了骨甲 魂魄被那老者张口一吸 吞入腹中 众人退到了外面 脸色一个比一个难看 只见那十三组 站在隧道中间 目光阴冷 嘴角带着残忍的笑容 浑身黑气直冒 如同死尸 让你们进来 还真进来了 此地已被我捕蛇宗包场 拾去地赶紧滚 不然 老夫这就出来 大开杀戒 十三组向外侍探走了一步 人群顿时惊恐暴退 散修当中 有一位结单妻修士本想说实吗 可看现在一道眼神 身体颤了颤 只能低头 他知道 再敢多嘴一句 怕是也要变成骸骨 许黑面色极其铁青 这老狗守在门口 他还真不好进去 土顿术 他早就试过 隧道中有一层极强的结界 别说是法术了 连神识都探查不进去 飞都飞不动 只能靠步行 哼 好大的口气 我倒看看 逆捕蛇宗 如何拦得住天下苍盛 突然 远处有一道人影席卷而至 身着纹式长袍 却不修蝙蝠 满脸狐渣 正是楚天盟的 杰丹修士徐清风 此人一出现 那十三组的脸色 明显有了一丝变化 你一个半截入土之人 就该进坟墓里躺着 还赶出来喂祸人间 今日我便降妖除魔 诛杀你这邪碎 徐清风拿出一个画轴 正是上一次 没来得及开启的书卷 具有极强的威压 一股浩然之气 迎面扑来 对邪碎具有极强的克制性 嗖 十三组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不知所踪 消失了 许黑愣了一下 他还以为那老鬼 摆出这么个阵仗 打算拼一把呢 结果溜得这么快 那徐清风手里的画轴 究竟是什么法宝 威慑力如此强 徐清风到来后 身后又陆陆续续 抵达了一些熟面孔 妖僧苦玄 银发魔女 魔人张铁 小霸王向飞没来 但多出了一个年轻道士 妖卦龟甲 罗盘 模样及其眼熟 许黑看了半天 赫然发现 此人竟然是赵文卓 这捕蛇宗的弟子 加入楚天盟了 萧丑也过来了 但并没有跟他们站在一块 而是伪装成了散修 汇聚在人群中 诸位 我楚天盟承诺 凡是诸位在一记内所获 我等绝不抢取分毫 但面对秦国走狗 还望诸位能出一份力 徐清风环顾一圈 抱拳道 散修们面面相去 相继抱拳 那是自然 徐长老客气了 我早就看他们不爽了 赶死他们 散修们一个个都表达了支援 至少面子上是要支援的 毕竟楚天盟帮了他们 徐清风在场的人都认识 曾经思天监执法长老 为人刚正不阿 两袖清风 是思天监的一股清流 没人能做到他那样 但对于这种人 也没人会瞧不起 唯一让人诟病的是 他擅长给人扣帽子 一个字的那种 走 徐清风走在最前方 其于楚天盟的四人跟上 散修们不再顾忌 鱼贯而入 徐黑选了的中间位置 既不靠后也不靠前 这是一条狭长的隧道 直通地下深处 一进入里面 就感到了一股寒意 直袭胸口 神石也被压缩到了 很小的范围 徐黑的神石 只能散出百米左右 可见其他人会多么低 不过 对于这里的环境 徐黑非但没有不适感 反而很舒服 蛇喜鹰 这正是他喜好的地方 隧道之后 穿行了千丈左右 空间豁然开朗 他们抵达了一处 地下圆形广场 此地平坦开阔 有战斗的痕迹 只是这些痕迹 正以缓慢的速度在修复 还能自动修复 徐黑盯着地面的一道剑痕 陷入沉思 到了这里 就要小心谨慎 随时会有尸馈出现 修位越高 吸引的尸馈就越强 这也是为什么修位不能太低 也不能太高的原因 怨铃也会时不时地冒出来 所以不能聚集在一块 圆形广场前方 共有三条道路 都被人探查过 虽然入口不同 却都指向同一个位置 第一条道路内 盛产法宝 第二条道路 盛产丹药 第三条道路 则是灵池灵液 只是阴气极重 很难让人吸收 同时 每一条道路中 都会冒出各种危险 比如那迷幻灵 就是在第二条道路中 赵文卓拿出罗盘 掐指一算 道 他们缤分三路 每一条路 都至少派出了两名结单妻 那鬼修和阴名子 去了第三条路 张帖想了想 道 我们去中间第二条路 据说有人献过长寿丹 老子也想碰碰运气 众人点头同意 全部进入中间的第二条道路 伞修们则各自散开 前往不同的路 去第二条路的人是最多的 毕竟丹药更加吸引人 许黑略做思考 他决定每一条路都走一遍 不想错过任何细节 他当即进入第一条路中 刹那间 视线陡然变化 前方亮起了白光 许黑可以看见 两旁的石壁上 存在发光的金属物质 还有诸多法宝残片 散落四处 这都是上古一流的法宝 许黑捡起一块残片 他继续往前走 道路旁扶无穷无尽 两旁有一些被人搜刮过的痕迹 还有战斗的余波 许黑没再继续向前 打算返回去第二条路 突然 前方就传来剧烈的打斗之声 只见一个金属傀儡 正追杀一个人类女修 朝着这边奔来 傀儡与那女子的修位 出其的一致 都是助击后期 但那女子明显不想 将精力浪费在对付傀儡上面 一路奔逃 发现许黑后 立即逃段来 这位道友 藏有重宝之地 只要解决此傀儡 那宝物我们共享 说吧 也不管许黑同不同意 直接朝着他靠近 许黑打量着那狂奔的傀儡 此傀儡与他见过的完全不同 铜体金属打造 手臂是一把锯齿利刺 还在不停地转动 发出机器轰鸣般的声音 似乎可以轻易地将肉体切碎 好神奇 许黑眼眸一亮 如同欣赏一件艺术品 打量着傀儡的武器 至于那女子 直接被他无视了 道友助我 那女修一个纵身 来到了许黑身后 把他当成了挡箭牌 而那傀儡静直冲来 挥舞着手中的锯齿 朝着许黑切割而下 许黑屈指一弹 十八道丝线爆射出去 打在了金属傀儡的各个关节 灵体之线 许黑双手一转 这一招 堪称傀儡的克星 只要打入体内 会立刻让其失去行动力 果然 眼前的金属傀儡瞬间不动了 被灵体之线牢牢控制了各个关节 手中的武器悬在半空 无法落下 许黑可以感觉到 他的灵体之线 钻入了这金属傀儡的内部 与之内部结构连线在一起 有了初步掌控之招 看来 这上古一技 必然与天魁宗 有着某种关联 许黑心中暗暗笃定 身后的女子反应极快 眼见傀儡被控制 他立刻冲出 甩出两把金色飞剑 朝着那傀儡刺去 滚 许黑一声低含 汹涌的真气喷薄而出 那两把金色飞剑当即被震飞出去 就连那女修也脸色一白 倒飞出去 落在一边 你 这女子惊呆了 许黑朝着他瞥了一眼 这个眼神 让他浑身一颤 咬牙道 我是万宝阁 周家嫡女 周文君 只要你听我之令 我会给你足够多的好处 周家 也就是万宝阁的掌权者之一 是秦国最有钱的大家族 某种程度上 比白家还有钱 周文君 更是周家的天之娇女 其天赋仅次于他完美助姬的妹妹 还得上号 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眼前这高大男子的一声吼 就能让他气血沸腾 差点没喷出一口血来 不过 他有绝对的自信 只要他爆出自己的名号 对方就会听从于他 只因为 他是周家人 哦 周文君 许黑的声音中带着诧异 没错 就是我 对于此人听说过他的名号 周文君并不意外 来此地的散修 八成以上都知道他 许黑走到了他的面前 笑道 好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周家敌女 我可以听你的 周文君顿时一喜 碰 突然 许黑抱起出手 一巴掌拍在了周文君的脑壳上 汹涌的力量贯穿他全身 一股毁天之力 从头顶上爆开 啪 光照破碎 周文君的护身法宝自动开启 将许黑的手臂弹飞出去 但依旧是爆出大团血光 引有头骨破碎之声 周文君的脸上 还残留着惊恐以及错愕 似乎无法相信 许黑敢突然出手 下一秒 空间波动一闪 周文君整个人直接消失了 但脑袋却是裂开 也不知死没有 许黑望着地面残留的鲜血 和骨头碎片 眉头紧锁 他已经是以最快的速度出手 可依旧被逃掉了 这周文君 他压根就没听说过 偏偏自我感觉良好 一看就是 那种养尊处优之女 没经历过人心险恶 许黑就照搬了 捕蛇宗十三组那一套 献血献用 尽管他的演技稀烂 表现得也不够真诚 可对方一就上当了 可见多么愚蠢 我刚才的出手 还是有些问题 这种天之娇女 身上保命手段颇多 下次我得采取一些别的方法 比如下毒什么的 让她逃走也是死 许黑心中沉思 总结刚才的教训 他继续向前走 来到了曾经韩特 发现机关盒子的地方 发现此地早被人搜刮一空 什么也没剩下 第一条路就到此位置 等恋化这个傀儡 就去下一条路 许黑在密室内盘坐下来 全力炼化金属傀儡 三叉路入口 原形广场处 周文君的身形浮现 他脑袋碎裂 浑身是血 四肢无法动弹 胸口一枚碧绿的玉石 自动碎开 一道温和的药力冲入体内 头部的伤势正缓缓愈合 这还是他第一次受到 如此严重的创伤 就连思维都涣散了 过了好半天 才想起来刚才发生了什么 我记住你了 不管你是谁 今日我必杀你 周文君恨得咬牙切齿 他只是不想弱于他妹妹 这才一个人单独行动 若是寻求家族之力 他岂会如此狼狈 岂会被一个无名小族重伤 柳如烟 立刻出来接我 周文君拿出了一枚传讯令牌 时间过去了两天 金属傀儡的复杂程度 远远超出许黑的想象 他花了两天 才将此物勉强炼化 好复杂的结构 这已经快赶上我的屠夫了 许黑暗道 控制一个成品都如此艰难 这要是从零开始制作 那得花费多少时间 许黑无法想象 此外 他还有一个意外的发现 这金属傀儡的腹部 丹田位置 有一个空缺的地方 似乎是用来存放东西的 作为能量来源 结合许黑的见识 这让他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那空缺之处 可能是用来存放金丹的 这是一个结丹期的傀儡 只是时间太久 金丹消散 这才退化到了住基后期实力 许黑暗暗猜测 他的储物袋中 还有一个金丹 那是铁熊的 若是将金丹存放进去 这傀儡会不会突然实力暴涨 许黑本想尝试一下 可又担心安装进去后 无法控制 导致傀儡暴走 他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他又将这傀儡的武器拆卸下来 花了一个时辰 安装在了自己的左臂上 启动 许黑心念一动 这锯齿便开始旋转 发出机器轰鸣之音 他莫名想到了电锯这个词 非常恰当 第一条路的探索到此位置 去第二条 许黑离开密室 原路返回 回到了原型广场 直奔第二条路 穿过一层若有若无的薄膜 空间豁然变幻 来到了一处绿意盎然之地 前方是一片树林 地上藏满了绿色植被 其中有一些药材 不知生长了多少年 只是阴气极重 常人不敢采摘 此地 也是近来人最多的地方 但要遍布 危险就是迷幻林 会随机陷入昏迷 须结伴形才能透过 许黑略微观察了一番 就离开了 第三条路中 充斥着灵池 灵潭 乃是一片水泽 许黑刚一进去 就看现那枯稿般的老者 坐在水池中 吐那阴气 他目光豁然睁开 直勾勾看了过来 正是捕蛇宗十三组 许黑迅速退回去 回到了广场 他落在很远的地方 等待了片刻 发现那十三组没追出来 这才松了口气 那人应当只是修炼 不会理会旁人 奇怪 我为何总感觉 这里的道路并非只有三条 许黑目光闪烁 他仔细观察着三条路的位置 两个位于左边 一个位于中间 而右边却没有路 只有石壁 他当即闪身 来到了右边的石壁上摸索 片刻后 他发现了一个小孔 像是锁眼一样 位于石壁中心 锁眼 许黑瞳孔收缩 回想起了那把钥匙 似乎与这锁眼吻合 有这么巧合的事 他的钥匙 可以开启此地的机关盒子 那么 能否开启这锁眼 许黑的心跳逐渐加快 这要是真能开启 会不会出现第四条路 之前的三条路 所有好处都被捞完了 可第四条路出现的话 那会是什么情形 许黑回头看了眼 广场上有不少人 大多在盘坐疗伤 对许黑的举动 视若无睹 因为不少人 都如他这般探查过 都发现了小孔 他们的修位 也全都在筑基期 进入一季的 八成以上 都是筑基修士 哼 这位道友也是有所发现吧 这石壁上 似乎有另外的路 一名白须老道看了过来 摸了把胡须 笑吟吟的道 许黑想了想 平淡道 这位老先生 有何高见 这老道的气息 在筑基大圆满左右 却给人一种高深莫测之感 许黑不敢小觑 此人可能隐藏了修位 老者指向第一条路 笑道 你看这第一条路 法宝众多 又有机关傀儡 还有一些金属暗器之流 属于五行之精 第二条路 绿之遍地 遗留了众多上古丹药 属于五行之墓 而第三条路 多有灵池灵潭 属于五行之水 那么 肯定会有五行之火 五行之土 属于另外两条 尚未发现之路 听老者这么一讲 许黑瞳孔收缩 有种豁然开朗之感 广场上的其余伞修们 也全都看了过来 面露奇异之芒 哼 这也不是什么秘密 兴许早就有人研究了出来 听道只是顺口一说 不值一提 老道是笑道 许黑身形一闪 继续在石壁上摸索 果然 在远处发现了第二个锁眼 按照位置 这里就是五行之土 这老者不简单 将这话当众说出来 适合居心 许黑内心十足的警惕 许黑沉吟少请 抱拳道 不知前辈名讳 前辈不敢当 我就一云有老道 途经此地 你可以叫我 天机上人 老道是笑道 许黑完全没听过这个名字 不过 广场上倒是有不少人面露一色 天机上人 蓬莱岛的天机上人 我想起来了 是有这么好人物 据说此人精通天机神算 连秦国都对他客客气气的 两名修士低声道 南域 以捕蛇宗为首 四大宗门次之 东域 蓬莱岛一家独大 山门位于海外仙岛 地处遥远 其实力深不可测 即便是秦国 也没进犯过蓬莱岛 蓬莱岛 距离此地不知多少万里 竟然有人赶了过来 不过 听天机上人的语气 他似乎处于云游之中 碰巧路过 这才来一关 原来是天机上人 久仰大名 许黑表面上恭维 实际上内心警惕 对于天机上人的话 他只信三分 哈哈 道友根本没听说过我 何来的久仰 天机上人笑了笑 指着那所演道 道友可有开启着土刑之路的方法 许黑内心一领 反问道 你为何觉得 我有这个能耐 我对每一个上去检查之人 都会这么一问 道友无需多虑 天机上人笑道 目光微不可查的一闪 许黑沉默不语 对于这种老奸巨华之辈 自己还是少说两句吼 免得说漏了嘴 被对方看出了什么 许黑不知道那把钥匙 能否开启 但想试一试 可万一真开启了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免不了一番麻烦 许黑神识扫过在场每一人 在场总共十三个修士 十一个主机器 一个假单修士 加上一个天机上人 他盘算着 自己能否立刻出手 将这群人全部干掉 不行 机会太小 总会放跑几个 天机上人姑且不提 特别是 那个假单修士 我似乎还见过 许黑扫过那位假单修士 那人有些眼熟 许黑立刻想起来了 此人正是在岩蛇城内 那唯一逃走的假单修士 刘不群 对于此人的逃命本事 许黑可是深有体会过 如今 刘不群成了散修 应当是害死的同门弟子太多 被捕蛇宗给驱逐了 阁下可是有事 刘不群忽然开口 身为假单修士 他的感知极其敏锐 显然察觉到 许黑在打量自己 许黑一言不发 只是平静望着他 刘不群一正 眼睛眯起 悄无声息地 寄出了一件法宝 阁下方才观察了所有人 最后将神识停留在我身上 这是何意 莫非 这句话 刘不群没有直说 而是神识传音 这时 刘不群似乎想到了什么 瞳孔一缩 随即不再多言 继续说 许黑传音道 刘不群目光闪烁 道 你想与我联手 将此地的其余人 全部干掉 因为 你有开启那第四个通道的办法 我猜得可对 不得不承认 刘不群在某些方面 得却有出众的想象力 虽然是他猜的 却将许黑的想法 猜了个八九不离十 逻辑也很合理 唯一猜错的是 许黑不想与他合作 而是想将所有人全都干掉 不过 刘不群的话 倒是一个新的思路 许黑默不作声 只是点了点头 哼 阁下的想法不错 不过这天机上人 你也得拉拢才行 他可不是好惹的 其余人倒是无妨 刘不群冷笑 许黑看了眼天机上人 发现对方也在打量他 面带微笑 突然 第二个通道内 冲出来了一个黑影 此人一身黑衣蒙面 手持长剑 身弱幽灵 速度奇快 其身后跟着一名身姿曼妙 姿态高傲的年轻少女 眼中带着恨意 怒视许黑 赫然是周文君 周文君一出现 就瞪向许黑 指着他怒道 就是他 搜 那黑衣杀手二话不说 朝着许黑暴冲而来 速度快若闪电 见风似火 修为达到了结单期 动手 许黑急忙给刘不群传音 拿出钥匙 刺在了那锁眼上 哼 只听一声轰鸣巨响 前方的石壁陡然裂开 出现了一个幽深的通道 这正是第五扇门 土形之门 通道迅速开启 露出里面幽深无尽的道路 这一刻 全场哗然 就连那黑衣杀手都愣住了 明显没有料到 许黑竟然开启了一扇全新的通道 这是何等惊人的大事 此地除了那三条路外 还有第四条 这是一条从未被人探索过的路 周文君与那黑衣杀手对视一眼 前者拿出传讯令 后者只是身形异毒 就再次冲向了许黑 而许黑已然拔出钥匙 身形一跃 钻入了那幽深的通道中 消失不现 啊 惨叫声传来 刘不群已然出手 连杀两人都是一击毙命 贾丹修士 虽然不如结丹妻 但已经能动用真缘 这就是质变 啊 杀人干事吗 人越多才越热闹 天机上人黑黑一笑 袖袍一挥 将刘不群打断 随即身形飞跃 冲进了隧道之中 刘不群目光闪烁 跟在后方进入通道 余下的伞修们面面相去 可以想到 这是此生仅有的大机缘 当下不再犹豫 全都陆续冲进了隧道中 一时间 广场上停留的人全都空了 无一例外 都涌进了 那新开出的第四条路 而后来之人 也会毫不犹豫 走进那第四条路 许黑的眼前景屋迅速变换 来到了一片新天地 此地是一片广袤无垠的沙漠 土系灵气非常浓厚 只是天空是黑色的 阴气森森 如同死亡沙漠 他看了眼手中的钥匙 开启了那扇门后 又短了一截 看来这钥匙有使用次数限制 斩草不出根就是这样 下一次不能轻易出手 许黑内心暗恨 此次教训他 铭记于心 好在追杀他之人是结单初期 不算太强 许黑应当可以周旋 不过在上古遗迹中 随时都可能面临生死危机 许黑不想让自己 处于一个不妙的状态 真要反击的话 就不能给对方逃走的机会 也必须保证自己绝对安全 土顿术 许黑钻进地下 速度全开 朝着前方飞驰 许黑离开后没过多久 后方两人出现 那黑衣修士二话不说 朝着许黑追击而来 周文军也跟了上去 黑衣杀手速度全开 身弱鬼魅 与许黑的距离不断拉近 同时 也将周文军甩在身后 以许黑本尊的速度 鱼龙百变全力之下 还能勉强摆脱 但傀儡却不行 徒夫腿再多 也快不过结单七修士 前方的沙漠颜色 再逐渐变身 给许黑一种不安的感觉 此地无人开发过 还不知有什么危险 若是盲目地逃下去 指不定会撞上什么 他思考片刻 与其去面对未知的危险 倒不如回头去对付已知的 此刻 那黑衣杀手越来越近 身影形成一条直线 几乎可以感受到 那后辈的寒芒 许黑仔细感受了一下 周文军的位置 面露寒意 喜欢追是吧 我让你追了够 疑形 换位 许黑心念一动 与之前埋在地下的金属傀儡 瞬间替换了位置 许黑原地消失 本尊携带屠夫 来到了后方千丈之外 这是疑形换位的极限距离 秀 飞剑次来 却只是展在了一个金属傀儡上 黑衣杀手身形一致 随后脸色大变 疑形换位 不好 黑衣杀手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他急忙掉头 朝着千丈之外追去 以劫单期的速度 千丈虚于可置 但就是这么一点时间 足够了 此刻 周文军正带着阴冷的笑容 跟随在杀手后方 他想亲眼看看 那人会怎么死 突然地下出现了强烈的灵力波动 一个金属傀儡消失 替换成了一个浑身盔甲的铁皮巨人 正是傀儡屠夫 我看你有几次保命机会 许黑出现后 二话不说 鱼龙百变全开 他的腹下长出了十几条腿 同时迈步 朝着周文军狂奔而来 大地轰鸣 如万马奔腾 周文军的大脑一片空白 被眼前的一幕给震慑住了 十几条腿 这他妈是什么怪物 逃 他迅速做出反应 拿出了一个雨扇 朝着后方一扇 狂风刮起 载着他向后方急驰飞去 引力术 许黑一声低贺 周文军的身体 像是被一层无形的手爪给抓住 愣是停在了半途 任凭狂风肆虐 许黑的身形不动如山 将他隔空死死抓住 怎么可能 我可是助击后期 他同样是助击 怎么能用引力术 就能将我给控制住 周文军无法相信这一切 差距太大了 真气的质量不是一个层次 这种普通助击修饰 又是靠着资源堆上来的 面对许黑 根本不堪一击 他再次寄出一面玉符 直接捏碎 玉符冒出一个虚幻的人影 拔剑斩向了许黑 骄蟒 出 许黑挥舞射魂旗 骄蟒之灵率领十三个蛇灵 张开大口 扑向了那堪比 结单七的虚幻人影 厮杀在一块 同位三接灵体 那人影的实力 似乎更强一些 将蛇灵全部压制住了 但许黑具备数量优势 一时间 我乃万宝阁主使周庆轩 莫要伤害此女 要什么我都能给你 那虚幻的人影 被蛇灵围攻 眼看许黑走向了周文军 焦急地大喊 许黑视若无睹 速度更快 眼中的杀意更加灵练 住手 后方 那黑衣杀手也追了过来 发出一声尖锐叫喊 这声音极其耳熟 似乎之前认识 但许黑的动作非常果断 电锯启动 带着震耳欲容的轰轰之声 一捅而下 击碎防御法器 将周文军的腹部瞬间贯穿 连带气丹田也给毁了 同时 武器上涂抹了各种毒丹 乱七八糟的 都是出自许白之手 此女就算传送走 也会毒发 破 周文军口吐鲜血 却被引力术给牢牢控制住 没有向后栽倒 事实上 之前将他送走的是一枚小挪衣服 由周家太上长老布置 在他生死危机时刻 自动启用 可达顺发之效 但这样的手段 只能布置一次 不过 他的保命手段已经够多了 还有那三阶灵体 遇上截丹七也可抗衡 他的护身法器 也是三阶法宝 只是在许黑的恐怖惦剧之下 竟然一捅就破 就连许黑都对这威力感到了诧异 只不过 周文军依然没有死透 他胸前有一枚碧绿色的玉石 正转入了一道温和的灵气 疯狂治愈此女的伤势 让许黑面色更加阴沉 不 凄厉的惨叫声 从那虚幻人引口中发出 他目自欲裂 盯着许黑 双眼又要喷火 小贼 无论你是何人 我也要将你碎尸万段 愤怒的咆哮传来 那虚幻人引魂身燃起了白光 将蛇灵全部逼退 手一挥 一道耀眼的白色能量剑 朝着许黑刺去 许黑面不改色 根本不去理会后方的攻击 直接抓着周文军的脑袋 狠狠一拧 咔 脖子被许黑直接拧断 但似乎有一股距离 在阻止许黑将其彻底拧下来 攻击落下 许黑的一条胳膊 直接飞了出去 半边身体都爆开了 血光四溅 那黑衣杀手同样赶了过来 赤红之盲展出 落在许黑后心 许黑提表的铠甲彻底炸裂 身体向前抛飞了出去 他抓着周文军 一同飞向前方 与此同时 后方跟来的刘步群 天机上人 还有一些散修 也陆续抵达了现场 他们全都目瞪口呆 震惊地看着眼前一幕 许黑连续被两位截丹气机中 向前抛飞出去 砸在了沙土之中 激起千丈沙尘 如雨落下 夹杂浓浓的血腥之气 许黑浑身的铠甲都没了 更是断了半边身体 这是以伤换命 换去周文军的命 此女不知悔改 派人来追杀她 许黑早已下定决心 付出再大的代价 也要将此女彻底扼杀掉 施展了一次强力攻击后 那虚幻人影更加模糊 只是眼珠子邓大老大 似乎不敢相信 许黑没死 其余伞修也都是看向这边 眼睛死死地盯着 充满了震撼 狂风吹过 许黑依旧站在沙土之上 他的半边身体满是碎肉 他站直了身体 自身的模样 也暴露在众人的视线之中 所有人都是目光呆滞 这群修士敢深入一迹 都是有胆识之人 什么样的尸馗都见过 心志愿非常人所能比 可饶是如此 众人见到了许黑的模样后 也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是什么怪物 魔修 这绝对是一个魔修 死 众人不觉悲己发凉 此刻 许黑硕大的光头暴露在外 上面贴满了各种人脸 表情各异 眼珠子有二十多个 浑身都是奇形怪状的疙瘩肉 那半边爆开的身体中 竟然有无数双蠕动的躯干 挤压在一块 许黑心念一动 那爆开的身体自动长出 手臂也重新生长出来 他看着眼前的周文君 对方已经一时模糊 但依旧有源源不断的生机 注入其体内 为其不断的疗伤 杀不死是吧 许黑抓着周文君 脑袋上裂开了一个夸张的大嘴 直接将周文君整个塞了进去 咔嚓 咔嚓 毛骨悚然地咀嚼声传来 其整个人被许黑一口吞下 色尽了屠夫体内 如此恐怖的举动 让黑衣杀手都彻底僵住 如遭雷击 下一刻 只见一张全新的人脸 浮现在屠夫的天灵盖上 那是周文君的脸 他的脸上带着恐惧 眼珠外秃 旁腐临死前 承受了极大的折磨 这他妈是什么东西 太可怕了 这是上古凶魔不成 我受不了了 各种惊恐的叫声 从人群中传来 这还是经过筛选过的修士 能抵达此处 没有心智脆弱之辈 只是这一幕过于惊悚 他们此生没见过这么夸张的画面 这甚至能留下心理阴影 刘不群咽了口唾沫 就这么个玩意 想跟他合作 这不是与虎谋皮了 这是找死 天机上人都愣住了 眼中闪过错愕 有着难以置信 不可能 我算出此地有天命之子 但怎会如此邪魔 应当另有其人 天机上人难难自语道 虚幻人影周庆轩 再也遏制不住杀意 浑身燃烧起来 化作一柄光剑 朝着许黑暴射而来 魔头 今日我必杀你 周庆轩的虚影 爆发出前所未有的能量 这时燃烧了整个化身的一击 堪称最强一击 绝对站在了结单七的层次 就 就啊 突然 屠夫的头顶 那张周文君的脸 发出微弱的呼救声 眼角含泪 周庆轩 只觉脑海轰的一声 头皮发麻 前冲的身形 都不由得一致 旋即他反应过来 对方这是在耍炸 可惜 太迟了 许黑果断出手 交往扑上前去 自爆掉了半边身体 连通五个蛇灵全部爆掉 将周庆轩炸得更加虚弱 随即 射魂起一挥 将周庆轩吸了进去 连带着所有蛇灵 全部收回 蛇灵扑上 将那虚幻的周庆轩 吞噬得干干净净 这前前后后 看似缓慢 实则发生在电光石火间 从周庆轩进攻 到他被吞 也就一眨眼 生死就在沙纳 犹豫就会败呗 周文军早就死了 那呼救声 也是许黑故意控制发出来的 目的就是扰乱对方的心神 那周庆轩果然上当 停滞了一瞬 但就是这么一瞬 被许黑抓住了机会 以半个骄傲 五个蛇灵未代驾 将其收进射魂其中 成功解决了这一大麻烦 许黑必须这么做 一旦他落入下风 或是受挫一丁点 其余虎视眈眈之人 会立刻杀上来 将他这丑陋的怪物 错骨扬灰 他要以雷霆手段 将周庆轩完美击杀 才能起到震慑作用 此刻 许黑将目光 投向了余下的十几号人 脑袋上的二十个眼珠子 齐齐转动 各自锁定一人 这让所有人内心 生起了一股寒意 诸位 此等邪罪 人人得而诛之 我们一起出手 将此魔诛杀 那黑衣杀手冷喝道 发出了沙哑之声 然而 此言一出 两旁的人均是后退 离他远远的 这就是震慑力 不仅是外观上的震慑 还有手段震慑 许黑的模样只是辅助 真正的 还是他吞噬周文君 击杀周庆轩的手段 许黑看向了黑衣杀手 冷冷道 柳如烟 你很走运 竟然没死 那黑衣杀手 顿时身体一将 柳如烟 这名字有点耳熟 刘不群心思白转 顿时就想起来了 楚阳称 天龙赌方方主 就是柳如烟 去年 柳如烟经营不善 招惹了惹不起的敌人 引爆雷杰珠 将赌方给炸了 连带着商业区 好几家商铺被毁 损失惨重 死伤无数 万宝阁抓不到罪魁祸首 最后 就将所有罪责 算在了柳如烟头上 柳如烟只能戴罪 当一个杀手 保护周家弟子安危 这是最卑贱的职务 是低贱的杀手 周家人说让他卖命 他就得卖命 你认错人了 柳如烟盯着许黑 继续传来沙哑之声 其实 早在他目睹了疑心换位 以及那骄蟒之灵后 他就认出来了 此人正是那引爆雷杰珠 害他沦落至此的人 那天 他被炸得四肢禁断 金丹破碎 还被两个低阶修饰凌辱 事后更是被差点 被逐出万宝阁 这是他一辈子痛 他早就发誓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也要将那暗中之人 错骨扬灰 只是让他万万没想到 当他真正面临 害他的罪魁祸首时 他非但没有想象中的愤怒 反而 有了恐惧感 以至于 他都不敢继续动手 恐惧 源自于未知 眼前这丑陋的怪物 真的是此人的真面目 如果是 那就太可怕了 如果不是 那只会更可怕 你为何不动手 我毁了你的天龙赌方 害你沦落为一个杀手 你怎么不杀我 难道 你在害怕 许黑继续讽刺 用言语攻击他的心神 许黑向前走去 那臃肿的肢体上 长出了一条条手臂 从肩部 腹部 胸口各种位置生长出来 头顶更是长出了七八个脑袋 眼球遍布全身 转眼之间 就化为了不可言状的上骨胸膜 你 在害怕 所有眼珠奇奇转动 锁定在了柳如烟身上 所有嘴巴 奇奇发出了声音 随着这句话出口 柳如烟的精神 彻底崩溃了 你在害怕 你在害怕 无数声音重叠在一起 在柳如烟的脑海中 不停地回荡 如同心魔缭绕 让他的恐惧上升到了极限 他的眼前 恍惚看见了一个场景 屠夫的脑袋上 所有的脸变化 变成了他的脸 正凸起眼球 直勾勾地看着他 那双宛如死鱼般的眼球中 述说着无法言状的惊恐 来吧 成为我的一份子 无数嘴巴一张一盒 发出魔音般的声音 在他脑中回荡 终于 啊 柳如烟双手抱头 发出一声凄厉高昂的尖叫 他再也坚持不住 心神彻底崩塌 转身就逃 他用尽全身力气 向后疯狂逃遁 如同看见了鬼神 还一个踉跄 摔在了地上 接着又连滚带爬 爬向远处 不 不 不要 我不要成为那样 随着一声声凄厉的惨叫 眨眼之间 柳如烟消失在了远方 全场一片死寂 杰丹七休士 不战而逃 直接被吓走了 天机上人望着那消失的背影 面色沉重 低声道 他滋生心魔了 之前 许黑手持雷结珠 杀入赌方 他不敢动手 如今 他依旧不敢动手 许黑 注定成为他的心魔 事实上 柳如烟四肢禁断 遭受一系列挫折后 本就道心受挫 道心有了裂痕 今日看见许黑后不敢报仇 直接让他道心崩塌 从今天开始 往后只要他看见许黑 就会想到 他在赌方的凄惨遭遇 想到他面对那无数头 如实的惊恐万状 不仅是他被吓到了 旁边路过的围观之人 全都被吓住了 不少人已然退走 不敢再探索这土形之地 余下的七人 全都退到很远的地方 紧张地望着许黑 脸色发白 喉咙发紧 不得不承认 这群人很有胆识 修为也不弱 至少都是注击中后期 他们不愿放弃 这来之不义的机缘 可许黑站在前面 位于必经之路上 他们又不敢第一个过去 其中一名协议修士 终于按捺不住 抱拳道 这位魔道同僚 我乃血衣门乌丑 不知前辈是 哪方门派 可否行个方便 血衣门 西域协派 原本并不强 但由于两国大战 死伤无数 有了无数血失 让他们吸食 导致血衣门发展壮大 俨然有了大叫的风头 当然 身为协派 依旧是藏头入围 不敢伸张 行个方便 我又没拦着你 你大可过去 许黑平淡不惊地道 乌丑面色一僵 却又始终不敢上前 这魔头的威慑力太强了 没人敢靠近千丈范围 都只敢远远地张望 乌丑自问他作恶多端 燃血无数 修饰陷了他都要颤抖 可面对这魔头 他一点凶艳都没有 怎么 难道还需要我主动让开 请你过去 许黑冷冷道 此刻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乌丑身上 好奇他会做何举动 乌丑急得冷汗都冒出来了 他开始后悔 为何要荡出头鸟 前辈让你上去 还不快滚上去 突然 一只手猛然探出 将他的喉咙给扣住 强压的真元 威压降临 让乌丑全身封锁 动弹不得 正是刘不群出手了 刘不群面若寒霜 抓起乌丑 狠狠一拍 击碎了其丹田 随即朝着前方狠狠一扔 乌丑横空而起 背后伸出一对血色羽翼 却见许黑凌空一息 引力数加持下 乌丑顿时被禁锢 刷 一条手臂陡然暴涨了十丈 将乌丑给抓住 拽了回去 不过 前辈饶命 乌丑被塞进了屠夫的肚子里 成为了屠夫的一份子 全员大惊失色 刘不群不再留守 祭出一面瞳中 重重敲打 音波席卷八方 将在场的众人震得脑袋轰鸣 蹊跷流血 身形停滞 死 两把飞剑甩出 连斩两名助击中期 飞剑方向一转 朝着剩余的两个助击后期射去 破 刘不群追上一人 斜剑一斩 那人脑袋飞出 余下之人亡命奔逃 却只是花了十来个呼吸 就被刘不群追上 三下五除二给斩了 至此 余下的七人 被刘不群斩了四个 被许黑吞了一个 就剩下了刘不群 许黑 许黑是完全没料到 这刘不群出手如此狠辣果断 毫不留情 这一点连他都略有不如 刚才的大战 让他真气消耗过大 他只想将这群人给赶走 刘不群却全给杀了 许黑站着不动 也只是在悄然恢复真气 道友 事情已办妥 这沙漠土形之地 我们三人联手探索 如何 刘不群硬着头皮 抱拳道 天机上人原本兴致全无 但这土形之地 好不容易来一趟 怎么也得探索一番 可 许黑点头 刘不群面色一喜 不过内心依旧警惕 这种魔头喜怒无常 谁知道哪句真话 哪句假话 但表面上还是要友好的 哈哈 在下刘不群 不知道有名讳 刘不群笑道 屠夫 许黑道 屠夫 刘不群暗暗吐槽 这名字还真是恰如其人 老夫天机上人 姑且与你们二人合作 天机上人点了点头 他说完 拿出一杆毛笔 在地上随意画了画 煞时间 后方的虚空扭曲起来 形成一片朦胧之地 此阵可困住后方来者 只能维持一日 希望这一日 我们三人能各有所获 天机上人淡然道 许黑发现 这天机上人原本兴致勃勃 对他极其关注 可现在 似乎连看都不想多看他一眼 这倒是一件好事 许黑对于此人极为警惕 不关注他是最好的 走 许黑向前走去 刘不群沉音片刻 靠近了少许 来到了许黑牵杖范围内 他浑身都是紧绷状态 见许黑没有出手 他这才暗松口气 但法宝依旧没有收起 始终拿在手中 天机上人不急不缓 走在最后 许黑没心思对付他人 他只想找一处安静地方 好好调息 恢复体能 同时盘算一下周文君的储物袋 此女的储物袋上 还有一层封印静致 倒让他颇为好奇 只是眼下 他可不能露怯 免得被人看出他消耗极大的事实 许黑的本尊扶下一枚回员单 以妖神顶炼化 边走边恢复 不知不觉 沙漠的颜色越来越深 许黑又来到了那黑色沙漠地带 前方一望无垠 两旁的视线也开阔起来 不再是狭隘之地 天机上人一个纵身 来到了最前方 与许黑并排站立 目视黑色沙漠 眼中流露金芒 天机上人 你有何高见 刘不群靠了过来 相比较许黑 他更愿意接近此人 好强烈的阴煞之气 此地怕是死了不少人 天机上人自语道 天机上人观察片刻后 拿出了两张纸 分别折叠出了一个指人 一个指鹤 去 他一指前方 指人与指鹤 分别钻入地下 飞于天空 同时向前行去 前行了大约千丈 天空陡然刮起了沙尘暴 那只天空飞行的指鹤 瞬间被撕扯干净 沙尘暴也随之消失 看来 不能飞行在天上 只能用土盾 天机上人刚说着 地下陡然出现了流沙漩涡 爆发出恐怖的吸引力 将那指人吸入了地下深处 同样粉碎 天机上人陷入沉思 许非瞳孔一缩 他之前就隐隐感觉 前方有危险 不能再前进了 果不其然 刚才那爆发出的犀利 他若是遇上 肯定也逃不掉 五行之路 没有一条是安全的 既然另外三条路 有人闯过去 那么这条路应该也有办法 还是先让别人试试 许黑心中暗暴 他没有出手 让别人先摸索 才是最安全的 免得碰上迷幻林这种 必须要靠队友的 他就吃了大亏 接着 天机上人又拿出了数个指人 分别从不同的方位 以不同的姿势向前进 但无一例外 都遭到了攻击 要么是沙尘暴 要么是流沙埋葬 要么是冒出石柱 要么刮来石刃 各种各样的危险 层出不穷 许黑却隐约察觉到了 一丝不寻常的地方 这些攻击 分明是最基础的土系法术 其余两人也发现了这一点 但都没有说话 只是默默观察 目光闪烁 心中似有猜测 天下没有无根的法术 既然有法术 就有施术者 施术者要么是人 要么是阵法 天机上人显然身安阵道 一眼就看出了端倪 他目光凝重 拿出了那纸毛笔 在前方凌空挥舞 撒下点点墨汁 形成一座庞大的阵机 囊括前方 此阵名为禁灵阵 在此阵区域内 任何法术都禁止生效 不管是人还是阵法 都无用 天机上人颇具自信 布下阵法后 朝着前方迈步走去 刘不群略一犹豫 本打算跟上去 可看了眼许黑没动 于是也跟着没动 片刻后 眼看着天机上人越走越远 许黑依旧无动于衷 刘不群有些急了 传音道 这位道友 天机上人已经走远 若是再不跟上 真有宝物的话 怕是与我等无缘了 许黑还是纹丝不动 只是盘膝坐下 静静观望 没别的原因 他要回复真气 不保证全胜状态 许黑不可能踏入前方半步 不然 真有什么危险 许黑如何应对 即便前方真有机缘 也只能让给天机上人 这是没办法的事 凡事先稳一手 这是原则问题 两位道友请放心 有静灵阵在 危机已解 无需多虑 天机上人的声音 远远传来 刘不群再次看了 与许黑 眉头紧锁 这近灵阵他见过 确实有禁止法术的功效 与他记忆中别无二致 他又尝试施展了一些小法术 果真无法显现 这才放下心来 旋即不再犹豫 向前走去 一丈 两丈 三丈 十丈 突然 地面的沙子腾空飞起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将天机上人淹没 刘不群浑汗毛倒立 手中灵符燃烧 如同瞬移一般返回了原点 但他的一条手臂没了 而天机上人 直接人间蒸发 骨头渣子都没剩下 刘不群腾的浑身冒汗 沙子来得快去得也快 再触碰到他手臂的一瞬间 就完全消失 天机上人更是尸骨无存 这让他毛骨悚然 眼前的危险 比其余三条路更加可怕 至少 其余三条路都是经过探索的 危险一目了然 这是完全未知的 许黑仍旧一动不动 但眼中闪过精芒 隐隐发现了一些端倪 奇怪 明明有静灵阵 为何还会出现法术 还有 为何天机上人 刚进去的时候 没有出现 而我一进去 就立刻出现 这是为何 刘不群难以相信 目光看向许黑 想看看对方的看法 天机上人 你说呢 许黑没有回答 而是目光一转 看向了旁边空白之地 只见那里 一个虚幻的影子 渐渐凝实 化为实体 一身道袍 赫然是天机上人 刚才他留下了一道指人 在原地 在死亡的瞬间 他以指人作为替身 替换了因果 这才躲过一劫 只是他的脸色略有些苍白 显然这因果之数 代价不小 此地有些棘手 我的精灵阵法是真的 绝对没有 七马二位的意思 但确实拦不住 那诡异的法术 天机上人沉声道 他一面说着 拿出一枚血色丹药 扔给了刘不群 生生血灵丹 刘不群目光一闪 这是可以生人肉白骨的丹药 断臂也能重生 疗效极快 堪称疗伤圣丹 但他没有服下 而是将其收好 转而服下了一枚 次等的生骨造血丹 这种丹药 也能断臂重生 只是速度稍慢 主要的原因 是他疑心太重 对别人的丹药 无法完全信任 刚才老夫消耗颇大 还是先做调息 一个时辰后再商议 天机上人盘坐下来 静静吐纳 刘不群也连忙坐下疗伤 许黑盯着那黑色沙地 陷入了沉思 他能看出 静灵阵可以禁止法术不假 连灵气都无法流动 天机上人没有撒谎 那么 这些沙人的土系法术 是如何出现的 还是说 那根本不是法术 沙暴术 大地钉 飞石术 流沙术 各种许黑所熟悉的 都不是法术 那又是什么 许久后 突然 许黑双目睁亮 站起身来 走到了沙地之前 他抓起了一把黑色沙子 仔细观察 沙子顺着指缝间滑落 两人看向许黑 面露一色 许黑沉默许久 似是明雾了石马 目光闪烁 朝着前方的黑色沙漠走去 天机上人眼睛眯起 道 屠夫道友 这是发现了什么 许黑没有说话 踩在了黑色的沙地上 一步步向前走去 他速度加快 继续往前走 而那土系法术 始终没有出现 天机上人眸光微闪 刘不群也直勾勾地看了过来 他很好奇 这可是连天机上人 都无法渡过的地方 屠夫会如何面对 不多时 许黑就走到了千丈之外 天机上人 就是在这里遇袭的 当时 沉沙漫天 瞬间尸骨无存 但许黑毫不停留 继续向前走 该来了 天机上人目光一宁 心中暗道 陡然 地下冒出了一道石损 朝着许黑的胯下直冲而来 正是许黑熟悉的法术 大底钉 灵体之线 许黑心念一动 无数根肉眼不可见的丝线 暴射出去 打在了石损上 沙那间 这根石损就不动了 呼呼呼 狂风呼啸 沙尘漫天 沙暴数再一次显露出来 许黑依旧是打出灵体之线 沙暴数也不再运转 瞬间平息 如此诡异的一幕 让后方的两人目瞪口呆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天机上人立刻起身 下意识地想要上前探查 但又犹豫了 他看不透其原理 上去就是送死 此刻 许黑的灵体之线 散出了上千条 精准地穿过了每一粒沙子 他赫然发现 这些沙子 并不是什么法术构成 狗屁的法术 完全不是 这分明是一个个傀儡 沙子大小的傀儡 这样就解释了 为何静灵阵下 会有法术出现 许黑不知道 什么样的存在 才能将傀儡制作得跟沙子一样 这么渺小的身体内部 又有怎样复杂的结构 但这绝对超出了 他的理解范畴 传闻中 有笔沙粒还小的是灵异 虽然身体渺小 却能吞灵士惊 威力无穷 此地的傀儡 就如同是灵异 许黑心中赞叹 对这一击的主人 更加好奇 许黑甩出灵体之线 在周身不断回圈 形成一个圆球 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 绝对防御 任何傀儡都进不来 只要被灵体之线处碰到 沙子纷纷无力下落 许黑的灵体之线 俨然形成了一扇防御光幕 挡住一切进攻 哄 下一刻 沙漠震动 狂风大作 远方的黑色沙尘 冲天而起 形成一片片恐怖的云雾 黑云压成 铺天盖地 朝着许黑席卷而来 那浩瀚无边的黑云 其数量旁大到无法想象 这 许黑脸色大变 他的灵体之线 可以克制傀儡不假 但数量达到这种程度后 还怎么克制 将他的真气榨干 也挡不住啊 许黑知道 此地的黑色沙子 并非全都是傀儡 比如 他之前抓起的沙子中 只发现了 那么两三个 但此地的沙子 实在太多了 即便万分之一 数量也极其可怕 哄 天地轰鸣 沙尘袭来 遮天蔽日 如同一只滔天大手 抓向了许黑 这些傀儡 全都有自主进攻一时 且都有一丝灵智 甚至在禁灵阵部下后 他们故意不进攻 专门等人深入后 再一举吞噬掉 天机上人 就吃了大亏 此刻 他们显然意识到 许黑 对他们有极大威胁 全都集中在一起 冲了上来 许黑转身就逃 天机上人 雨流不群 也吓得脸色骇变 毫不犹豫 直接逃跑 还谈什么机缘 什么法宝 眼下小命最重要 许黑低估了 此行的艰难程度 他本以为 另外三条路有人闯过 这一条土行之路 也理所当然可以过去 然而 此路被封 自然有其道理 哄 黑云速度极快 很快就蔓延到了 许黑身后 撞在了灵体之线上 无数沙子坠落 但更多地补充了上来 许黑可以明显感觉到 自身真气如流水般下滑 不出几个呼吸 就要彻底枯竭 用黑龙塔 还是小挪衣服 许黑经过思考 当机立断 拿出了小挪衣服 对着前方一握 咻 空间波动一闪 许黑原地消失 黑色云雾 失去了许黑的踪迹 便朝着远处的 二人席卷而去 各自拿出压底箱的逃命之物 或是瞬移 或是转嫁因果 全都逃顿而走 土形之地 地下深处 秀 许黑的身影缓缓浮现 因为小挪衣服 只能作用于本尊 屠夫傀儡被许黑收了起来 现在是他的本体 咦 这是哪 许黑茫然四顾 发现他来到了沙漠下方 身体被砂石挤压 撑出了一个狭小的空间 神石散开 依旧只有百米范围 除了沙子 就是沙子 许黑身形一颤 他竟然传送到了沙漠之下 这是什么操作 奇怪 我明明方向对准了后方 为何会来到此处 许黑惊议不定 小挪衣服 只会挪移到自己之前经过的地方 一般是用来逃命的 可他这挪衣服 却将他传送到了一个奇怪之地 他拿出了剩余的七张小挪衣服 这是由他亲自制作 颜色为黑 与寻常的小挪衣服不同 许黑本以为 只是看上去不同 然而 效果也不同 好像是随机传送 许黑试着挪动 却恼火地发现 他竟然无法动弹 此地的沙土及其沉重 应该是在地下极深的地方 那沉重的压迫力 让他的龙铃都发出咔咔之声 肉体快要承受不住 要被挤爆了 不行 再传送一次 许黑拿出一张小挪衣服 略做思考 对准之前的反方向催动 So 许黑原地消失 当他再一次出现的时候 依旧是在沙漠之下 只是压迫感减轻了一些 应该在较为建层之地 可许黑想要挪动 还是无比艰难 再来 许黑再次用了一张小挪衣服 传送了一次 这一次 空间终于开阔 他来到了半空中 许黑抬头看去 他位于沙漠上空 沙子的颜色依旧是黑色 天空死气沉沉 但刚才的黑云不现了 许黑连忙降落在地 环顾四处 发现这里他没来过 环境也不是他之前看见的地区 他随便抄起一把沙子 逐一检查 却意外地发现 这里没有傀儡 都是普通的沙子 难道 我渡过了那极其危险的地方 来到了这土形之路的深处 许黑神色动容 这就让他极为震惊了 小挪衣服 都是用来逃命的 只会挪一到曾经过之地 但许黑这小挪衣服 似乎是随机传送 当然 这种随机传送 风险极大 万一来到一个必死之处 那岂不是完蛋 比如之前 许黑传送到了地底下 这要是他只有一张小挪衣服 没有多余的 直接就被困死了 冒了这么大的危机 好在是有惊无险 许黑 安然来到了这深处 回想起刚才的黑色风暴 许黑只觉头皮 一阵发麻 那玩意 让秦玄机过来对付 只怕都够呛 那么多沙子 怕是有数百万傀儡 什么人能一次性控制 这么多傀儡 还是说有别的技巧 许黑想破头也不理解 这种千奇百怪的傀儡术 重新整理了他的认知 与这些相比 天悔宗传承给他的 简直是小儿科 他忽然想到了 虚空时中的令牌 那些断断续续的 上古遗留之话 公输传人 神奎宗 许黑若有所思 不知何故 天悔宗被禁止入内 但这牧主人 明显与天悔宗有关 说不定就是天悔宗的 某位上古大能 神奎宗 应该是天悔宗的上级 许黑左右环顾一圈 四处都是黑茫茫的沙漠 不知该往哪走 索性原地土纳 恢复消耗 顺便破解周文君的储物袋 在准备充分之前 他是不敢妄动了 免得又碰上什么危险 土形之地 入口处 两个狼狈的人 引冲了出来 浑身冒血 气喘吁吁 连真气都快枯竭了 正是刘不群 与天悸上人 这两人的手段 也是奇特 能从那么大一片 沙子中逃走 可见都有不小的本事 此地太过危险 我还是放弃这个机缘吧 刘不群面色苍白 心有余悸 他渴望机缘不假 但也要有命收才行 天机上人同样长欲短叹 这地方以他的能耐 也很难过去 那魔头应该是死了 只怪老夫看走眼 天机上人心中暗叹 不再去理会 他们都在广场上盘坐下来 恢复体能 此刻 有不少人发现了 这新开启的土形之路 最早一批入内的修士 有部分跑了出来 各个脸色惨白 神色恐慌 彷復有了极大的心理阴影 经过询问得知 里面有一个魔修 以活人拼凑身体 浑身上百个眼球 怎么恐怖怎么描述 又有一个疯疯癫癫的黑衣女人 从里面跑出 一边发疯一边狂叫 嘴里喊着魔头 别过来之泪 所有人都变了颜色 连结单妻修士 都被吓得精神失常 那会是什么怪物 什么魔头能吓成这样 老子还不信了 有一个结单妻修士不信邪 组成了一个小队 入内探索 可没过多久 这群人就仓皇逃回 十多个人进去 只有两人活着出来 气息微弱 身负重伤 太可怕了 那是什么沙子 吃人不吐骨头啊 两人惊恐万壮 他们没遇到魔头 却遭遇了更可怕的沙子 后来 陆陆续续的 有不怕死的修士组团入内 但无一例外 全都死伤惨重 无意闯过去 这让众人绝望 别的地方 只要摸准规律 再有强者领队 尚且还能蒙混过去 这里是完全找死 更是连宝物的影子都看不到 只是短短半天 此地就被伞修门列为了禁地 无人再敢入内 上古遗迹深处 此地是遗迹探索的最前沿 秦国的大家族 大势力均抵达了此处 建立了据点 也包括周家 周家人身着青衣色的紫色长袍 身上珠光宝器 法宝满身 随时都有宝光护体 即便被人偷袭也无碍 这就是有钱的好处 周家位守之人 是一名儒雅中年 正是那虚幻人影 周庆轩 不过这里的周庆轩 来世本尊 修为达到了结单中期 周家人群中 还有一名年轻少女 她的容貌与周文君相似 年龄略小 眼神非常冷漠 一举一动 都带着悟空一切的傲气 那并非刻意未知 而是与生俱来 周家天之娇女 周文蝶 与姐姐相比 此女的名号 要响亮得多 五岁练器 十岁完美助击 十七岁助击大圆满 拥有五百年不出的天灵根 更是天生赤岩妖童 被誉为周家有史以来 最有天赋之人 周文君确认死亡 这是后方的讯息 周庆轩递来了一枚预检 周文蝶接过预检 贴在了眉心处 他的表情依旧冷漠 只是眼角划过一道泪痕 杀死他的魔头 确认死了吗 他的声音平淡 他在极力压制自己的情绪 按照天机上人的说法 面临那种沙子 不可能活下来 周庆轩叹道 他也同样愤怒 灭他化身 挡住他的灭吞掉周文君 而对方只是一个 助击器魔头 这简直是奇耻大辱 那魔头应该感到庆幸 能死在遗迹的危险之下 而不是被他们抓住 这时 周文蝶站了起来 面朝后方 原路返回 你这是 周庆轩面色一沉 去土刑之路 周文蝶面无表情 但然道 文君的储物袋还在那 我有一件重要之物 在里面 要拿回来 周庆轩愁出片刻 暗叹一声 只能率领众人跟上 土刑之地深处 许非默然睁开眼 此刻 周文君的储物袋 已被他强行破解 他用龙铃足足 刮了一个时辰 才将其破开 神石一扫 里面的宝物 尽收眼底 零食 零福 法宝 应有尽有 饶是许黑早有心理准备 依旧倒吸了口凉气 被他惊人的财富给震住了 竟然有八万零食 比杰丹七还富有 许黑内心赞叹 铁山宗那么多人 加起来也就十万出头 不愧是万宝阁周家嫡女 别的不多 就是零食多 此外 还有二十枚尚品零食 加上乌仇储物袋中的五枚 许黑只差八枚尚品零食 就可以获得新的龙族绝学 随便找几个修饰凑凑 就足够了 许黑还发现了不少保命之物 都是周文君 没来得及使用的 缩地符 神行符 这两张灵符 都是用来逃命的 不如小挪一符有效 但各有优劣 缩地符 可瞬间缩得成寸 一步千丈 刘不群就是凭借此符 摆脱了沙子追击 神行符 可加快五倍速度 有这么多保命之物 还被一个金属傀儡追击 寻求帮助 许黑只觉无比可笑 许黑将这两张符收好 他的小挪一符即不稳定 可用这两张作为替代 咦 这是机关盒子 许黑拿起了两个木制的盒子 上面充斥着复杂的纹路 有强大封印加持 无法强行破开 但盒子上面有一个锁孔 是用钥匙来开启的 这应该是周文君 在遗记内发现的东西 与之前韩特贩卖的不同 这是木制的 那么 可能是从木形之地发现 许黑看了眼 短了两成的钥匙 估摸着 还能开启八次 这种机关盒子 一进内应当不少 他得谨慎使用 先开一个试试 许黑将钥匙刺入所眼 只听咔的一声 第一个木制盒子开启了 刚一开启 盒子便自动消失 一股浓烈清香的药味扑面而来 许黑连忙打上封印 免得药效流失 定睛看去 赫然是一枚龙眼大小的丹药 绿油油的 清香扑鼻 许黑从未见过这种丹药 不知其名 但只是闻上一口 就感觉羞味有了松动 这不知过去了多少万年 竟然保留了这么浓郁的药效 不可思议 许黑心中暗道 对这机关盒子的制作人 极其佩服 虚空时中保留的药材 历经万载 化为飞灰 但盒子中却 可以保留这么长的时间 拿出来还有清香 可惜 这盒子是一次性的 只要开启就消失了 不然许黑还能研究一二 突然 眼前这一枚绿色丹药 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扁 即便许黑打上了封印 依旧在迅速失去药力 许黑脸色一变 眼看着丹药融化 他再也不敢犹豫 立刻张口一吸 将丹药咽了下去 咕噜 丹药入口即化 随便吞服丹药 是非常冒险的行为 许黑不知此丹有何作用 但这种情况下 不能有一丝犹豫 他绝不能白白浪费掉 许黑的身体猛然一颤 丹药化开的灵气 形成一阵阵旋风 朝着经脉中呼啸而去 这股灵气极其磅礴 无边无际 却又极未精纯 可以轻松吸纳 这是源自上古的灵气 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 都远远胜过于现代 旋风越来越强 化作狂风 化作飓风 在体内席卷肆虐 让许黑经脉剧痛 血肉膨胀 身体似要裂开 他的体表渗透出了鲜血 将他身躯彻底染红 连骨头都在铲鸣 糟糕 这绝对是三品丹药 结丹气以上服用的 我竟然给吞了 许黑内心沉重 他拼尽全力 催动腰神顶 将那些暴虐的灵气 全部压缩而来 给我镇压 镇压 许黑内心在怒吼 无尽的风暴 被吸入腰神顶中 但那种疼痛骨障的感觉 依旧强烈 体内发出轰轰之声 如同雷鸣炸开 这丹药太强了 绝对是在三品以上 这还是刚才流失了一部分药力 又储存了这么多年的结果 若是药力全胜时期 许黑只要服下一丁点 他毫不怀疑 自己会立刻暴体而亡 这是一场战斗 许黑与丹药的战斗 越来越多的灵气 从丹药中冒出 许黑的身体 以恐怖的速度膨胀开来 他只有2米5的长度 却在短短10个呼吸内 膨胀到了10米 20米 已经变成了一个 直径20米的气球 这还是躯体 体内的经脉 更加无法想象 他几乎要爆开了 就连腰神顶都要镇压不住 这他们是什么级别的丹药 为何这么猛 许黑内心震动 说是三品丹药 甚至都低估了 许黑不知道是极品 但继续这样下去 他肯定承受不住 身体要爆开 灵气也会流失 我该怎么办 怎么办 许黑内心焦急万分 突然 他灵光一闪 许黑张口一吐 黑龙塔出现 许黑的身体 直接融入其中 将体内磅礴如海的灵气 堵入了黑龙塔内 之前他从黑龙塔中吸收了不少 现在全部含了回去 秀 他的身体正缓慢地缩小 经脉也在回缩 眼见有了效果 许黑继续将灵气传输过去 同时也在竭力炼化 这可是源自上古时期的灵气 不是现在能比的 他可不能浪费 要尽量吸收 能吸多少是多少 许黑的修位迅速暴涨 只是片刻就达到了圆满状态 他当机立断 尝试突破驻击中期 这原本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但刚才的灵气暴动 反而将许黑的经脉拓宽 连腰神顶内的灵气 也随之膨胀不少 这一切 几乎是水到渠成 只听咔嚓一声脆响 灵气变成了两个 从此刻起 许黑正式迈入了 助击中期层次 一日 许黑的体型完全恢复了 身体也回归正常 那一股磅礴无边的灵气流 被他大部分送入了黑龙塔中 小部分自己吸收掉 如今 许黑的第二座灵气出城 许黑内视身体发现没什么大碍后 尝出了一口气 随意吞服丹药 确实有风险 但这收获也极大 一夜之间 胜过常人闭关十年的苦修 直接迈入助击中期 许黑这修炼速度 也算首屈一指了 只不过 再让他服侍一枚那样的丹药 他是不敢了 眼下还有第二枚木盒子 许黑不敢再贸然开启 万一又出个什么丹药 吞也不是 不吞也不是 许黑将其收好 检查了一下周文君的法宝 都是一些寻常之物 对许黑用处不大 不过 其中有一枚眼球 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眼球内部 有一团火焰在燃烧 非常诡异 还能转动 彭腐是活的一样 似法宝 又不似法宝 神识探入其中 竟然看不透 也没有显露任何法宝的资讯 这是什么玩意 许黑不是很理解 他下意识想用龙灵切开看看 都又怕损坏了这神奇之物 想想还是作罢 等日后再研究 至此 周文君的储物袋清理完毕 许黑收拾行李 四下观察 各个方向都是无边沙漠 他略作沉思 决定朝着阴气浓厚的地方走 那里 应该就是最深处 同时 他还放出了许多傀儡 警戒四周 屠夫走在最前面 沙子傀儡 也被他悄然炼化了一些 只有百来个 没什么威力 被许黑包裹在了身体上 用来防止意外 漫长无边的沙漠 不知何处是尽头 许黑一路向前走 阴气也越来越重 他有一种直觉 应该快到了 时间过去了半日 前方视线镜头处 出现了一个小黑点 许黑美感加速 依旧匀速前进 黑点缓缓放大 片刻后 许飞望着眼前的巨大建筑 面露奇异之芒 此建筑呈现三角锥形 是许黑从未见过的造型 宽约百丈 通体漆黑 他只想到了一个词 金字塔 阴气浓郁的来源 似乎就是这座金字塔 沙漠金字塔 该不会又是一个傀儡吧 许黑下意识地后退 他现在有了傀儡妄想症 看什么都像是傀儡 别到时候 这金字塔突然变身 变成人形朝他冲过来 那就离谱了 这茫茫沙漠 不知何处是尽头 只有这么个玩意 摆明了 就想让人过去 此地诡异 还是别靠近 先去前面看看 许黑沉思片刻 无视这座金字塔 他直接绕开 朝着前方行进 就在许黑闭关突破 朝着深处前进之时 外界引起了一系列风云变化 关于土形之地开启的讯息 一夜之间传遍了各大宗门势力 不断地有宗门派人前来探索 寻求土形之地内的机缘 但派出去之人 一无所获 里面的危机 也是离谱的无法想象 什么上古凶魔 吃人的沙子 恐怖的法术 各种传言都有 被称之为最难的一条路 单单第一道关卡 沙子就难住了无数人 即便有人能评级巧妙之法过去 但也会在过去后没多久 魂牌破碎 死于未知情况 这更加深了人们的恐惧 随着各路人马的死伤家具 土形之地的探索 也被搁置下来 有好事者 列出了十大上古一季的危险 进行了盘点 上古一季 最新十大凶险榜 只要五千零十就能买到 同所无期 买到就是赚到啊 一记之外 一名子发老者 正摆着摊位叫卖 引起了人群围观 可以听到五千零十的价格 都是望而却步 这个价钱 足以让一位住基妻 倾家荡产 So 突然 摊位上的画卷被吸了过去 韩特正要大发雷霆 可看见来者后 顿时神情一致 来者是一位白袍青年 身形修长 面如官玉 黑发如铺 鹦鹉不凡 一看就是知书达理之人 但他的身后 却站住一位 银白铠甲的中年将士 身负长哥 浑身透着无法形容的滔天杀气 这是从尸山血海中堆出来的 杀过无数人 只是看了一眼 就如灵修罗地狱 这杀伐之气 杀人数可能不下十万 如此恐怖的高手保护 这白袍青年又是谁 韩特识人无数 心中大致判断后 正想要暗中观察 却心头一颤 感应到了一道凛冽的杀鸡 连忙低下头 不敢再看 白袍儒雅青年展开书卷 从上到下阅读起来 凶险榜第二 黑沙 位于土形之地入口 黑沙漫天 席卷千里 沾之即死 至今无人能入内 凶险榜第三 历史投影 位于一记前沿 乃上古一流的投影 随即出现 蕴含大神通 一点余波就能杀人 凶险榜第四 血尸 针对杰丹修士的傀儡 修为越高 招来的血尸越强 白袍青年拿住榜单 目光逐一扫下来 扫到了最后 凶险榜第九 魔头屠夫 由无数个活人拼凑而成 伪装成人类修士 与人同行 实际上未一记凶物 能将杰丹修士下风 凶险榜第十 迷幻灵 随即使人沉睡 原本可排进前五 但规律被人破解 顾排在最后 看完这份榜单 白衣青年面色温和 笑道 这凶险榜第一 为何没标注出来 韩特连忙如实道 实不相瞒 凶险榜第一 只要遇上 至今没有一个人 能活着回来 无人能描述那是什么 但有人猜测 那是一尊魔鹰 具有原因其修为 只要碰见 必死无疑 韩特说的煞有其事 白袍青年微微点头 拿出了一个 装着五千零食的储物袋 放在了摊位上 随即转身离开 多谢光临 客人您慢走 韩特接过储物袋 内心狂跳 他甚至想将这袋零食扔掉 不想与之有任何牵扯 但还是收了起来 那种杀伐之气 明显是秦国某位大将 如此高手护卫 那青年又会是谁 天愧宗 不会吧 韩特陷入思索 总感觉 有大事发生 此刻 那幽深的入口隧道中 无数怨灵徘徊在四周 但随着雷和杀气一阵 所有怨灵 全都吓得缩了回去 没过多久 他们就来到了 那圆形广场中 妖主并未出现 看来 此计成功了 白衣青年笑道 雷和只是淡然道 妖主也不是全知全能的 但凡规则 皆有漏洞 只要找出漏洞 自然能成 此人 乃是秦国十大高手之一的雷和 杰丹后期修士 而那白衣青年 正是天愧宗当代第一天交 白洛 但不知用了什么方法 偷天换日 改头换面 转嫁因果 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为此 他连自身的傀儡术 都暂时封印了 连性格都变得儒雅温和 三代祖师的遗留 必须归我所有 这是回归总部的唯一机会 白洛内心坚定 天愧宗派出了各路高手 帮他们争夺遗迹 但不可能将一切都交给外人 白洛是当代第一天交 天赋仅次于 已经金丹大圆满的秦玄姬 是挑选过后的最佳人选 早在三年前 他就可以结丹了 只是他故意压制 不去突破 就是为了今日的大忌 虽然还是助击修卫 但论实力 以及种种逆天手段 他完全能与一般的结丹期 修饰交锋 两人看了沿土行之地的道路后 竟然毫不迟疑 非常默契地走入了其中 与此同时 周家一行人也冲了进去 土行之地深处 黑色金子塔前 许黑又屁颠屁颠地回来了 因为他进入土行之地后 至今一无所获 唯一的收获 还是杀人所得 与此地的机缘无关 按理说 任何一条道路 都有大机缘 许黑总不能空手而归吧 前方依旧是茫茫无尽的沙漠 永远重复 唯一存在的东西 就是这金字塔 许黑必须地试一试 先看看有无危险 许黑放出傀儡 散布在四处 寄出各种法宝护身 随后小心翼翼地靠了上去 这金字塔下 有一座黑洞洞的入口 许黑略作沉吟 先放了一粒沙子 傀儡进去 当沙子进去后 立刻与许黑失去了联络 就旁服门口有一层薄膜 隔绝了外界 许黑再次放出一条侦查小蛇 依旧如此 只能亲自一试了 许黑深吸口气 操控各种法宝 身形一闪 冲进了金字塔的大门 进入金字塔后 许黑感觉 自己来到了一片新的空间 前方是一处静谧的通道 墙边燃着一盏灯 将通道照得昏黄 也不知燃烧了多少万年 通道狭窄 只能容纳一人透过 眼前注立着一块石碑 上面写着一些文字 还有碑文 许黑精神一震 定睛看去 上古的文字有些繁杂 但许黑能看懂 此宝 乃本作游历西域所得 内部机关暗藏 蕴含无穷变化 诸多玄机 妙不可言 傀儡机关术 即和百家之所长 此物虽与我宗里面相左 可机关大道 殊途同归 我亦将其归纳总结 纳入我宗传承 然 心有余而力不足 此物虽好 却为宗门所弃 本作将其存放于此 经过改良 由后人探索 如能亏得一二 便可由此物认主 石碑上共有三段话 经过了无数年 依旧清晰可见 并不是神石烙印 而是文字雕刻 文字永远是储存最久的 可见 写下此话之人 对其非常看重 许黑在细体 绘这三段话的含义 大概是金字塔 被本作发现后 本作对其极其欣赏 但因理念不符 被宗门所弃 所以 将其存放于此 交给后人研究 如果能研究出一二 就能获得金字塔认主 许黑松了口气 如果只是考验的话 他可以接受 只要不是陷阱就行 不过 为了保险起见 许黑还是得防一手 以免有前人来过 对碑文进行了篡改坑他 他拿出龙铃 在石碑上一画 心痕迹雨 就痕迹 有明显的差异 此地应当是第一次开启 我也是第一个进入这里之人 不大可能被人截足先登 许黑暗道 他再次检查了半天 确认无误 这才踏入了通道之中 石碑后面 还有一段补充文字 切记 一旦踏入 将不可后退 无论什么修备 难度一视同仁 谨慎选择 许黑看着这段话 心中大定 义无反顾地爬入其中 突然 许黑似乎感应到了石碑 有一丝震动 从储物袋中传来 他后退少许 将屠夫拿出 由屠夫开启了储物袋 从里面拿出了遗物 捏在手心 正是那奇异的眼球 眼球的中心 燃烧着一团火苗 只是此刻 那火苗亮了起来 彷彿有一道 若有似无的目光 打亮着自己 这种窥探感来临的瞬间 许黑就将眼球收了起来 怎么回事 为何会有一种 被人窥探的感觉 这眼球是活物吗 还是说 有人可以透过 这眼球观察到我 许黑内心震动 此刻 那眼球的异动消失了 许黑想了想 再一次拿出 给其打上了无数道蜂蜜 要不要将其毁了 一了百了 许黑陷入迟疑 这眼球 他以为是个宝物 没想到还有这种隐患 说不定 有人能定位此物 从而找上门来 不过 若真有人找上门来 不恰恰说明 这眼球的价值不俗吗 许黑略作沉吟 既然进来了 断然没有离开的道理 他看着眼前的碑文 本想改动一下 但许黑并不擅长骗人 不知写什么好 于是 他对着碑文 重新描摸了一遍 让就横即便成了新的 我可没骗你们 但若是 你们自己多疑的话 就怪不得我了 许黑心中冷笑 爬入了幽深的隧道中 土星之地 入口处 两个队伍刚一入内 就遭到了漫天黑沙的袭击 白落面不改色 祭出一面谷中 屈指一弹 一道波纹荡漾而出 早在他来之前 就打探了里面的情况 也知晓这些沙子全都是傀儡 身为天魁宗弟子 对傀儡有独特的克制之法 这并非灵体之线 而是混乱之波 可让傀儡产生混乱 尤其是对诞生了一定 自我意识的失魁之物 极具效果 波纹散开后 天空的黑沙 全都失去了方向感 四处乱窜 甚至互相攻击 互相吞噬 进攻立刻受阻 不过 数量实在太多了 白落也无法一次性全部解决 趁此机会 两队速度极快 越过了第一批进攻 雷河直接抓着白落 燃烧金丹之力 如流光一般前冲千里 迅速向前击驰 周庆轩则是拿出了一艘土行舟 可在沙漠之上遨游 乘风破浪 越过无尽尘埃 破空而去 两队都做了充足准备 远不是许黑等第一次进来之人 能比较的 土行舟上 周文蝶的瞳孔变化 其中一只眼变成了金色 其内燃起了火苗 正熊熊燃烧 气势也随之攀升 我看见他了 周文蝶冷声道 谁 周庆轩道 屠夫 周文蝶声音冰寒 如万年寒霜 他没死 周庆轩顿时身形一阵 面色阴沉下来 果然没死 看来传言非虚 此人不是什么修士 而是遗迹中的魔物 能在那种情况下活下来 不是魔物是什么 不管是什么 我一定要拿回我的东西 周文蝶依旧冰冷 那双眼眸 不像是一个少女所有 金字塔内 许黑朝着通道内走去 没过多久 他来到了一处石室内 四面封闭 无路可走 石室内 只有一座棺谷 别的什么都没有 棺材 许黑眸光一闪 他听说过一季内 有一些地方 会出现棺材 里面大多是尸馗 和一些陪葬品 许黑先是散出神识 不出意外的发现 无法探查 他直接放出屠夫傀儡 向前走去 用手敲了敲棺盖 没什么反应 突然 一声尖锐凄厉的猫叫 在空荡荡的石室内响彻 谁 许黑左右四股 却发现不了声音的来源 那猫叫就在耳畔 许黑荡棘洒出沙子 向前席卷去 沙子立刻裹住了一个猫形轮廓 后者直接向他扑来 鱼龙百变 许黑留下一道残影 尾部一甩 瞬间将这猫打飞出去 摔在远方 这猫的形态显露出来 是一个浑身裹满白布的尸馈 骨头散架 气息全无 看样子已经被许黑给甩死了 这也太弱了吧 难道是根据我的修为来的 许黑暗道 许黑荡棘打出灵体之线 尝试控制猫尸 却意外地发现 他的灵体之线根本进不去 竟然无法控制 许黑惊讶 他所见过的任何形别的傀儡 都能用灵体之线操控 唯独这尸馈 无法生效 许黑神识探入其内 仔细观察 发现这猫尸的丹田位置 有一枚黑色圆球 类似于金丹 诗丹 许黑内心一领 诗丹 蕴含阴煞之气 乃是尸馗的核心所在 若是修出了尸丹 代表尸馗已经具备了灵制 能自主修炼 且至少有结丹期的强度 不过 眼前这个尸馗 实力显然被压制了 只为迟在了助击后期左右 这应当是牧主人改良 为了考核后来者 许黑暗道 如此一来 这第一个关卡 对许黑来说毫无压力 他的实力 可不能按照表面修位来计算 尽管这尸馗实力被压 但许黑想要控制 同样是痴心妄想 许黑操控屠夫 开启了棺材盖 里面是一卷白布 与那猫尸身上的一样 这显然是一件法宝 许黑神识探入其中 没有得到任何资讯 但可以感受到 强大的灵力波动 试试效果 许黑心念一动 果实不将屠夫裹住 屠夫的身形 立刻进入了隐身状态 能隐身 连神识都感应不到 还真是神奇 许黑赞叹 他控制屠夫来回走动 不会发出任何声音 这隐身效果 比起黑黄的隐身符 也毫不逊色 不过 他忽然感觉到 感到屠夫体内的阴气在加重 地下不断地有阴气蔓延而上 冲入屠夫体内 汇聚在腹部中心一点 似乎要凝聚承担 这是 许黑瞳孔一缩 可就在这时 屠夫的身体突然不受控制 朝着棺材里面爬去 停下 许黑脸色大变 全力操控屠夫 但那果实部的力量极强 直接将屠夫带进了棺材中 连盖子都盖上了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许黑目瞪口呆 他连忙上去开盖子 用龙铃去撬 却无论如何也撬不动 庞扶锁死了一样 咔咔咔 石壁后方 开起了一扇门 通往下一个关卡 许黑愣在原地 看着那纹丝不动的棺材板 内心涌现出了强烈的脑木 哄 他一尾巴狠狠摔在了棺材上 但也只是发出了细微的响动 徒劳无功 该死 这果实部竟然坑我 许黑破口大骂 他只是用屠夫 试验了一下法宝 却出现如此变故 这还好是屠夫裹上了 这要是本尊裹上 会是什么后果 许黑无法想象 现在 他依然与屠夫 有一丝微弱的联络 但隔绝了棺材 再也无法操控 这让许黑极其烦躁 宝物没拿到 先丢了一个傀儡 许黑目光一转 看向了地上的猫尸 许黑将猫尸捡起 躺在背后 朝着前方爬去 只能等着所谓的金字塔认主后 再取回屠夫了 少清 许黑走入了新开启的通道 通道内 有一个石碑 上面同样刻着碑纹 从字迹看 出自同一人之手 第一关 需要击败猫王尸馗 将其放入棺材中 即可透过 本作将尸馗进行了改良 会将实力压制在 比闯关者略高 若能透过 可奖励一卷法宝 此宝可用来炼制尸馗 也能让人隐身 但具有很强的副作用 时间过长 会被尸器侵蚀 逐渐丧失神志 沦为真正的尸馈 但后面的关卡 慈宝可能会派上用场 许黑看完碑纹 顿时恍然 猫王没放回去 屠夫放回去了 也同样奏效 这规则有漏洞 许黑只能摇头 进入第二关的大门 后方的通道自动合上 这第二关的石室内 空空如也 地面由一个个 巨大的方格组成 每一个方格 都有石杖宽 许黑由于半晌 将猫王扔出 落在了一个方格上 没什么反应 他自己爬上去 来到了第一个方格 So 陡然之间 无数狂风利刃 朝着他呼啸而来 许黑顿时明白 此地乃是杀阵 针对活人才会激发 枪枪枪 许黑的龙铃背斩 发出清脆的碰撞声 许黑目光一寒 一记暴山印砸下 落在了方格中心 但那狂风利刃 非但没少 反而越来越多 威力不断地增强 许黑又用鱼龙百变闪开 但利刃依旧在增多 他又拿出法宝阻拦 同样如此 他经过各种尝试 最后发现 只有用肉体去硬抗 威力才会慢慢衰弱 我明白了 此阵需要我硬抗过去 许黑暗道 许黑停下闪躲 以龙铃去阻挡落下的利刃 利刃的威力果然在减弱 频率也在降低 当一注香过去 此地的狂风利刃 彻底平息下来 许黑硬抗了一套阵法连击 累得筋疲力尽 也就是他有龙铃之身 换作别的修士 怕是几个回合 就要支撑不住 这第二关的难度 比第一关要难上数倍 绝对是为完美助击准备的 许黑放眼望去 前方还有八个方格 要逐一踩过去吗 先研究一下此地的阵法 既然来了 总得有点收获 许黑驻足观察 在狂风利刃结束后 此地的阵机也显露出来 许黑自问 他的悟性还算可以 只要花时间钻研 这阵法 他未必研究不透 虽然他的制服 练气都一言难尽 时间慢慢流逝 转眼之间三天过去 此刻许黑默然睁开双眼 眼中流露出奇异之芒 他心念一动 口吐法觉 此地的阵机瞬间成形 并在上面加持了一道毁灭性的波动 土系能量疯狂凝聚 融入到了阵法之中 正是土系法术 群星坠落 这阵法的威力 是根据闯关者的修为来制定 但许黑这一道法术 却是他自己加上的 与阵法细节在了一起 若是有后来者进入 就会加持上这一记法术 在他钻研阵法的期间 许黑一直有种感觉 有人在不断地靠近 如果对方也进入金字塔 肯定会跟他一样去闯关 许黑这么做 只是为了增加一点难度 继续 许黑爬进了第二个方格 嗖嗖嗖 无数地次从地下冒出 朝着许黑捅来 不知过了多久 金字塔外 三个人引来到了此地 正是先前闯入此地的一行人 浑身杀气的雷和 如亚公子白洛 以及双目冰寒的周文蝶 至于周庆轩 已然不知所踪 这三人看上去 状态都不太好 脸色苍白 气息比之前要微弱了不少 雷和更是修为不稳 有下跌的征兆 这是金丹燃烧过度造成的 白洛望着眼前的金字塔 眸光大亮 道 宗门古籍记载 此塔是三代 祖师云由西域所得 没想到竟然藏在这土形之地 哦 雷和咒没到 此地可有危险 他只负责保护白洛的安危 别得一概不问 危险是根据修为来定 若是我的话 这里的关卡一点不难 白洛嘴角勾起一丝冷笑 他的眼中透着强烈的自信心 他压制修为这么久 依旧是注击层次 等的就是这种时刻 白洛在进入一季前 做了充足的功课 将宗门历史 古籍 关于三代祖师爷的一切 都查阅了遍 尽管有许多内容已经遗失 比如三代祖师爷为何会脱离宗门 又为何会来乌山 留下了石吗 至今还是谜团 不过关于这座塔 却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天助我眼 此塔我定能拿下 白洛毫不迟疑 起身进入到了塔内 周文蝶却被雷和一个眼神拦了下来 他石面也没说 只是在门口盘膝坐下 白洛进入隧道 一眼就看见了那一块石碑 以及上面的碑纹 呵呵 果然与古籍记载一致 白洛双眼透着兴奋 即将走入第一关 突然之间一愣 这石碑上的字迹 有些古怪 像是新雕刻的一样 他连忙出去 叫来雷和一同观察 后者也吃同样的观点 这些字迹 是新画上去的 怎么会这样 白洛脸色一沉 那么只有一个解释 有人抢先一步 进入到了金字塔内 这碑纹可能是假的 是后人篡改 用来坑人的 他敢确定 这石碑就是三代祖师爷所留 但上面篡改某几个字的话 那含义就截然不同了 白洛顿石面色铁青 盯着石碑 双眼赤红 仔细地研究起来 而事实上 这碑纹许黑一个字也没改 只是临摹了一遍 这直接导致 白洛不敢闯关 不将真实的碑纹 还原事不罢休 此刻 许黑已然站在了第五个格子上 他解析第一个阵法 花费了三天时间 第二个 只用了两天 后面两个 更是只用了一天 在修宪六一方面 许黑学起来飞快 很多都是第一次尝试就能成功 足见他的悟性可怕 同样的 每经过一阵 许黑都会进行一次改良 让自身所学 融会贯通 如果说 之前的阵法只是危机四伏 现在 已经是杀鸡滔天 此阵 未水系漩涡阵 可将人困住 抽走灵气 直到抽干位置 许黑盘在原地 纹丝不动 他没有破开阵法 而是在思考此阵的原理 想要从设计者的角度 去理解分析 许黑发现 这金字塔内 看似机关重重 玄妙变化万千 本质上都可以归结于阵法 比如遮蔽神石的墙壁 第一关的棺材 都是阵法所谓 换言之 只要他的阵法水平足够强大 哪还需要闯关 金字塔他能直接收走 屠夫也能取回来 这一次 许黑只花了半天 就领悟了 我明白了 此阵考验的是 真气深厚程度 只要不断地服下丹药 让真气被抽走十次 即可透过 许黑暗道 但他不打算这么干 他要打破这里的规则 凭什么一切 都要按照对方的设计来 许黑拿出大量灵石 打出一道道阵纹 遍布地表 顷刻间 形成了一个反向螺旋阵 随着许黑的阵法打出 抽取灵气的速度 渐渐减缓 一个时辰后 彻底无影无踪 呼 许黑长输一口气 这是他第一次 平级阵法来破阵 而不是按照对方设定的规则 虽然后费了他一万灵石 但都是值得的 同样的 许黑也将这水系漩涡阵 改良了一番 在上面叠加了一层天雷阵 不仅抽走真气 还给你注入雷霆 许黑马不停蹄 继续向前 而在第一关的入口前 白洛与雷和 仔细反推所有细节 又拿出古文对照 研究了一天一夜 总算是将背文给 大致还原了一遍 竟然与原文一致 好高明的手段 我竟然无法看出他 改动了什么内容 白洛面色僵硬 若只是改动也就罢了 他严重怀疑 对方抹去了关键的资讯 若不找出那资讯 贸然闯入 只会是死路一条 雷和无奈之下 拿出了一面回溯古镜 此镜 可回放历史投影 这是天魁宗 最高明的一种手段 传承自上古 也是此行的底牌之一 在回溯古镜之下 石碑上发生之事 如同倒放一般 重陷在他们眼前 他们看见了一枚灵片 在石碑上刮来刮去 将所有自己临摹了一遍 看完回放后 雷和陷入了沉默 这 这 白洛待住了几秒 随后 他那温和面容急速扭曲 胸腔起伏 肺都要气炸了 哎呀 白洛仰天怒吼 那张俊俏的脸庞 已然变成了风魔 我不管你是谁 此行 我必将你碎尸万段 他被耍了 还是头一次被耍得这么惨 对方压根什么内容都没改 纯靠他自己脑补 若有改动 反倒容易有破绽 根据内容的不合理 进行反推 而对方什么都没改 这才是最狠的 白洛头一次感觉到 这先前之人的棘手 既然内容无误 我无需多虑 根据修为来 我一人足以透过 没过多久 白洛就重新恢复了自信心 又变回了风轻云淡的姿态 雷和没有进去 镇守在门口 防止外人打扰 白洛走入了第一关的时事内 入眼处 他看现了一个官果 这是许黑曾经到来之地 只不过 猫王狮溃 变成了屠夫狮溃 当然 这些白洛一无所知 第一关 应当是尸魁 还不知是什么样的尸魁 按理说 这尸魁修为只要没到结丹 就不会是我的对手 白洛看现那棺材 稍微分析一下 就知道了大致的流程 然而 他脑海中思绪刚刚闪过 就发现自己的护身法宝 全部爆裂 So 白洛立即后退 落在了最远处 他拿出一大把显影之尘 撒在天空中 让此地变成了一片 朦胧的灰尘的带 可以看现 灰尘之中 有一个模糊的人形轮廓 正朝着他走来 隐身 倒是第一次见 白洛面色不变 拿出一面古镜 屈指一弹 混乱之波扩散而去 此招对于傀儡 具有天生的克制性 尤其是诞生了灵智的尸魁 呜呜 那人影的身体开始颤抖 被混乱之波冲到后 竟然长出了一条条手臂与腿 随即开始分裂 无数小一号的人影 从其体内钻出 就彭扶这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群人的叠加 这 白洛傻了眼 白洛的眼前 那尸魁的身影正不断分裂 无数小一号的尸魁 正从母体身体里钻出 两个三个 五个 十个 白洛只绝脑海翁明 头皮发麻 更恐怖的是 这些尸魁全都有筑基大圆满 接近贾丹的修为 与他一样 这是什么怪物 白洛脸色苍白 如同陷了鬼一样 突然 他想到了凶险榜第九名的邪物 屠夫 屠夫的描述 似乎与眼前的怪物极其相似 尸魁们的身形一转 朝着白洛就冲了上来 这些新诞生的 尸魁没有果实布 全都显现出了本体 铜皮铁骨 身如玄铁 每一拳 每一爪 都发出雷霆呼啸之音 更是有尸气弥漫 这要是被击中一下 不死也得脱层皮 混乱 白洛再次放出混乱之波 尸魁们顿时失去了方向感 开始胡乱行动 但那母体像是遭受了刺激 浑身肉流巨颤 更多的尸魁 从其体内攥出 数量越来越多 超过了二十个 时事中都充斥着浓烈的尸气 这让白洛脸色狂变 立即将骨径收了起来 不敢再乱用 随着尸气扩散 白洛的皮肤都在变绿 尝出青紫色的斑点 这是中了尸毒的征兆 该死 这下麻烦了 混乱之波不能用了 这分明是在克制我 白洛扶下一粒解毒丹 又撑起了一面光照 将尸气阻挡在外 却见那母体的手臂 陡然暴涨数十丈 朝着他抓了过来 缠绕 白洛放出一根柳条 这柳条迎风变长 将那条手臂缠住 而屠夫的手上 陡然钻出来 一根充满锯齿的武器 咔咔转动 发出机械轰鸣之音 将所有柳条全部斩断 白洛又寄出瞳中 同样被那武器 斩出一条大窝口 朝着他脸上聚来 第二关的时事内 许黑已然来到了 九宫格阵法的 最后三个格子前 这三个阵法 明显与前面六个不同 其复杂程度 超过了十倍有余 许黑只是看上一眼 就感到头晕目眩 咦 突然 许黑心中 升起了一丝 若有肆无的感应 来自第一关的时事内 屠夫有动静吗 许黑眉头紧锁 他与屠夫 一直有种联络上在 虽然隔绝了一段距离 神识阻断 但那种感觉不会错 这让许黑猜测 是不是有人闯进了第一关 将屠夫给惊动了 看来 我得加快进度了 许黑深吸口气 扶下一枚醒神丹 全力研究下一个阵法 许黑刚一进去 地面就燃起了大火 温度升高 空间扭曲 火焰中还放出了毒气 朝着他体内钻来 火毒之阵 蕴含两种元素 经过了巧妙结合 难怪复杂程度 会直线升高 许黑暗道 转眼之间 又是两天过去 第一关时事内 二十来个尸馗 在空荡荡的时事中 走来走去 屠夫母体站着不动 脑袋上的十几个眼球 呈现茫然之色 天地间的湿气 汇聚而来 涌入屠夫体内 丹田处似 有一枚尸丹 在自动成形 地上倒着两具 僵硬的尸馗 这是被击败的 已惊丧失了灵力 之前的白落 已然不知所踪 此刻 时事的天花板上 贴着一张古图 上面绘画住一座庭院 古图中 存在一个内部空间 云雾缭绕 庭院别致 宛如世外桃源 白落正盘坐于此 静静图纳 恢复伤势 足足过了一天时间 他才将体内的湿气 彻底排除 尸斑也消失了 幸亏有诗祖传 给我的桃源图 这才躲过一截 这第一关的难度 根本不是为我准备的 这必须要接丹妻的修位 才可能透过 白落面色阴沉 虽说他目前的手段 全部爆发开来 完全能与接丹妻一战 但这只是第一关 若是将底牌全部用尽 后面的关卡怎么办 再遇到更麻烦的危险 没了那些法宝 可能直接就死了 因此 他这才决定保守行事 凭及桃源图的特殊空间 跟着尸馗慢慢磨 打消耗战 一次性解决一两个 再躲回来 总有一天 他能将此地的尸馗 全部干掉 好在这群尸馗 并未诞生灵智 只会本能行动 无法辨认出这桃源图 他这才敢用这一招 这屠夫 真的是三代祖师爷所留吗 我为何总觉得不对劲 白落月想月是奇怪 原本他还自信满满 认为十拿九稳 现在 他有种不祥的预感 好在他准备极为充分 后面只要别再出什么蛾子 应该问题不大 许黑破解火毒之阵 花了三天时间 又用了两天 破解了后面的兵为杀阵 最后一道五行杀阵 非常棘手 在许黑触发的沙纳 直接让他丢了半条命 幸亏他及时躲进黑龙塔内 才存活下来 透着黑龙塔看去 外面风云呼啸 雷鸣电闪 地火涌动 大地冰封 沙尘漫天 五行齐聚 形成了一个回圈 彭扶随着时间的推移 永远不会消亡 许黑陷入沉吟 最终 这一道阵法 花了五天时间 才研究透彻 许黑布置了一道泄力阵法 让五行缺了一脚 五行之力不再闭环 这才慢慢减弱 直至消散 通往下一关的门 也在此时开启 此阵过于凶险 以我的能力 想要加强的话 至少要花费五万零食 还可能会失败 时间也要三天起步 而这期间 对方随时可能入内 许黑心中默默估算后 摇了摇头 还是算了 不过 许黑眸光一闪 他拿出灵石 构建出了一道道灵器桥梁 打入阵机 将此阵与其余八阵 连线在了一起 形成了八道牵引 只要触动这五行杀阵 就会一同触发其余八阵 让那些破解过的阵法 二次启用 九个阵法一同开启 就算是大罗金仙 也得隐恨 许黑心中冷笑 这样设计才合情合理 才具有挑战性 之前牧主人设计得太简单了 之前只是考验 还给人学习阵法的机会 实在无趣 现在才是一步一杀劫 一步一生死 他应该快来了 我得撤了 许黑感应了一下屠夫的状况 看向漆黑的出口 躺起猫尸 身形一闪 冲了进去 在许黑离开后不久 后门便关上了 此刻 第一关时室内 白落气喘吁吁 真气枯竭 面色惨白地坐在地上 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整个人像是虚脱了一样 他的手中拿着一张金叶 正散发出无穷的威压 这是天魁宗那位元英老祖 留下的法令 其内蕴含一丝元英七 才可领悟的意境 是他的最强底牌之一 正是凭借此物 他才将屠夫镇压 送进了棺材内 原本他是打算用武力 将屠夫抹杀 但那玩意根本就杀不死 断了一臂 还能长出一臂 手臂无穷无尽 伤口疯狂愈合 还能吞噬其余尸溃增强力量 湿气也越来越浓 他逼不得以下 只好改为封印 这才拿出了此等底牌 白洛将金叶收好 面色红润 再次喷出一口血来 气弱由丝 这原本是为了 最后时刻准备的底牌 如今就被我用掉一个 此行亏大了 白洛开始深深地怀疑 为了这金字塔传承 究竟值不值得 他来这上古遗迹 可是有目标在身 并不只是为了 这土形之地的机缘 而是最后最大的机缘 不过 已经闯过了第一关 总不可能打到回府 他深吸口气 调整好心态 走入了下一关的通道中 此地有一个石碑 上面同样刻着碑纹 白洛扫了眼碑纹 击败猫王 将其放入棺材 即可透过猫王 白洛呆愣了半晌 仔细再看了一遍碑纹 沙内奸 他僵在了那里 猫王放进棺材 那哪里是什么猫王 分明是屠夫 他虽说年轻 但不是愚钝之人 瞬间就明白了 那玩意压根 就不是此地原有的尸馈 而是被人故意调换的 白洛紧握拳头 那精致的面容 再次严重扭曲 化为了极度愤怒 这么说来 他这第一关的难度 本不至于如此 只是因为前面那人的圈套 这才如此艰难 害他使用了桃圆图 最后为了封印屠夫 还拿出了今夜法令 此生我绝不饶你 白洛仰天怒吼 差点没再喷出一口鲜血来 他原本就有所怀疑 屠夫是后来者加上的 只是不愿去相信 对方有这么大的能耐 可是失败在眼前 不容他不信 白洛盘坐在地上 许久许久 才缓缓将内心的愤怒平息 他服下树莓丹药 让自己真气稳定 将心态掉整到最佳 此次历练 不仅是对实力的考验 更是对心性 天魁总为了此处遗迹 针对各种情况 对他进行了特训 其中就包括一些恶劣环境 以及各种折磨人的对手 这导致白洛的心态 远超寻常修饰 虽然还达不到一些宗门长老的程度 可放在同龄人中足够优秀 一个时辰后 当白洛再次睁开眼时 已然恢复了平静姿态 一点小小的挫折 怎会难倒我 成大使者 不会在意这点小麻烦 白洛吐出一口气 迈开坚定的步伐 走入了第二个时室内 时室内是阵法考验 九宫格 九个阵法 先走完外圈八个 最后踏入中心 白洛只是看了一眼此地的环境 就知晓了考验内容 内心冷笑 不过 他突然浑身警觉起来 既然前面的人喜欢坑人 会不会在此地也留下陷阱 白洛眼睛眯起 他当机立断 一指按在了自己眉心 抽出一缕神念与修位 在旁边凝画 这一次 他不惜耗费修位 花了一天时间 制作了一个与自己一模一样 具有相同气息的身外化身 去 白洛一指前方 身外化身踩在了第一个方格上 羞羞羞 狂风历刃出现 风系沙阵 沙向了身外化身 白洛还没来得及松口气 却见他羽化身的头顶上 同时出现了硕大的陨石砸落下来 正是大范围群体法术 群星坠落 不好 白洛脸色巨变 急忙撑起光照 他的化身瞬间被砸死 所有的攻击都朝着他呼啸而来 通道中 许黑立在一处石碑前 看着上面的碑纹 第二关 为本座年少时所创的九宫阁阵 只要逐一破解 即可透过 破解方法有三种 第一种 按照阵法规则形式 达到要求即可破解 第二种 蛮力破解 第三种 解析阵法结构 以阵破阵 其中 第三种最佳 凭借此法透过者 皆可领悟九阵奥秘 受益终身 此为第二关奖励 许黑还以为他钻了漏洞 没想到这是牧主人故意设计 就是为了让他领悟阵法 以阵破阵 许黑暗叹 江壮太调整到最佳后 来到了第三关 第三关的时事内 许黑刚一进来 就感到了一股滔天湿气 弥漫其内 只见时事中 摆着不下一百个棺材 大量气体从中散出 将空气染成了紫色 可让人轻易中毒 许黑闻了闻 他对于尸体散出的气味 虽然不喜欢 但也不排斥 更不会因此而中毒 这似乎是天然的优势 许黑松了口气 这棺材摆得到处都是 许黑顺着那条狭小的道路 朝着镜头处爬去 咔 突然 第一个棺材开启了 一指干枯的手转 从中探出 恐怖的波动从中散出 绝对是一个接近 假单的强大尸馈 盖子被掀开 一双绿油油的眼睛 看了过来 该不会这一关 让我对付这么多尸馈吧 许黑看向后方的 无数棺材 内心警觉 下意识地向后退去 当许黑后退到了猫王旁边 那指瞳孔却是一转 直勾勾地看向了猫王 许黑连忙将猫王扛在身上 再朝着前方爬去 后方的棺材盖子 相继开启 有无数眼睛从中探出 看向此地似要拔地而起 但看见猫王后 又都止住了 第一关透过后 会奖励一块果实布 意思是 这一关 我只要带上果实布 伪装成他们中的一员 就能透过 许黑内心盘算着 忽然 他感到了一阵阵头晕目眩 有种恶心响土之感 许黑还是头一次 遇到这种情况 许黑意识到 自己是不是吸食湿气过量了 他拿出一枚解毒单符下 僵尸毒排出体外 可就在这时 当他的湿气退散后 那些棺材全都发出了响动之声 一双双爪子探出 最近的一个棺材 盖被猛然掀开 一个浑身 裹着白布的绿毛僵尸 朝着他看了一眼 当即就冲了过来 糟了 许黑脸色一变 心思白转间 连忙大口一吸 无数湿气被他吞入体内 不再压制 弥漫全身 湿气入体 许黑浑身冒出了黑气 那绿毛僵尸 果然不再行动 只是静静地盯着他 许黑暗松了口气 在他吸入湿气后 那种眩晕感再次出现 可他不敢再用解毒单 只能硬扛着湿毒 朝着前方爬去 一个绿毛僵尸 他并不怕 问题是 后面的太多了 许黑担心 一旦他开始交手 后方的棺材盖 全都会被掀开 一发不可收拾 许黑猜测 这应当是 让他冒充湿魁 挺过这一关 许黑略微加快速度 但只要稍微加快 那些棺材板 就会出现震动 让他不得不放缓 许黑的目光 一个个扫过棺材 发现棺中尸魁 都不尽相同 有人 有腰 有胖 有瘦 黄毛绿毛子毛 还有背身两翼 只剩骨头架 各种形态都有 宛如一个尸魁百宝图 墓主人这是什么意思 专门让我观察尸魁 许黑内心暗暗猜测 这些尸魁的实力 也不尽相同 一开始的假单七 后面还有结单七 修为一个比一个强大 双目如幽火 气势如修罗 许黑不敢深入打量 只是略微感受了一下 此外 他还发现了一个规律 尸魁的修为 似乎是根据毛色来的 无毛最弱 绿毛稍强 紫毛更强 后面还有黄毛 红毛 许黑目光闪烁 走了片刻 他还发现 这些棺材的底部 似乎刻着尸魁的名字 无毛跳江 绿毛飞江 紫毛叶叉 许黑扫过一个个尸魁的名字 无毛跳江 大约在筑基大圆满左右 跟他炼制出来的差不多 绿毛飞江 就是甲丹境界了 已经初步形成了尸丹 紫毛叶叉 明显是杰丹初期 到了后面 许黑还发现了两个棺材 分别刻着黄毛尸魅 红毛尸王 这两个棺材 毫无疑问 代表着杰丹中期与后期 此地 竟然还有杰丹后期的尸魁 许黑心跳加快 强行让自己镇定 这一关 不能靠蛮力闯过去 必须要按照规则 不然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至于坑人的想法 许黑暂且打消了 那是在他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办的 在这里坑人 只怕先将自己给坑了 许黑透过观察 此地的上百个棺材 大部分都是五毛与绿毛之间 极少出现杰丹七以上的紫毛 而黄毛尸魅 与红毛尸王 许黑只看见眼前这两个 许黑深吸口气 朝着前方爬起 经过了黄毛尸魅的棺材 咔 棺材中裂开了一条缝 一股滔天的湿气 从中弥漫而出 扩散至许黑身上 这是杰丹中气的尸魁 许黑不敢评住呼吸 只能任凭湿气进入体内 这让他头晕敢欲发强烈 几乎快要昏倒 我不能倒下 这一关是在考验 对尸魁的耐受性 若是连尸魁的尸气都承受不住 如何接受这传承 许黑紧咬牙关 目光坚定 朝着前方爬去 片刻 他来到了红毛尸王的棺材前 这是此地最强大的尸魁 杰丹后气 咔 棺盖开启 探出了一只长满红毛的手臂 如人四元 指甲很长 那黑暗之中 似乎有一双眼睛在看着他 许黑不敢回望 内心不断地对自己暗示 他是真龙 这些尸气对他无用 此刻 许黑体内的尸气 如同波涛大海 汹涌不绝 他的血脉经脉被尽数污染 连神石都要污化 沦为真正的尸魁 但他的腹下 腰神顶范围内 尸气永远进不去 片刻后 许黑感觉好受了一些 他一息都不停 经过了这最强的尸魁 来到了远处 当他彻底走完这条路时 后方的棺材盖筒筒关闭 重新合上 前方的尽头 开启了通往下一关的门 许黑长输一口气 此刻 他看上去鬼气森森 没有了人和生机 俨然就是一个死尸 腰神顶 热化 许黑大喝一声 腰神顶全力运转 这一次 他花了半天时间 终于将尸气全部吞入其中 热化为了一枚黑色的丹丸 许黑张口一吐 这丹丸喷射出来 悬浮在眼前 正是一枚半成品的尸丹 这就是此关的奖励 许黑皱眉 回头看了掩满屋子的棺材 他心想着 要是能全部掌控就好了 不过 以他现在的实力 连尸气都要承受不住 还是别痴心妄想了 许黑步入出口 身后的大门立刻关上 他来到了一座新的石碑前 石碑上 同样刻着大量碑纹 第三关 考验你对尸魁的亲和度 这些尸魁都是本座当年亲手练制 若是连尸气都承受不住 如何能获得本座的传承 这些传承包含 无毛跳江 绿毛飞江 紫毛叶叉 黄毛尸魅 红毛尸王 白毛尸鹰 血毛轻鬼 黑毛尸魔 神魁宗恋魁万年 殊不知 他们自己才是最好的傀儡 我的传承者 能走到这里 说明你已经透过了初步考验 接下来 就是最后一关 问心 本座会看看你 是否真的愿成为我的传承者 现在 还有回头的机会 许黑看完这段出人意料的长篇大论后 和之前不同 他陷入了沉默 之前都是通关的盘点与总结 从头到尾都没什么不妥 可看到了这里 许黑总感觉 这牧主人处处透着诡异 尤其是最后那句话 是否真的愿成为他的传承者 难道 还有不愿意的吗 天魁宗没有使用诗魁的 此人炼制这么多的诗魁 难道是魔道修士 许黑内心警惕起来 许黑所炼制的傀儡 本就人不人鬼不鬼 所以 他对于诗魁没什么恶感 只是傀儡的一种罢了 更不会将其当成是魔道 可放在人类眼中 那可就未必 这牧主人 到底是不是神魁宗的先祖 公输传人 又与他是什么关系 许黑陷入沉思 许黑没有妄下结论 他再次看了一遍石碑上的文字 从头到尾的仔细分析 许黑修仙至今不长 只有三年 但已精具备了常人没有毒物性 这些传承 包含无毛跳江 绿毛飞江 紫毛叶叉 神魁宗恋无数 殊不知 他们自己才是最好的傀儡 许黑仔细看着这两句话 沉思许久 突然瞳孔一缩 这两句话 单独看没什么 可放在一起 就让人细思极恐 他该不会把神魁宗的人给恋了吧 许黑暗惊 一般的宗门老祖 临死前都会将自身传承留在宗门 比如班山老祖 但这人偏偏跑来乌山 挖出一个大目的 留下如此多胡乱攻击人的尸馈 这本就非常蹊跷 第二关的十世内 白洛的身体表面 浮现出了一个浑身铠甲的金色人影 这是金身法相 是他最强大的底牌 这一招 虽然是借助外武 但也是以他的修为作为代价 原本 他是打算拿到最后 传承实在用 宗门老祖也是这样预想的 只是现在 他若是不用 怕是会死在这里 金身法相一出 前面六座阵法 全都被蛮力摧毁 摧一枯拉朽 没有挡住他分毫 只是在最后三道阵法前 他停了下来 这三道阵法 威力明显提高了一个档次 这要是踩过去 就算可以透过 我的修为也会大跌 白洛面色阴沉 此刻 他对那暗中之人的恨意 已然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若是那人出现在他面前 他定要生蛋其肉 狂恳其骨 以泻心头之恨 不过 冷静下来后 他也在思考 继续闯下去 究竟值不值得 他的底牌所剩无几 再这样下去 等到了最后关头 他还拿什么去争夺最后的传承 别捡了芝麻 丢了西瓜 这不过是区区土形之地的一座法宝 为了此塔 我竟然损失了这么多 早知如此 我就不该进来 可现在放弃 我又不甘心 那卑鄙之人 若不将其擒住千刀万剐 我心难安 白洛心中暗恨 几经丧失理智 他深吸口气 让自己保持冷静 拿出了一张罗盘 喷出一口血液 投入其中 金字塔外 雷和似有所感 拿出了一张同样的罗盘 只见罗盘在自动旋转 按照一定的频率 似乎在传递某种资讯 这金字塔隔绝一切 传音符 小挪一符 都无法使用 唯有这子母罗盘能发挥效果 可以互相感应的 你 进去 雷和看向周文蝶 指了指金字塔入口 我 周文蝶眉毛一挑 行中暗道 现在让我进去 这是想让我当炮灰 周文蝶从始至终 都是一副冷漠平静的表情 即便被人阻拦在外面 他也没有脑目 更没选择离开 可见 这周文蝶的心机 比起白洛 还要更胜一筹 此刻 他一眼就看出 那白洛应该是遇到麻烦了 不得已请人帮忙 让这雷和进去 又恐气修位过高 触动更加强大的机关 让是太无法掌控 于是选择他 正有此意 瞬间点了点头 走进了入口隧道中 扫过石碑 他脚步不停 直接进入了第一关内 他在进入第一关的时事后 立刻腾空而起 像是蜘蛛一样 四肢撑在了天花板上 进入隐身状态 他的其中一只眼球 化为了金黄色 其中火苗在燃烧 可看破一切虚妄 周文蝶一眼 就看见了下方盘旋的屠夫 也看穿了这里的机关设计 同时 也看见了屠夫脑袋上 那熟悉的面孔 似乎在直勾勾地望着他 正是他的姐姐 周文君 周文蝶的瞳孔 瞬间布满血丝 胸腔有一种悲愤袭来 静 突然 他口中发出冷漠之音 那种悲愤又被压了下去 周文蝶屈指一弹 一道蝴蝶利刃飞射出去 将屠夫头顶的那一张脸 瞬间切割下来 他的眼眸中火焰燃起 将这张脸点燃 化为了灰烬 姐姐 安息吧 半天过后 许黑终究还是踏入了 下一关的大门 因为他无路可走 最后一关的时事内 空无一物 只有一面孤零零的镜子 按照惯例 许黑将猫王甩到了镜子前 没什么反应 只好亲自上前 来到了镜子前方 此刻 许黑忽然感觉 自己的意识飞了出去 飞入了镜子之中 如同灵魂出窍 哇 眼前的景物飞快变换 许黑在急速下坠 下一刻 许黑就来到了一片陌生的天地 这是一片漆黑的世界 鬼气森森 天空中燃着魔火 大地满目疮痍 有漆黑的岩浆冒出 有无数灵体飘过 如同幽冥地狱般的场景 任何人看见都会胆寒 不过 许黑不是人 这是哪里 我该干什么 许黑茫然四股 他发现 自己也变成了一个灵体 不过是蛇形的 据说这一关叫问心 问心 怎么个问法 许黑回想起碑文 正思考着 却突然发现 自己的思维在迟钝 诞生不了任何多余的想法 想要冷静思考都办不到 他的理智在消失 思维僵化 只剩下了本能 纯粹的本能 他的双眼化为了迷茫之色 魔头 你不得好死 救命 救救我们 沙喊声 哭喊声 从附近传来 许黑转头一看 只见一名浑身邪气 双眼赤红的修士 正在一个家族内大肆屠杀 无数修士以及凡人 惨遭屠戮 许黑赫然发现 那双眼赤红的邪修 竟然是王顶 也就是改名后的王小牛 而这个家族 是王顶所在的陈家 此刻 王顶已然丧失了理智 手持一把飞剑 剑人就杀 不管路人还是无辜者 无论男女老幼 照杀不误 王顶怎么会 许黑想要冷静思考 却无论如何也做不到 连眼前的事物 是真是假 他也无法分辨 所剩下的 只有本能选择 无需伪装 做出你的选择 他的心中 出现了一个声音 此刻 无论是王顶还是陈家 在许黑面前都是蝼蚁 许黑一念之间 就可决定他们的生死 他可杀死王顶 也可灭了陈家 或是视若无睹 或是将王顶封印 或是全部干掉 这显然是一道考验 考验许黑的道心 是哪一种 做出选择 遵从你的本心 虚幻的声音飘然而起 在许黑心间回荡 然而 时间过去 许黑没有 做出任何选择 他的眼中 迷茫之色 时影时现 面露正渣 似乎在抵抗那种引导 还不快点 做出选择 你想违抗你的本心吗 声音继续出现 回荡在许黑耳边 让他的清醒消失 重新被本能所占据 许黑的本能是什么 时事内 许黑立在镜子前 他的全身骨头 开始颤动 尤其是尾部的三根龙骨 齐齐发出 嗡鸣之音 非常剧烈 我的本能是什么 许黑默然自语 许黑闭上双眼 他决定 遵从自己的本能 啊 镜中世界 许黑的灵体 发出一声尖锐的嘶鸣声 一道可怕的灵魂波动 从他的尸海中 轰然传出 眼前的一切景物 一切幻想 都在渐渐崩塌 如同镜花水月 所有的一切都是虚妄 都是凭空捏造 网顶寸寸崩裂 陈家逃亡之人在消失 那修罗地狱般的场景 也在消失 怎么会这样 暗中发出惊恶之声 本能 即是本心 既然许黑知道这是假的 那么 他的本心只会 做出一个选择 抵抗着假象 你妄想看穿我的内心 读取我的记忆 我许黑岂能上当 这传诚 我不要也罢 许黑与王顶的关系 他从未与任何人说过 这镜子却能读取出来 这已惊触犯了他的禁忌 既然能读取出王顶 那是不是还能出现妖神顶 出现真龙九变 许黑最讨厌任人摆布 他本就对此地充满了戒备 尤其是得知 那牧主人可能是摩修后 他更是出现过逃走的想法 要不要 那可由不得你 三万年才有这么一次机会 既然来了 本座岂能放过 那虚无缥缈的声音 再一次响彻 许黑确认 对方一直存在 一直在暗中看着他 这让许黑头皮发麻 眼中出现了狠力 咔 突然 许黑本体的储物袋 自动飞出 那是一个淡金色的储物袋 储物袋开启 一面镜子从中飘出 悬浮在了半空 镜面正对准了眼前的问心之镜 这是黑黄留下的紫色镜子 神秘莫测 自从许黑用过一次后 就再无动静 如今 还是第一次主动出现 这是 那声音再一次出现错愕 只见那镜子中 发出一道微光 照射在了问心镜上 一股强有力的吸引力 陡然爆发 轰隆 煞时间 天崩地裂 地动山摇 镜中世界 如同即将毁灭的末日 整个世界都在扭曲 崩塌 破碎 虚空出现了无数裂痕 蔓延至每一寸角落 像是即将破碎的镜子 那修罗般的地面 火焰燃烧的天空 都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 这是一个世界的崩塌 形同毁天灭地 末日降临 这是什么法宝 声音惊骇欲绝 而此刻 紫色魔镜内 发出一声声尖锐怪笑 结结结 此处竟然有气灵存在 真是难得一见的大补品 魔镜的镜面上 吸引力越来越强 将那问心镜所在的空间 都吸扯地扭曲起来 似要飞入那魔镜之内 不 我不是气灵 我不是 问心镜顿时 发出惨叫 可魔镜没有争辩 只是不停地发出怪笑 随着空间越来越扭曲 那问心镜顿时 腾空飞起 越来越小 哇 许黑的灵体眼前 那镜中世界彻底崩碎 化为虚无 石面也没剩下 他的灵体飞回 自动回到了肉身之内 许黑看着眼前的荧幕 顿时瞠目结舌 哼 小小的气灵就不要挣扎了 你冒充目主人 还剩下这么多关卡 不就是想找一个 合适的肉身夺射 从而化身为人类吗 魔镜继续发出怪笑 问心镜文言 立刻发狂式地吼叫起来 不 我不是气灵 本座乃公输世家三代老祖 他的声音歇斯底里 像是被踩住尾巴的猫 嘻嘻嘻 骗哥们可以 别把自己也骗了 魔镜只是冷笑 说起来 还得感谢你 不然 我上哪找这么好的补片 魔镜加大力度 问心镜的镜面 出现了无数裂缝 即将土崩瓦解 体积越来越小 就要被吸进去 许黑呆若目击地 看着两个法宝的争斗 彻底无言以对 气灵 许黑之前听过这个词 但还是第一次见到 气灵 就是法宝强到了一定的程度后 诞生了自我灵制 比如飞剑的剑灵 就是气灵的一种 还有黑龙塔 已经具备了一些自我意识 有诞生气灵的潜质 去年许黑第一次使用魔镜时 看见那疑似心魔之物 追杀了悬崖子后 又反了回来 钻进了魔镜之中 许黑就有过猜测 那玩意是不是气灵 眼下看来 十有八九 当然 许黑也不敢肯定 也许这是复制对方气灵的产物 哎呀 本座三代老左 怎会死在一个气灵手中 这不可能 此刻 问心静已经被吸到了 静在咫尺 即将被彻底吸引去 发出了最后的嘶吼 而魔镜却是一将 怒声骂道 你才是气灵 你全家都是气灵 so 吸引力猛然爆发 化作漩涡 将那问心静彻底吞噬 吸入了魔镜之内 此刻 魔镜彻底平静下来 降落在了地上 不再有任何动静 魔镜的镜面上 又重新回复了一丝灵运 又回到了当初许黑 第一次拿出来的时候 许黑愣在原地 足足愣了斩查时间 这才倒吸了一口冷气 内心莫名震撼 这镜子 究竟是个什么玩意 许黑爬到镜前 竟有些不敢去触碰这宝物 可以想到是黑黄留下 这才用引力术抓起 侧着打量 许黑不敢多看 免得不小心照到了 将自己给复制了一个 来找自己误开 那才叫冤枉 他连忙将其收入 淡金色储物袋中 这金色储物袋 是专门存放此境的 在某些特定的时候 会自动开启 轰隆隆 突然 整座石室都在摇晃 头顶的沙尘速速而落 彭扶着金字塔 失去了某个结构 正处于坍塌边缘 咔咔咔 四面八方的石壁开裂 垮塌 出现了一扇又一扇的大门 各种通道 四通八达 不知通往何处 虽然神石遮蔽作用还在 但许黑已然能散出 大量神石 看清这些通道的走向 什么情况 死为一个气灵 怎么就这样了 许黑面露异色 轰隆 天花板瞬间坍塌 砸了下来 许黑连忙闪开 随便冲入了一个通道中 却见此地也在崩塌 到处都是裂纹 难道 那不是问星镜的气灵 而是金字塔的塔灵 问星镜 只是塔灵米化尔城的产物 许黑心中 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他这个想法不无道理 若这金字塔 是一个法宝的话 那么此地 最可能诞生气灵的 就是这金字塔 而有能力布置这些关卡 也唯有金字塔 问星镜 只是最后一关 塔灵亲自上阵 运用自身神通模拟而出 这才解释得通 如此一来 之前那些十倍的内容 全都可以作废了 根本不是墓主人所留 而是这塔灵伪装的 若真是塔灵的话 那么塔灵已死 金字塔的规则被破坏 这是最好的发掘机会 我得尽快找到此地的宝卧 许黑目光闪烁 神石散开 朝着大致的中心区域窜去 沿途中 隧道石壁都在坍塌 许黑 凭极记忆力的方位不断前进 好在他体型很小 即便是一些狭小的缝隙 也能钻过去 这是人类没有的优势 一个时辰前 第二关时事中 白洛等待了大半天 也不见周文蝶闯进来 不由面色阴沉 怒火中烧 这周家天之娇女 是个废物吗 连第一关也闯不过 还是说 他在故意拖延时间 等我死了再进来 好独享这传承 白洛心思白转 看着眼前余下的三座大阵 进也不是 退也不是 不抓住那幕后之人 他实在不甘心 就这么离开 可仔细一想 第一关的屠夫确实诡异 而他对周文蝶的实力 也不太了解 没有桃园图 真有一丝翻车的可能性 废物一个 白洛心里暗骂 片刻后 他撑起金身法相 硬扛下了火毒之阵 以及冰雷之阵 只差最后一个五行杀阵了 白洛面色苍白 口吐鲜血 这两座阵法 直接让他的修位暴跌 从随时 可能结单的大圆满程度 跌到了筑基后期 至少要三年时间 才能重新恢复至筑基大圆满 这让白洛气得蹊跷生烟 但也不得不冷静下来 考虑要不要继续 最后一阵 一定是惊天杀鸡 这金身法相不一定撑得住 就算能撑住 修位可能还会再跌 白洛心思活络 目光盯着九宫阁的正中心 突然 他目光一闪 拿出了一张醒目灵符打出 只听砰的一声 虚空之中 阵机显现出来 出现了一丝丝 若有若无的灵气桥梁 这一路闯过而来 白洛并未花时间 去研究此地阵法 一切以速度为主 但以他的悟性 依旧看出了一些阵法门道 至少临近最后一关 不再是一头雾水 此刻 他隐隐发现 有一些灵气桥梁 将其余八阵 与这中心最后一阵 连线在了一起 白洛目瞪口呆 倒吸了一口冷气 表情如同陷了鬼一样 该死 该死 差点就终继了 他骇然地发现 这最后一关 只要踏进去 就会同时触发其余八阵 九阵合一 不死也得脱层皮 这绝对会逼他 将所有底牌全部用出 白洛大口呼吸着 庆幸刚才自己没有冲动 这要是脑袋一热上头的话 他就算能活下来 与最后的传承肯定无缘 九阵合一 惊天杀伐 此刻 他对那前面之人 不仅是愤怒 更出现了一丝忌惮 此人绝对不简单 此地只能放弃了 这可能是对方的一次警告 再追杀下去 怕是会吃更大的亏 白洛开始怀疑 这是不是对方 故意露出的破绽 但他没有多想 不管是不是 他都不想再继续下去了 他拿出了那枚子母罗盘 放在了地上 整个人踩了上去 与此同时 金字塔外的雷合 也拿出了子母罗盘 放在地上 两人同时打出硬诀 即将船送走 突然 白洛想到了第一关 可能还在拖延时间的周文蝶 周文蝶是吧 不管你死没死 我都不能让你继续下去 白洛目光一闪 打出一张隐秘之符 将刚才的灵器桥梁藏好 又施展遮蔽天机的秘书 将此地的危险 全部隐藏了一遍 接着 他放出一些飞剑碎片 藏在暗处 又在门口设定了机关 只要有人进来 这飞剑就会将阵法全部启用 他拿不到 别人也休想拿到 走 白洛心念一动 子母罗盘 有空间波动闪过 只见空间扭曲 白洛与罗盘 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来到了金字塔外 情况如何 雷合连忙问道 白洛捡起罗盘 淡然道 我损失了一半的底牌 还只是闯到第二关 此地只能放弃了 雷合眸光一闪 冷冷道 有人算计你 他了解白洛的实力 这是天魁宗重点培养 送出了各种法宝 全副武装之人 结单期都奈何不了的存在 不可能狼狈成这样 此事说来话长 待会再讲 白洛似乎不愿提及塔内的遭遇 静止走向前去 但他的拳头紧紧握住 目光闪过很立 他对前面那人一无所知 所了解的 只有那一片用来刻画石碑的龙灵 以及屠夫 有了这两条线索 就足够了 他迟早会把那人给挖出来 在白洛离开后不久 周恩蝶似有察觉般 来到了第二关的时事中 他的一只眼正然烧着火苗 可看破一切存在 在白洛离开的一瞬间 他就有所感应 立即来临 突然 他瞳孔一缩 只见暗处射出去了无数飞箭 打在了九宫阁的九个阁子上 阵法 启动 轰轰轰 九阵齐发 天雷地火 流沙大藏 天降陨石 漩涡犀利 民土尸解 各种各样的杀伐之力 齐齐降临而来 这比许黑的更狠 第一波就是超级大杀劫 杀阵开启 各种杀伐降临 整个时事瞬间化为了修罗炼狱 堪称灭世之灾 即便是杰丹七看了 也会头皮发麻 周恩蝶面色俱变 瞬间就被那恐怖的杀劫吞没 崩溃的金字塔内 许黑扛着猫王 正在狭小的空间内 急驰而行 四处都是崩塌的隧道 砖石从头顶砸落 大地开裂 震动不止 这存在了不知多少万年的宝塔 内部结构正在毁灭中 这时许黑内心一动 他忽然感应到 自己留下的杀劫被人触发了 连这都能感应 说明此地的神石隔绝功能 正在逐渐消失 许黑不知道是谁触发的 反正不会是友军 这说明他还有竞争对手 必须尽快了 许黑加快速度 穿过一条条小道 片刻后 空间忽然开朗 他正式抵达了金字塔的核心区域 这里 是一座空间极大的祭坛 阶梯一层层向上 祭坛的顶端有一座石碑 此地空间压力极大 依旧无法飞行 许黑顺着阶梯向上爬 不多时就爬到了祭坛顶部 来到了石碑前 他将猫王放在一旁 看向石碑 你能来到这里 说明你已经透过了考验 有资格成为本座的传承者 此塔 名为悬阴塔 可自主吸收天地阴气 保证失魁万年不服 是培育失魁的绝佳地点 同时 设有机关暗阵 可攻可守 最高可挡住原音巅峰修士的攻击 只是数万年过去 当年的威能仅于一成 这石碑 就是悬阴塔的核心所在 炼化了石碑 等于炼化了整座悬阴塔 本座还留下了一纸识别 凭借此虫 可毫令塔内诞生的失魁 为你效力 许黑看完碑文后 这才发现 此塔竟是一件四阶顶级法宝 能挡住原音巅峰 可惜的是 过去了这么多年 塔林又没了 结构崩溃 所剩下的威能 怕是百不存一 好在里面的失魁不少 许黑还看见了红毛狮王 那可是结单后期的恐怖存在 识别 许黑略一观察 在石碑下方 找到了一个暗阁 暗阁开启 里面藏着一团琥珀状的物质 而琥珀内部 封存着一只黑色的虫子 此虫巴长大 形态怪异 像是大王巨族虫 正处于沉眠状态 这就是那识别 许黑若有所思 许黑先是尝试炼化石碑 神识探入 却发现其内无边无际 以他的神识 怕是百八十年才能炼化 他只能退求其次 控制识别 许黑心念一动 神识刺入识别体内 识别有了反应 在琥珀中漠然惊醒 这琥珀顿时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裂纹 许黑加快进度 终于在琥珀爆裂之间 成功留下了一道神识烙印 在识别体内成型 碰 琥珀碎裂 识别爬了出来 刚刚从沉睡中苏醒的他 只是抬起头 双眼茫然地望着许黑 与此同时 一些断断续续的资讯 也传入许黑的脑海中 黑水识别 喜识人脑 每日喂识 可增长其灵质 可透过钻入耳朵的方法 识人脑髓 将人体控制住 逐渐炼制成识魁 此法 名为识别之魁法 对阴气极重之人 有很强的克制性 往往会主动吞噬 繁育方式 未冲后孤词繁殖 不出片刻 许黑就得知了 关于识别的所有资讯 许黑意识到 塔林想要夺射塔 应当就是以识别为手段 将它炼制成识魁 也难怪第三关 会让它吸收这么多阴气 也就是有妖神鼎 能将阴气逼出体外 换作别人 那阴煞之气会 一直残留在体内 识别一眼就能察觉到 至于繁育方式 是极其罕见的孤词繁殖 这种生殖方式 只会出现在海洋生物 以及一些虫子蚂蚁身上 笑 许黑心念一动 识别的身体顿时缩小 只有指甲盖大 去 许黑一指前方 识别化作一道流星闪电 瞬间冲了出去 在空中留下残忆 好快的速度 这也感到上我的鱼龙百变了 许黑暗惊 这还只是本身的速度 若再加上鱼龙百变 只会更快 兜了一圈 识别飞回 落在了许黑前方 依旧双眼迷茫地望着他 许黑略作沉思 道 从今天起 你就叫急影 是我许黑的第一个灵兽 急影那茫然的双眼中 闪过一丝异色 似懂非懂 妖兽到了这种实力 都会开窍 但虫子是个例外 许黑本想拿出一具尸体 给他补补脑子 但尸体全都容给屠夫了 一具都没留下 许黑暗叹 只能出去再找了 他心念一动 急影的体型缩小 藏在了许黑的一片龙龄间隙中 这是一指虫后 可以孤辞繁殖 但尚未成年 繁殖消耗很大 要众多极英之物作为饵料 所需的资源无法想象 许黑看了眼石碑 打算先练化一部分再说 许黑闭上眼 浩瀚的神石之力 冲入石碑中 从一角逐渐扩散 悬婴塔外 一个浑身是血的狼狈身影 从虚空中坠落下来 摔在了漆黑的沙地上 他口吐鲜血 气息微米不振 满身都是伤痕 雷伤 烧伤 刀剑伤 各种都有 更是将他的真气抽走了大半 差点没陨落当场 也幸亏那金字塔出现了变故 封锁不稳 这才被他逃了出来 不然再坚持一段时间 下场真不好说 白洛 周恩蝶目光凶狠 他一眼就看出 是那白洛留下的飞溅 将所有阵法触动 害他沦落至此 他深吸口气 强压下心中的愤怒 恢复了往日的弹幕 这时 远方空间震动 一个白发苍苍的中年修士 飞射而来 停在了前方 此人正是周庆轩 只是满头白发 苍老了许多 怎么回事啊 周庆轩望着满身伤痕的周文蝶 面色微变 沉声道 没什么 遭歹人暗算罢了 周文蝶声音冰冷 盘膝坐下 扶下一枚丹药疗伤 并未过多解释 周庆轩似乎看出了什么 问 白洛干的 周文蝶沉默片刻 摇头道 不是 这时 远处再次有人影出现 浑身胸艳笼罩 身负铁甲兵戈 正是雷和 是你 你没死 雷和眉毛一挑 看向周庆轩 在闯过沙漠的途中 他们可是亲眼看见 周庆轩被流沙吞噬了 连带着土行舟也没了 我有初代老祖留下的原因法令 怎会轻易死掉 周庆轩淡然回应 雷和眼睛眯起 没有深究 没死正好 这黑塔似乎有所亦变 你可敢与我进去一关 周庆轩冷笑 不必了 我周家二代老祖即将出关 他寿缘将近 想要来遗迹中寻找长寿丹 我得去接应 至于这黑塔 还是留给你们天魁宗吧 周庆轩抓起周文蝶 乘坐土行舟 迅速滑向远方 消失在沙漠尽头 雷和眼中闪过凝重之色 二代老祖 寿缘将近 周家这是在抗议啊 二代老祖的实力 他倒是无惧 但寿缘将近这四个字 却具有很强的杀伤 这说明 对方根本不怕死 完全能拼命 看来 这周文蝶的地位 比他想象中要重要 不可再轻易招惹 周家与天魁宗本 就是合作关系 他也不想闹得太僵 心中暗叹一声 跟了上去 又是数日过去 许黑睁开眼 吐出一口浊气 练化悬音塔 绝非一朝一夕 也不是许黑能办到之事 迄今未知 他只是练化了十分之一左右 且越往后 越是缓慢 他的修位太低 四接法宝对他来说 还是太早了 至少要等他结单 甚至结单中后期 才能彻底练化 不过 虽然只有一成 许黑却透过石碑 将悬音塔的内部结构 洞察了一遍 他知晓了屠夫的位置 还只小了尸魁的数量 玄音塔内 共计120尸魁 其中 结单后期的尸王一指 结单中期的尸魅一指 结单初期的夜叉 有十二个 余下皆是甲丹羽住击 这只猫王的实力 倒是看不透 许黑略作成瘾 带着猫王 穿过一个个隧道 花了一炷香的时间 就抵达了目的地 这是第一关的石室 位于玄音塔的入口处 此地的阵法还在 但许黑已能初步操控 他心念一动 棺材带自动开启 他将猫王放了进去 将屠夫从中取出 经过这么几番折腾 原本有三十多人叠加的屠夫 只剩下了二十五人 让许黑颇为肉疼 许黑神识一扫 意外地发现 屠夫的腹部 竟然出现了一枚半成品的尸丹 有结单的征兆 屠夫居然突破了 这玄音塔 果真是尸魁的圣地 许黑暗道 他尝试操控了一下 屠夫的十几条手臂迅速探出 一拳拳轰击在了石壁上 发出震动之音 响彻不断 与之前相比 屠夫无论是速度还是力量 均有了大幅度提升 能发挥出甲单层次的战斗力 唯一的区别 就是操控起来 更加耗费心神 此行收获不小 了解了石魁体系 学到了阵法 收获了疾影 就连屠夫也变强了 许黑颇为欣喜 此地的布置 他尽量保持原样 即便再有闯入者 也拿不到任何好处 许黑收起屠夫 贴上隐身符 身形一闪 从入口处冲去 回到了沙漠地带 他便认了一下方向 当即施展土盾树 朝着前方急行而去 土行之地的出口不远 许黑只是 花了一个时辰就抵达了 只见前方的续空中 有一扇虚幻之门 中心呈现悬窝状 凡是经过这里 一眼就能辨认 对方有没有可能 在出口之外堵着我 许黑眸光一闪 从屠夫的身体里 分裂出了一个普通路人甲 随后 他让路人甲 拿出了一枚蓝色珠子 抓在手心 正是雷结珠 他操控此人 将雷结珠抓碎了少许 带着一阵恐怖的雷光 掐准时机 直接冲进了虚幻之门中 哇 漩涡一转 路人消失 穿过空间屏障 抵达界外 哼 远远的 许黑感觉空间震荡了一下 有能量波动 顺着那边穿透来 引爆了 不知有没有炸死人 许黑暗暗想着 这是他早就想好的预案 不管后面有没有人堵着 先用雷结珠开刀 若是对方足够谨慎 没有堵着他 那样最好 他虽然损失一个雷结珠 却保证了安全 但若是真敢堵他 那就给对方一发出其不意 这一枚雷结珠的威力 不如许黑在天龙堵方使用的那一枚 对方又对雷结珠有克制方案 许黑自然不会吝啬 该出手就出手 许黑估算了一下时间 等雷结差不多结束时 身形一闪 冲进了漩涡之门中 空间波纹剧烈晃动 不多时 许黑消失在了土形之地 土形之地外 是一处漆黑的地下城 这就是五行之路的终点站 这座地下城 不知历经了多少年的历史 早已是残破不堪 四处都是残环断壁 只有少数建筑 储存完好 突然 天边响起了一阵雷鸣 蓝色的电光 将半个地下城给照亮了 传遍千里 震动九霄 引起了所有人的瞩目 依稀可听见一些人类的惨叫声 但很快 就被更恐怖的雷鸣给淹没 许黑眼前的景物飞速扭曲 当再次清晰时 他来到了一片残破的废墟地带 周遭雷光闪耀 恐怖的波纹荡漾而出 天地轰鸣 那是四九天节之威 杰丹七也不敢正面硬碰 四周依稀有一些化作焦炭的人影 死伤惨重 不管是不是针对他 既然堵在这里 本就说明了一些问题 许黑感受了下残留的余波威力 他不敢停留 鱼龙百变全开 闪身消失 钻入了一处地下 以最快的速度逃往远方 在许黑走后不久 废墟之中 钻出来一个灰头土脸的身影 浑身铠甲残破 眼含恐怖的杀意 正是雷和 而他的身后 白洛因为躲得远远的 并未被波及 不过 协助他们的周家队伍 却是死了大半 此人好狠的手段 竟然用雷结珠开刀 让他给跑了 雷和的声音无比阴沉 可见他的愤怒已然滔天 雷结珠 以他的手段 早点给他 哪怕三夕时间准备 他都可以完美应对过去 让其根本发挥 不出一丝危能 更不会伤到他 但对方一出来就爆炸 一夕都不到 直接让他傻了眼 这种应对措施 没人可以想象得到 幸亏我躲得远 差点又遭殃了 白洛站在很远的地方 心有余悸 他是被那神秘人 给搞出了心理阴影 心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这才临时后退 站得远远的 谁知道 果然被他给猜中了 这让白洛恼怒的同时 内心更加忌惮 猜测那人到底是个什么来头 刚才引爆雷结珠的 似乎是个傀儡 白洛瞳孔一缩 似是想到了什么 对于天魁宗弟子而言 乌山是绝对的禁区 连他都被迫自封了傀儡树 转修白家的青天白地精 这才顺利进入 那人既然不是天魁宗弟子 又是谁 他立即想到了一个人 那曾在楚阳城轰动一石之人 白洛直儿 此地发生了石码 为何有雷结珠被引爆了 身后传来一声疑问 走来一名容貌清秀的大龄青年 腰配长剑 气质孤傲 身着一袭白衣 修位也达到了住击后期 赫然是白家少主 白秋水 白秋水 白洛面色一僵 他虽为天魁宗第一天骄 但在白家的辈分 却小了白秋水一倍 白秋水的天赋同样不俗 只是白家有祖训 每百年只准一人加入天魁宗 这才挑选了更小的白洛 怎么 看见叔叔似乎不高兴 白秋水笑容灿烂 白洛嘴角直抽 此人不过大他五岁 却要叫他叔叔 这让他十分别扭 是这样的 他没有隐瞒 将刚才发生之事 简单地叙述了一遍 至于在金字塔内的遭遇 被他简单地掠过 只说他被坑了 傀儡 白秋水眸光一闪 难难道 这似曾相识的手段 果真是他 你认识此人 白洛诧异 有过一面之缘 白秋水只是淡笑一声 道 叔叔奉劝你 莫要招惹此人 不然只会自讨苦吃 白秋水一面说着 还走上前 拍了拍白洛的肩膀 白洛想要闪躲 但前者手速极快 一把就拍中了 这让他露出厌恶之色 连忙后退几步 哎哟 你这修位怎么回事 还跌落了 注击后期 白秋水收回手 仔细感受了一下 故作惊讶地道 刚才 他趁机探入真气 感受了对方的修位 明显与之前有所跌落 白洛面色铁青 冷冰冰地道 这与你无关吧 这像什么话 我身为长辈 关心一下不行吗 你这是受伤了吧 这也太不小心了 白秋水哀声叹气 滋滋不倦地道 但你也别丧气 叔叔我也是上个月 才刚刚突破注击后期 你这年纪轻轻 修位跟我一样 已经很不错了 他这化名这夸奖 实则在挖苦 白洛早在五年前 就已经突破到了注击后期 等于这五年原地踏步 对常人而言 或许足够优秀 但放在白洛身上 吃下了天魁宗 这么多资源 还原封不动 说出去 简直丢人 你 白洛脸都是黑的 气得说不出话来 别生气 叔叔也是为你好 你还年轻 生气的日子还在后面 白秋水笑容愈发灿烂 眼看着白洛就要大发雷霆 白秋水连忙抱拳 转身大摇大摆地离开了 别生气 别生气 白洛继续深呼吸 让自己冷静下来 他之前顺风顺水惯了 可进入这一季以来 连续不断地吃亏 连白秋水也跳出来嘲讽他 这让他更加恼火 白洛 那人已经查到了 曾经炸毁天龙赌方之人 曾用马藤化名 擅长傀儡之术 连狗 丁拳长老 也在他手中吃了亏 雷和及时出现 沉声道 后来 他进入一季 用傀儡屠夫 击杀了周文君 降柳如烟逼风 还击溃了周庆轩的身外化身 如今周文蝶的一枚眼球 还在其手中 白洛倒吸一口凉气 道 竟然得罪了这么多人 我们天魁踪眉通缉他 哼 这你得去问秦玄姬 他对此事三间其口 还说让他来处理 处理个屁 雷和骂骂咧咧地道 他不知道 秦玄姬是处理了 只是没处理好 还招惹来了妖主 不过 那人炼制的屠夫 确实有些邪门 我还从未见过这等亏赖 雷和沉吟道 地下城废墟 这是五行之路的终点 每一条路 所抵达的位置不同 分裂在五个方位 但相隔不远 此刻 许黑找了一处残破的乌射 居住下来 他本想挖一个地洞 但此地的泥土呈现黑色 在阴气的万年侵染下 如厕所里的石头 又丑又硬 只有动用全部修备 才能勉强刨一个坑 许黑只好放弃 好在这乌射也算坚固 许黑略作成瘾 在此地撒下一万灵石 简单布置了一座漩涡吞灵阵 作为防御手段 随即闭关 排出体内的雷霆 刚才 他也是硬抗了两下雷结 才冲出包围 这地下城面积极广 迄今也没有探索完全 但在这深处 确实有一些恐怖至极的危险 那里 想必就是终点所在 许黑心中暗道 他对地下城的了解 仅限于之前的小道讯息 如今 他在土形之地耗费了半个月 说不定又有了新变动 花了半天 许黑调戏完毕后 收起阵法 将零石回收了八千 九宫阁的阵法 只要不触发 就可以回收八成的零石 咔咔咔 突然 前方的地面出现了阵洞 有一处地方凸了起来 紧接着 一指干枯的手爪 从地下探出 野生失魁 许黑目光一正 哄 一指面目猙獰的绿毛僵尸 从地下钻出 张牙舞爪 朝着许黑就扑了上来 绿毛飞将 甲丹竞见 这一剂内 果真是危机重重 许黑刚来 就遇到了 许黑正欲动手 却见他灵片中 飞出了一个小黑点 如闪电一般 冲入到了绿毛僵尸的耳朵中 钻入其大脑 这绿毛僵尸 立刻就停住不动 片刻 他那猙獰的眼眸 呈现呆滞状态 化为了茫然 真能控制失魁 许黑不由一愣 他没有主动操控 这是急引主动出击 他略作沉吟 心念一动 回来 绿毛僵张开嘴 急引从口中飞出 落到了许黑脑袋上 哦 这绿毛僵尸 再一次发出吼叫 抬起爪子 回向许黑 去 许黑放出急引 冲入其口中 这僵尸再一次定住 经过反复实验 许黑发现 这急引只要进入 尸馗的脑子里 可以将其控制住 但只要飞回 尸馗就脱离控制 会再次袭击 对甲丹气的绿毛尸馗 此招有效 但更强大的尸馗 尚未实验过 沙沙沙 这时 急引的翅膀开始抖动 传来一种情绪 没有任何语言交流 许黑却能听懂他的意思 这是饿了 去 许黑道 嗖 急引瞬间冲上前去 钻进了这绿毛尸馗的身体里 从内部开始蚕食 这尸馗一动不动 从脑子开始干扁 然后是身体内部 发出摩擦般的咀嚼之声 前前后后 不过一炷香的时间 这尸馗就只剩下了一个空壳 外观看上去 完好无损 但内部却啥也不上 许黑上前一拍 整个尸馗瞬间垮掉 便成了一张脆皮纸 吃完一个尸馗 急引的状态更活跃了一些 在许黑面前飞来飞去 发出欢呼的震动之声 想吃脑子 许黑问道 急引上下背动 传来点头的动作 以后有的是机会 许黑转过身 急引主动飞回 钻进鳞片中 许黑便别了一下方向 朝着地下城的前线穿行而去 突然 他感到了一阵没来由的心境 就彷彿有什么危险要来临了 而他无法躲开 许黑心跳加快 头皮发麻 脑海中的思绪飞快转动 下一刻 他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立刻拿出了小挪衣服 直接催动 So 空间扭曲 波纹一闪 许黑原地消失不现 哄 在许黑消失的同一刻 一张巨大的手印 从天穷砸落 印在了许黑所在的地方 恐怖的气浪冲天而起 无数砖石乱飞 整条街瞬间被移位平地 大地塌陷被砸下了一个深深的凹痕 震动方圆百里 这手印足有千丈宽 十米深 能在如此坚固的地方造成这等破坏 可见施展手印之人有多么强大 小挪衣服 哼 倒是警觉 天空之中 出现了一名紫袍老者 面色冷峻 双目如电 脸上看不到一丝情绪波动 而这老者的后方 一处屋顶上 站着一名紫衣少女 面色苍白 气息微弱 正是受了重伤未死的周文蝶 逃掉了 周文蝶诧异 没错 他有小挪衣服 警觉性也高 我这必杀一击 都没能击中他 紫袍老者淡然道 这老者气势如虹 丝毫不弱于雷河 正是刚刚出关的周家二代老祖 周晴 他是未尝受丹而来 周晴的修位 堪称进入遗迹中最高的一个 三百年前就达到了金丹大圆满 只是无数年过去 屡次冲关失败 如今已经退化到了结丹后期 与雷河相当 但也积累了不少冲关经验 周晴有信心 只要找到长寿丹 严寿一甲子 他有很大的把握 结因成功 继续追 周晴淡然道 是 周文蝶一点眉心 其中一只眼睛化为了金色 火焰燃烧 似在感应 可过了片刻 周文蝶脸色一变 怎么 周晴看了过来 他 似乎挪移到了很远的地方 我竟然感应不到了 周文蝶惊讶道 这怎么可能 区区小挪移服 能逃多远 周晴不太相信 周文蝶再一次感应了许久 依旧没有结果 只是指向了地下城深处 道 只有一个大致方位 很远很远 周晴眼睛眯起 事实上 刚才一击落空 让周晴颇为惊讶 他出手前 连神识都没散除 目标都没锁定 只是对着大致的方向 一掌拍下去 就是为了让对守防不胜防 连这都能被察觉到 对方确实有两把刷子 这让他升起了额外的兴趣 现在 他的兴趣更浓了 呵呵 有趣 周晴目光闪烁 南南道 此次偷袭失败 对方应当会意识到 他身上有可以定位的东西 说不定会将那眼球销毁 或是藏在一处险地 引诱我们上钩 下一次 可没那么好的机会了 那应当如何 周文蝶忙问道 赤燕妖童不是那么好销毁的 他会不会舍弃 还是未知数 但此子狡猾 还是别轻易出手了 周晴淡然道 如果顺移的进 他完全可以追过去 展开追杀 但一次性顺移了这么远 就给了对手足够的布置时间 透过之前的了解 对方也是一个狠人 绝非善查 此地又危机重重 一个不慎 可能阴沟翻船 他索性不追了 长寿丹要紧 晚辈也同意 周文蝶点头 此刻 地下城深处 不知多远的地方 许黑的身形 漠然出现 从半空坠落 砸落在了地上 他大口喘息着 浑身的鳞片 都渗出了鲜血 刚才那一掌 尚未落实 只是一丝散出的余波 就让他受创不清 可见 那人究竟是何等修为 杰单后期 而且 是全力出手 没有留一丝余地的那种 许黑脸色铁青 他对危机极其敏感 如果对方用神石扫过来 他立刻就能感应到 直接传送走 可这一次 他没有感受到一丝神石波动 也没有杀机锁定 直接就是一掌 将他锁在的区域完全笼罩 这是个危险之敌 许黑之所以能应对得这么快 纯粹是想到了他的疏漏点 那个眼球 这眼球 极有可能有定位之小 他甚至能从中感到一丝窥探感 他也是贪心作祟 保有侥幸心理 想将这眼球利用起来 结果 差点出事 大意了 此物不能留在身上了 许黑还是低估了 这眼球的凶险程度 他想着 要不要找一处险队 将这眼球藏着 作为诱饵 应对方一把 可很快 许黑就否决了这个打算 这一招 对付一些小辈有用 而从对方出其不意的 攻击来看 绝对是个狠角色 嗨嗨 许黑再次渴出鲜血 连忙扶下一枚补血丹 好在只是皮外伤 没有伤到根基 也就是他反应够快 他要是逃走慢一瞬 就是不同的结果 吉颖 许黑心念一动 吉颖从他的龙龄间隙里爬出 吉颖没有飞起来 直接落在地上 粘布垃圾的 刚才的一掌 让吉颖也遭受波及 不过 比起许黑 他在龙龄的保护下 受伤轻得多 起码还能自由活动 而许黑除了 尾部的龙骨完好之外 其余骨头 都有不同程度的裂痕 许黑拿出了 装着眼球的储物袋 将那眼球拿出 摆在了吉颖面前 此眼球通体金色 其内火焰缭绕 极其诡异 吃 许黑下达了命令 吉颖靠近上前 可刚一接触眼球 却仿似触电般的弹势而来 退得远远的 身体振动 传来害怕的情绪 竟然在害怕 这让许黑更加震惊 吉颖连尸馈都可以吃 但对这眼球 却产生了畏惧感 这让许黑内心更加沉重 生起了强烈的忌惮 这绝对是个宝卧 不管是吉颖的反应 还是对方一直追杀的态度 无处不彰显这眼球的价值 但再有价值之物 也要有命拿 对方一直追杀不休 还出动了一个 结单后期老怪 又能锁定他的位置 许黑不可能将此物留下来 必须处理掉 会不会是这火焰的问题 难道 这跟雷结猪一样 只要刺破就会引爆 许黑盯着金色眼球 目光闪烁 他略作沉吟 将金色眼球收起 打算先好伤 再找一处合适的地方扔掉 许黑环顾四周 这是一处陌生之地 没了地下城的废墟建筑 只有一些起伏的黑色山巒 也不知传送到了哪 这就是许黑炼制的 小挪衣服的弊端 此服随机传送 距离又远 很容易传到一些奇怪的地方 吉颖 看看附近有无危险 许黑下令道 哇 吉颖飞行而起 在周遭巡逻起来 简单地转了几圈后 就飞了回来 落在地上 传来阵阵不满的情绪 许黑无语地发现 这识别竟然又饿了 可能是受伤导致的 许黑无奈之下 只能从屠夫身上 砍下一个脑袋 扔了过去 哇 吉颖顿时兴奋 冲上去 三下五除二 就将那脑袋吃光了 吃完了脑子 他这才开始干活 在附近转来转去 许黑也趁机全力疗伤 过了约莫一炷香的时间 突然 吉颖似乎发现了石马 发出敌对的警告 身形一闪 朝着一处山巒冲去 咚 似是撞在了一个 沉闷的金属物质上 吉颖倒飞而回 玄庭在许黑前方 眼含怒意 有人来了 许黑迅速本尊藏好 埋在地下 拿出了屠夫傀儡 走上前去 他只是肉体受伤 神识没受影响 用傀儡最好 只见他山巒之后 传来了脚步声 一名身着袈裟的僧人 从山坡的另一边走了过来 这僧人体型高大 浑身肌肉 右手一杆月牙缠障 左右拿着一个破碗 腰挂硕大的佛珠 目光雀极其的温和 看见这和尚的一瞬间 许黑瞳孔一缩 腰僧苦玄 许黑认出了此人 竟然是那一天 攻打班山宗的 楚天盟成员之一 腰僧苦玄 许黑没想到 会在这里碰上楚天盟之人 此刻 屠夫瞪着十几个眼球 在脑袋上转来转去 浑身鼓起了无数笼包 目视苦玄 煞气滔天 正常人看见屠夫 不说下地逃跑 也会精神紧张 不知所措 但苦玄只是略微一致 将禅障与破碗收好 双手合十 阿弥陀佛 施主 我们似乎在哪见过 苦玄开场就是一句佛号 抬起头 温和地笑道 许黑只是静静望着他 一语不发 没有动手 施主 人生人面 佛生佛面 众生皆有众生面 我看施主宝箱庄严 天庭圆满 面生佛像 六根清静 定是与佛门有缘之人 苦玄望着 屠夫那十几张丑陋的脸 非但没有紧张 反而面带微笑 侃侃而谈 许黑顿十无语著 此人说的每一个字 他都认识 但连在一起 为何就听不懂了 他是从哪里看出来 这屠夫与佛门有缘的 许黑听消愁说过 楚天盟中有很多怪人 今日算是见识了 许黑所有嘴巴一同发声 决定回复苦玄先前的一句话 眼睛乃心灵之窗 就算我没见过你 但你肯定见过我 苦玄望着许黑的那些眼球 微笑道 许黑不由一正 他忽然感觉 眼前这妖僧 不是在胡言乱语 而是有点门道 许黑就可以透过眼神 大致判断一个人的情绪与想法 越是没有经验之人 越是容易被看穿心思 这还不是他的眼神 而是屠夫的眼神 这都能看出他们见过 实属有点东西 许黑没在这方面纠结 转而问道 这是哪里 此地是无忧城外 一记最前沿之地 苦玄回道 无忧城 许黑疑惑 无忧城意味无忧 常乐也就是那一座地下城 苦玄接住道 许黑仔细一想 那座城到处都是尸馈 危机四伏 怎么也不与无忧沾边 应当是上古时期的命名 这时候又有一人降临 此人五大八粗 皮肤有黑如钢铁 手持一柄碎心锤 走起路来响动不停 气势压迫极强 正是魔人张铁 苦玄大师 这人是 张铁看见屠夫后 瞳孔一缩 露出警惕的神色 要不是苦玄在与之交流 他直接就一锤子下去了 这位是世间传言的第九凶险 屠夫施主 苦玄和石道 张铁盯着屠夫看了半上 眯起了眼 道 这分明是一个尸馈 而且是受人控制的 其本尊应当就在身后 让他本尊出来说话 张铁别看他五大八粗的 像是一个操汉 可实际上心思敏锐 一眼就看出了许黑的本质 对抗秦伯多年 他与天魁宗之人打了无数场 早就具备了一眼 看穿傀儡的能力 阿弥陀佛 万般法相皆虚相 亲眼所见亦有假 是本尊操控傀儡 还是傀儡操控本尊 又有何区别 苦玄道 张铁顿时无言以对 许黑在此人出现后 心中打起了退堂鼓 他可不想与杰丹七 有任何交流 太过于危险 他的本尊 早就悄然退到了千丈之外 在这一季内 不仅神识范围受限 傀儡的操控范围也受限 但以许黑的速度 逃走问题不大 可突然 许黑想到了那金色眼球 那神秘眼球 他正不知道如何处理 但若是送给楚天盟 许黑仔细权衡了一下 交给楚天盟的利弊 当即做出决断 两位这是有事吗 许黑控制屠夫问道 并未说出自己的想法 没什么 只是感应到此地有空间波动 所以让苦玄大师过来看看 结果碰到了你 张铁说话就直白多了 不像苦玄那般谜语人 我也是无意闯入 许黑道 无妨 反正这都是无主之地 张铁看了眼苦玄 暗中传音道 这屠夫是何来头 控制傀儡之人 放在以往 他们是献一个杀一个 但张铁并未动手 而是询问 他 与我佛有缘 苦玄道 张铁顿时鸣雾 也跟着双手合十 看了眼屠夫 笑道 我就不打扰二位了 二位慢聊 慢着 许黑叫住了他 从储物袋中 拿出了一枚金色眼球 道 这玩意 你们收不收 开个架 此刻 苦玄与张铁 都将目光看了过来 锁定在那金色火苗的眼球上 赤眼妖童 张铁观察片刻 显然认出了此物 倒吸一口凉气 连忙道 你稍等 他转身离开 不多时 远处走来了张铁 以及一名身着文士长袍之人 正是那楚天盟 位守的徐清风 此外 还有一纸硕大的突鹫 也跟着飞来 落在了苦玄的肩膀上 许黑顿时往后退去 徐清风大手一挥 所有人全都停住不动 只有他一人上前 站在了山坡上 保持一定距离 果真是赤眼妖童 他盯着金色眼球 神石扫去 眸光闪动 道 这位屠夫道友 不知 你想开什么价 徐黑对赤眼妖童一无所知 道 价格任凭你们出 就看你们楚天盟的诚意了 张铁与之对视一眼 暗中说了些实吗 徐清风只是坦然一笑 徐清风看了半晌 笑道 哈哈 屠夫道友应当是手持此物 被周家老祖追杀 这才迫不得已想要卖掉吧 徐黑没有隐瞒 点头道 没错 我也不瞒你 这赤眼妖童的确实不菲 可让庸才脱胎换骨 受益终生 不是能以价值衡量的 不过 拿了此宝 就得承受与周家的因果 虽说周家是秦国的大家族 听令于天魁宗 本就是我楚天盟的半个敌人 可平白无故得罪他们 也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徐清风说了大段 徐黑都点头表示同意 跟这样的人交易 徐黑就没打算隐瞒时吗 反正这玩意留下来也是累赘 让他送出去 他都不会拒绝 这样 赤眼妖童我收下了 作为交换 我将送你半步万字天书 徐清风笑道 老大 使不得 张铁连忙阻挠 书呆子 你疯了 连那玩意也送 突就也大叫起来 尽口吐人言 从他们的反应看出 那万字天书 必然是极其珍贵之物 当然 也可能是故意表演 但考虑到徐清风的性子 不太可能演这么一出戏 无妨 这赤眼妖童 对我们楚天盟来说有大用处 又能结一个善缘 何乐而不畏 徐清风坦然一笑 拿出了一幅卷起来的书卷 从中一点 切开一半 给徐黑隔空送了过去 徐黑伸手接过 顿时感到一阵厚重的书卷气 扑面而来 让他身上的利器 都压制了许多 徐黑也将眼球送了出去 被徐清风接过 这书卷有何用处 徐黑问道 这万字天书 是我师祖一流之物 内部记载了大量文字 每一个文字 都具有今天之威 你可以理解位 这是我儒家炼制的符录 每一个字 都代表一张符 徐清风解释道 徐黑展开书卷一看 内部果然记载了 许许多多的文字 定 杀 兵 行 灵 物 道 后面 还有一些诗句 估计是更可怕的法术 虽然没有描述 但徐黑一眼就能明白 这法术的作用 有的是用来杀法 有的用来辅助 有的则是有顿悟作用 不过 虽说名叫万字书 但加起来 也就摆来个字 万字只是夸张 此宝威力如何 徐黑问道 威力根据自身悟性而来 若是道友能感受到文字的意境 就能发挥出惊天之威 徐清风补充道 比如我施展的话 即便是金丹大圆满出手 我也能全身而退 老大 你说的够多了吧 张铁沉着脸提醒 这种机密之事 要是传出去 对处天盟可是大祸患 等于暴露了底牌 徐清风却摇了摇头 面带微笑 丝毫不在意 张铁再看看苦玄 也是一脸平和 没有要劝阻的意思 这让他一头雾水 这么厉害 许黑表面上平静 内心却是震动不已 这徐清风看上去 不过杰丹中期 却能借助慈宝 与杰丹大圆满抗衡 足以说明这万字天书的威力 而且 据许黑所知 这徐清风身上 还有一个更强的画轴 没有拿出来 不愧是继承了 思天监的人 好东西就是多 不过 怎样才算感受到文字的意境 徐清风没有明说 许黑也没多问 他收起了书卷 抱拳道 多谢了 望此行顺利 屠夫道友 徐清风沉声道 我楚天盟 以及一些散修 正在前沿探索一处洞府 不知道有 可否有兴趣一同前来 我楚天盟保证 发现宝物 各凭本事争夺 我等绝不会主动做出 杀人夺宝之事 张铁也补充道 这一点 你大可去问那些散修 他们可以作证 徐黑沉默半赏 道 我还有事在身 暂且不去了 徐清风也没强求 拿出一枚预检刀 若是道友改变主意 可随时过去 据我们推测 那里应当是通往 遗迹最核心所在 玉检飞了过来 被屠夫拿在手中 告辞 楚天盟众人转身离开 苦玄看了眼屠夫 以及后方 徐黑本尊所在之地 口诵佛号 随即消失于尽头 这楚天盟之人 个个都不简单 刚才 徐黑感受了一下 众人身上的气息 通体下来 只有三个字 看不透 完全看不透 苦玄指示 柱基七大圆满 正常情况下 这种修饰 被徐黑一招秒杀都不过分 但徐黑没有丝毫把握战胜他 另外两个更不用说 都是杰丹修位 还有那秃鹫 看似平平无奇 但体内似乎存在一种 更可怕的气息 让徐黑不敢多加探查 之前的银发魔女未出现 也是一个难缠之人 在楚天盟众人走后 徐黑本尊立刻出现 将玉检检查了一遍 确认无误后 神识探入其中 玉检内 是一张地图 极其庞大 从无忧城 一直到此地 横跨了万里之遥 在神识 飞行处处受限的情况下 这绝对是非常远的距离 杰丹七都要行进许久 这应当是最新版的地图了 徐黑暗道 将之与从韩特手中购买的地图 对比了一下 发现补充了许多新内容 其中 特意标注了很多处红点 极度危险 历史投影 红毛诗 黄毛诗 黄泉花 徐黑了解过诗魁体系 红毛代表杰丹后期 黄毛是杰丹中期 其中有一个黄毛诗 就在这不远处 徐黑庆幸他没有传送到那附近 不然一落地 就是大麻烦 而历史投影 徐清风写下了一段话 历史投影 出现的并无规律 任何地方都可能会发生 我只留下了曾经出现过的地点 望周知 徐黑对于这凶险程度 极高的历史投影 自然十分忌惮 虽然大部分都无害 但有一些杀伤力极强 至今还残留有上古时期的道遇 一旦遇上 不管你什么修位 当场去世都有可能 徐黑也是来得时间短 才没遇到过 徐黑按照地图 离开此地 找了一处无人安全之地 疗伤休养 这次只是皮肉之伤 徐黑花了半天就痊愈了 接着 他拿出了那一卷万字天书 他的目光 盯着其中一个物字 这是用来感悟的 徐黑目前所能领悟的东西不多 鱼龙百遍算一个 哦 徐黑一声嘀吓 万字天书中 飞出来一个物字 出现在了徐黑头顶上 刹那间 徐黑感觉自己头脑一片清明 如同浸泡在了冰泉之中 一些迷惑不懂之处 瞬间就想明白了 全身陷入了一个奇异的境地 鱼龙百遍 重要的不是速 而是行 当速度达到极致 靠着形体的变化 就能超越极致 徐黑闭上双眼 他的脑海中 出现了一段又一段的明雾 不断地在脑海中模拟计算 不断演练 直达本质 也不知过了多久 徐黑眼眸依旧紧闭 但身体却动了起来 身形划过一道闪电 施展鱼龙百遍身法 在半空中留下了一道道残影 连成一串 一个 两个 十个 五十个 第一次尝试 徐黑就留下了五十道残影 比之前多了五倍 So 徐黑又一次消失 这一次 残影连成一片 达到了八十个 徐黑不断地位移 留下残影无数 一次又一次 很快就超过了一百 时间慢慢流逝 他头顶上的物资 并未持续多久 只是一个时辰就消散了 但徐黑依旧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在连续不断地修炼 他有预感 自己的身法 在接下来将会发挥出巨大作用 关键时刻可以保命 徐黑拿出万字书卷 再次点在一个学字上 学 不是给自己 而是给吉颖 只见吉颖的脑袋上 出现了一个学字 他跟着模仿起来 在半空中飞行而过 留下一道残影 正是鱼龙百遍 连识别也能学习 这万字书果然不简单 徐黑暗道 吉颖的自身速度 本就不慢 如今叠加上了龙族身法 用闪电都不足以形容 连许黑也要集中精神 才能勉强分辨其身法 吉颖在学 许黑也在学 他在模仿吉颖的飞行形态 互相学习 鱼龙百遍 许黑闪身不限 他的残影迅速突破一百之数 瞬间达到了两百 三百 还在不断攀升 到了最后 只要许黑愿意 他可以留下任意数量的残影 不知不觉中 许黑对鱼龙百遍的领悟 达到了第三层圆满 第三层残影万千 真身难寻 第四层残影石化 可制造身外化身 至此 三层已经雾透 不过 许黑距离第四层的残影石化 还有些遥远 他需要匠行领悟透彻 才可进入下一层 此刻 许黑和吉颖停了下来 真气消耗一空 但他的精神无比兴奋 这万卷天书 太值得了 许黑心中感叹 将此书卷小心收好 万字天书上 还有不少字 什么形别都有 到时候 又将是他的一大杀手锏 许黑不知道 赤焰妖童的价值几何 但能换到磁宝 对他而言 绝对赚到 反正赤焰妖童 是一件烫手山芋 他也利用不了 我如今的法术 有三层圆满的鱼龙百遍 群星坠落 连山绝合 傀儡 有屠夫 金属傀儡 还有极影控制尸馈 法宝 有冰火飞剑 黑龙塔 万字天书 另外 还有一张悬羊子留下的灰色灵符 这么多底牌 遇上杰丹初七 唯有信心一品 许飞心中盘算着自己的手段 不过 许飞没有掉以轻心 他一个散修 都能搞到这么多底牌 那周家 天愧宗 捕蛇宗等一系列敌队 他们的底牌又有多少 如那一路追杀他的年轻人 被这么坑都还没坑死 还有心思在出口处埋伏他 可见一斑 去楚天盟看看 许飞扶下一枚回员单 调息片刻 僵状态调整到最佳 他拿出屠夫 从中分裂出了一个正常人 这是铁山帮的一个路人椅 长得最平平无奇的一个 但为了保险起见 许飞还是消去了其面孔 去掉五官 成了五脸人 这样一来 应该无人害怕了 许飞也是担心屠夫的样子太恐怖 引起路人反感 这才出此计策 他收好母体屠夫 给路人以戴上面具 穿上一身黑袍 随即纵身一跃 朝着徐清风给出的地点 急迟而去 时间不长 许飞就降临了此地 前方有一座洞府 入口极大 冒出森森鬼气 而一大群散修 就聚集在洞府之外 楚天盟众人也在人群中 似乎在商量着对策 许黑本尊就藏在路人遗体内 降落而下 走到了境前 又来一个散修 你是何方人士 报上名来 见到许黑出现 主动有一位散修上前 大声嚷嚷道 在下姓许 许黑拱手 反正他的名字也没人认识 都不需要化名 姓许 你是要加入我们 还是单独行动 这位浓眉大眼的修士非常直接 语速飞快地道 事先说好 我们这批人 归楚天盟管辖 都签订了一系列和平气书 不得主动伤人 一致对外 宝物先到手先得 你若是愿意就加入 不愿意就去另外一边 他指了指另外一个方向 那里只有一小撮人 三五成群 分布在各个位置 许黑大致一扫 发现大部分都是邪派修士 如血一门乌丑那般 除了少数特立独行之人外 几乎所有散修 都与楚天盟结盟 这样能多一份安全 不管什么形式作风 徐清风这样的正派修士 总能给人安全感 许黑略作沉吟 道 什么样的契约书 眼前的修士 直接拿出了一卷金色纸页 上面写着各种各样的规矩 只要投入一丝神识 此契约书就能生效 如有违背 无需我等出手 你会自行神识崩溃 此人淡然道 许黑扫了一眼 这是徐清风留下之物 上面写了各种规矩 他不再多言 退到了另外一边 与那些邪修站在了一起 这种契约书 他是打死也不会牵的 见许黑拒绝 那修士也没多问 眼中闪过讥讽 回到了人群中 许黑落地后 附近的五位邪修迅速后退 与他保持距离 血衣门 让许黑意外 这五人的气息和衣着来看 竟然与他杀死的乌仇很相似 来自于血衣门 那乌仇的储物袋中 有一枚血衣令 似乎在宗门的地位还不小 这里是什么情况 给我说说 许黑看向其中一名 看上去好欺负的女修士 问道 那女修闭口不语 只是不断地后退 面色警惕 不说 许黑抬手一吸 引力术直接将那人吸了过来 捏在了手中 大胆 前辈饶命 其余四人还想叫嚣 但手中之女却哭丧起来 让众人一阵错愕 前辈我说 这是一处血诗洞 洞夫里面 有许多上古储存至今的丹药 还有一处上古药园 但楚天猛闯了好几次 都没将血识清理完毕 这才出来商量对策 手中的女修士 哭丧着脸道 许黑微微点头 将此人放下 那女修立刻后退 回到了余下四人旁边 他们不敢妄动 只是紧张后退 这群人最强的 不过助击后期 许黑刚才一手 直接将他们震慑住了 你们血衣们 就剩这么点人了 许黑好奇地问 他印象中 这种邪派宗门 应当发展得很好才是 被认出身份 五人并不意外 众人对视一眼 眼中闪顾苦涩 他们原本有二十号人进来 还有两位结单老祖 但是全死了 一个老祖死于尸馈 一个老祖死于捕蛇宗 被活活吸尘人干 众人不说话 许黑从他们的眼神 也能看出一些 又问道 你们为何不加入楚天盟 不是我们不想 是楚天盟拒绝 刚才的女修士解释道 就因为你们是邪修 许黑诧异 没错 女修士点头 许黑沉默 这时候 洞府那边传来了动静 众人齐齐看去 只见一个虚幻 如同幽灵般的少女 从阴气森森的洞府内 飘了出来 这女子一头银发 身材娇小 如同窦寇之年 姿色不俗 只是气质非常冷漠 有种生人物净之感 银发魔女 许黑目光一宁 这银发魔女 正处于虚化透明状态 从洞府内飞出 来到了境前 怎么样了 里面什么情况 楚天盟的核心成员 连忙上去询问道 消愁也在其中 银发魔女的身形 渐渐实体化 道 我看见那一处上古药园了 至少有二十株万年份的药材 万年份 众人倒吸一口冷气 十日至今 千年份的药材 都事所罕见 更别说万年份 那是有价无事 品质将无法想象 而且 还有一颗十万年份的 金雷竹 银发魔女又补充道 这下 楚天盟全员愣住了 张铁眼中都快冒出火苗来 恨不得立刻冲进去采摘 不过 洞府内饰魁太多了 不断地从地下钻出 清理了一茬又一茬 他也不敢擅闯 旁人虽然不知道 他们在嘀咕什么 但从他们的表情就能看出 肯定发现了了不得的宝贝 而就在这时 天空中 刮起了一阵狂风 有朦胧的光芒 从天外照下 呈现在洞府顶端 有一丝道运出现 是历史投影 快退 所有人都向后退去 目光警惕地望着那洞府上方 历史投影出现的毫无规律 可能是上古的道运残留 又像是某种天地规则在起作用 大部分投影都是无害的 但有部分蕴含上古修饰的天威 一散出一丝就能致人死亡 许黑也是第一次看见历史投影 只见天空中 出现了一幕幕模糊的画面 有山洞 有人影 有房屋 如同沙漠里的海市渗楼 就像是对历史景象的一种折射 穿越历史长河 呈现在眼前 画面中的景物 像是在洞府内 只见画面中 一名年轻高大的丹师 盘膝而坐 朝着丹炉内 投入一个个药材 许黑看见那丹师 漠然瞳孔一缩 这丹师 他竟然认识 正是他从堵石方内 切开石头 挖出来的上古修饰尸体 纳炼丹炉 也是被许黑炼化的那一座丹炉 怎会这么巧 许黑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但他没有说话 面色平静 只是冷冷观看 这上古时期的投影 庞扶经过了加速 很快走完 那修饰炼制了大量丹药 放入丹瓶中 其中一个丹瓶 赫然就有长寿丹三个字 看见长寿丹 众人眼中冒出了火光 那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丹药 更离谱的还在后头 只见长寿丹旁边 还有个丹瓶上 写着华英丹的字样 我的天啊 看现如此一幕 全员都双眼炽热 急欲疯狂 华英丹 这是结丹七大圆满修士 结阴时所服用的 无法用价值来形容 如果说长寿丹 只是为结丹老祖严寿 多活一甲子 那么华英丹 则是让他们有结阴的希望 这绝对会让任何一位 结丹修士疯狂 当然 结阴不是简单的服用丹药 就能办到的 还需要体悟意境 但华英丹 却能让成功率大大提高 此外 那些丹瓶中 还有改变灵根的神髓丹 会心明目的天青丸 以及种种当时绝技的丹药 天青丸 我在洞府中搜到过一粒 还有那好圆丹 我找到的 似乎就是那一瓶 张铁连忙拿出了一个丹瓶 与历史投影上的对比 发现几乎一致 就是这上古修士炼制的一瓶 这是不是说明 华英丹 长寿丹 也可以在洞府内找到 张铁看向徐清风 此刻 楚天盟已经快坐不住了 这里面若真的有长寿丹 结阴丹 付出再大的代价 也要搞到手 那可是上古丹药 品质药效 绝不是当今能比拟的 不过 这历史投影出现的很不是时候 几乎在场所有人都看见了 许非目光闪烁 如果他是徐清风的话 会立刻动手 杀光除了楚天盟之外的所有人 不让讯息泄露出去 但徐清风明显没打算这么干 甚至压根就没往那方面去想 他 作为司天监执法长老 修辱到思想百年 即便加入了楚天盟 依旧守着老一套的规矩 守着自己的底线 作为执法长老 若是自己都践踏法律 滥杀无辜 那还值什么法 公平 正派 这是执法者的底线 也是徐清风的道 许非见他无动于衷 心中暗暗摇头 此刻 那历史投影中 上古炼丹师将所有单瓶整理了起来 在每一个单瓶上面 分别贴上一张符纸 这些封印符 足以让药效处存上万年 后人若是开启 切记尽快服用 历史投影发不出声音 却可以看见他说话的口型 判断出他在说实吗 这些丹药 是留给后来者的 此刻 所有人已经确信 这些丹药 全都藏在洞府中 等着他们去发掘 许非心中泛起了疑惑 都说历史投影是随机出现 可眼前这一幕 怎么看也不像是随机 像是人位设计 只要达成某个条件 就会触发 故意展示给后人 没过多久 历史投影消散了 所有人集合 徐清风一声大喊 隶属于楚天盟的散修们 全都靠拢过来 聚集了共有50号人 楚天盟成员 只有七个 徐清风 张铁 银发魔女 苦玄 还有萧筹 赵文卓 也包括那只图铸 其余人 皆是散修 可见 楚天盟的号召力 还是很强的 这就是正派的优势 我等会全力扫荡 此处洞府 规矩照旧 若是你们寻到了 花音丹 长寿丹等质宝 可以自己留着 也可以找我换取 同等价值的宝物 徐清风简单地交代了一遍 所有散修 都是精神振奋 原本以他们的实力 连床写诗洞的资格都没有 如今有强者带头清怪 让他们免费寻宝 找到就是自己的 这等好事 世所罕见 若非如此 他们也不会心甘情愿地加入进来 出发 楚天盟带领下 众人一拥而上 冲进了这座洞府内 后方的邪派修士们 也陆续跟上 走入洞府 前方的散修 面露厌恶之色 但碍于契约书上写明的禁止 惹是生非 他们这才没有出手 许黑也混杂在 邪派修士的人群中 众人互相警惕 彼此保持一段距离 也不知为何 血一门的五人 跟在许黑身后 似乎把他荡成了靠山 许非没去理会 此刻 前方已然展开了交手 恐怖的战斗波动滚滚袭来 一只紫毛叶叉 黄毛师妹跳出 与楚天盟展开惊天大战 随着交战 越来越多的尸馗 从那里爬出 张牙舞爪扑向人群 散修们也联手对抗 打得有来有回 好在这洞府比较稳固 震动得并不强烈 放在外面 早就踏了千百回了 邪修们出奇的老实 没敢做那背后偷袭之事 免得被楚天盟事后清算 许非四下看了看 只见脚下的地面破开 一只爪子探出 朝他抓来 脑袋也随之拔地而起 赫然是一只绿毛僵尸 秀 许黑袖子里黑光一闪 这绿毛僵尸 瞬间不动了 许非随手一挥一袖 僵尸的身体化作飞灰 消散一空 这一手 让后方的五人目瞪口呆 好强 刚刚那是什么 他们完全没看清 吉尹的出手 只当一条黑线闪过 尸馗就啥也没了 吉尹学习了鱼龙百变后 速度只能用不可思议来形容 这还不是全速 全速之下 更加夸张 这五人对视一眼 像是打定了主意 要跟在许黑后面 这样最安全 许黑神识展开 在一块石壁上寸寸搜寻 似乎在寻找什么机关暗门之类 很可惜 他一无所获 许黑对于寻宝 完全是一头雾水 毫无经验 他对着吉尹传音道 吉尹 你觉得哪里有宝物 吉尹同样没任何反应 没用的东西 除了吃就是吃 许黑暗暗吐槽 嗡 吉尹似乎听到了许黑的心声 传来不满的情绪 此刻 前方的大战临近尾声 楚天盟全力出手下 冒出来的尸馗 被一个接一个镇压在地底 发出不甘的吼叫 尸馗很难杀死 不是人人都有许黑这般 灭杀尸馗的手段 他们主要还是以镇压封印为主 嗡 吉尹顿时传来渴望的情绪 指向前方被镇压的尸馗们 使使使不思念 许黑心中暗骂 话虽如此 许黑也立刻上前 既然门口捞不到好处 只能去前面找找 他来到了一处 被镇压的紫毛叶叉前 放了吉尹进去吞噬 那叶叉贴着风魔符咒 身体无法动弹 双手还能动 顿时一爪子扒拉过来 将吉尹打飞 吉尹也是狂怒 再次冲上去 深如闪电 咬掉了叶叉一个耳朵 此刻 外面不断地有修饰涌进来 人数越来越多 这里的讯息传出去后 附近的所有人都集合而来了 估计要不了多久 什么周家 白家 南域四宗 也会陆续涌来 Soul Soul 两个人迎闪身而入 其中一名老道士 目光一闪 看向许黑的背影 及时上前 来到了后面 笑道 这位道友 如何称呼 许黑眉头一跳 不动声色地收起了急影 看向后面的老道士 此人鹤发白须 手握浮沉 一脸和善的笑容 贼眉鼠眼地上下打量许黑 不是别人 正是天机上人 而另外一个中年修士 正是刘不群 阴魂不散的老东西 许黑心里骂了一句 表面上淡定道 我叫田机上人 田机 他重点说了后面二字 田机上人的笑容 立刻僵住 刘不群也是一愣神 表情颇为古怪 两人都是意识到 这戴着面具的修士 正在用谐音骂他 呵呵 道友真会开玩笑 田机上人善笑一声 脸色不太好看 许黑眉再理会这二人 尸魁也不吃了 一个闪身 冲入了洞府深处 老道 你这是第几个天命之子了 刘不群阴阳怪气地问 哼 甭管第几个 老夫总会找到 田机上人美好气地道 一挥浮尘 踩着一朵云 跟上前去 刘不群沉吟半声 道 老道 你看我的资质如何 你这辈子就这样了 等死吧 田机上人讥讽道 刘不群嘴角一抽 不再多言 田机上人的速度逐渐加快 却发现前方的许黑更快 突然 许黑定住不动 田机上人追了上去 只见眼前的许黑 身形迅速模糊 消散 只是一个残影 至于许黑本人 早已不知所踪 残影 田机上人脸色轻 一阵白一阵 此刻 许黑留下一道道残影 以匪夷所思的速度 穿行在洞府中 这两人的出现 让他心中有了危机感 田机上人都来了 那么周家 白家 以及一些敌对势力 恐怕也不远 等他们过来 楚天盟肯定震不住场子 至于那五十来个散修 就是一群乌合之众 拿好处很擅长 真让他们去跟天魁宗拼命 保证跑得比谁都快 许黑要尽可能地捞到好处 然后全身而退 不参与高层的争斗 不多时 许黑来到了队伍最前线 此地空间很大 穷顶高达千丈 可容纳上万人都不拥挤 石壁上发出明亮之光 彭扶镶嵌了夜明珠 照得洞府透亮 豁然开朗 众人像是一群飞虫 在半空中飞驰 钻进一个个风潮般的小房间 这些小房间不少 估计都是当年弟子的居所 人群进进出出 时而传来石壁的咆哮声 打斗之声 石壁彭扶无穷进般 不断地从地下钻出 要时刻保持警惕 稍有不慎 就会被偷袭 轰隆 张铁一拳砸开了一个房间大门 浓郁的药箱扑面而来 楚天盟众人一拥而上 冲了进去 许黑随便找了一处开启的房间 进入查探 发现里面是一处废弃的药园 药材早就被搜刮一空 就连泥土都被缠走了大半 开启的都被人搜过 几乎没有遗漏 必须找尚未开启的 许黑迅速打定主意 他离开房间 将目光瞄准了前方 一处封闭的大门 此刻 有五个散修阵围在那里 合力攻击大门 许黑向前飞去 来到了镜前 门口的人群 顿时停下了手中动作 其中一名中年修士 看过来 冷冷道 这位道友 似乎不属于楚天盟麾下巴 没错 许黑点了点头 那还不快滚 这名中年修士冷鹤 其余人也均是面色不善 向前靠近 他们的规矩是内部团结 可若是遇到外人敢抢保 照杀不悟 许黑打量了一下四处 发现不少人都能看见这里 心中有了决断 好 许黑点头 迅速退开 哼 不知死活 中年修士冷哼 我知道那人 之前问他加不加入 他竟然还拒绝 没见过这么傻的 旁边一浓眉大眼的修士冷笑 此刻 众人再一次联手出击 轰在了大门上 这一次 大门瞬间敞开 被轰成了粉碎 就在房门开启的一瞬间 一道黑影攥了进去 速度奇快无比 他们只觉狂风在身旁刮过 连是谁都不知道 不好 有人抢先进去了 快追 所有人全都冲进了这房间内 按照原计划 应该留一个人在门口守住 防止身后出现失魁 但此刻被人抢了先 他们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全都一拥而上 房间内 是一个尚未搜刮过的炼丹房 地面落下了一层厚厚的灰尘 但器材储存完好 其中一座柜台上 还残留着上股封印 他们左右四顾 却并未发现任何人影 许黑 已然站在了身后 将出口给堵死了 是你 龙眉大眼的修士 瞳孔一缩 那中年修士毫不废话 在发现许黑的瞬间就出手了 一座大印从头顶落下 砸向许黑的脑门 这种情况 他遇到很多次 都是先下手未强 谁说废话谁遭殃 显然也是惊艳老道之人 机影 一个不留 许黑冷冷道 只比那人慢了半拍 因为他要打下封印 封住出口 啊 那中年修士顿时惨叫 抱着脑袋倒在地上 浑身抽搐 口吐白沫 很快就被机影吃光了脑子 余下众人骇然 但手头动作也不慢 各种攻击落在了许黑身上 许黑的身影 当即灰飞烟灭 肉身被砸了个稀烂 石们也没剩下 可众人还没来得及喜悦 就看见 许黑再一次出现了 刚刚消失的 只是一道残影 群星坠落 许黑施展了一招 驻巨颠峰法术 一颗颗陨落坠落下来 砸在众人头顶上 却见各种法宝气出 水波荡漾 光照无限回圈 这本可以击杀住 激巅峰的法术 竟然连一个人也没杀死 许黑逐渐意识到 能闯到这里的散修 没有一个是泛泛之辈 都有两把刷子 其战力不能等同时之 鱼龙百变 许黑身形一闪 留下无数残影 冲向了前方一人 同时三把飞剑齐出 那是破灵 焚天 急动 就连之前的傅山泥 也被许黑扔了出来 甩向了一名修士 在许黑助击中期后 真气的量高了一大截 同时使出了各种法宝 扑吃 三把飞剑瞬间贯穿一人 但许黑自身确击了个空 撞在了墙壁上 对方不知用了什么戏法 扰乱了许黑的动作 而那余下的三人 眼见许黑不好对付 竟然同一时间奔向了门口 打算逃命 这本就是一群乌合之众 碰上强敌 没有人愿意拼命 全都选择跑路 急影 我吃你妈的头 赶紧给我杀人 许黑怒骂道 此刻 那依旧在啃噬脑子的急影 这才冲出 再一次钻入一人耳朵中 那人还没意识到发生了石码 就浑身抽搐倒地 余下两人 那浓眉大眼的修士 背负山泥拖住 无法再前进 最后一人 终于来到了大门口 而大门口 钻出来了一条蛇 那是许黑的本尊 前辈饶命 随着惨叫 这人直接被涉进了 屠夫体内 何谓一体 至此 进入房间的五人 仅余下背负山泥 困住的浓眉修士一人 其他四人 全都被解决 过程也并不复杂 前前后后 不过两三个呼吸 就被许黑光速摆平 剩余的一人 正是负责拉伞修入火的 修为达到了 助击七大圆满 是这群人中最强者 阁下这是 于楚天门为敌吗 劝你赶快放了我 莫要自悟 出人意料 这浓眉大眼的修士 并没像之前 许黑所遇到之人 那样求饶 而是开始了威胁 试出反常必有妖 这人被困住 区区筑击 也不可能是许黑的对手 他哪来的胆子 阁下 此地宝物 我们二人平分 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还会帮你开脱 说这群人死于失魁 如何 浓眉修士眼中 看不到一丝巨色 望着许黑 沉声道 这对你来说 是最好的选择 但若是 你敢杀我 我保证你会 修 许黑懒得废话 三把飞剑 其刷刷直射而去 却见飞剑的方向一转 竟然齐齐打在了石壁上 嗯 许黑眉毛一挑 冲向前去 但诡异的事情发生 他的动作也开始变形 竟冲向了旁边 再一次错过 果然 刚才我就觉得不对劲 许黑眸光闪烁 他尝试向左走 但动作却不由自主地向右 不仅是他的傀儡 就连本尊也受到了影响 只是远不如傀儡 那般剧烈 屠夫更是稍有一动 就左脚般右脚 差点摔在地上 许黑立刻原地不动 这才维持了现状 这是什么招式 竟然会扰乱 我的方向感 许黑内心警惕 一旦他失去了方向感 速度再快 又有什么用 只会如无头苍蝇乱撞 哼 这位道友 我奉劝你莫要自讨苦吃 你我都是聪明人 你也不想白白浪费时间 对吧 此刻 浓眉修饰身上的傅山泥 也在朝着旁边脱落 这人面带冷笑 目光闪亮 即将脱困 许黑目中寒一大圣 放在以往 对于这奇异手段 他肯定会研究一二 只是当下 他不打算浪费时间了 直接拿出了黑龙塔 迅速放大 站满了整个房间 如同一座晴天飓风 撵了上去 这人的脸色巨变 瞬间被那巨大的阴影撞击而来 身体砰的一声爆成了粉碎 连哼都没来得急哼一声 形神俱灭 黑龙塔的进攻方向 也有了少许偏移 但体型太大 全方位碾压 这点小小的偏移 根本没用 连带着后方的一些器材 也被轰成粉碎 垮他一路 俨然是杀鸡用牛刀 许黑消耗了三成的真气 迅速将黑龙塔收好 到了中期 就是不一样 若是初期 刚才一下 起码要消耗一半真气 许黑暗道 其实 许黑还有别的方法解决对手 等他适应那种错乱之感 再由本尊出手 一样能搞定 只是时间紧迫 而且他担心 这人拖延时间后 会出现变故 一切都是为了保险 解决了此人 混乱地感觉这才消失 许黑暗松了一口气 收起富山泥 将所有尸体的储物袋 都收了过来 那浓眉修饰的储物袋 被黑龙塔碾碎了 但里面 有几样东西雀 保留了下来 被许黑重点关注 许黑凌空一息 将一枚鼓钟抓在了手里 此中鼓铜色 加持了无数法术烙印 神识看不透分喉 许黑略坐沉吟后 对着鼓钟屈指一谈 鼓钟微微一震 层层波纹荡漾而出 传遍了整个房间 许黑顿感头晕目眩 傀儡陷入了左右不分 上下颠倒的混乱状态 好神奇的状 许黑看得出 这钟内加持了某种奇异法术 只要轻轻一谈 法术就能开启 作用 能让人失去方向感 尤其是对傀儡 有很强的克制性 许黑神识探入其中 但这鼓钟内烙印极强 至少要一炷香的时间 才能抹除掉 这让许黑颇为奇怪 按说此中的主人已经死了 不应当如此强烈才对 难道说 这神识烙印另有其人 哦 门外传来一声怪叫 只见一指绿毛僵尸 如飞一般冲了过来 张开争鸣的牙齿 动 许黑见状 将鼓钟一弹 波纹荡漾 那绿毛僵尸方向一变 一头撞在了墙壁上 镶嵌了进去 急影闪身而上 将这尸馗瞬间吞了个干净 拿来对付尸馗 效果似乎不错 许黑暗道 他克制尸馗的手段够多了 再来一个也无妨 不过 他必须尽快抹出上面的神识烙印 免得又有麻烦找上门 许黑兴奋二用 神识刺入其中 全力抹除 同时 操控傀儡 目光看向了两旁的陈列 房间面积不大 摆放了一座巨型炼丹炉 两座小型丹炉 只是刚刚的撞击中 被损毁了一座 旁边的暗格打上了封印符 依稀能看见一些 装着丹药的玉瓶 还有一些上谷储存至今的药材 摆放在暗格内 许黑有过经验 这种东西 只要上谷封印符一去 就会立刻化为飞灰 许黑略做陈吟 直接用龙铃开凿 将这些暗格挖了出来 连带着封印符一起 收入了虚空时钟 每一个丹瓶上 都有丹药的名字 许黑一一扫过 都是寻常之丹 大都在二品 只有两立三品出击 可毕竟来自于上谷 许黑来者不惧 全部收好 而就在许黑挖掘的时候 突然挖出了一个空旷之地 庞扶他只是剥离了外壳 里面另有乾坤 里面还有东西 许黑盯着眼前的石壁 后退两步 神识探入 发现一层强烈的封印在其中 无法探查 这种封印 比起那些上谷封印符 不知高明了多少倍 许黑目光微闪 再次扯下一些龙铃 从各个角度开挖 片刻后 一座三个地方的小空间 呈现在眼前 这空间内 摆着一座人高的巨大玉瓶 如同是丹瓶 只不过 眼前的丹瓶上面 藏着一个人的脑袋 这是一个女人的脑袋 已经化为了尸馈模样 浑身藏满了圣人的黄毛 结丹中期 黄毛师妹 我竟然挖出了一个师妹 许黑脸色一沉 迅速后退到了门口 这师妹被封印在玉瓶中 外面也有一层强大的封印光照 她这才没有立刻顿走 而是紧紧盯着 师妹发现许黑 顿时掩露争鸣之色 只见那硕大的玉瓶 猛然弹射而起 向前冲撞而来 只是撞在了那一层 无形的封印上 又给弹了回去 哦 她发出撕心裂肺的吼叫 盯着许黑 欲要责任而示 滔天的湿气 从瓶中蔓延而出 只是扩散到了封印上 就无法再外散 面对如此强大的尸馈 就连集营也不敢动了 蜷缩在许黑的龙鳞中 瑟瑟发抖 这师妹 是被人封印了吗 可这里分明 没有人来过呀 许黑心中沉思 此地封印 是上古所留 并不是后人未知 许黑观察起 那师妹所乘坐的丹瓶 这丹瓶也是一件 封印法宝 上面图文遍布 似乎绘画着一座城市 等待片刻 见这尸馈始终无法冲出来 许黑这才放心 继续在房间内搜寻 所见丹药 所见药材 全部挖出 收入储物袋 两座炼丹炉 也被许黑收走 地上还有一些打坐用的蒲团 许黑拍走灰尘 一并收入储物袋 凡是他看线的 能收走的 一箭不留 许黑动作飞快 仪器呵成 前后也不过斩插时间 眼看收得差不多了 许黑正要离开 突然 他目光一宁 看向那瓶中师妹 只见那巨大玉瓶的一角 有一枚令牌 露出了半截 这是 许黑瞳孔一缩 这令牌的造型 与许黑那枚公输传人的令牌 很相似 出自同一元 只不过 这一枚令牌 体积略小 似乎要低一级 许黑朝着门外看了看 将屠夫形成肉壁 堵在门口 随即 他拿出了那一枚令牌 在这令牌出现了沙纳 那黄毛师妹的争鸣之色 顿时消失 出现了沙纳的茫然 他的目光 望向许黑手中令牌 眼神竟然在颤抖 你认识此物 许黑迟一道 师妹面露迷茫 片刻后 她的表情有着强烈的挣扎 似乎在抗拒时 连带着玉瓶也在抖动 突然 瓶中 探出一只细长的手 抓起了地上的令牌 朝着许黑甩了过来 令牌穿透封印 被许黑一把抓在手中 她没有贸然用神识查探 而是观察了师妹的表情 见后者一脸期待 再看看 后方无人靠近 这才神识探入其中 哇 刹那间 许黑的一时 看见了一片广阔无边的城池 这座城池 灰红壮阔 琉璃玉瓦 八街九末 川流不息 四处都是欢声笑语 歌舞升平 俨然是太平盛世 无忧城 许黑想到了 那座死气沉沉的地下城 这应当是上古时期的景象 在这曾经繁华的城池内 许黑的一时在飞快穿行 他看不到一丝负面的地方 所有人的脸上 都是朝气蓬勃和邪共生 老有所依 又有所养 此乃真正的太平盛世 世上真有这么和谐的地方 许黑感到难以置信 许是时间太久 画面变得模糊 开始断断续续 还出现了一些支离破碎的画面 一闪而过 许黑又看现了一名风华绝代的女子 只能用倾国倾城来形容 她盘坐在一座炼丹房内 摆住三座炼丹炉 看场景设施 俨然就是此地 只是 这女子的眼眸中含着绝望 无忧城 我们的无忧城 我不想被人看见我死后的样子 我不想 她绝望地呼喊 眼现悲痛之色 随后 许黑就看见 这女子在石壁上挖出了一个坑 又拿出一座巨大丹瓶 她一跃而起 跳入了丹瓶中 将自己封印在了坑内 若后是有人 来到此地 我只有一个请求 杀了我 我封印了自身修为 就算失变 也最多只有结诞中期 这丹瓶内 有我毕生财富 就是击杀我的报酬 一声声模糊的话 传递而来 若是没有人 也罢 就让我永远埋葬在此地 不被后人看见吧 随着声音落下 地上的尘土自动填充 将那石壁上的坑洞埋葬 血湿动漫 一大群人影 正乘坐各种飞行器具 以最快的速度 朝着此地赶来 其中一艘遁地船上 乘坐了两人 是天魁宗二人组 雷和与白洛 旁边 则是一大片 以天魁宗马首是瞻的队伍 南域四宗 周家 白家等等 只是他们并未离得太近 保持了一段距离 嗯 白洛眉头微皱 自语道 二号妻子死了 这是被楚天蒙发现了 雷和眉毛一挑 发现也无妨 反正关键资讯已经传来 这就够了 正好 将这群老鼠一网打尽 隔壁得捕蛇宗十三族冷冷到 这群队伍的规模 堪称进入一季后最强的一波 劫丹满地走 铸鸡不如狗 针对楚天蒙 他们早就布下了一张大网 如今 正是收网的时候 虽然田魁宗的主要目标 是最后的传承 但能顺手将那乱党贼 扣给一锅端了 也是美事一件 周家二祖周晴 就坐在上方的一团乌云上 始终没有现身 他与众人的目标不同 没有参战的打算 他所谓的 仅仅只是长寿丹 至于赤焰妖童 固然重要 但他也能看出 对方交给了楚天蒙 他可不会蠢到中这种奸计 我万宝隔壁的不多 就是钱多 大不了找楚天蒙买回来 至于你周晴眼中寒芒乍现 你身上的宝物 肯定比赤焰妖童还值钱 此刻 许黑站在师妹女子身前 看完了令牌中的内容 前方的师妹 也在望着他 那双空洞的眼睛里 罕见的不再出现凶残 而是有着迷茫 以及一丝哀求 只是片刻 他的表情又变得挣扎起来 时而迷茫 时而凶恶 反复地变化 让他的面容因痛苦而扭曲 他想撞回瓶子里 不想被人看见这副样子 但害怕许黑离开 他的眼中 透着卑微的恳求 许黑叹了口气 摇摇头 不是他不想帮对方解脱 他也掩馋此女留下的宝物 只是能力有限 他一个 结单都没有的弱者 如何去帮结单中期的师妹解脱 这不是找死吗 而且 看对方的样子 虽然尚存一丝理智 但也在理智与疯狂之间反复横跳 谁知道何时会抱起伤人 风险太大 许黑无能为力 许黑转过身 深深看了一眼 那变成师妹的女子 手一挥 将挖开的墙壁埋上了 算是给对方储存一丝颜面 不被外人看到 许黑只能等修位强大一些 至少要助击大员满后 才可能会返回意识 结单中期 哪怕是将自己给封印的 也不是他现在可以对付 许黑很有自知之明 师 凶 突然 一道沙哑的声音 从那师妹的口中传出 他的双眼 炯炯有神地看着许黑手中的令牌 眼中的疯狂消失了 似乎更清醒了一些 许黑的身形顿时停住 回头看向那师妹 她只剩一个脑袋在玉瓶外面 眼神更加清澈明亮 望向那令牌 似乎找回了一些记忆 师兄 这女子 是那公输传人的师妹 许黑目光闪烁 再次仔细回忆 那令牌中的内容 无 公输传人 为救师父 大难临头 因师丹 封印几身 德无传承 神魁宗 令牌中的话断断续续 许黑迅速得到了一些猜测 这墓主人 很可能是他们的师父 姑且叫公输老祖 此人突逢大难 需要救治 而那一场大难 导致无忧城被灭 公输一脉 惨遭灭绝 所有人变成了师傀 许黑斯旭飞快转动 毫无疑问 这些师傀 都是此地的修士 或是无忧城的居民 但不知 发生了什么变故 才造成了如今的景象 许黑也很好奇 究竟是什么样的大劫 让太平昌盛的无忧城 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这一系列变故 与神魁宗 又有什么关系 不过 许黑来这里 只是为了寻宝 寻找突破的契机 这种好奇 心害死猫的事情 自己还是少 沾染未苗 时间不可浪费 许黑再次看了眼 那师妹期盼的眼神 深吸口气 迅速下定决心 她手一挥 引力数开启 大量尘埃沙土堆积上去 将那块区域彻底掩埋 让其恢复了原状 师妹虽说恢复了一丝清明 但就算不攻击她 那里面磅礴的湿气 一旦外散出来 也不是许黑轻易可承受的 她无法保证 打破封印后 自己可以全身而退 再者 想要将结单中期的师妹 给弄死 许黑除了用尽真气 去推动黑龙塔之外 她找不到别的方法 她的真气 本就所剩不多 弄不弄得死 还是两说 就连徐清风等人 都没有杀死师妹 而是选择封印与镇压 可见尸馗的生命力 不是一般的强 许黑离开了这座房间 心中暗暗记下位置 闪身而走 在许黑走后不久 陆陆续续地有伞修进去 但只是扫了一眼就离开了 大家的时间都很宝贵 没人会将时间花在 已惊叹锁过的房间上 此刻 楚天蒙也搜完了两个房间 朝着前方一同赶去 许黑目光微闪 跟在了后头 没过多久 众人抵达了一处 宽阔的通道前 这通道内 血腥弥漫 湿气滔天 黑咕隆咚的 可以看见一双双绿油油的眼睛 在漆黑的空间中 晃来晃去 发出凶残之光 这里面的尸魁 最弱的都是贾丹七 没有一个好对付的 就是此地 银发魔女传音道 此刻 除了楚天蒙之外 归顺的伞修们 也大多跟了过来 在场的没人是傻子 都知道跟着楚天蒙有汤河 张铁扫了眼后方的人群 眼中闪顾不耐烦之色 但没有驱赶 张前辈 我等虽然帮不上什么忙 但在一旁辅助 还是可以的 后辈放心大胆地交给我们 绝不会有尸魁 从后面偷袭 众人走上去 七嘴八舌的道 露出讨好的神色 说得好听 无非是想出最少的力气 分到最多的好处 还有一部分人 则是盯着许黑等一杆邪修 冷冷道 我们楚天蒙办事 你们跟着做什么 难不成 你们也想奋一杯羹 找死 还不快滚远点 对付外人 这群散修可思毫不客气 上前就要驱赶 尤其是看向许黑 目光不善 拔出飞剑就要攻击 只因为许黑站的最近 许黑后退几步 目光冰寒 正考虑要不要用 急引教训一下 突然 前方的战斗爆发了 楚天蒙的人群非常果断 冲进了隧道之中 与内部的尸馗展开交火 他们也知道 时间不等人 徐清风一出手 就是最强的镇压手段 一个巨大的镇字 出现在每一尊尸馗的头顶上 瞬间将尸馗压在地上 打上封印 其余人一拥而上 朝着隧道内飞奔 这群散修见状 也没在步步紧逼 急忙调转方向 冲向了隧道 唯恐慢一步被别人抢了先 哼 许黑冷哼一声 急引闪电般发射出去 钻进了刚才对他产生威胁的修士耳中 噗通 这修士直接倒了下去 抽出而亡 另外两个同伙健壮 脸色大变 还没来得及呼救 许黑一指前方 三把飞剑暴射而出 这两人也被瞬间斩下头颅 许黑的杀法果断 也惊动了其余人 但大部分修士 都是方向一致地冲进隧道内 生怕慢上一步 宝物被他人夺走 没人愿意回头对付许黑 道有好手段 在下佩服 就该杀光之群狐假虎威之呗 旁边两位魔道修士 传来恭维之声 拱了拱手 无论在哪里 强者都会受人尊敬 许黑没理会任何人 身形一闪 鱼龙百变全速开启 留下一路的残影冲入了隧道内 其速度丝毫不比杰丹七慢 搜 无数修士被他超过 许黑趁着混乱之际 来到了最前方 与楚天盟的核心成员并列 通道内的尸魁被尽数镇压 许黑略微一扫 就感叹楚天盟比他想象中还要强 两个结丹中期 三个结丹初期 还有一大群甲丹 就这么一瞬间 全部搞定 穿过隧道 天空有昏黄的光芒照耀下来 前方出现了山川大地 绿植葱葱 树木成林 无数药材生长在山栏上 药箱飘荡 这是一片面积巨大的药园 生长了不知多少万年 早已形成了规模 看见这药园的沙纳 众人饶事早有准备 依旧忍不住 目光充满震撼 各种万年份的灵药 随处可见 千年份的更是数不胜数 漫山遍野都是 山峰上 还有一片竹林 有一根金色的巨竹 及其醒目 那是十万年金雷竹 张体二话 不说就冲了过去 身体却撞击在了一块光芒上 赫然是一处封印 这一道封印 将这药园与世隔绝 只能看见 却不能穿过 离开这脸 突然 一道阴森的声音 从药园之中传来 只见前方的山栏中 裂开了一道口子 一个浑身 长满红毛的人影 从裂口中钻出 此人看不清相貌 只有一双发亮的瞳孔 注视着众人 红毛狮王 这就是此地的狮王 徐清风面色沉重 手中悄然拿出了万字天书 达到了这种程度的狮魁 肉身强悍不说 法术也极其恐怖 还拥有一丝灵智 比一般的无脑狮魁 要难对付十倍 离开 离开 红毛狮王嘴里不停地喃喃 发出沙哑之声 来来去去 就这两个字 此刻 后方的伞修们 也追了上来 看见许黑在前方后 众人顿时脸色一变 其中一名年轻修士 指着他道 诸位前辈 就是此人 杀了于昊三人 还请 闭嘴 旁边一名中年大汉 立刻拉了这年轻人一把 将他的嘴巴蒙住 这年轻修士顿时不解 看向身旁的长辈 蠢货 他刚才杀人 楚天盟岂会不知道 而此人又站在了最前方 与楚天盟并排而行 你还不懂 中年大汉沉声道 这年轻修士恍然 脸色青红交接 满脸不可思议 中年大汉不再说话 立刻后退 将年轻人拉走 身为散修 他们可不会愚蠢到 真将自己 当成楚天盟的一份子 无非是借着名头 胡假虎威 吓唬吓唬一些邪道 修士罢了 这一路走来 他们也捞到了不少好处 安全也有了保障 若还敢得寸进尺 那就是贤命长 要知道 楚天盟除了老大徐清风 是正派之外 其余成员 可没有一个善来 阿弥陀佛 苦玄开场就是一句废话 看向许黑 笑道 施主刚才的善举 平僧看到了 这是打算皈依我佛了 背眼认出 许黑并不意外 他别别嘴道 先将这狮王解决了再说 此刻 狮王的眼神愈发凶残 从地里钻出 走向了封印之外 嘴里不停地呢喃 离开二子 他浑身红毛覆盖 身体高大如巨人 放在上古时期 也极其罕见 行走之中 天地间刮起了一阵 震红毛悬风 天地暗淡 阴风呼啸 发出鬼哭狼嚎之音 强大的威压席卷而出 让人毛骨悚然 徐清风面色沉重 抱拳道 这位前辈 我等 只想及此第一用 非我派丹师 禁止入内 离开 离开 红毛狮王不断地低语 他走出了封印 那股滔天的湿气 扑面而来 让人作呕发狂 徐清风立刻 撑起一面无形之墙 将湿气阻挡在外 非我派丹师 徐黑目光 微不可查的一闪 这时候 旁边传来一道惊呼 不可能 这不可能 众人看去 只见赵文卓 拿着一个龟甲 眼中满是震惊之色 似乎算出了 不可思议之事 怎么回事 徐清风问道 在我们之前 此地有人进去过 赵文卓沉声道 此言一出 所有人都目光呆滞 张铁连忙追问 你确定 不会有假 但我不确定是人 还是别的生物 赵文卓面色沉重 兴许只是尸馗呢 旁边的突就笑道 话虽如此 他们不打算再磨蹭了 有人抢先一步入内 事态可能会朝着 不可预料的方向发展 动手 张铁身体狂化 膨胀到了三丈之高 化作擎天巨人 手持碎心锤 朝着尸王的脑门砸去 枪 只听金铁碰撞之声响起 一缕缕红毛顺着锤子 一路向上生长 张铁的手上 也开始尝出红毛 静 他的头顶出现了一个镜子 红毛消散 但整个人却倒飞出去 撞击在了石壁上 口吐鲜血 徐清风展开万字天书 口吐一丝精血 点在了书卷上 朗声大喝 青云依稀白泥肠 举肠使兮摄天狼 煞石剑 青霞漫天 笼罩全身 万字书卷上 出现了一名张公引剑的虚影 一剑射出 正中红毛狮王眉心 哦 狮王发出嘀吼 身形被射飞出去 钉在了石壁上 但红毛旋风刮得愈发强烈 形成了一阵阵龙卷风暴 朝着前方呼啸而来 整个大地都在震动 众人骇然失色 向后暴退 许黑也向后急速退去 有两个稍慢的散修 只是被波及了一点 浑身立刻藏满了红毛 化作人不忍鬼不鬼的怪物 失去理智 朝着旁人咬来 苦玄曲止一点 金光打出 这两人顿时灰飞烟灭 众人更加惊骇 这红毛旋风 只要被蹭上一点 绝对会完蛋 许非面色铁青 结单欺修士 哪怕一个小境界 也是天差地别 初期到中期 中期到后期 如同鸿沟 难以逾越 而就在这个时候 许非突然内心一领 有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感 一股寒流直冲天灵盖 这是他本尊的危机感 让他头皮发麻 鱼龙百变 许非瞬间施展身法 朝着旁边侧开 只见一道恐怖的血色大手印 从后方暴冲而来 所过之处 人群一个个暴成了血物 被血手印生生砸死 轰成了肉渣 尽管许非闪避急时 依旧被波及 傀儡的半边身体之间没了 本尊更是口吐鲜血 差点没飞出去 趁着那模糊的空挡 许非看见了身后走来之人 这是一名戴着草帽的老者 面沉如水 感受不到一丝的气息波动 将自己内脸隐藏到了极致 若非那强烈的危机感尚在 许非恐怕会将他当成 是一名普通老者 结单后期 许非瞳孔收缩 脑海中如雷电化过 立刻想到了当初在无忧城 对他施展惊天大手印之人 那一道手印出现得毫无征兆 从天穷砸落 将他可能出现的位置完全覆盖 此刻 那人再一次出现了 死 这草帽老者 抬手打出无数手印 所过之处 散修们纷纷血肉爆开 碎裂成了渣子 这是无差别杀人 周晴 结单后期 并未跟随大部队 他已全速前进 超过了所有人 因此是第一个抵达的 他不知道目标是谁 只猜测对方与楚天盟交易 可能会寻求楚天盟的庇护 葬于散修之中 这就简单多了 见一个杀一个 全部杀光 错杀一千 不放过一人 不得不承认 这是非常简单有效的方法 虽然可能会无形之中 得罪一些人 但他寿命到头 只能靠长寿担活命 根本不怕这些 更何况 他还隐藏了身份 破 突然 他的手印打在了一座 软绵绵的棉花上 没有产生任何杀伤力 威力被卸掉了大半 这让周晴微微一正 定睛看去 只见一名手握浮沉的白须老道 正眯起眼望着他 周晴 凡是别做过火 小心业障临身 天机上人淡然道 业障 周晴微微一笑 他还是头一次听见这个说法 刚才议长 只是他随手一击 被这天机上人挡下 不足为奇 只要他愿意 他随时能将此人击杀 但考虑到天机上人身后的蓬莱岛 连秦国都没有进犯 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有因必有果 今日作念 他日必有报 不报今生 也报来世 不报自己 也报子女 我只说这么多 听不听是你的事 天机上人冷冷道 郭躁 周晴双目冰冷 抬手一掌挥出 天机上人直接被山飞了出去 落在了一边墙角 脸色苍白 这老道不识抬举 竟敢咒他 真以为他不敢下死手 听说你擅长天机算术 你来算算 我还有多久可活 周晴掀起冷笑 眼含杀意 天机上人一声冷哼 还真掐指算了起来 不过很快 他面色一惊 哦 结果如何 周晴笑道 天机上人沉默 但眼中有明显的惊恶 难以掩饰 哈哈 周晴仰天大笑 没再追问 转身走向隧道深处 周家老祖 果然是周家 许黑念头白转 只觉头皮发炸 此刻 周晴正一步步靠近 又有两名试图逃走的散修 被一掌拍死 若是许黑此时从石壁内钻出 定会被当场盯上 要用小挪衣服吗 还是黑龙塔 黑龙塔消耗太大 未必能逃掉 以这老不死的经验 肯定有应对之策 小挪衣服 又不知道会传送到哪里 而且 这周晴手中一直捏着衣物 藏在袖子里 对方知道自己有小挪衣服 定然有所准备 说不定 只要出现一丝空间波动 周晴就会瞬间做出反应 许黑能用小挪衣服逃一次 对方岂能不知 他会逃第二次 如此心机深沉之辈 许黑不容有一丝失误 只能如此了 许黑深吸口气 当即下定决心 在许黑思考的时候 周晴又连杀五人 且更加的肆无忌惮 即便有散修 爆出了自己的身份 依旧被周晴毫不留情地灭掉 毕竟天机上人这样的 吉少 按照这个速度 最多两个呼吸 就会走到许黑面前 许黑迅速将半截傀儡 收入储物袋 本尊启动 扶下一枚爆原丹 全身的血液燃烧起来 鱼龙百变 生死危机下 许黑爆发出了 前所未有的急速 浑身冒起了火光 如同一道黑色闪电 朝着前方的上谷药员 急冲而去 这速度 已然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只见半空中 无数残影留下 出现在各个方位 这是三层圆满的鱼龙百变 残影万千 真身难寻 许黑没用分身 而是用上了本尊 这才是他的全胜速度 比结单七都要快 而在许黑动身的一刹那 周晴也动了 他手中一枚禁灵符弹射而出 在半空中破开 创造出了一片无灵空间 禁止一切法术 禁止一切灵符 就连小挪一符 也能生生打断 属于周晴的杀手锏之一 不过 这对鱼龙百变无效 嗯 周晴略微一愣 显然这一幕超出了想象 不过他反应极快 抬手一掌 半空中无数残影 被他全部打散 前后 只是一瞬间就完成 引力朔 他再次抬手一握 一道强大的引力 作用在锦鱼的一个许黑身上 将其瞬间定住 吸扯向后 转眼之间 许黑就被他拉到了近前 但紧接着 周晴面色就是一黑 眼前被他抓住的许黑 不是本体 竟然是一道身外化身 他是何时创造的化身 我竟然毫无察觉 周晴内心震动 他向前望去 只见许黑的真身 已然来到了红毛旋风之中 这一刻 许黑只觉浑身臊痒难耐 一阵阵奇异的 能量攥入他的体内 似要尝出红毛 但他紧咬牙关 从储物带中拿出了一枚令牌 再次提速 冲向了那封印之处 墙上的红毛狮王 发出怒吼 正要抬手阻拦 看见那令牌后 却是神色一致 就连许黑所在的红毛旋风 都减弱了一些 So 许黑钻进了封印光照内 没有受到任何阻拦 直接穿透了进去 消失不现 此刻 不仅是周晴看愣了 就连楚天蒙众人 也都是一阵错愕 没人会想到 会有一条蛇 抢先一步 冲进那光照之内 没有被上古封印阻拦 而看红毛狮王的表情 在联想到许黑之前的动作 他们顿时想到了 应该是那令牌的缘故 哼 周晴脚步一踏 撑起一面金色光照 朝着封印处冲去 凡是红毛扑在他身上 均是燃起了熊熊火焰 被迅速烧光 他手里拿出一枚金色大印 抬手一掌 轰击在了阵法上 打得阵法晃动 天地崩裂 区区上古残留的阵法 也想阻我 周晴目光阴冷 手中的大印再一次砸出 轰鸣声震耳欲聋 将阵法都砸出了裂痕 红毛狮王则是发疯一般 从箭矢上挣脱 眼中放出极电 身如狂魔 吼声如雷 朝着周晴 轰杀而来 另外一边 许黑刚进入那上古药园 就感到了一阵浓郁的药箱 迎面扑来 就连他体内奇异的能量 也在快速散去 湿气也自动被排出体外 只是闻上一口 许黑就感觉自己受到了净化 他放眼望去 这里的药材琳琅满目 大部分他都不认识 连听都没听说过 千年份的随处可见 万年份的也有不少 这些上古时期的遗留 哪怕是一根小草 拿出去也架至连城 甚至这里的泥土 都有不俗的药性 此地可以看见外界 却听不到外面的声音 许黑回头看去 只见那狮王羽 周晴打了起来 打得昏天黑地 血光漫天 震动四方 连隧道都有坍塌的迹象 但影响不到阵法之内 这一座上古阵法 将此地隔绝了出来 宛如世外桃源 这让许黑松了口气 他刚才也是冒了 极大的风险 用那令牌一试 若还是不成 只能拼底牌了 好在他成功了 红毛狮王果然认识那令牌 许黑回头看了 眼镇法上的裂痕 心中警觉 这上古阵法 也不是无法攻破的 他必须以最快的速度 将这里搜刮一遍 当然 他也不能全部搜走 不然会成为众矢之的 许黑荡即行动 来到了一株万年紫盐藤前 却见着藤条一甩 朝着许黑抽打而来 发出破空之音 还通灵了 许黑微微一震 连忙闪开 随即 一口咬在了藤条上 将其从这里扯出 收入了虚空石 万年草木通灵 这并不稀奇 人与妖兽都能修炼 植物也能修炼 只是过程艰难许多 许黑又来到了一堆草前 还没来得及行动 就现一根萝卜形状的生灵 从这里钻出 转身就逃 那些根须 就如同人类的腿一样 撑着地面 速度飞快 一般的筑基漆 都未必能追上 鱼龙百变 许黑身如闪电 一瞬间就冲上去 将这萝卜擒住 这是一株三万年份的地灵果 被抓住后 顿时发出婴儿般哇哇的啼哭声 声音尖锐刺耳 许黑直接一尾巴敲上去 将其打晕 收入虚空石 同位万年份 但三万年份 明显比一万年份 要珍贵得多 许黑连续行动 又收走了一些万年份的药材 千年份的也不放过 收走了十来根 发达了发达了 这单是拿出去卖 就价值连城 无法估量 许黑深吸口气 尽量让自己保持冷静 外面的人虎视眈眈 他能不能保住 还是个问题 尤其是那周家老祖 看见许黑收走药材 虽然脸上没什么表情 但隔着封印 许黑都能感受到凌冽的杀机 通道之外 劫后余生的伞修们 已经不敢逗留 一个两个落荒而逃 只有吉少数不怕死的 还在远处盯着上古药员 目光闪烁 老道 你刚才看出什么了 刘不群沉声道 天机上人道 像周家二祖这种寿命 到头之人 按理说 应当出现死气才对 平道对将死之人的死气 一眼就能看出 但此人却没有这种迹象 平道掐指一算 也没算出他大陷将至 刘不群文言 顿时打了个寒战 道 难道此人还有大机缘不成 天机上人只是摇头冷笑 大机缘怎么可能属于这种人 只有那些天命 说到这里 天机上人突然脑袋一转 看向了后方眼神迸射出前所未有的精芒 好强的气域 这次肯定没错 他站起身朝着外面的洞口走去 而此刻 天魁宗 白家 周家 南域四宗的大部队 已然抵达了血尸洞口 朝着洞内进发 许黑经过一番搜刮 搜走了大部分不起眼的药材 药员看上去和之前差不多 但里面的零散部件早被许黑搜刮一空 大部分零药 都是千年份的 万年份 他只拿走了十个 其中通灵的有三个 比例不高 另外 许黑还发现 此地的药材 有被人采摘过的迹象 只是采摘的很少 都是一些低阶千年份的 若非许黑观察仔细 他也不会发现这些细节 之前赵文卓就说 此地有人提前进来过 看来是真的 许黑私下看了看 除了药材被摘过外 那人并未留下任何其他的痕迹 此刻 药员中还剩下不少珍贵灵药 许黑目光一闪 拿出了尸馗路人饼 走到了一株巨大的霸王花前 这花他从未见过 不知什么品种 花蕊散发出一种血腥味 似乎是用来吸引生物靠近的 突然 这把王花扑了上来 如同一只争鸣巨口 瞬间就将路人饼给吞了进去 其攻击速度之快 堪比结单七 在许黑的感知中 路人饼瞬间被消化一空 成为了这巨大花朵的养分 这玩意果然不好惹 许黑一开始就觉得 这花不简单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没想到是真的 许黑再看了眼封顶的十万年金雷竹 再看看后方即将破碎的阵法 瞬间打消了夺走的念头 不说他能不能成 就算能成 外面还有一群人虎视眈眈 肯定不会放过他 风险太大 许黑果断放弃 他拿出了小挪衣服 犹豫了半赏 没有催动 按照以往的惯例 他在这里传送 有很大的几率 顺移到大山里面 要多次使用 才可能逃出来 而他所剩下的小挪衣服 只有四张 即便侥幸出现在地面上 他也有很大的几率 迷失方向 或是遭遇危险 与其去赌未知的 不如相信已知的 许黑暗道 许黑略做观察 发现这里的泥土 有隔绝神石的功效 跟外面的石壁一样 他当机立断 拿出一个傀儡放在外面 随即 本尊贴上隐身符 钻入了一处坑洞中 这里原本是一根灵药生长的地方 被许黑给霸占了 许黑以龙龄开道 一直往下挖 来到了石杖身的地方 他这藏身之处 绝对无人能发现 当然 这还远远不够 许黑继续向下挖 再次挖了少许后 却突然发现 他挖到了一块疑似铁板之物 再也挖不动了 这下面是 许黑瞳孔收缩 哄 外面传来轰鸣 封印阵法彻底被击碎 众人一拥而上 来到了药园之中 周晴二话不说 直奔药园的后方而去 目标只有许黑 给我留下 徐清风却是一个钉字 出现在周晴的头顶上 让他陷入了凝制 许黑不再犹豫 控制傀儡 拿出一张挪衣服 直接催动 哇 空间波动一闪 傀儡直接被船送走了 许黑失去了与傀儡的联络 也不知船送到了什么地方 一旦距离较远 就会出现这种现象 而药园中的周晴 也感受到了 那强烈的空间波动 他一个闪身 来到了许黑傀儡消失的地点 面色阴沉下来 又让你给跑了 周晴脸色铁青 他完全没料到 刚才传走的 不是许黑的本尊 只是一个傀儡 不过 他没时间去想太多 此刻 楚天盟的人 已经开始采摘药材 连带着外面不怕死的散修 也进来了几个 挖掘千年灵药 周晴还感应到了 大部队的气息 也直冲这里而来 长寿丹 就算没有长寿丹 也有可能长寿的灵药 周晴神识散开 扫过药源上的种种药材 饶饰以他的见识 也有很多没听说过 他不管那么多 随手抓起一把灵药 色镜除袋 随后直奔山顶的 金雷竹而去